欢迎收听由飞卢中文网同名小说独家改编的《大明》开局随永乐北征 作者 大卢狐 演播 咸鱼可以清蒸 木木 飞卢听书工作室 倾情制作 盼路一行人慢悠悠地原路返回 山里的龙香味着实地吓出了一身冷汗来 差点就暴露了 幸亏有殿下吩咐准备的这些信鸽在 传令获敌两不耽误 高 真是高 组长 山路探明了 没有一场可以放心通过 那就好 走吧 下完令的斯伦法仍然在苦思铭想着 队伍都走上了山路 走过拐角处 发现有个英俊的傍脚伙正坐在路边大石上吃涮锅子 有三个人伺候着 边上还有三匹神俊的高头大马正打着响鼻 马上挂着长兵器 道徒 你不是说没有异常吗 斯伦法朝侍卫统领怒吓一声 呃 族长 这 这 这属下这就去解决这几个人 回来 族长 我 没脑子的蠢货 有这等神局榜身 怎么会是寻常人家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他们就四个人 不用理会 快赶路吧 下次再马虎 绝不轻饶 是 属下遵命 另一边的傍小伙就是朱瞻基了 伺候在一旁的三个人 就是他的三名贴身太监了 殿下是斯伦法和斯任法父子无疑 和画像上一般无二 连鼻头的黑质都一模一样 昌盛收起画像 朝朱瞻基禀报道 嗯 那就升旗传令吧 再切一份松茸过来 还有养血 奴婢遵命 刘平和赵安两人去准备吃的 昌盛从马上取来布包 把两面大旗挂了起来 斯伦法一行人好奇地忘了过去 心里奇奇一突 一面 红底金边的珠子大旗 一面红底黄边的明字大旗 斯伦法惊骇得瞪大了眼珠子 这金边的珠子大旗 这 这是 大明的皇族 大明的风帆里 可没有人赶出风地 这个人是珠家的敌出 大明的皇族都进了立川的心腹之地 蒙卯了 他居然都没有收到一丝的消息 珠家人来路川做什么 来了也就算了 你还悄悄地来 用要做沙子 不对 皇族子弟不会只有三个人随行 护卫呢 护卫 斯伦法猛地抬头往四周张望 只见山林里轰隆了涌出大队的明军来 几个呼吸的时间 就把前路和后路都给堵死了 斯伦法的护卫们 被突如其来的大军一逼 惊慌之下 急忙呲呐呐地拔出兵器 护卫在父子二人身边 斯伦法这下想明白自己心慌的原因了 他中计了 不证使和督指挥使的联明信 就是要把他引出来 好打他的埋伏 信上写的三件事 全是借口 包括惠民商行的合作 如此说来 那些刑商们绝对有问题 惠民商行霸道欺人的行径是假的 是在混淆事情 是要打消他的疑虑 这一切从头到尾 都是假的 都是骗局 都是哄人的掌眼法 被护卫们围在中间的 斯伦法斯任法父子二人都想通了关节 惊骇地对视了一眼 眼中的绝望如出一辙 汗水滴答而下 父亲 没办法了 儿子 下令 带人冲出去 叫援兵来 三四里路 转瞬可治 斯任法 低声说道 别乱来 明军 至少有一个畏锁的兵力 咱们这点护卫 根本不顶用 出不去的 再说 明军围而不公 想来 事情或有转环 咱们从头到尾 都在被算计 没法善了了 父亲 别乱来 动手 只会死得更快 斯伦法一把 按住儿子拔刀的手 你忘了为父的话了吗 不论多么艰难的时刻 只要能活下去 咱们就有希望 不管是被羞辱也好 还是被俘虏也好 只要能活下去 什么样都行 斯伦法没风到树 压着嗓子 朝儿子说道 混账东西 都不认识我大明的旗号吗 还不把刀都收起来 一群废物 斯伦法 指着护卫们破口大骂道 护卫们茫然无措的彼此张望 拿刀的手都锤了下来 你们想造反吗 还不把刀归翘 冲撞了殿下 必要尔等的脑袋 斯伦法又是一阵贺骂 侍卫们急忙把刀都归翘 然后接着茫然无措 不知是哪位殿下当面 卫尘 路川平免居民宣卫司 宣卫使斯伦法 写犬子私人法 前来拜见 斯伦法父子二人 躬身行礼道 朱瞻基手下涮菜的动作不停 头都不抬 淡淡地说道 这般的没规矩吗 有什么话会想再讲 斯伦法脖梗上 青筋暴突 脸色胀红 低着头目自欲裂地 瞪着脚下 这山道两侧 全是修路时留下的细碎小石头 让他们父子二人 跪在这上面 这是羞辱 是折磨 今天的事 根本没法善聊 就在斯伦法准备抱起 秦贼先秦王的时候 斯伦法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膝盖碎石子摩擦的声音 发出了吱嘎吱嘎的声响 斯伦法也被自己的老子一把 拉了下来 跪倒在地 微臣 路川平免军民宣卫司 宣卫使斯伦法 携全子斯伦法 前来叩见殿下 微臣不知殿下到了路川 有失远迎 请殿下降罪 朱瞻基 听到父子二人磕头的动静 手上动作一顿 真能忍啊 这份隐忍的功夫 不会是跟司马懿学的吧 有这份唾面自甘 忍辱负重的本事打底 也怪不得正统朝 四征路川 都没把他们家彻底平定 非常之人 行非常之事啊 天下英杰 不可小觑啊 离得太远了 听不清 来近一点 朱瞻基朝二人招招手 想看看这些隐忍的枭雄之类 能做到什么程度 斯伦法文言 身上的戾气汹涌而出 斯伦法急忙按住了斯伦法的肩膀 弓声道 微臣遵命 斯伦法 攥着斯伦法的袖子 拉着斯伦法 西行向前 来到朱瞻基身前 扣手 公声道 微臣 路川平免 居民宣伟司 宣伟是斯伦法 写全子斯伦法 前来扣见殿下 微臣 不知道殿下的大驾 降临了路川 有失远迎 请殿下恕罪 父子二人 这般恭敬顺从的做派 竟然让朱瞻基心里 生出了些许的敬意 有大隐忍者 必有大图谋 千古智力 二位 这是要学 卧薪尝胆的岳王勾建 那么本宫 岂不是成了要 国破家王的 吴王夫差 朱瞻基手下动作不停 斜眼看了父子二人一眼 淡淡地说道 殿下冤枉了 微臣父子 对大明忠心耿耿 可招日欲 绝不敢有此狂狈之眼 请殿下明见啊 哦 这么说 在路川地界 散播谣言 诽谤君王的 不是你们了 朱瞻基笑着问道 听到朱瞻基的问话 父子二人心下 骇然 路川的消息 能不能传出去 还是两说呢 哪有可能 这么快 就被外人知道了 明君的算计 显然是一早 就开始了 他们家 有大麻烦了 殿下 切勿听现了小人之言 这必是有人 在鳄鱼重伤微臣 好 从中余力 求殿下明见啊 人老精 鬼老灵 跟这样的老狐狸动嘴 是很难能赚到便宜的 殿下 锦衣卫 指挥使庄德 传来消息 蒙卯城内 已经准备好了 只等 殿下大军进城 主持公道了 斯伦法父子二人文言 亡魂大冒 城内 居然也安排了后手 明君 这是奔着抄家来的 对他们围而不公 是在争取时间 是担心闹出大的响动 惊了蒙卯城里的兵丁 没有侥幸了 全都绑了 但有反抗 格杀勿论 收到了锦衣卫的消息后 朱战机也没了兴致 是 龙香尉 立正领命后 一拥而上 放下兵器 跪地收付 三夕之内 但有不从者 格杀勿论 这时候 离朱战机 己不知遥的私刃法 突然爆起 正要逞凶行秦王之事 被一旁的昌盛抬脚 踹着吐血倒飞出去 你可算是忍不住了 行刺储君 可是要诸九族的哟 斯伦法 文言惊骇地望向了朱战机 这个漂亮的皇族敌出 居然 是储君 这个漂亮的储君 居然是奔着灭他们族来的 朱战机 对着倒在地上的私刃法 轻声一笑命令道 留下这父子二人 其余人等 就地斩杀 是 龙香为得令后 回到冲杀起来 三百人的护卫队 一个冲锋 便被斩尽 殿下 何至于此啊 何至于此啊 我陆川上下 对大明 可是忠心耿耿的呀 殿下 忠心耿耿 忠心耿耿 会添油加醋地宣扬大明 强占 陆川的水道吗 忠心耿耿 会抱起行刺吗 忠心耿耿 会想着架空朝廷扶持的 南殿 干牙 展达 富三部 朱战机的贺问 一声高过一声 原来 大明什么都知道了 斯伦法 颓然倒地 任由 兵士 将他捆绑起来 有斯伦法 父子二人在手 再加上城门处 锦衣卫发展的内线 龙香卫 迈着整齐划衣的步伐 进了蒙卯城 蒙卯城四周的百姓们 都惊讶得驻足观望 他们从未见到过 如此队列整齐 步调一致 威武雄壮的军容 龙香卫进城后 对普通百姓秋毫无犯 迅速分兵 占领各城门要道 会和城内的锦衣卫 迅速锁定目标 捉拿蒙卯城内的军政高层 只有军营里的陆川兵 闹出了大的响动 死应反抗的陆川兵 被龙香卫 斩碎在营门口 失去指挥的陆川兵 都吓破了胆 被龙香卫 赶回营内 勘压起来 群龙无首之下 蒙卯城 很快就被平定 内线们纷纷跳了出来 或张田安民告示 或者现身说法 安抚蒙卯城内 纷乱的民心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飞卢中文网 同名小说 独家改编的 《大明》 开局随永乐北征 作者 大卢狐 演播 咸鱼可以清蒸 木木 飞卢听书工作室 清情制作 宣伟史思大门外 斯伦法父子绝望地看着 绝望地听着 他们怎么也想象不到 被他们家 视作根本的蒙卯城 居然如此的不堪一击 掌控路川民政之权的文武官员 首领头人们 全被绑了过来 一切都太快了 明军 犹如刨钉解牛一般 将蒙卯城内 有能力反抗的力量 飞速地肢解完毕 准备 大快躲移 更令斯伦法父子二人 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围在周边的这些族人百姓们 既没有拿起兵器反抗明军 也没有返回家里 封门庇护地躲藏起来 就那么 围在大门外的空地四周 窃窃私语着 有些想跑的百姓 居然被身边的人拉住后 耳鱼几句 就放下心来 这是在打仗啊 明军都已经进城了 哪来的闲心思 看热闹 都不怕死吗 渐渐的 周围的人群 越聚越多 四轮法估算 得有蒙卯城 两三城的人 都聚在了四周 明军在一旁帮忙 维持人群的秩序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陆川平免军民宣位司 宣位使 斯伦法 及其亲族党羽 多年以来 盘剥 灵虐 陆川百姓慎疑 大明税律 明文规定 农税者 三十税一也 斯伦法 等在陆川制内 行二抽一 乃至十抽七之农税 搜刮民旨银膏 敲骨西随 实乃骇人听闻 古今罕见 无视朝廷法度 私自篡改税法 大谋私利 一干人等 尽皆欲赫南田 道德沦丧之辈 陆川制内 怨声载道 百姓苦之久矣 已成天怒人怨之事 证命 卓吉将斯伦法 及其党与亲族 悉数交由陆川部族百姓 功审处置 以章天道 和人心 顺民意 消陆川百姓 心中之快乐 为补偿陆川百姓 数代人之苦楚 证命 即日起 废处陆川平免 军民宣位斯衙门 改至府 州 县 陆川 收归大名 直辖 陆川制内 所有大小城寨 所辖之田母 尽皆由当地百姓 平均划分 不偏不倚 由官府 登记造册 陆川制内 百姓之农税 一律三十抽一 若再有搜刮民旨 民高 善改税律者 尽移其足 地方官有王法者 民有冤而不得申者 百姓可头顶大明开国太祖高皇帝 之御之大告 进京敲登文古 找朕名冤作主 沿途关卡不可阻拦 为者诸九族 望陆川之百姓 早想大明之圣事 亲此 圣旨已经宣读完毕 蒙卯城内的百姓 却久久地挥不过神来 圣旨的内容 在他们脑海里不断地重复 平分田母 所有田母都平分 大族长的田也能平分 那是多少田 农税 三十抽一 佛祖啊 我这 不会是在做梦吧 无耻 无耻 私刃法 歇斯底里的咆哮 大明的税法 与我露传何干 你们 你们 你这是 名狗 吞并我们路川的借口 这狗皇帝 拆分我们路川一样 路川的事情 由我们路川人做主 什么时候 轮到你们狗皇帝 说了算了 多收下粮食 我们路川 哪有力量 抵挡你们这些名狗的吞并 现在 拿我们家的祖田 来腰买人心 无耻之忧 可耻可恨 狗皇帝奸诈 鸣狗 奸诈 路川的百姓 是不会相信你们的鬼话的 无耻 无耻 斯伦法 彻底绝望了 老泪横流 明朝人 把他们家的根基 给断掉了 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了 不管是 为了田母也好 还是为了三十抽一的农税也好 路川的百姓们 都不会放过他们家的人 山民的脾性 他再也了解不过了 完了 全完了 我们家族的宏图大志走到头了 好狠毒 好果决 好精妙的 阳谋 所有人 都会心甘情愿地 上明庭的当 朱瞻基 没有理会在一边咆哮不知的私人法 对着四周的人群喊道 路川的百姓 还不领旨谢恩吗 内县和锦衣卫 当即叩头跪地谢恩道 草民 谢皇上龙恩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周围的人群也全从圣旨的震撼内容中回过神来 情不自禁地跪倒在地 草民谢皇上龙恩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草民谢皇上龙恩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草民谢皇上龙恩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万岁之声 犹如山乎海啸直冲天际 响彻云霄 私认法愣愣地看着跪地谢恩的蒙卯人 这个未来把正统朝弄得精疲力竭的枭雄 从未有过的绝望 不要相信民狗的话 他们在骗我们 骗我们 骗我们 没有人在意癫狂的私认法 没有人不想要他们家的田地 只是敢不敢说 敢不敢做 能不能做到而已 现在机会来了 为了这世上的功力 为了人间的正义 这些骑在你们头上作威作福 吸食你们血肉养非自身的 食恶不赦之徒 交给你们任意处置 公神大会 现在开始 朱瞻基话音一落 密探们一马当心冲出人群 直接动起手来 萌某百姓也跟在后边涌向广场 不过 他们很多人都刻意地避开了斯伦法父子 这样的威望 可留不得 朱瞻基 朝庄德使了个眼色 后者会议地朝斯伦法父子伸手一指 米探们下狠手了 斯伦法家族极其亲信 包括蒙卯城内 头人首领家族成人 南丁近两千人 全被人群 碾碎在尘埃之中 蒙卯的统治阶层被清空了 百姓们都心潮澎湃地回了家 跟自己的家人分享着喜悦 蒙卯城内的所有人 都期待着美好的明天到来 殿下 兵营里还有不少路川兵 被锁在了营内 要不要 庄德比坏了一个抹脖子的首饰 操 瞎搞 把那些兵都弄死了 刚安抚住的民心 又会起波澜 之所以 做了那么多的准备 减少路川人的伤亡 就是为了能够实现 占领区的快速有效占领 降低占领区 民间敌对情绪 仗打完了还啥 路川人一定会害怕 一定会敌视的 前边的努力 不就复制东流了吗 不能杀 殿下 这些人可都是常年受斯伦法父子供养的清兵 和那些驻守各地的普通兵兵不同 而且蒙某人可不少 坦白讲 斯伦法爷儿俩在蒙某还是很得人心的 这一点从公审大会就能看得出来 常年供养的亲兵 忠诚度又普遍的都高 这偏远边陲的大山里 保不齐就出一个成鹰一样的人物 让肇事孤儿的事情发生 斯伦法家的男丁还有吗 朱瞻基问道 话题跨度有点大 庄德被问得一愣 很快反应了过来 包括斯伦法迪孙斯基法在内 还有23个 殿下是担心 朱瞻基点头没说话 殿下放心 属下会把事办妥 断不会走漏了消息 庄德会议的说道 这样一来就没有忠诚的对象了 明日把那些营里亲兵的家属们都找来 全家人必须都到场 让他们去兵营领人登记造册 等地方官到了 安排旧兵们干活修路 殿下妙计 属下这就去办 这是要以亲族相要挟 让那些可能还存在的死忠们 投鼠忌器 家属也会好好地看着他们 等田地全都分完了 就什么都不用再担心了 亲兵家属们收到消息后 纷纷对明君感恩戴德 咱们大明啊 可真是大好人啊 我儿子做的是他组长的亲兵 我们一家都以为他又被砍头了 还有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呀 嗯 干活怕啥 斯伦法一家养活他们的粮食 还不是从我们这些亲人们手里刮去的 我们家的傻憨糊 就得让他多干活 好好赎罪 只要人没事就好 放心好了 我们一大家子 一定让他老老实实的 不让他耍滑头 那些因为富于顽抗 已经被龙香味斩杀的亲兵们 就没法子了 打仗 哪有不死人的 不过也做了补偿 镇王的亲兵 也一样可以参与分田 田地归于直系亲属名下 我的傻儿了 真是傻到家了 谁是恩人都分不清楚 死了也是活该 没想到人死了还给他分田 哎呦 我们家的就没这个福气的 他才吃了主家多少粮食 他命都打进去了 现在我们家什么都没有做 就有天分 哎呦 怪他自己博命啊 当日夜里 朱瞻鸡收到了路川各处 要地被平定的消息 剩下的就是那些没什么威胁的中 小 山寨水寨了 锦衣卫密探行动 最顺利的地方 就是那些偏远的中小山寨 因为那些地方 斯伦法家族的影响力也有限 拿下来 用不了几天了 南电宣抚司的进展也很顺利 南电的组长 正急着跟斯伦法的外加争权夺利呢 当地人已经被搅和的怨声载到了 明军在南电的行动 比在路川还要顺畅得多 第二天一早 另一部准备的官员到了 他们这一波官员早就被安排到 云省布正史司的各地衙门 学习累积经验了 文官们一到 就开始正式丈量填母 登记造册 办理户籍等等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卢中文网 同名小说独家改编的 《大明》 开局随永乐北征 作者 大卢狐 演播 咸鱼可以清蒸 木木 飞卢听书工作室 倾情制作 朱瞻基则带领明军 继续住在蒙卯城内 打黑除恶 开公审大会 蒙卯的中层势力派和真恶人 都被清理干净 收获颇丰 各地明军都进展顺利 用不着帮忙 朱瞻基派龙香味分兵 轮流出击扫荡露川地界的大小匪道 露川百姓交口称赞 快看快看 黄太孙的龙香味又去大山里剿匪了 这都抓回了多少批了 这才是保经安明的好兵啊 按理说 这龙香味是黄太孙的亲军位 地位比斯伦法家的养的亲兵 地位可高多了 以前斯伦法家可没下过这么大的力气 收拾那些毛贼 以前是只抓大的 小的不管 威胁不到他们家的统治 他们就不理会 现在 这叫绝不姑息 凡是作恶的 都得伏伐 哎哟 那以后 咱们就算走山路 走夜路 都不用怕了 这才叫 为民做主 有当地山民烈火的带路 匪道们无所遁形 陆陆续续都被剿灭 十几天后 露川遍地开花 大部分地区都完成了打土豪分田地运动 及个别的偏远小寨也早就准备好了 等地方官上门 入籍分田 各个山寨通往外边水泥路也都规划完成 历索的地方已经动工开始修路了 陆川平面军民宣伟司改设陆川府 治所蒙卯 蒙底 蒙南 蒙真等地设限 蒙氏司改蒙氏州 南殿宣府司改南殿州 归于永昌府至下 里麻司改里麻直立州 陆川和盲氏交界的利水码头 成了重要的物资集散地 从内地抽药军户组成了两个卫所 被调来了陆川和南殿驻守屯肯 陆川平定后 朱瞻基传令南殿的驻军 从东面和北面出兵甘崖宣府司 朱瞻基从南面出兵展达傅宣府司 这两个地方 本来就被斯伦法给折腾了 就剩半条命了 高层争斗激烈 使得治内民心不负 所以锦衣卫密探的地下工作 更加得心应手 明军开进两个安抚司驻地时 两地的土球首领头人们 已经被他们自己人 给锁在家里看守了 甘牙宣府司和战达傅宣府司 被裁撤合并为 迎江直立州 治索迎江 抽调内地军户 组成迎江卫 戍边屯墾 自此 西南边陲最大的不安因素 完全清除 陆川府 知府衙门 就是原来的 陆川平免军民宣委司衙门 老鱼那边什么情况 朱瞻基朝庄德问道 回殿下 一切正常 还在稳不渗透 牛乌常官司已经平定 不过 梦念常官司和车里宣卫司 虽然地方大 可丁口不多 密探的人数多了太乍眼了 反而会坏事 朱瞻基文言点了点头 之前 把于成泰调过去 就是因为于成泰办事稳 岁数不大 性子却稳如老狗 放心 给老鱼传信 让他不用着急 车里宣卫司的吐司力量很分散 地方又大 就算漏了底 短时间也合不到一块去 稳扎稳打就行 属下遵命 哎 对了 缴获清点得怎么样了 陆川的军粮核算完没有 已经核算完了 军粮足可指引大军两年有余 这么多 朱瞻基真是惊着了 够他们六个卫所的兵力 三万多人吃两年 这得是多少粮食 这广基粮的本事 倒是学得不错 够东西是预备着打持久战 回殿下的话 陆川的军粮是多 可铜钱金银却没多少 都被斯伦法换成粮食了 斯伦法这个人可真不简单 陆川的粮食都吃不完 他还要从外边买 宁愿自己吃陈粮 幸亏殿下英明 发现得早 要不然等他把兵器 也储备完 就难收拾了 等斯伦法 把兵器也储备完 就该发兵 吞并其他三家了 陆川的粮食 不会是从另外三家买来的 殿下果然料事如神 斯伦法的粮食 确实是通过自己的外家 从另外三家那里买来的 庄德惊讶地说道 真是个老狐狸 拿自己的金银 换对手的粮食 对手的粮食不够了 他就该发兵 拿回自己的金银了 吞完了其他三家 再接着休养生息 吞粮 储备兵器 接着在往外吞并周边的吐司 一步步扩张 一步步屯粮 屯兵 在无人关注的角落里 满门变强 最终起兵反叛 侵吞周线 这就是斯伦法家族三代人 越来越强的原因了 家族传承不容小觑 斯伦法这是早有不成之心了 现在是在积攒实力 他们家的人都处理完了吗 朱瞻基 亦有所指地问道 呃 男丁已经没了 属下亲自动的手 女眷还在刊押 不日就要发往教坊司 殿下 要不要挑几个伺候 庄德小心地建议道 不用往教坊司发了 直接赏赐给 未婚配的陆川卫军户吧 以后俘虏来的女眷 都照此处理 本地有未婚配的女子 也可以让地方官帮军户们保媒 民族大融合是很有必要的 只要咱们是占据主导主动的一方 怎么融都成 殿下仁慈 属下遵命 陆川卫是新调来的 由宝山卫 孟山卫和关山卫等八个卫所抽调的军户组成 大多都是单身汉 为什么新调来的军户单身汉多呢 因为单身汉搬家更方便些 途中的损耗也小 今天的陆川卫士兵都喜色难掩地等在门口 老王 你不是有婆娘吗 你来瞎凑什么热闹 呦 什么叫凑热闹 老子来看热闹不行啊 你们这帮人都等着抽签分婆娘了 老子能过过眼瘾能咋地 老王没好气地回击道 嘿 再看也没你的份了 谁让你取得早 老子取得早 还多话聘礼呢 早知道有不要钱的婆娘 老子才不取呢 老王羡慕得很 别吵了 来了来了 昌盛带着一长串盖着红盖头的女子 从远处走来 红盖头都留在外边 只有昌盛往营门走来 看什么看 列队列队 都给老子精神着点 陆川卫指挥使大喝一声 兵丁们迅速地列好了整齐的方阵 恭迎昌总管 指挥使抱拳一礼 恭迎昌总管 陆川卫士兵也跟着大吼一声 指挥官晃了晃脑袋 耳朵被吵得嗡嗡响 一帮牲口 一听要发媳妇 嗓门都不一样了 指挥使大人客气了 咱们开始吧 请昌总管安排 昌盛也不啰嗦 朝后一挥手 三个大箱子被抬了上来 都听好了 新娘子有一千八百三十人 等着发媳妇的有两千六百七十三人 所以啊 大伙得抽签决定 一切都看运气 二十岁往下的列一队 抽这个箱子 这里边的签子可都是黄花大闺女 昌盛朝左手边的第一个箱子指了指 昌盛话音一落 符合要求的兵就嗷嗷叫的冲过来列队 二十岁以上三十岁以下的列一队抽这第二个箱子 齐刷刷的又有一波兵冲来排好队 剩下的抽第三个箱子 剩下的兵也迅速排好队 指挥使大人 报数吧 咱家要添白签了 白签就是空的 也就是没媳妇发的 狼多肉少 只能这么办 才能保证公平 要不然 好事也可能会办成坏事 第一列 向左转 报数 一二三 第二列 向左转 报数 一二三 第三列 向右转 报数 报完数 昌盛把箱子里的签子 数一减 就算出了空签的数量 把空签数勾数 分别塞进了三个大箱子里 让人摇了摇一会儿 指挥使大人 可以开始了 报告 没等指挥使下令 队列有人喊了报告 说 属下觉得白签子没晃开 还得再晃一会儿就成 就你屁话多 该是你的就是你的 该不是你的 再晃也没用 你看别人 有一个说话的吗 指挥使 没好气儿的数了 报告 说 属下也觉得签子没晃开 报告 说 属下也觉得签子没晃开 路传指挥使一听 整个人都懵了 好好好 听你们的 晃 来人 再晃一刻钟 把签子散开 朕他们没出息 丢老子的脸 大人 您是饱汉的不知恶汉的鸡 就是 大人 您站着说话不要疼 指挥使 说话不知道 喊报告啊 你们几个 给老子滚到队尾去 哈哈 我抽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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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到自签的冰丁 高兴的手舞足蹈起来 滚一边去 下一个 我怎么这么倒霉呀 八成的机会都抽不中 我不活了呀 下一个抽签的冰丁 拿出竹签一看 直接哭出声来 下一个东西 你把签子拿反了 那人文言 急忙把签子反了过来 有字 有字 老子就说 老子运气不会这么差 滚一边去 下一个 大人 我能多抽一回吗 你脸格外大 滚蛋 下一个 大人 大人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滚蛋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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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签 很快结束了 抽中的兴高采烈 没抽中的 吹头丧气 这个全凭运气 自己运气不好 怪的了谁 你们这些没中的 也别那么丧气 还有机会的 昌盛这话一出口 底下一帮子人的眼神 齐刷刷的放光 等着昌盛的下文 太孙殿下说了 让地方官帮你们保媒 等忙完了这一阵子 让你们指挥时 把名字报到府衙 等信就成了 太孙殿下万岁 殿下对我们正好 万岁万岁 恩人呐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飞卢中文网 同名小说 独家改编的 《大明开局随永乐北征》 作者 大卢狐 演播 咸鱼可以清蒸 木木 飞卢听书工作室 倾情制作 昌盛安抚完 一帮谢谢惠顾的 扭头对中奖的一帮人说道 你们这帮人听好了 殿下有话交代 请殿下训事 殿下说了 娶回家就要好好待人家 争取两年之内都得下宅 男女都成 两年之内下不了咋儿 殿下可瞧不起你们 请殿下放心 保证完成任务 新娘子在营外等着呢 排好队 拿着签子 领人回家拜堂去吧 是 早就急不可耐的一帮新郎官 骑步跑出营门 新娘子都按顺序排好了 你们这些新郎官 也得按照竹签号排好队 快点 新郎官 麻溜地喊完号整完队 一号过来 你打头 这是你媳妇 带回家吧 是 一号新郎官 快步跑到娘子面前 身子一蹲 把新娘子扛到肩上 转身就跑 一号新娘子 吓了一跳 急忙双手 捂住头上的红盖头 你他娘子急什么 还有人跟你抢是咋的 这么猴急可不好 看这架势 一进门就得打哆嗦 一号新郎官 毫不理会 炮则的取笑之言 头都不回地 飞奔回家 他家里人 一早就把拜堂的东西 准备好了 就等他们两口子了 一号扛完了媳妇 二号紧跟上 有样学样扛上就跑 后边的 都跟着有样学样的 扛起来就跑 溜得飞起 前面那个 你刚才不爱笑话别人呢吗 怎么 你比别人更着急了 哎 刘头 你发现没 这后边的越来越利索了 轮到你的时候 更利索 新郎官们 以接力跑的速度 马溜地完成了迎亲仪式 陆川卫 周边的军户家里边 不断地传来出 一阵阵吹打喜悦的动静 有些人家 还在门口挂上了 大红布段子 点缀这个喜庆的时刻 欢声笑语 不绝于耳 好一番喜乐景象 当人喜庆之余 也不忘 感念皇太孙 朱瞻基的恩德 陆川府 龙香味营地内 朱瞻基 看着墙上挂的梦养 梦密 木帮地图出神 梦养宣卫斯 梦密安 辅斯 木帮宣卫斯 这三个地方 就是后世的缅邦 最大的三个城邦所在 面积占整个 电缅面积的一半 镜内 金 银 铜 铅 锡 锡 污 蒙 等有色金属 分布很广 石油和天然气 有一百多个油气 开采区块 还有钻石矿 以及全世界最出名 最大的翡翠矿群 吞下来 就是帮后人攒家底 朱瞻基想到此处 心里异常的火热 殿下 锦衣卫指挥检士 庄德求见 昌盛禀报道 叫进来吧 拜见殿下 庄德 躬身行礼道 不必多礼 有消息了吗 朱瞻基急忙问道 回殿下的话 探查 大金沙江水晴的几位 已经回来了 刀思放 给的水图是真的 包括 避开达湖口 急弯瀑布的一段 下坡山路 都写得很清楚 庄德 也喜色难掩地说道 其他的地方呢 朱瞻基接着问道 沿途码头标注的数量不对 应该是近些年才建起来的 所以图上才没有标注 大金沙江的水晴 一直到缅邦的都城 阿瓦大城都准确无误 哈哈 好 太好了 天助我也 朱瞻基兴奋地大笑起来 呃 对了 还有梦养的图呢 核实好了吗 梦养的地图 大体准确 只是 龟属标注的有不少出入 梦养土球判断后 首领刀姆丹和他的儿子 斯兰发 都死于缅人之手 几个土球和刀姆丹的后人 为了争夺首领的位子争斗不断 到现在 梦养都没有决出首领 谁都不服谁 仗打多了 地盘反复一手 也不奇怪 朱瞻基文言 十指骨尖 有节奏地轻敲着桌面 梦养的几个土球 都打成这个样子 肯定是合不到一起去了 可以先放一放梦养 不对 梦养以前的首领 是死在免邦人的手上 可以利用这一点 让梦养的蛮族 把战火先一步 引向南面的免邦 让他们彼此先消耗着 两不耽误 要是能把木帮和梦养 也都拉下水 那就好了 可惜 不能自己出面 要不然 鼓动三家联合攻打免邦 显得有些刻意了 引起怀疑 那就不美了 得好好琢磨一下 梦养的土球势力 强的还有几个 现在 势力最强的 还剩三个 一派是前首领 刀木丹的次子 刀德梦 和侄子刀玉斌 一派是刀木丹的叔叔 刀真林 最后一派 是蛮族土球组长 马真玉 其他的小土球 都是依附于 这三家大土球的 叫得好底下人 这一次的目的 和之前的不同 不要暴露了身份 先探明 这几个地方的要冲地图 把鹿子汤熟了 其他的安排 先不要提 属下遵命 你们仨有任务了 朱瞻基朝三名内侍吩咐道 努必 听平 殿下差遣 昌盛 刘平 赵安三人 互相对望了一眼 急忙攻身硬道 你们仨一人挑一个吧 朱瞻基朝墙上的地图 指了指道 一个人挑一个 有仗打了 嘿嘿 终于轮到咋家显威风了吧 三人大喜过望地对视了一眼 殿下放心 奴婢只要三个猥琐的兵力 就能把这三个土球 蛮夷全给荡平了 昌盛迫不及待地上前一步 把另外两人挡在身后 请命道 奴婢只要两个猥琐的兵力 就能把他们三家全都干趴下 绝不能给殿下连上抹黑 被昌盛抢了先 刘平也急忙上前一步大声请命 毫不顾忌昌盛眼里放来的飞刀 殿下 殿下 还有奴婢呢 奴婢只要一个猥琐的兵力 就能拿下这三家蛮夷 赵安也毫不示弱地上前一步 大声请命道 奴婢刚才说差了 奴婢也只要一个猥琐的兵力就行 奴婢刚才也说差了 奴婢也只要一个猥 昌盛和刘平急忙改口道 同时恶狠狠地瞪了赵安一眼 朱瞻基 啊 这是啥意思 这三个虎逼真那么能吹 还一个比一个狠 一点太监样都没有了 你们用一个猥琐的兵力 就能解决三家 朱瞻基笑吟吟地望着三个死太监 殿下放心 奴婢一定能 三人重口一词地说道 能个屁 知道这三家夹起来多大 瞪大眼珠子好好瞅一眼 混账东西 朱瞻基没好气地数了道 三人抬头瞅了一眼地图道 这三家夹起来比咱们云省成宣部正史司大一点 云省两个成宣部正史司夹起来 大小就差不多了 也没啥 他们肯定打不过奴婢 就是满一地界而已 就是山多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奴婢让他们一只手 他们都不中用 你们三个混账说的都好有道理 老子居然觉得 你们他们说的都对 要不然这么的 殿下 您给我们三人一人一个猥琐 我们三人抽签决定一人一个 保证一个月内 荡平这三个蛮夷 昌省退而求其次 他们三个人都想独吞 最后可能谁都捞不着 还是一人一个 不偏不倚的好 昌哥说的对 殿下 您给我们一人一个猥琐 我们保证把事办利索 奴婢赞同 还是平分好一些 省得上了自家人的情面 刘平和赵安 也急忙表示赞同 要不是昌盛想独吞 他们也不会跟着抢 一人一个多好 大家伙都能活动活动筋骨 你们仨是眼瞎了 还是耳朵都聋了 把仗打赢了还不容易 老子用得着 在路川磨叽这么久吗 三人被朱战金骂得直往后缩 说话呀 刘平和赵安躲到了昌盛后边 昌盛退不了了 硬着头皮说道 您不是说路川算是 在咱们大明的国界内吗 出了国界不就 不用顾及外人伤亡了吗 对 没错 这话是老子说的 可是老子是这个意思吗 朱战金快步上前 一人赏了一脚 啊 那殿下 您是什么意思呀 朱战金文言 气得又要抬脚再踹 三人急忙求饶 殿下饶命啊 疼 这三个混账 之前开作战会议的时候 肯定是开小差了 老子说的话 他们就记了半截 要打败他们的军队容易 可是要赢得民心就难了 咱们不是打完了仗 抢完了前两走人的 咱们还要扎根下来 要迁移位所 助手屯肯 要改制城部宣政史司 要改制府 州 县 衙门 咱们打得越狠 他们死的人越多 死的人越多 民心也就越难以收服 到时候 当地百姓都心存怨恨 点火就着 叛乱就会此起彼伏 所以 咱们不能硬打硬杀 需要策略 窗上三人 小鸡痴迷样地点着头 一口同声道 什么策略呀 大乱之后才有大志 所以一定要让他们乱 而且是越乱越好 死的人越多越好 但是 咱们只能煽风点火 不能暴露自己 等他们把地方打得乱七八糟的时候 地方百姓苦不堪言的时候 咱们再动手收拾残局 捡便宜 这样 要收服当地民心 就容易多了 懂了没 懂了懂了 三人忙不迭地点头应声 懂屁懂 现在懂了 之前干嘛去了 你们仨军艺都没带耳朵吗 殿下恕罪 奴婢知道错了 奴婢也知道错了 奴婢一听 您让我们自己挑一个 还以为有仗打了 就把这一茬给忘了 奴婢也是一着急搞忘了 朱瞻鸡翻翻白眼 没好气地说道 都闭嘴 听好了 梦养的三个吐司都标注清楚了 你们一人挑一个 以添加使节的身份出使 就说 是去调解纷争的 他们不是想做首领吗 告诉他们 谁 为先首领刀木蛋报了仇 谁 就是梦养的宣卫使 不管打下了多少 免邦宣卫斯的土地 都是他们的 免邦 也是大明的番薯 咱们不能动兵 但是可以卖兵器给他们 再多带一些玻璃 给他们做赏赐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卢中文网同名小说独家改编的大明开局随永乐北征 作者 大卢狐 演播 咸鱼可以清蒸 木木 飞卢听书工作室 倾情制作 返回的时候 记得要迷一段路 去木邦和梦密走一趟 要引起这两个番薯首领的好奇和怀疑 让他们自己去梦扬打探消息 这几个地方你们随便挑 每人领一对锦衣卫随护 壮壮声势 记住了 关内的消息 一点儿都不许漏 谁捅了娄子 就要再烟一遍 一听真的没仗打了 三人大失所望 听到后边还要再烟一遍 打了个机灵 就精神起来 奴婢遵命 滚蛋吧 奴婢告退 梦养的三家都想做首领 打了几年也不分胜负 现在好了 一起去打免邦报仇吧 报仇顺便抢地盘 还能买到大明的兵器 就算做不了首领 另外两家也不亏 地盘大了 说不定还有机会单独讨风呢 梦养宣卫斯 至内 梦养城 江头城 梦伦城 三个大土球驻地 先后有大明涌了皇帝 派来调解梦养战乱的天使利林 梦养城 下官刀德梦 恭请圣安 刀德梦恭敬地跪地问安 朕 公安 免礼平身 昌盛淡淡地说道 刀德梦起身后再一次鞠躬道 不知皇上他老人家可有旨意试下 皇爷派咱来此 是为了调解梦养宣卫斯 之内的战乱的 你们三家 起头已经打了好些年了 再打下去 就得结成了死仇 再也化不开了 再说这连年的战祸 梦养的百姓们也难熬不是 昌盛脸上挂着一副悲天悯人的表情 诉说着战乱的坏处 天使荣禀 非是德梦残暴 有意要起争斗 刀德梦顶着一脸委屈无奈的表情诉说起来 先父是受大明朝廷册封的梦养宣卫斯 这梦养宣卫斯的宣卫斯之职 本就是我们家的世袭官爵 家父和长兄同时罹难 这宣卫斯之职 应由我这个次子继承 才和礼法规矩 可是 道真林 马真玉这两个贼子 却趁机谋反作乱 抢夺首领之位 他们联合好 各自交好的部族首领们 截断通道关爱 不让德梦去应天城 朝贡皇上的老人家 还派兵攻打梦养城 想要抢夺宣卫史之职 这就是场面话了 要朝贡他有的是机会 这么说 只是单纯的给对手泼脏水而已 还请皇上他老人家 给德梦做主啊 高德梦红着眼眶 悲声哀求道 皇上他老人家 也很为难 道真林毕竟是先梦养宣卫史的亲弟弟 是您的亲叔叔 这说到底还是你们梦养的家务事 皇爷不好直接插手 否则会引起朱方国的猜疑和不安 昌盛为难地叹了口气道 道德梦早就猜到了明朝的态度 所以对昌盛的话毫不意外 明朝要是直接派兵帮他夺位 他才觉得奇怪呢 你们梦养被缅帮和木帮 抢走的土地 皇爷早就帮你们讨要回来了 但是你们本私的家务事 皇爷他老人家 就不好过多地参与了 昌盛一脸你得感恩戴德的表情 看着刀德梦 皇上他老人家的大恩大德 梦养上下都莫尺难忘 要是没有皇上他老人家的虎威震慑 梦养早就被免帮和木帮给吞掉 若不是实在分身乏术 德梦早就想去应天 聆听皇上他老人家的教诲了 刀德梦说着朝东北方拱手举礼 昌盛看场子热得差不多了 可以上正菜了 清了清嗓子道 皇上说了 梦养是大明的番薯 帮你们要回土地是本分 只是家务事事难插手 不过你们老这么个打法也不行 皇上帮你们出了个主意 下官恭听皇上教诲 高德梦急忙跪地叩拜道 皇上说 先梦养宣位司宣位使和其长子 都是被免帮人杀害的 谁能帮他们报了血仇 谁就是新的梦养宣位司宣位使 你们三家在报仇的过程中 不管打下了多少免帮的土地 都是你们自己的 就当是免帮的补偿了 不过 制内的免帮百姓要一视同仁 不可侮辱灵虑 你们三家不可再相互征伐 公平公正地 决出梦养宣位使人选 若有为者 云贵两地将和兵四十万南下 调民罚罪 争讨不沉 刀德梦早就想找免帮报仇了 只是一直被另外两家拖着 捣不下手来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既可以报凶腹的大仇 还可以名正言顺地占领首领的位子 和免帮的土地 一举三德 大明发兵的话都说出来了 就一定不是说说而已 其他两家不听也得听 不过得试试要点援兵才行 天使荣禀 德梦无时无刻不想着报血海深仇 只恨势胆力薄 奈何不得免帮的纳罗塔 请求皇上发兵为我等报仇 高德梦跪地恳求道 昌盛文言面皮一抽 这个王八蛋是蹬鼻子上脸了 化解了他们内斗还不算完 还想要明军帮他们打仗 你真是想得美 免帮也是大明的藩属 对大明也算公顺 之前索要梦扬的土地 免帮也很快就还了回来了 大明没有派兵的正当理由 你们自己的仇就应该自己报 要不然就算做了宣位使 也不会有人扶你 很快就会被赶下来 昌盛话说得很不客气 刀德梦文言脸色羞红 你自己的仇还要别人来报 要你有什么用 就算把你扶上首领的位子 你坐得住坐得久吗 下官谢过天使教诲 是得梦梦浪了 还请天使勿怪 打一棒子再给个天枣 昌盛让人把赏赐拿了上来道 你报仇心气 咱家可以理解 大明虽然无法出兵帮你报仇 不过还是有别的帮衬 这是皇上赏赐给你的 是人间最纯净无瑕的顶级流离器物 每一个小件都能换一大仓的粮食 你动手报仇前 可以先把免帮的粮食多掏一些出来 此消彼长抱起仇来也能闻妥些 刀德梦看着墓盒里的流离器物 眼珠子等他溜圆 这是绝世珍宝啊 永乐皇帝是真舍得下本钱 要帮他们报仇 这样的宝物都舍得赏赐 真是太厚道了 永乐皇帝真是个好人啊 德梦扣谢皇上他老人家的赏赐 扣谢皇上他老人家的大恩大德 刀德梦跪地崩崩地磕了两个响头 昌绳一挥手 又让人搬上来一个大长箱子道 之前有云贵吐司叛乱 平定之后 官军缴获了大量的各类兵器 这些都是样品 你们要是有需要的话 可以按市价购买 金银 粮食 人口皆可 不限量 高德梦开始还以为 大明要送兵器了 一听还要花钱买 差点被闪断了腰 大明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厚道了 先长长眼 大明的冶炼水平可是当时一流 这些吐司缴坏来的兵器 虽然无法和大明的制式兵器相比 可仍要比他们这些蛮族的兵器要好 刀德梦 眼貌精光 看得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下官已经备下宴席 为天使接风洗尘 可惜了 可随主便 请 昌盛在梦养城待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就往回返 他打算经过南牙关 铁壁关 然后赶回路川府 这样走最近边 昌盛是不需要迷路的 因为官大一级 压死人 孟密和木邦的差事 就交给刘平和赵安了 赵安出发得更早一些 他很顺利地就迷路到了目的地 木邦城 赵安带着一对衣着鲜明的锦衣卫 来到了木邦城门口 停一下 你们是什么人 来此地做什么的 守门的两个木邦兵 尽力得让自己的表情语气都客气一些 这帮人看着打扮就不好惹 可这后边明晃晃的百十号大汉 拿着钢刀往里走 不问也不行了 穿着都一模一样 兵器也一模一样 个个都人高马大的 这明显是一对精锐护卫 这要是不问清楚就放进去 他们就得完蛋了 嘿 我问你 这是哪儿啊 赵安没有回答守门兵丁的问题 反而很不客气地问道 这是我们木邦城 赵安问话很不客气 反而让守门兵坐实了这帮人 不好惹的看法 木邦城 是啊 您这是 这他们怎么能是木邦城 守门兵抬头看了一眼 城门上欠的大字 诧异地看了一眼赵安 暗道 这个贵人不会不识字吧 向导呢 给咱家往死里打 兔崽子 咱家要进天马关回路川 王八高子把咱领到木邦来了 这是绕了多少冤枉路啊 那一次祖宗我了 给咱打 往死里打 锦衣卫把向导拖到一边 拳打脚踢起来 啊 啊 啊 哎 饶命啊 小人知错了 啊 疼 哎 小人再也不敢了 公公 饶命啊 向导被打得惨糊连连 走吧 先进城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好好吃一顿 再赶路 赵安喘了口气 招呼众人进城 哎 等一下 等一下 守门兵急忙把赵安拦了下来 您得说您是干什么的 小的才敢放您进去 要不然我会安鞭子呢 你们都还带这么多兵器呢 轻易是不让进城的 另一名守门兵急忙解释两句 免得得罪人 你自己好好瞅瞅 飞鱼服 不认识呀 起开 赵安伸手朝后一旨 说完就把两名守门兵 扒了到了一边 抬脚就往城里走去 守门兵心里一惊 飞鱼服的名字 他们是听说过 可是没人见过 为了避免捅娄子 两个守门兵 决定去找一个当官的网上禀报 一个跟着他们一拨人 看看去哪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鲁中文网 同名小说独家改编的 《大明开局随永乐北征》 作者 大鲁胡 演播 咸鱼可以清蒸 木木 飞鲁听书工作室 倾情制作 守门官见过飞鱼服 在城门楼上一眼就看出来了 着急忙慌的 就往宣卫斯衙门跑去禀报 赵安一行人 赵安一行人在木帮城内招摇过市 挑了两家大点的酒楼 你们这两家酒楼咱姐全都包了 赶紧清场 好酒好菜尽管上 说完进门就大马金刀的一坐 两位店主一看这帮子跨到大汉可不好惹 赶紧就招呼人清场 然后端茶倒水 准备酒菜 赵公公 这木帮也是咱们大明的番薯 您这天使到了这地界 直接去宣卫斯衙门打监不就行了吗 何必花咱自家的供应 即因为这话一出口 边上正倒酒的活计下了一哆嗦 咱这是迷路走过来的 又不是专门给木帮的宣卫使宾法宣旨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再说这木帮是外番 又不是咱大明的内署 歇歇脚赶紧上路吧 省得麻烦 这顿饭算咱家犒劳弟兄们的 不算公银 尽管吃尽管喝 赵安手一扬 大气的说道 公公豪气 赵公公爽快 弟兄们 敬公公一碗 干 几碗酒下肚 众人的话匣子打开了 赵公公 这回传指没少发财吧 发什么财 一点跑腿前而已 赵安急忙白手否认 公公 您跟咱们自家兄弟 还藏着掖着呀 兄弟我亲眼见的 梦养那个什么组长 什么什么刀针林的 给您送了一尊金服 哎呦 哥几个 咱得恭喜赵公公财运亨通啊 来 再敬一碗 干 你们几个也别拿咱家开涮 你们也没少拿人刀针林的好处 一人一个金疙瘩还不够啊 你们还想怎么着 这时候 九楼外突然没了声响 静悄悄的 赵安心里暗道一句 穆邦的宣伪使 汉斌法 应该是上钩了 行了 都闭嘴 拿了人家的好处 就把嘴 都给咱家闭言 似了 要不然 别人凭什么给你们金疙瘩 金疙瘩 就是用来堵你们嘴的 穆邦这地界 也就隔了梦密 没多远 别乱说了啊 拿人钱财就得办事 做人得讲究 赵安朝众人叮嘱道 公公 这话不对啊 他刀针林得了那么大好处 给弟兄们一点辛苦费 那也是应该的 怎么能是封口费呢 就是就是 咱们大明的兵器多精良啊 他刀针林想买多少买多少 这可是独一份恩宠 他不打点打点 搁几个可不会说的好话 哪来的独一份啊 孟养那三家全都有 只要肯掏银子 兵器是要多少有多少 行了 赶紧吃喝 吃饱喝足 马溜赶路 听到这里 汉宾法再也忍不住 急忙招呼几位身边人 过来低声耳语几句 客观 后院有位客人 让我把这个给您 店小二满碗酒 把一块拳头大的玉雕 悄悄塞到赵安手里后 耳语道 赵安心里一乐 按道 果然上钩了 嘿嘿 哥几个 你们先喝着 咱家去松快松快 店小二急忙引路 把赵安领到后院 朋友 咱们好像并不认识吧 嘿嘿 交个朋友而已 汉宾法笑着说道 礼下于人必有所求 不过咱家不是本地人 帮不上你的忙 东西你收回去吧 赵安说着就一脸心疼的 把大玉雕递过去 汉宾法白手不接 笑着问道 明人不说暗话 这忙 公公你帮得了 你怎么知道 刚才不巧 在窗外听到了些话 公公放心 在下绝不让公公为难 赵安文言急忙 把玉雕揣进怀里 一副财迷的模样 咱家最喜欢交朋友了 能帮忙的咱家绝不推辞 说吧 赵安拍胸脯保证道 在下只想知道 公公此去梦养 传了什么旨意 赵安文言笑脸一僵 又把玉雕掏出来 还了回去 这忙咱家帮不了 是要掉脑袋的 告辞 赵安一转身 被一把拉住 公公请看这是什么 汉宾法拿出一个大木匣子打开来 木匣子里放的全是上好的翡翠玉石 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赵安倒吸一口凉气 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艰难地咽了咽口水 目光被勾住再也挪不开 此事只有天之地之 你之我之 在下绝不会给公公惹麻烦 再说了 您再在这山里待几天 日后就算是露了底 也怪不到您的头上去 汉宾法寻寻善诱道 人兄 高 高 高见 言之有礼 言之有礼 赵安急忙把大匣子和尚 抱在怀里不撒手 汉宾法满意地笑了笑 这财迷的模样 他更放心了 人兄 扶尔过来 梦养宣卫斯 大土球 刀针林 驻地 梦伦成 刀针林把亲信都聚在一起 商议对策 都想想看 大明到底有什么企图 永乐皇帝 是不是要支持我那个侄子 做梦养的大首领 刀针林 沉声问道 帮他的兄长刀木丹报仇 他是没问题的 可那要等到他统一梦养之后 现在大明让他们停手 以先帮首领报仇的方式 决定梦养归属 怎么看 都像是在帮助他那个侄儿 因为 最想对免帮人动手的 就是他那个侄儿 杀父杀兄的仇人 还在外边逍遥 刀德梦 就永远别想 抬起头来做人 更别说 继承大首领的位子 先报仇 对刀德梦来说 才是最有利的 这 让他有些心慌 他担心 大明会拉偏价 组长 您可能是想多了 大明的条件 开得很明白 谁先报了仇 谁就是梦养的新猪子 咱们要是把免帮的阿瓦王纳罗塔给宰了 您 就是梦养的大首领 拿牙的话很有道理 组长 大明是天朝上国 是万邦之主 他们 绝不会食言而肥的 大明的声誉 可比金子还值钱 用了皇帝赏赐的这些琉璃宝物 可是价值连城 用他们换军粮 要多少 有多少 我们还能从大明买兵器 以前兵器归明朝馆 可是很严的 走私都弄不了多少 这可是个难得的好机会 这三个 是前首领刀幕弹的手下 刀幕弹和长子死后 才被刀针林收服过来的 现在有机会帮救主报仇 他们自然是全力支持的 咱们都打了五六年了 大明都不闻不问的 现在突然让咱们休战报仇 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咱们梦养只是番薯而已 咱们自家的事情 什么时候来轮到外人指手画脚了 我看大明也没这好心 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谁会做 这三个 是刀针林手下本来就有的将领 和其他三人一直是不对付的 对于双方的争执 刀针林是乐见其成的 有不少族人 为了躲避咱们族内的战乱 都跑到路川去了 这让路川的斯伦法实力大增 大明这么做 很可能是要限制路川的势力 兵器也不是白送的 大明是要赚钱粮的 自从上次大明出面 把咱们的土敌要回来后 纳罗塔就再也没有朝供过 永乐皇帝心中恼怒也很正常 现在的大明朝 连草原上的大敌都彻底解决了 正是威士无量 唯我独尊的时候 动手教训一下不公顺的人 也不奇怪 我们占领的土地 是可是不用还回去的 就算杀不了纳罗塔 咱们也可以占据 免邦肥沃的土地发展自身 大明征服草原的消息 是通过四仪馆和红卢寺 通传各藩蜀国的 一是为了夸耀武功 二是要震慑不服 再说 帮助刀末诞大首领报了大仇 您坐大首领的位子就名正言顺了 刀刀梦着小崽子 不服也得服 他还得感谢您这个好叔叔 帮他报了血仇 最关键的是 我们没得选 只能按照大明说的办 刀针琳的眼神 从众人脸上一一扫过 打外人报仇 总好过打自己人 再说 我们的族人 对于免邦的良田 可是眼红得很 现在听我命令 在座的将领们 全都起身抱拳听命 你们每个人 挑选一个免邦的附属之地 拿着些珍贵的琉璃 去换免邦人的粮食 不许争抢 我会把府库里的金银珠宝玉石全都拿出来 一点都不留 去买大明朝的兵器贾咒 有了那些精良的兵器 免邦人的所有财富 都是我们的 备战 是 众人齐齐大吼了一声 梦养宣卫斯辖区 江头城 是大吐秋麻真玉市立中心 麻真玉正举着透明玻璃杯 仔细打量 真是美轮美奂的西式珍宝 从未见过这等精英剔透的琉璃 大明的底蕴真是难以揣测呀 麻真玉感叹道 族长 咱们正要拿这样的宝物去换粮食吗 咱们站着大金沙江的河道 可比刀德梦和刀真林那对疏值富裕多了 手下人都眼红地看着麻真玉手上全透明的玻璃杯 留意见吧 其他的全都拿去免邦换粮食 麻真玉不舍的目光从琉璃杯上挪开 那些安逸懦弱的免邦人 之所以能和我们这些大山的子孙纠缠这么久不落下风 就是因为他们从来都不缺粮食 而我们缺 名人给的这个方法好啊 先把免邦那些大粮商的存粮烤干净 然后再发兵打免邦人一个措手不及 最后这些宝物还是要回到我们手里的 免邦的大粮商 可都是大豪族 他们这些人家的粮仓和官仓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的 只有军仓的粮食麻烦点 不过也可以试一试 只要能占了免邦的粮田 梦养的大首领是谁就都无关紧要了 记住 咱们的目的和那对窝里横的书直不同 咱们不用去和纳罗坦硬碰硬 咱们只要把岩浆两侧的大片粮田给抢下来就成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卢中文网同名小说 独家改编的 《大明开局随永乐北征》 作者 《大炉湖》 演播 咸鱼可以清蒸 木木 飞卢听书工作室 轻情制作 这可是个好机会 有其他两家帮我们钳制纳罗塔 我们也能轻松不少 哈哈哈哈 组长英明 你们几个分头行动 马上去办 要抢在刀的梦和刀针林前边 多掏点粮食回来 是 梦密宣服司的宣服使斯宾玉 和木邦宣伟司的汉宾法两方 也都在紧隆密鼓地准备着 大明既然允许梦养的人找缅帮报仇 那么大明肯定是对缅帮不满了 他们也跟着动手 必然不会被怪罪 这可是个趁火打劫的好机会 梦密 李勉邦本来就禁便 打仗也禁便 两族人的仇怨早就结下了 纳罗塔侵占梦养的时候 可是顺道连梦密一块打了 至于木邦就更不用说了 木邦是穷惯了 除了翡翠玉食什么都缺 尤其是粮食 上一次纳罗塔侵占梦养 木邦就趁火打劫抢过了不少粮田 最后拥了皇帝的一道圣旨 让缅帮和木邦把抢来的土地都吐了出来 两家都白忙活一场 这回就不同了 对手是富得流油的缅帮 而且还得到了大明的墨许 木邦的汉兵法 甚至比跟纳罗塔有杀父之仇的刀德梦还要挤 他们木邦全是山 他们太缺粮食了 木邦一向是逮着谁就打谁 他谁都打 反正都是抢粮食 抢谁都一样 缅帮北部的三个部族 全都磨刀霍霍地望向了缅帮 来人 朱毡机放下笔 把字条卷成细卷 塞进一个小纸大小的中空竹管里 喊了一声 殿下 请吩咐 龙香为亲卫 推门而入 攻身领命 把这封信送去惠民商行 让他们用对应的信英 发去交纸惠民商行的总部 朱毡机命令道 是殿下 惠民商行的快速通信系统 比军容的还要完善 跑长途送信 还是得靠惠民商行 惠民商行的信英 都是被朱毡机强化过的 认地方很快 几乎没出过错 朱毡机担心 缅邦阿瓦潮的粮食 但靠三家外属的吐司 可能掏不干净 还是得让惠民商行插一手 帮帮忙才行 交纸惠民商行总部的大掌柜 接到了朱毡机的密信后 马上就行动了起来 组织了浩浩荡荡的大船队 直奔缅邦沿海各地 缅邦沿海各地的大地主 和大梁商民一看 哦 明朝商行 这么大的阵仗 居然是来买粮食的 心里乐开了花 他们正愁 手里的粮食卖不完呢 可算来了个冤大头 粮食 你要多少 我们有多少 买得多了 还有优惠呢 最后 明朝商人 居然拿那么珍贵的琉璃 来结账 一帮子大地主和大梁商们 差点抢破了头 忙不迭地 就把自己仓里的粮食给清空了 生怕晚一会儿 船队就被别人的粮食给塞满了 因此 买卖的速度就快了起来 没多久 阿瓦王朝 沿海周边的产粮药地 就被惠民商行给清空了 代价 就是几箱的玻璃而已 运粮船队 浩浩荡荡地返航了 这些粮食运回大明 不管是酿酒也好 还是做储备也好 总之 是不少赚的 还是皇太孙殿下的脑子活饭 每年 要是都来这么三趟 大明的粮价 说什么也飞不起来 大掌柜的赶紧把情况汇报了上去 并且提议 把湛成 真辣 鲜罗的粮食也扫一遍 运回去酿成烈酒存起来 存得越久 酒就越值钱 那还得了 另一边 缅邦 大地主和大粮商们 乐得找不见眉眼 一个两个都在心里复役 明朝的商人 真是大傻子 粮食这东西 地理随便涨 一年 收三茬呢 没几个月 粮仓就又满了 居然 用这么贵重的流离结账 真是 很不够聪明的样子 明朝船队 把沿海周边的粮食 收买一空 这么大的动静 缅邦的统治者纳罗塔 自然是知道的 只是 因为缅邦的惯性思维 所以也没当回事 他们历来 没缺过粮食 他们之所以能和北边的三个高山蛮族打得旗鼓相当 就是因为他们不缺粮食 那三个蛮族两个缺粮食 还有一个是主拐的 把战争拖得久一点 蛮族最后保准就得退兵 然后他们再找机会怼出去 追在后边打 屡事不爽 明朝商队要买粮食就买好了 反正他们缅邦人可不亏 与此同时 孟养的三个吐司也纷纷出手 开始分批次地从缅邦北方和内地掏起粮食来 孟养城的刀德梦派自己的亲信和堂帝刀玉宾从领地最西侧的乌游江出发 途经马林两江口转到青敦江 绕到免邦中部的普甘城 马归城及周边换粮食 孟伦城的刀真林则派亲信借由境内的墨河南下 耶乌城 瑞波城周边换粮食 江头城的麻真玉就方便多了 家门口就是大金沙江 直接南下太宫城 安国正城 甚至是缅邦都城附近的马来城和直耿城换粮食 这些人本来就在缅邦内部有相熟的大粮商和大地主 通过这些人用自己领地出产的金银 宝石及山货换免邦的粮食 当然了 这是走私 只是他们的走私渠道十分的稳定 免邦人也需要通过这样的交换 来减少彼此间的战争次数和规模 不过 历史上的免邦阿瓦王朝 在一百多年后 亡于梦养 梦密 木邦三家蛮族之首 可能也和这样稳定的走私通道有关系 免邦的几大家地主和粮商 一看北边的蛮子 一次拿这么珍贵的琉璃过来换粮食 大喜过望 双方一拍即合 成交 惠民商行 在沿海闹的动静太大了 都城的目光都被吸引了过去 北边蛮族的动静就没这么想了 再加上还有免邦内部强力人士帮忙遮掩 就这样 免邦北部和中部的重要产粮地的粮食 不间断地往梦养的三家大土球那边流去 不过 想要靠这样的方式 就把免邦的粮食掏空是不现实的 因为免邦的都城又囤粮 免邦的民间百姓手里也不缺粮食 吃是够了 打仗就不见得了 战争拖得久了 免邦就得强征民间的粮食了 补足血的三家梦养人 再加上一个急着想报仇的梦密 一个急着想吃饱饭的木帮 乐子就大了 免邦人丁不见半 这事儿就不算完 这算是 朱瞻基对免人的后代们 发动骤水之难的惩罚 骤水之难 发生在南明永利皇帝 朱油郎时期 朱油郎带领王公大臣和王族亲眷 退到免邦客居避难 免邦国主假意邀请朱油郎 同饮咒水盟事 以节友好 实则是要杀死朱油郎 抢夺财物 顺便交好清朝 朱油郎看出了免人的阴谋 又不得不应 所以派沐天波和马吉祥等人 代替前往 次日 马吉祥等人来到免军驻地塔下 即被三千免军团团包围 穆天波见有变故 立即夺刀反抗 忠因寡不敌众 大小官员42人全部被杀 随即 免军赶往朱油郎处 追杀随从300余人 还大肆搜掠财物 抢夺女眷 百余人不愿受辱 全部自意而死 南明大臣几乎全被免兵屠杀 永历皇帝与马太后王皇后 太子朱祠宣等人 均沦为缅甸的人质 毫无皇室的尊严可言 缅帮国主满白 在扣押永历帝后 本想利用他来押服周边小国 并跟清廷讨价还价 以争取有利于自己的边界谈判筹码 不承想 吴三贵进军太快 满白大惊失色 只得把朱油郎送给了吴三贵 永历帝朱油郎 太子朱祠宣 被吴三贵下令 用弓弦一杀于昆明 壁子坡 咒水之难 可以说是压款难鸣的 最后一根稻草 梦养三个大土球 一面不停地从免邦运粮食回家 一面不停地接收着 从大明运来的兵器 梦密和木邦也都紧锣密鼓地准备着 只待梦养人发动攻势 他们就立即跟上 连进军路线都规划好了 与此同时 大明的锦衣卫密探们 也分别在他们家里边扎根隐藏下来 只等大战开始就要开始工作了 这次的工作范围可就大了去了 所以只能先紧着各地要冲和人口密的地方先渗透 其他的地方 另有安排 免邦都城 阿瓦大城 一座宽敞的竹楼大院 殿下 奴家的力道够不够啊 娇媚侍女柔声问道 你手地儿太小了 上来踩踩背 朱瞻基说着仰手一拍 唐 殿下 您清理些啊 这座院子 是朱瞻基刚入手的 为的是可以就近操控局势 方便他煽风点火 殿下 昌总管那边传来消息了 庄德在门外禀报道 拿进来 支押 一声庄德推门而入 把一份密信交到朱瞻基手里 便静了一旁 盯着自己脚尖出神 这免邦的天气可太热了 殿下的侍女都一扇单薄 他连头都不敢抬 朱瞻基打开密信很快看完 对着庄德说道 给他回信 按原计划行事 是 属下遵命 庄德急忙转身告退 暗自负义不已 殿下做事 真讲究 阿瓦大城王宫 作为上国使节的昌盛一行人 受到了免邦的隆重接待 免邦国主纳罗塔 率领文武大员们从城外十里处迎接 沿途道路全部封锁 直达阿瓦王宫 寒暄过后 纳罗塔笑着问道 不知天使来此所为何事 本使乃是为了阿瓦城中的粮食而来 昌盛直接说出了此行的目的 纳罗塔文言眉头一皱 心中讶异 怎么还要粮食 大明的运粮船队才走了没几天呢 大明缺粮食缺到这个地步了吗 连天使都派来了 这次要运多少粮食才够 免邦的粮食再多 也禁不住大明这么个弄法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卢中文网 同名小说独家改编的 大明开局随永乐北征 作者大卢狐 演播 咸鱼可以清蒸 木木 飞卢听书工作室 清晴制作 不知天使此来 想要多少粮食 纳罗塔谨慎地问道 大人不要担心 粮食不白拿 昌盛说完一招手 让锦衣卫把礼物搬了进来 锦衣卫打开两个大箱子 把里边的小箱子一一打开来 免帮文武好奇地往前凑 哇 全是宝贝 可不得了 价值连城啊 一箱子玻璃做的酒杯茶盏 手势挂件 还有一箱子八面大小不一的玻璃圆镜 小的巴掌大 大的比人脸大两倍 纳罗塔眼神火热地盯着这些宝物 那些酒杯茶盏他见过 之前惠民商行来买粮食的时候 就是用的这个 玻璃镜他可是第一次见 太清晰了 这真是神物啊 这 这 这般珍贵的奇物 恐怕要把阿瓦城周边的粮食 全搬空 才够用啊 回过神来的纳罗塔 苦笑一声道 都城的存粮是最多的 调运也最方便 可要一次性给清空了 再从全境补充 也是需要时间的 顺利了 当然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凡事 他就怕一个万一 一个优秀的领导人 首先是要求稳才行 可宝物他又实在是想要 纠结呀 咱姐可是知道 免邦的粮食一年三熟 免邦就从来没缺过粮食 大人可不要刻意推脱呀 这个天使可否多等些日子 但我等先抽掉足够的粮食 纳罗塔也舍不得这些宝物 想了个折中的办法 史不相瞒 大明有急用 这才把神光镜这样的宝物 拿出来换粮食 昌盛说完 对着纳罗塔朝四周挤了几眼色 纳罗塔会议的秉退众人 大人若是能在两天内把粮食都装上船 本使可以送大人一件机密钥匙 昌盛道 什么样的机密钥匙 纳罗塔皱眉问道 事关大人您乃至整个缅邦的生死存亡 语不惊人 死不休 纳罗塔脸色骤变 豁然起身道 天使 莫要开玩笑 本使 敢指天发誓 若有虚言 天打雷劈 昌盛摆了个发誓的手势 郑重地说道 若不是境内大河泛滥 需要买粮赈灾 这些宝物 根本就不可能轻易地拿出来 明朝发大水了 怪不得这么着急地到处换粮食 看来 大明也不是想象中的 那般富有和强盛 那么 事关缅邦生死存亡的大事 又是什么呢 天使 可否直言相告 到底是什么事 可以关系到我本人 和缅邦的生死存亡 纳罗塔焦急地问道 昌盛文言后 面无表情地摇摇头 伸出两根手指道 两天内 把粮食都装上船 本使才能说 旧灾如旧火 这可耽误不得 你们缅邦宣韦斯的事儿 也耽误不得 这要是论起来 还是你们缅邦的事情 更凶险些 缅邦的事情 居然比发大水还要凶险 有人要发动判断 抢夺我的王位 还是有大敌 要入侵我们缅邦 昌盛的话 让纳罗塔心慌了起来 强逼昌盛说出来 他没那个胆子 逼出来的答案 他也不敢相信 大明想要粮食 给他就是了 就算没有这一茬 他也没打算放过 这些神光镜 城内的私粮 扛个七八天没问题 七八天外边 粮食就能陆续运进来了 催得勤快一点 出不了大问题 成教 只希望天使 最好不是在 哄骗我免邦上下 纳罗塔郑重其事地说道 本时可以留在免邦 做你的人质 等你查实再走 不敢不敢 万万也不敢 不到两日 阿瓦大城内的全部棺梁 就被转到了 城外江边的大船里 长盛和纳罗塔 站在阿瓦大城的 北门城楼上 看着运梁的船队 浩浩而去 天使 现在可以说了吧 纳罗塔急不可耐地问道 昌盛也不再卖关子 直接说道 锦衣卫收到确切的情报 缅邦北边的几家蛮族 要起兵了 纳罗塔听完昌盛的话 心下大惊 急忙问道 北边的哪一家 要攻打我缅邦 是梦养人吗 是缅邦北面的所有人 昌盛严肃地说道 纳罗塔文言 如遭雷击 身子一晃 险些摔倒 昌盛急忙上前 将其扶住 单单一家来攻 他不怕 只要是单挑 这三家 他谁都不处 梦养人 被自己打烂了 连粮食都要从免邦买 梦密倒是不缺粮食 可梦密太小了 人也太少了 不足为惧 木帮就是帮穷鬼 离了外边的粮食 木帮人就得饿死 没一个能打的 可是 三家要都动手 就麻烦了 边境只要露一个地方 他们就能进来抢掠 补充粮草 以战养战 越打越负 免邦会被搅给天翻地覆 甚至 是有亡国之火 怎么会这样 木帮人和梦密人 也要攻打我免邦 纳罗塔西记地看向昌盛 是 他们已经在 煮备兵器和粮草了 早知如此 前些年就该不管不顾地 直接灭掉梦养和梦密 现在好了 打蛇不死 反被蛇咬 前几年 我们 免邦打梦养的时候 皇上还传来旨意 让我们罢兵 我们遵旨了 还归还了梦养的徒弟 现在 他们要合兵攻打我免邦 皇上 可不能不管呢 纳罗塔紧紧地抓着昌盛的手 现在 大明上下 都在忙着救灾 短时间内 无能为力 而且 梦养的三家土球 吊集了大量的粮草 转运西南边疆 帮助大明救灾 皇上 实在 抹不开面子 训斥他们 这才派咱家 来给您提个醒 让您 也好 有个准备 昌盛 睁眼说瞎话的本事 已经是炉火纯青了 梦养 哪来的大量粮草 纳罗塔惊呼道 皇上 也觉得奇怪 就派锦衣卫 查了查 这一查 才发现 梦养的粮草 都是从你们缅帮换的 用的 还是皇爷 给的赏赐 他们还要用这些粮草 去路川周边的土司处 交换大量精粮的兵器 梦养在西南边疆的动作 自然瞒不过 穆帮和梦密两家 他们 都想趁着大明 忙于救灾的档口 起一场大战 把缅帮吞下去 瓜分完 那时候 就算皇爷想怪罪 也为时已晚了 免帮已经没了 纳罗塔文言 差点爆出口 梦养人 来我们免帮换粮食的事 大明肯定早就知道了 你们为了拿赈灾粮 瞒着不说 还跟梦养的杂种学 也来我们免帮换粮食 大明赈灾的粮食都运走了 才告诉老子 我们家门口的强盗们都准备好要动手了 老子 要是不换粮食给你们 你们就眼看着 免帮沦陷呗 真他妈不讲义气 归 来的时候 皇爷嘱咐咱家 让您无论如何也得撑下去 等大明的灾情缓解了 他老人家会发兵 帮你们调停的 不知大明的灾情 需要多长时间 才可缓解 不好说 可能要两三个月 也可能用不了 受灾的地狱太大了 一时怕是难以缓解 总之 免帮要撑下去才行 撑下去才有希望 昌盛叹了口气 拍了拍纳罗塔的胳膊 请天使转告皇上 免帮上下都翘首以盼 等着大明的往事解救 纳罗塔攻身行礼道 大人放心 咱家一定把话带到 这件事还请大人保密 对外对内 都不要说是大明给的消息 昌盛郑重其事地嘱咐道 天使此是何意 纳罗塔不解地问道 你们缓帮内部有人通敌 要不然 孟阳的土球 不可能得到那么多的粮食 还没被你们发现 这一定是有人帮忙遮掩 而且地位还不低 纳罗塔文言 心里马上就蹦出来几个人名 这些人 都是提议给梦养人支援粮草 好让梦养人狗咬狗的 现在看来 那些人是聪明 反被聪明误了 或者说 他们被北蛮子金银珠宝 迷花了眼 忘了军国大事了 一帮 蛀虫王八蛋 本使还要去鲜罗和珍拉买粮食 就不多打扰了 就此别过 大人 珍重 昌盛拱手告辞 转身就走 天使 慢走 纳罗塔听完昌盛的最后一句话 心里又猜测起来 掏空了阿瓦大城的粮食还不够 居然还要去鲜罗和珍拉买粮食 大明的灾情到底是有多严重 看来短时间内是指望不上了 纳罗塔心里同时生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上一次他亲自北征 大获全胜 可因为大明插手调停 让他把吞下的梦养和梦密土地又给吐了出来 这一次大明自顾不暇了 缅邦只要举全国之力谨守不出 好到他们三家退兵即可 那他们几家的人心可不整 那时候就可以再次北伐 把三家蛮族一个个的都收拾掉 彻底吞下他们三家 有了北边大量的金 银 玉石 铁铜矿 再加上缅邦吃不完的粮食 只要好好潜心发展几年 缅邦就有实力和大明摆摆万子了 危机与机遇并存 纳罗塔打定主意 急忙着急亲信去调查北方三个蛮族的动向 调查消息的准确性 以便紧锣密鼓地安排人 筹集军饷 军械 粮草 调兵遣将 准备打大战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卢中文网同名小说 独家改编的《大明 开局随永乐北征》 作者 大卢狐 演播 咸鱼可以清蒸 木木 飞卢听书工作室 清情制作 是的 纳罗塔已经打定主意要打了 不管消息是真是假 他都不打算放过这个好机会 大明的嘴被大明自己堵上了 这一次他不会再无功而返了 可惜 国主 大臣周边的粮仓都空了 连军藏都没多少粮食了 大臣满脸焦急地向纳罗塔禀报情况 什么 粮食呢 那么多的粮食去哪儿了 去哪儿了 纳罗塔怒喝不止 他们缅帮的仓里居然没粮食了 汇禀国主 守仓兵说 存粮被陆续地运走了 已经运了不少日子了 大臣鸡妈回答道 运去哪里了 呃 呃 说 纳罗塔一声爆喝 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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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仓 都 都运去了北边 他们怎么敢 怎么敢 免邦 卖粮食给北边满足 纳罗塔是知道的 他也是默许的 这样可以让边境安稳下来 还能换到足够多的金银 一举两得 他没想到的是 这帮人胆子居然这么大 连官仓 军仓都敢卖 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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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钱不要命的纯货 纯货 纯货 军粮也敢卖 老子要宰了他们 宰了他们 纳罗塔咬牙切齿地破口大骂道 国主 孟阳 穆帮 孟密 三家要动手的消息已经确认了 他们都在整军备战 囤积粮草 军械 动员兵族为大战做准备 我们眼下的当务之急 是赶紧收集到足够的粮食 赶紧封锁边境线 加强戒备 谨防偷袭 争调国内大军北上 大臣急忙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纳罗塔文言冷静下来 缅帮最大的优势就是粮多人多 粮食要是不够 人再多也没用 缅帮最大的优势没了 怪不得明朝人要等阿瓦的粮食 都运上船才肯把消息告诉他 明朝人是怕他们缅帮 把粮食扣下当军粮 真是奸诈 不过现在可不是抱怨的时候 边境还不能锁 边境一封锁就是打草惊蛇了 北蛮子很可能会提前发动攻势 要先征掉足够的军粮才行 有了军粮才能调兵北上 纳罗塔冷静地分析道 国主言之有礼 是沉下梦浪了 新兴大臣文言下出一身冷汗 他们什么都没准备好 要是引得北蛮子提前发动攻击 这可是灭国之祸 你带着我的亲卫去把他们几家都围起来 让他们把存粮全都交出来 他们吃下去多少就吐出来多少 再过两个月 庄家就能收割了 撑下这两个月 胜利还是我们的 纳罗塔命令道 遵命国主 亲信大臣领命而去 纳罗塔看着免邦的地图不停地思索着 还能从哪里多弄点粮食出来 沿海几个地方的粮食早就被明朝商队一扫而空了 存粮多的大臣又刚刚好被清空 还等着填补 这两个地方都指望不上 现在就只能等中部和北部的情况传回来了 那几家柱冲的家底够不够补足亏空的 纳罗塔心慌得厉害 原来粮食带给他的安全感居然那么重要 另一边 亲信大臣带着亲卫军在城内转了一圈软硬兼施 从家国大义到个人荣辱都说了一遍 几家权力人士重口一词 没粮食了 只剩口粮了 不信我带你去仓里查验 国主的亲信大臣不信挟得一尖一尖的茶 还派兵去地方上查私仓 结果一般无二 真的是只剩口粮了 他们也等着下一茬粮食呢 权力人士看着架势 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了 急忙献出了非法所得 还把家里攒的其他军用物资全都献了出来 纳罗塔听到消息的时候 差点气晕过去 以前他们卖粮食给北蛮子 是为了北疆的稳定 赚钱只是顺带着 现在可倒好 为了发财 把粮仓都掏干净了 愤怒过后冷静下来的纳罗塔 发现事情有点不对劲 以前就算可劲的卖 那些北蛮子也买不走多少粮食 现在居然能把这几家的仓都搬空了 还要倒卖官粮 军粮来凑数 大明到底给了他们多少赏赐 大明 目的真的只是单纯的为了救灾吗 会不会大明也参与了进来 不对 北边被三路蛮子挡得严严实实 大明和缅帮挨不到一起 大明要对付他们缅帮 就是为别人做嫁衣白忙活 纳罗塔摇摇头 否定了自己不屑实际的猜想 国主 咱们免邦南北各地的官仓私仓 都被他们买空了 军仓的粮食也不满三成 都城的粮食还没有着陆呢 这次要出大事了 维京自己就先从民间百姓的手里增粮食了 得抓紧了 被蛮子说不定什么死后就要攻打过来了 亲信大臣苦口婆心的劝谏道 纳罗塔也知道事情大调了 情况糟糕的远超预料 得赶紧收粮食上来才有活路 传令各地征粮 派驻军配合 每家每户各征一半的存粮 抵扣明年的粮税 十万火急 从速办理 下沉遵命 征粮的命令 很快传递到缅邦全境 不满的议论声也跟着在缅邦全境响起 抵扣明年的粮食 那今年岂不是还要再纳一次粮 这是什么道理 两个月都等不及了吗 非要现在征粮 粮食还没下来了 就来征粮 我们吃什么呀 缅邦百姓不满也没办法 胳膊毕竟呕不过大腿 缅邦军队都出动征粮了 百姓们敢不给吗 少啰嗦 敢不拿粮食 也逼老子发飙 不拿粮食打死你 军队争粮食 快是快 不过老话说得好 匪过如书 兵过如碧 军队争的可不只是粮食 可能还有些珍贵财物什么的 也可能还有些民女民妇之类的 军队 您不是说争一半吗 您这是办了大半啊 老东西滚一边去 不想死就老实待着 军队 这是老婆子留下的遗物 您高抬贵手啊 老东西滚一边去 不想死就老实待着 军队 小女都许过人家了 不能伺候您哪 老东西滚一边去 不想死就老实待着 爹 救我 救我爹 还是小姑娘嫩哪 比暗唱可带劲多了 你快点的 该换人了换人 你他妈敢插队 老子打死你 有忍气吞声的 就有以命相搏的 边疆还没开打 内部先乱了起来 纳罗塔急忙派人 抓捕了些个 作奸犯科的兵丁 名正典型 安抚人心 朱瞻机 看完锦衣卫送来的密报 命令道 派人给北边传信 就说他们可能暴露了 免邦人正在调兵遣将 属下遵命 回来 请殿下吩咐 把这些免兵做的恶事 全都记下来 整理好 抄两份留党 一份锦衣卫留着 到时候为民做主用 一份传回五军都的府 咱们大明的军人 绝不能干这样的事 好好的子弟兵 别混那个土匪流氓的模样 缺钱就打胜仗拿缴货 缺女人就找地方官宝媒 取回家再玩 殿下英明 纳罗塔把免邦民间的粮食 刮了一半冲作军粮 陆续运到指定的粮仓 可实际上 民间的损失 不止一半那么简单 手里有粮 心里不慌的纳罗塔 一面下令切断走私粮道 一面调兵潜将 封锁边境线 同时开始集结全国大军队 准备亲自北上 边境坐镇 给侵略者一个迎头痛击 另一边 梦养三土丘 已经接到了锦衣卫的市警 秘密地把军队和军用物资 都往边界处转移隐藏 派人盯着梦养动向的木帮和梦密两方势力 很快就收到了梦养的消息 紧随其后的把军队和物资 也往缅帮的边界集结 缅帮的边境一封锁 就是开战的信号 梦养的三家 马上就出兵了 马真玉亲率大军 沿大金沙江南下突袭 拔掉缅帮边境水关 连夜突进八十里 杀到缅帮北地雄城 太公城下 再次偷袭得手 激战一昼夜 肃清缅军和缅人的抵抗 彻底扎根下来 太公城中刚到的军粮 近归于马真玉之手 挺雄城以为根基聚首 屹立于不败之地 接下来 马真玉只要一步步 吞掉太公城周边的大片土地 就完成了他此行的最小目标 刀德梦和刀玉斌两兄弟 则激进得多 两人分兵两路 刀玉斌带领精锐 乔装扮作渔民 分批乘坐小渔船 沿着摩河南下 藏于缅帮边界 险雄关南面 刀德梦带领大军 从险雄关北边 叫阵冲关 吸引首官的缅军兵力 刀玉斌趁机强攻南门 位己 险雄关 破 刀德梦 刀玉斌两兄弟 将首官的缅军 斩杀殆尽 收集粮草资重 故技重施 沿河两岸 缅帮成债 纷纷沦陷 两兄弟 势如破竹 杀入缅帮国界 近三百里 直到打下重镇 耶乌城 才停下脚步 修整靠军 准备应对缅人的反攻 刀真林 买通了 贾里关守将 里应外合 拿下缅帮西北方的要冲 肃清完 贾里关内外 刀真林 命大军 分头出击 打了缅帮 一个措手不及 加瓦城 法兰城周边 大片缅帮 国土沦陷 加瓦城 被刀真林 当作大后方 和屯粮地 随后 刀真林 亲率大军 突进近两百里 占据 青敦江沿岸大城 李敦城 作为前方支点 扫荡四周 孟密 本来离的缅帮 双方就进变 打仗也是最多的 双方的两天 很多都是连在一起的 斯宾玉带领着大军 越过边界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飞卢中文网 同名小说 独家改编的 大明 开局随永乐北征 作者 大卢狐 演播 咸鱼可以清征 慕慕 飞卢听书工作室 倾情制作 分兵 分兵抢官 拔债 将边界附近的缅人城寨 全部攻陷掠夺完后 合兵 安抚城下 梦密军事 气争旺 人海战术 强攻 拿下 安抚城 纵兵 劫掠 复仇 两日夜 清空 安抚城 斯宾玉 率军逼进 缅邦国都的 第一道屏障 安国政城 穆邦的汉兵法 反而是进军最不顺利的 缅邦国内 抽掉的第一匹兵马 全被纳罗塔 集中到了 穆邦的边界处 而穆邦这边 沿途的显观 也是最多的 纳罗塔 对穆邦的这帮 纯山民 忌惮太大了 十年间 一段不段地 加强 穆邦边境 沿途的 关爱和城池 没办法 穆邦的兵太狠了 他们打过的地方 大多都会变成空城 不仅要把粮食和财物都烧光 人他们也抢 抢不走抢不动的 就全杀掉 烧掉 绝不留着 之前 纳罗塔打孟养的时候 穆邦就跟着一起打孟养 结果 永乐皇帝的圣旨一到 汉兵法马上就调转枪头 一连屠了免邦三十个寨子 鸡犬不留 全都抢走了 从那以后 纳罗塔就加大了 加固了 穆邦交界处的各个关爱 这次抽掉的内地兵丁 也全都被派来防御穆邦 质得意满的 穆邦大首领 汉兵法 在免邦的雄关前 碰了个满头包 发狠了的汉兵法 带着大军硬碰硬地 拔掉了三处险关 终于撑不住了 他骂得太疼了 这么打不是个办法 汉兵法把打下来的三处险关 全都拔了干净 然后改变策略 不再硬攻关爱 一兵 阿瓦河 冒着阿瓦河的急弯和暗流 射险 用兵 打算 顺着阿瓦河直接杀奔免邦的都城 阿瓦大城 来个直倒黄龙 免邦北地全县告急 最近的孟密斯宾域 已经到了安国政城了 这 已经是腹地前沿了 纳罗塔被打蒙了 坏消息一箭接着一箭 他这边从各地调来的兵 还没集合齐呢 被蛮子就打过来了 太快了 北疆的关爱 全都被拿下了 除了木邦 这是早有预谋的突袭 这帮杂种 到底是准备了多久 才能这么顺利的进军 国主 北方全面沦陷了 最近的孟密 都打到安国政城了 再不发大军 他们就打到家门口的直耿城了 莽德利愿意带兵北上 打垮斯宾域 免邦的大将莽德利请站党 末将愿意带兵北上 抵挡刀的梦 抵挡刀阵林 北方的险关雄城都已经沦陷了 这时候 勉邦国主纳罗塔 就得坐镇首都阿瓦大城 稳定军心民心 不能轻易离开了 好 立刻分兵北上 把北蛮子杀出去 德利愿 纳罗塔留了三城的军队 留守都城 其余兵力全部北上抗敌 他一面出面 安抚阿瓦城内动荡的人心 一面命令缅邦各地抽丁从军 加紧训练 他要集合整个缅邦的力量 抵御外敌 勉邦的丁口 可是比三家北蛮子 加起来都多 朱瞻基看着手上的密报 满意地笑了起来 纳罗塔抽丁了 这是要举国之力抗敌了 壮丁被抽走了 可是要慌掉不少的粮田 下一茬的粮食 可就收不了多少了 而且 现在勉邦强征的军粮 可供不了这么多的壮丁 除非 再次强征 那可就真变成一场浩劫了 嘿嘿嘿 这 就有意思了 庄德 属下在 派人给北边传信 把勉军各路援兵的多寡和开拔时间 告诉他们 朱瞻基命令道 呃 殿下 再让他们这么打 很快就会打到都城了 您的目的不是 我的目的是什么 朱瞻基笑着问道 您 不是想让他们狗咬狗吗 不错 那 那您这是 免帮的 免帮的人口潜力 这段时间 北方的侵略者们都停下了脚步 不过也都没闲着 他们都在抓紧时间的消化第一阶段战争所得的红利 占领区的官仓民仓 军仓 里积攒的等等物资 占领区的富户大族地主乃至于贫民百姓的财务家产等等 这一抢 让本来就强征过一回粮的小兵百姓们雪上加霜 藏的那点粮食能撑多少日子都是数着手指头算的 沦陷区的百姓们都盼着自己的王师能快点来解救他们 在生与死的面前 免帮百姓内心的选择都出奇的一致 收到仅一位消息的几家侵略者们都抓紧时间积攒力量 积极的准备应对免帮的第一波反攻 免帮的军队占据了人和的优势 而侵略者则占据了先机 早就有了准备 双方攻守意识 侵略者开始凭借免帮的关爱城池 抵御免军的反扑 免军则是在像别人家拔钉子似的 一个个硬碰硬的强攻 梦娘的三家凭着城池聚手消耗免军的力气 还时不时的抽冷的突袭 两方各有优劣 打了个难解难分互有胜负 战士已成胶着势态 这可苦了占领区的免人壮劳力们 侵略者和自家人都要逼着他们干活做苦力 甚至是让他们帮忙守城 几座前沿的城池关爱反复的一手 早晨帮侵略者干活准备滚木雷石金支 晚上就得帮自家人干活 还得准备滚木雷石金支 第二天又得帮侵略者干活 准备滚木雷石金支 两边的军队打得火热 当地的壮丁们也一点都没闲着 干活 干活 缅帮的国内 援兵全都派来对付最跳的刀针林 刀德梦 斯宾玉三家 占了太宫城 就按兵不动的麻真玉 还没人搭理 麻真玉就趁着这个机会 把太宫城周边的免人全都拆散了 迁回来自己家去分散安置 又把自己人迁过来 填充太宫城周边的占领区 不少还盼着免军的解救 不愿意走的免人都被抹了脖子 迁移的时候损失的免人比较多 这么一来 太宫城就真成了麻真玉的大本营了 这一番操作 简直是稳如老狗 免军就算赶走了其他几家 这太宫城也别想要回去了 麻真玉的动作 免帮国主纳罗塔自然是知道的 只是其他的三家都是奔着他们国都 阿瓦大城来的 像是麻真玉这种温和的侵略者 只能先放一放 西北角的穆帮汉兵法 还在带着自己的大军 在阿瓦河的九曲十八弯里艰难的行军 虽然做了不少的预防措施 可人力在大自然面前是渺小的 穆帮大军的非战斗检员 让汉兵法心疼得直抽抽 可一想到 缅人国都阿瓦大城的富饶和繁华 汉兵法坚定地继续前行 阿瓦城 诸瞻基础 空空空 殿下 北边的最新军报到了 集位指挥师检视 庄德在门口禀报的 进来 支押 庄德进门 把军报递了上去 又低头盯着自己脚尖看得出神 刚进门的时候 眼睛余光不经意地一扫 立马就是一哆嗦 他们要的 屋里的各位 串得都太清凉了 明显是才披上一件薄纱 殿下不会是打算让我改行 进宫当太监吗 孟密的兵这么涌的吗 我记得孟密以前不是三天两头的被人欺负吗 孟密已经打下安国政城了 免邦国都的第一道屏障已经被拿下了 免邦大将莽德利的援军到达后 三次破城 三次都被打了出来 双方都死伤惨重 不过死的最多的还是周边的免邦壮丁 被累死过半 想不到这个谁都能欺负的小可怜 发起狠来居然这么用 回殿下的话 孟密被欺负习惯了 孟密的人心里可都憋着火呢 这次打起来 个个都汗不为死 比木帮兵还狠 孟密的位置刚好夹在免邦 孟样木帮中间 三家不管是谁打谁 保准都会把孟密给捎带上 得了大名的默许后 孟密这个兽细胞算是彻底爆发了 朱瞻基拿着战报来到地图前比对起来 嗯 孟样和孟密的攻势被遏制住了 接下来可能要僵持了 等免邦的壮丁操练完 他们就会渐渐落入下风 哎 木帮的汉兵法呢 他去哪了 朱瞻基分析完孟样和孟密 突然发现没有木帮的战报 回禀殿下 木帮破了边境三座险棺 损失有点大 就掉头转到阿瓦河了 现在到哪了 还不清楚 不过属下猜测 木帮要沿水路 直接打阿瓦城 朱瞻基直接说出了庄德的猜测 哈哈哈哈 汉兵法是个狠人 阿瓦河的中上游水道 可全都是急弯山铺 这个代价可不小 木帮兵应该有不少 已经葬身于腹了 庄德摇头道 先别管木帮了 孟样和孟密那边的战局 现在还不能僵持 去把缅军他们周边的 囤粮地点和兵力布置都告诉他们 包括孟密 朱瞻基命令道 是 属下遵命 庄德出门后 长出一口气 照殿下这个搞法 免邦的丁口连一半都剩不下 呃 不只是免邦丁口要减半 孟养孟密他们 也好不到哪里去 真要让他们打到了免邦腹地 光镇守打下的城池 他们的兵就不够用 到时候要动员全族才够使 仗 打到那个程度 就谁也不能停了 作孽呀 得找个时间 去庙里拜一拜才行 锦衣卫的情报 很快就送了出去 刀针林和刀德梦 已经见怪不怪了 这一路上 他们已经收得过好几次 这种机密情报了 两人立即开始挑选精锐 准备引火之物 打算找一把大的 孟密的斯宾玉 却是第一次收到这种机密事 派人核实过后 斯宾玉大喜过望 把莽德里的军粮烧了 莽德里的大军就废了 他们孟密就可以长驱直入 直打马来城了 只要再打下马来城和直耿城 免邦的国都就没有倚仗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飞卢中文网 同名小说 独家改编的 《大明》 《开局随永乐北征》 作者 大卢狐 演播 咸鱼可以清蒸 木木 飞卢听书工作室 倾情制作 两声瓷器崩碎的动静 在阿瓦王宫响起 废物 废物 都是废物 莽德里也是个废物 三鲁大军的粮草 全都被烧了个金光 三鲁大军不斩自愧 三鲁大军死伤惨重 老子要砍了他们 砍了他们 传令 文主 国主要率兵清蒸 和北蛮子 一决死战 免帮国主 纳罗塔 愤怒地咆哮着 国主 国主 不可 万万不可 国都内人心大乱 还需要国主您 亲自坐镇 才可安抚人心 万万不可清蒸啊 事而国主 为今之计 只有尽快发兵 北上巨险固守 不能反攻了 还发兵 都城怎么守 不发兵 难道要等着北蛮子围城吗 都城就不需要守了吗 不是还有征伐的新兵吗 新兵守得了城池吗 乱国之言 王宫内的大臣们乱作了一团 大臣们都乱了阵脚 他可不能乱了 纳罗塔案子想到 新兵来老兵合到一起 一老兵带新兵 一半留守都城 一半北上巨敌 告诉蒙德利 他们要是再打败仗 就砍了他们的头 整国法 国主英明 国主 大军开把军粮 可能带不了多少军粮 没办法支撑太久 一时间 王宫之内 鸦雀无声 兵帮的文武 怎么也没想到 他们 居然会为了军粮发仇 派人去鲜罗和珍拉买粮食 纳罗塔道 国主 大弩山险峻绵延 走山路运粮是行不通的 我们和满拉家又有仇怨 曾经扣押过他们的王族商队 海运恐怕也行不通 那就去西边的庞格拉买粮食 尽快 免邦的三路大军被杀得大败 梦养的刀针林刀的梦 和梦密的斯宾玉乘胜追击 扩大战果 三家一路推进 已经对缅帮的都城 阿瓦大车等形成了半合围的态势 躲在后边猥琐发育的麻针玉坐不住了 其他人进军顺利地超乎想象 得赶紧多赚点便宜才行 麻针玉动了起来 开始继续向南推进 趁机占据了大片被梦密截断 分割开的大片免邦土地 这时候 刀针林刀的梦 斯宾玉已经把免邦北方 全部吞了下来 免邦的中部腹地 也被占据了一部分 地盘大了 分散的兵力就多了 免邦人又太多了 不看着点也不放心 三家适时地停下了推进的脚步 开始派人回到族内动员全族 帮忙镇守占领区 侵略者担心步子太大会扯到宝贝 所以停下了进军的脚步 而免军是被打蒙了 现在只求防守 战争的局面诡异地平静了下来 都这么闻可不好 狗脑子还没打出来呢 去给刀真林传信 就说免邦的运粮船去了庞格拉 是殿下 刀真林现在的位置 是距离庞格拉最近的 接到消息的刀真林 先派出一对使节 去庞格拉做说客 接着又派了一对精锐 从法兰城翻过那家山 去庞格拉的萨迪港 把免邦的运粮船全部凿沉 国主 庞格拉说咱们正在打仗 他不好偏帮 梦养的刀真林离他们太近了 所以不卖粮食给我们 船队也都被凿沉 庞格拉的胆小鬼 胆小鬼 纳罗塔怒骂了两句 冷静了一会儿命令道 再去百姓手里征粮吧 咱们的庄稼 还有一个月就能收割了 应该饿不到百姓们的 免邦一个月内 开始了第二次强征民间的粮食 这一次的征粮 才是免人真正的劫难 免兵翻箱倒柜的 强抢民间的粮 免人的口粮 差不多被刮干净了 口粮不够的免人 开始以打鱼 打猎 采摘野果为生 以求可以熬到粮食成熟 边境的免人们 看不到希望 纷纷举家逃到山里找生路 走投无路的免人 大多选择了落草为寇 以劫掠为生 免邦境内一片狼藉 想来用不了多久 免邦的临边野道上 就会有很多白骨出现 看出免邦缺粮食的刀针林 没有放过这个机会 他一面派兵 去周边搜刮 一面四处出击 引得免邦的军队疲于奔命 加速粮草的消耗 收到足够军粮的纳罗塔 刚刚尝出一口气 突然收到阿瓦守将的急报 穆邦人濒临城下了 穆邦的汉兵法 带着阿瓦大城东门 一连强攻了三天 国都陷落 只是时间问题了 汉兵法的贼子 发了痕 从阿瓦河汤了过来 必然不会善罢甘休的 国主 遣都吧 是啊 国主 穆邦不识兵法 只攻东门 根本没有围城 咱们可以从西门撤离 沿江转去蒲甘城 蒲甘城城墙高后 必然可以让我们重整旗鼓的 现在贼风正税 还是避其锋芒的好 缅邦的大臣们 纷纷提议迁都向南 穆邦兵太凶残了 一旦破城 他们可就全完了 不行 遣都会让我们彻底 失掉北方的民心 前线的大军也会士气全无 把纸耿城的兵全调过来 先杀退汉兵法 这是一步险棋 纸耿城的兵调过来 阿瓦大城的屏障 就只剩下一条大金沙江了 因为纳罗塔的坚持 纸耿城的兵被调来了都城 也确实挡住了汉兵法 在阿瓦城下坚持到快断梁的汉兵法 放弃了阿瓦城 扭头跨过金沙江 直接占了纸耿城 纸耿城是缅邦都城阿瓦的最后一道屏障 粮草军械都不缺 被汉兵法捡了个县城 木帮兵大略三天后 满血满状态复活 纸耿城被木帮占据的消息 大大的刺激了四路同行们 包括一直待在后边 稳当狗着的麻真玉都加快了推进速度 马来城 瑞伯城 蓝发城等屏障 很快被三家攻克 江对面全部被外敌占据 下一步就是跨江河围 缅邦国都阿瓦城了 命令 迁都普甘城 大军从西门沿江而下 阿瓦城内的所有粮草资重 全部带走 快 缅邦先一步往南方迁都 把阿瓦大城让给了四家外敌 争抢战利品的四家土球 让阿瓦大城沦为了人间炼狱 阿瓦大城沦陷后 朱瞻基的大院前后门都派了 亮明身份的锦衣卫站岗 门口还插着大明的旗帜 乱兵们轻易不敢造次 个别不堪眼的愣头青 都被斩杀在门口 事情传开后 大院四周的乱兵 就被自己的上级勒令驱散了 四家大土球还贴心地 让人看守附近的路口 避免有不开眼的惹麻烦 缅邦有锦衣卫的事情 他们自然是知道的 要不然 这些机密情报是哪来的 四家瓜分截略完阿瓦城 修整过后再次聚兵南下 机会难得 他们要是彼此争斗起来 只会让缅人缓过劲来 四家合议把慢悠悠的麻真玉排除在外 他们四家瓜分缅邦所有国土 此时此刻的刀真林和刀德梦书直 对于梦阳首领的位子 已经不怎么在意了 因为他们在缅邦战道的好处太大了 殿下 刀真林 刀德梦 斯宾玉汉兵法分兵南下了 照这个打发 纳罗塔可能挡不了多久 缅邦就得亡国了 嗯 纳罗塔这是被打蒙了 一直都没提起劲了 既然他都迁都了 那就帮帮他吧 把那四家的粮道和存粮点 传给纳罗塔 朱瞻基淡淡地说道 是 属下遵命 免人真正的灾难要来了 收到消息的纳罗塔 派出了自己的亲卫军 连抢带烧地断了四家外敌的粮道 暂时地遏制住了侵略者的脚步 战争打到现在 他们的存粮都耗得不小 尤其是木邦 木邦要不是抢了纸耿成的粮食补学 这会儿都该打到回府了 战争的形势一片大好 怎么能被粮食绊住脚呢 没粮食就抢呗 反正又不是自己家 先打赢了再说其他 于是 四家侵略者开始有组织有纪律地 掠夺缅邦北部和中部的所有缅人口粮 结果不太美 因为纳罗塔已经刮过两遍了 收上来的粮食不及预期 占领区连牲畜都被全部收走宰杀了 逃亡的免人越来越多 只是外边的没好 他们注定是够不到的 那太远了 只有黄泉离得近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两方你来我往的 打得有声有色 互有胜负 双方流的血越来越多 这当然也少不了锦衣卫的情报支援 每当一方有机会结束战争 取得胜利的时候 锦衣卫的情报就会送去另外一方 双方都觉得胜利就在眼前 可每次就差那么一点 缅军的军粮不够了 纳罗塔就命令缅邦 沿海全力供给海货 侵略者的军粮不够了 就从自己的老家运粮食到前线 老家的粮食也被套得差不多了 已经影响到了民生 缅人百姓 更是把田里还没成熟的清粮都吃干净了 白骨 鹿于野 千里 无鸡鸣 时机 差不多了 孟阳 孟密 木帮的渗透 可以开始了 去传令吧 是 殿下遵命 锦衣卫密探们 一早就进入了孟阳 木帮 孟密的地界 做着准备工作 接到命令后 正式启动渗透起来 一只狗在后边的麻真玉 觉得机会来了 开足了玛丽飞奔战场 打算收拾残局 一波流 结束这场大战 取得最后的胜利 赚取最大的利益 结果 赶到前线的第一天 麻真玉的军粮 就被五家合力抢走了 动手的是 木帮 孟密 孟阳的两家 以及 缅帮国主 纳罗塔 咱们不是战友吗 你们怎么能和敌人 联手抢老子的军粮 被五家联合针队的麻真玉 很快就被打回了原形 损失惨重 前面狗来的成果 全都填了进去 还得不停地往里添加底 缅帮土地上的六方势力 迎来了大乱斗时代 导火索就是缅帮的粮食成熟了 大部分庄家在成熟前 就被集民吃干净了 剩下的那些粮食 就成了六方势力 都置在必得的囊中之物 于是六方人马开始不分敌我的大乱杀 因争斗而损失掉的 远比他们得到的 要多得多 占据本土优势的纳罗塔 抢到的最多 然后他就又被针对了 被五家联兵赶出了第二个都城 普甘城 迁到了第三个都城 滨文城 至此 缅帮的国土大半沦陷 仅靠沿海之地与侵略者周旋 胜利就在眼前了 五家侵略者已经在畅想着 全面占领缅帮之后的盛景了 欢迎收听由飞卢中文网 同名小说 独家改编的 《大明》 开局随永乐北征 作者 大卢狐 演播 咸鱼可以清蒸 木木 飞卢听书工作室 倾情制作 纳罗塔得到了补充 开始发兵 尝试收服师弟 结果越打越顺 每每都能直击要害 要么是尖敌 要么是绝粮 大有要得势的意思 可不能让纳罗塔打顺了手 盗嘴的肉 不能说丢就丢 纳罗塔不除掉 他们占领了缅帮 也安稳不了 木帮 梦养梦蜜 都发了狠 把族内的壮丁和粮食 争掉一空 大决战 要来了 把他们彼此的要害 都告诉对方吧 他们都消耗的够多了 咱们的目的也达到了 传令陆川的大军 陈兵南亚关 天马关 汉龙关 等决战打完就动手 按照计划 调民罚罪 解放 梦养 梦密 木帮三地 传令龙湘位 分批次秘密南下 养邦的第三个首都 殷文城外 东北方八十里 老藤谷 接到仅一位 机密情报的六方势力 齐齐奔杀老藤谷而来 因为情报显示 这里就是对手的要害 拿下这里 对手就彻底完蛋了 就这样兴奋的六家人 在老头谷碰头了 果然是要害 这么多兵把手 开干吧 野黑风高的 只能看个大概 六方人马杀作一团 打得天昏地暗 尾巴杀得火热的时候 龙湘位 已经把谷到南北 都堵死了 老藤谷 就是朱瞻基 给他们选的买谷地 殿下 有人撤退了 不出意外的话 最先撤退的 应该是麻真玉了 这可是个游子 点火吧 请他们看烟花 隐信被点燃了 撤到谷口的退兵 都被炸药送上了天 谷内厮杀的残兵们 惊疑不定地来回张望 谷内的所有人 一个都不许放出来 全部斩杀 是 站住 你们是什么人 要你命的人 杀 老藤谷内 一面倒的屠杀 很快结束了 把缅帮 搅得天翻地覆的一帮人 终于攻城身退 他们做的都不过 完美地达成了朱瞻基的预期 梦养 梦密 木帮 三地名声凋敝 能战之兵 全部陷落 免邦盯口 十于其三 打扫战场 胡绿个儿的 全部补一刀 一个火口不许留 都堆此一起烧干净 是 这 可是遭天下人唾骂的事 一点风声 都不能传出去 刘平 你带人 先去文宾城传旨 让城内的缅人文武 全都到城门口 迎接大明的援军 奴婢遵旨 清理完战场 再把一杆忠勇之事 都火化完 天光已经放亮 两名旗号 龙香味 开拔 是 两名旗号 龙香味 开拔 开拔 兵文城的一杆 免邦的文武 接到刘平的消息后 大喜过望 终于把做主的盼来了 免邦的乱局 马上就可以平定了 免邦仅剩的这点精华 一股脑的 奔向了城门口 列队迎接 免邦有救了 有救了 来了来了 天兵来了 朱瞻鸡驻马关前 抬手往前一挥命令道 把这些吃里扒外 备主求荣的奸贼 全部拿下 是 突如其来的反转 让一干人等 笑容将在了脸上 将军 将军 弄错了 弄错了 我等何曾备主啊 将军 误会了 龙香味的兵 可不管你这个那个 把人 一帮顺道 把嘴也给堵上了 朱瞻鸡从袖子里 掏出纸条 朝人群一比划道 这是 免邦宣卫时 纳罗塔的绝笔信 他说 被二等奸命出卖 在老藤谷中了埋伏 全军覆没 求大明为他做主 首刃被主之贼 被压在地上的一帮人 瞪着大眼使劲地摇着头 眼泪都急出来了 嘴被堵上 除了嗡嗡 没别的动静 庄德 属下在 把这帮人 名正典型 为我大明宣卫使 报仇血恨 族内南丁 一起上路 朱瞻鸡发完令 把绝笔信 递给庄德 庄德打开一看 这他妈是张白纸 还皱了把唧的 赶紧低头 大声应道 属下领命 必为宣卫使大人 讨回公道 对了 纳罗塔的那几个儿子 听说也参与其中 要弑父夺权 也一并处置了吧 是 属下遵命 绑腹在地的一帮人 这时候要是再看不明白 就真成傻子了 有绝望的摊到在地的 有奋力挣扎 想要破口大骂的 有面无表情 正在原地的 有 免帮 最后的精华 也被料理干净 大明接下来的行动 将会一帆风顺 朱瞻基动手前 已经给陆川和交纸的 惠民商行 传去了命令 陆川的五个卫所 分兵三路 发兵南下 解放梦养 梦密 穆帮三地的困难百姓们 惠民商行则按照 朱瞻基的命令 从庞格拉 鲜罗 真拉 满辣家 苏门达蜡 爪 柏尼 苏路 巴老园 等地用玻璃 换来了大量的粮食 本来 免帮的大战 对于他们两家来说 是个绝好的机会 趁火打劫的事情 大家都熟门熟路了 根本不用交 只是 边境的大批明军 让他们实在 不敢把兵调回来 倒嘴边的肉 看着吃不着 难受狠 难受得狠 所以 鲜罗和真拉 其实是不想再卖粮食给惠民商行的 只是 明军已经把战城给灭了 兵还不撤 跨过大长山 可就是他们两家的家门口 粮食不卖也不行 万一让七伟这个厮杀汉找到借口直接打过来呢 稳妥起见还是卖吧 反正还能赚 跟随运良船队一起抵达免邦的 除了预备好的各级官吏 学官 还有三千国子剑生 没法子 人不够使了 只能把剑生们调过来 一边帮忙干活 积累从政经验 一边跟学官们一起行教化 臣等拜见皇太孙殿下 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 学生拜见皇太孙殿下 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 全部赐予生命天赋 朱瞻基按道一句 听 生命天赋赋予完成 扣除白银 免礼平身 还好朱老四的圣旨写得明白 这拨人全都听他调遣 要不然他就只能干瞪眼了 人才到达后 消化正式开始 与云省交界的北部山区和高原 全部坏归云省 城部宣政史司管辖 余下的平原地区 向西底与庞格拉交界的那家山 向东 以与仙罗真拉交界的大怒山 向南 直达大海 被分为缅北 缅中缅南 三个城宣部正式司 每个城宣部正式司下 霞 巴格拉 人丁 十余其三 活下来的大多数都是女子 可以说 这地界现在女人比粮食还多 大融合 高起来 新道任的地方官员们分完田地 统计完户籍信息 免地打官官的女人们 有福气了 大明朝给他们送顶梁柱来了 恩人哪 这可是天高海厚的恩情 感激恩人们 感激朝廷的恩典 感激大明的爷们 感激 我们等不及了 爷们快点来呀 当官的一合计 数不对 狼多肉少不够分 还得继续从大明 调遣生理军过来才行 要不然一打四 肯定会遭不住 赶紧再调 大明国都 应天城 户部衙门 大人 不好了 三缅那边 咱们户不要人了 三位刚到任的户部三缅 清丽丝郎中 焦急地跑到下缘级处禀报 恩 下缘级眉头紧锁起来 又要人 三缅那边 到底是有多缺男人呢 兵部在侧的单身汉 甚至是单身家属 全都发过去了 还不够 现在居然开始管他们 互不要人了 是啊大人 三个三缅清丽丝郎中 急忙点点头 他们要多少 三个新政部正史司 合计要五十万钉 五十万钉 下缘级文言 惊呼一声呵斥道 张嘴就要五十万 简直乱弹琴 咱们大明 哪里还有这么多的光棍汉 北征草原的时候 抓了的那些女俘虏 已经帮大明消灭了 二三十万的单身汉了 努尔干都斯 也一个劲地往大明育女子 大明单身汉的数量 急剧减少 前些日子 娇纸又一口气 要去了十多万单身汉 这会儿 去哪儿找五十万光棍 给三缅送过去 他们说 那个 什么 老少嫌疑 只要是光棍就行 老官夫都无所谓 有残疾的也没关系 到了三缅 给他们发媳妇 盖房子 分田地发种子 免除一年的付税 还不用他们干活 三缅现在全是女人干活 男的剑天 凑在一起打麻将 砍大山 可美了 他这个当官的 听到这么好的条件 都心动了 听说 过去的那三千国子剑声 都被太孙 强逼着 每人纳了两个精致的 棉女 小妾伺候 真羡慕 下缘级文言 暗自惊讶 条件这么好 光棍汉这么抢手了吗 三缅 到底是什么情况 阴盛阳衰 到了这个地步 三缅的男人们呢 都 没了 想到这里 下缘级 打了个冷战 赶紧停下了 自己的意向 五十万钉 肯定是没有了 黄测上有多少 就给他们送多少过去 其他的 让三缅他们 自己的衙门想办法 下缘级白白手 让三个属下退去 下官遵命 免中 城宣部正史司驻地 免中城 元阿瓦大城 皇太孙行宫 元阿瓦王宫 殿下 新调来的支援爷们 不够使 我们三家 还差近二十万呢 免中部正史司 禀报道 底下的二级衙门 都被免女们给堵了 说我们处事不公平 别人都有男人了 他们没有 还说要去京城 敲灯文骨 找他皇上 老人家告状去 殿下别生气 这帮蛮女 不识礼数 实在犯不上 和他们计较 再说 他们只是瞎嚷嚷 也没别的过激行为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飞卢中文网 同名小说 独家改编的 《大明》 开局随永乐北征 作者 大卢狐 演播 咸鱼可以清蒸 木木 飞卢听书工作室 倾情制作 免中部正史司 急忙帮朱瞻鸡顺气 都赌了官府要男人了 这还不过激 古代官员的承受力 真的可以啊 又是三千万光棍赶赌 那得出动大军 把路一赌 紧随气候 洒水车一冲 又是一个太平世界 完美 车远了 诶 不对啊 怎么还差那么多 朱瞻鸡诧异地问道 生理军不够用 他知道 可也不至于 差二十万 本来 差不了这么多的 只是那帮操汉 死活不愿意取 非要等到 年轻的才愿意成亲 岁数大的都不要 这股腰风一起 都攀比上了 这 这才剩下了那么多 哇 还挑上了 白给的领回家 就能干活了 还不用给聘礼 多好的事啊 要年轻的 八十的 想要十八的 十八的 也想要十八的 老子 去哪儿给你们这帮逼犊子 找十八岁的去 丑人多作怪 还灌出毛病来了 攀比 我攀你大爷的比 传令 十天之内还没成家的 让他们哪儿来的回哪儿去 把田地房子 种子都收回来 礼送出门 还有 婚配双方年龄 一律不超过十岁 仅限于他们这一批 不爱要滚蛋 再从国内调人来 呃 殿下 国内没光棍汉了 他们这是最后一批了 所以才这么金贵 免中部正式司 急忙提醒的 金贵 怎么还能这么形容呢 不应该是 人嫌狗咽才对吗 怎么听着有一种 保护稀缺资源的感觉 金贵的是种子 又不是人 白送的田 都不剥种子 那还留着干嘛 不赶紧生 哪儿来的冰原 哪儿来的人口红利 哪儿来的落税人 不赶紧生 保险金怎么保障 盖了那么多房子怎么办 崩盘了 谁都抵呀 瞎搞 他们怎么知道 还有没有啊 连虎带吓得差不多了 把多出来的棉女 分给军户做小妾 按年龄分 棉女名下的田地 也跟着转为军田 从此以后 三名的一切礼仪规矩 都得按照大名的来 不管是哪族的 都得取个汉名汉姓 登记在户籍黄册里 各地的辅学县学 也要着手规划 教化是大事 不能马虎 还有 让工部派人来重新规划 整理三棉和云省的水利和水泥路 水利要能聚能散 能防洪能做工 路要能过得了大军资重 该建盘山路 就建盘山路 该开隧道 就开隧道 去办吧 顺便通知缅北和缅南 殿下 这工程太大了些 耗费可 行了 有了三棉的大粮仓 就不要在意那些耗费了 一年修不成 就修五年 五年修不成 就修十年 只有把路都通了 才能拿掉三棉割据的本钱 对了 你们三个不证使 记得派人去找交纸 找黄浮 取取经 交纸的新政推行得不错 三棉的地方势力 都被清空了 正是推行新政的好时候 不可懈怠了 殿下放心 微臣 必不会让殿下失望的 缅邦 是个好地方 就是 雨水太勤快了 比应天的雨水 可勤快得多 下雨天 都没事做 应该都在屋里耕田呢吧 嘿嘿嘿 明年的这个时候 三缅之地 就该有一大批 大明的血脉 降生了 那 才是真正的占领 应天皇城 前清宫 永乐皇帝 梁商 带着满意的笑容 把三缅递上来的奏章 看了一遍又一遍 以自己大孙子的本事 能拿下三缅的大平原 他不奇怪 但是 能这么容易 这么迅速地 就把三缅彻底收服 还是大大的出乎了他的预料 外面的那些番外吐司 和国内的毕竟不同 大明没有在番外民间 话遇过人心 想要彻底吞并外藩 没有个二三十年的 施恩积累 是不可能的 大明毕竟是外人 没想到 诺大的三缅之地 没损一元兵将 就给拿了下来 才刚拿下来 人心就已经归附 大明境内怨气最大的 就是那些单身汉们 用他们填充三缅 不仅化解了国内的怨气 还能彻底占据三缅的大粮仓 一举两得 好处全占了 还一点脏水都没沾 老朱家 后继有人 后继有人呐 永乐皇帝 在心中默默赞叹了一会儿 接着拿起胶纸 和三缅的新奏章 认真地看了起来 这样的智政良方 给大明延三百年国运 不是问题 可惜 现在只能在士大夫力量 被一扫而空的交纸 和三缅施行 大明要想施行的话 还得缓几年才行 皇爷 汉王爷和赵王爷 在殿外求见 小鼻涕禀报道 朕不是让他们闭门读书吗 谁把他们放出来的 永乐皇帝不悦咒 没问道 呃 皇爷 年前的时候 太子爷来求情 说二位殿下过个好年 您就下令 撤了禁足令了 小鼻涕 小心地回话道 朕不是让他们过完年 接着闭门读书的吗 呃 小鼻涕没等回话 汉王和赵王已经自己进来了 儿子给爹请安了 哼 不是让你们过完年 接着闭门读书吗 朕的话都不听了吗 爹 儿子跟三弟都知道错了 我们再也不敢了 您就别进足了 儿子都发霉了 是啊 爹 儿知错了 再也不敢了 求您老人家 开恩 开恩啊 汉王和赵王跪地恳求道 收买内饰 包藏祸心 是一句知错 就能掀过去的吗 换成别人 早就被砍了 滚回去 闭门思过 好好修身养性吧 以后不许再出门 朱高旭文言豁然起身 脸色胀红地大喊道 咱们是亲生骨肉 您真要把我们两兄弟 关到死才甘心呢 朱高岁急忙上前 拦着乍毛的朱高旭 后者要是不领情 一把推开老三 要打要骂 儿子都随你 老把我们哥俩关着 算什么回事 您不怕人笑话 我还觉得丢人呢 要不 干脆把我们哥俩都砍了 大家都省心 永乐皇帝 看着耍起魂的老二 气得眼皮的直抽 大喝一声 来人 把这两个孽障插回去 说锦衣卫 留免派人看守 不许他们 再踏出王府一步 是 皇上 朱高旭两兄弟都惊呆了 老头子疯了 派锦衣卫看守 这不是 不是幽禁吗 都关了大半年了 还要关 老头子 你疯了 朕要关死我们哥俩 朱高旭奋力挣扎 两名内侍 一时间拉不动他 老子 是要保你们两个孽障 插下去 老头子 要保我 朱高旭闻言一愣 让侍卫们 给嫁了出去 皇爷 您消消气 汉王殿下一向是 布局小节的 您 传指 汉王府 赵王府 四个护军卫 全部裁撤 说五军都督服务 重新安排 防区防务 呃 奴婢 遵旨 没了兵权 就不会担心 两个儿子会犯大错了 得个善终 并不难 要是再折腾起来 没完没了的 老大忍得了 大孙子 可忍不了 到时候 我老头子前脚一蹬腿 后脚这两个孽掌 就得跟着上路 以大孙子的心性和手段 这两个傻儿子死 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还是尽到打消他们的妄想 老老实实地 等着外震就翻吧 朱瞻基吞并完免邦的时候 于成泰也和平解决了 云省布政史司边界 最后一个大吐司势力 车里宣伟司 七伟 吞并战成的行动 引起了接壤的老挝 和真辣两国警觉 两国都在东边的边界 囤积了重兵防备七伟 这给于成泰 在老挝北部的行动 提供了便利 于成泰和七伟 一北一东 开始集中力量 对付老挝 朱瞻基则单独面对仙罗 仙罗现在所处的大成王朝 已经奠定了 仙罗中南半岛第一强国的基础 仙罗不断变强的原因是石田制度 萨克迪纳制 萨克迪纳制是按社会等级受田的土地分封制 在萨克迪纳制度中 国王拥有全国的土地 官员和王室成员无俸禄 国王按爵位赐予数量不等的土地 王储占有土地高达十万来 亲王 公爵 侯爵 伯爵 鸾 比丘 万户侯 沙弥 文书 逐籍地检 人数较多的平民有25来 奴隶也有5来 当然 各层人士 土地实际占有量与规定量是不相等的 萨克迪纳制 是大大小小的统治者 即政治 军事 权力和经济利益于一身 因而官吏 军官和封建主是合一的 大封建主 必须是大军官 大官吏 小封建主 必须是小军官小官吏 连奴隶都有自己的田地 在农业齐齐繁盛的中南半岛来说 有自己的土地就代表着能活下去 能活下去就代表着没人想造反 可以想象到 纤罗内部的社会结构是相当稳定 这就给朱瞻基的计划增加了难度 当然 萨克迪纳制的坏处也很明显 萨克迪纳制确定后 纤罗社会鲜明地分成了两大阶级 封建主阶级和农奴阶级 封建主阶级的贵族不是世袭制 而是终身制 其子孙 须另求国王授予萨克迪纳级别 对于这一点 封建主阶级并不满意 农奴阶级兵农合一 每年有六个月的摇曳期 被封建主压榨得很严重 死不了也舒坦不了 所以老规矩 动手之前 先让鲜罗自己乱起来 鲜罗都城所在大城城外的一处小村寨里 庄德将仅一位密探们收集到的情报汇总后 报给了主战机 好家伙 现在鲜罗一共有35个府 而且富饶地区人口密度和江浙之地差不多 粗略估计有大几百万人 近千万人口 现任国王是阴陀莫罗 继位还不到三年 阴陀莫罗继位之初 就强硬地拒绝了 文武沙穆汉 请求酌情册封世袭贵族的请求 并罢免了两人的官职囚禁起来 鲜罗大成王朝 文武沙穆汉 分管全国的民政和军务 就是鲜罗的文丞相和武丞相 这个新国王 莽得一匹 才继位就树立权威 把两个文武大员给拿下了 是个狠人 不过 人虽然拿下了 可是没有杀 应该是在忌惮两人手下的势力 狗急跳墙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卢中文网 同名小说独家改编的 《大明开局随永乐北征》 作者《大卢狐》 演播 咸鱼可以清蒸 木木 飞卢听书工作室 倾情制作 两年多来 鲜罗的国王派和贵族派 你来我往争斗不断 由于寺院派从中调和 使得双方的争斗都陷于朝堂 并没有兵戎相见 随着殷陀罗墨登基日久 威望日龙的时候 国王派一定会占据上风 慢慢地压倒贵族派 因为贵族派群龙无首 幸好来得早 再晚几年 鲜罗就更不好搞了 寺院那帮和尚 还真是多事 让他们打起来多好 他们早打几年 我们就能省多少事 任他们不务正业 朱瞻基对这些参政的和尚 极其不满 庄德文言 眼神一亮问道 点下的意思是 把这些碍事的假和尚们 拿掉 鲜罗的和尚 有收税的权利 大的寺院 甚至可以将地方的财权和民权 急于一身 庄德说是假和尚 应该不算错 假不假的不知道 反正是碍事了 朱瞻基眼里杀其一闪 庄德见状急忙说道 树下明白 这就安排人 把拦路石拿掉 庄德说完转身就要走 回来 拦路石不能这么拿 得想个好点的法子 殿下可是要祸水东银 不用银 碍事的一走 指定得打起来 属下愚钝 请殿下吩咐 你覆尔过来 朱瞻基 低声耳语了几句 庄德 汗流加倍地走了 一日 马拉泰寺 小和尚像往常一样 去喊马拉泰寺的龙婆 喜多大师 起床做早课 大法师 早课时间到了 您该起床沐浴了 小和尚敲完门 等了一会儿没动静 于是又敲了敲门 大法师 早课时间到了 您该起床沐浴了 小和尚又等了一会儿 还是没动静 小和尚疑惑地想到 难不成龙婆喜多大师已经出门了 好奇怪 这几年都是我来敲门吊起的 龙婆喜多大师从来没有自己起过床 还是推门去看看 龙婆喜多大师果然还没起床 可能是她的声音太小了 大师没听到 大法师 早课时间倒了 您应该起床 小和尚走到踏前再次叫起 话说到一半 就看到龙婆喜多的脸上 血淋淋的一片 扑通一声 小和尚被吓到在地 刺耳的尖叫声响起 小和尚慌不择路地往外跑去 一边跑一边还大声呼喊 过来人呐 过来人呐 龙婆喜多大师出事了 过来人呐 小和尚的呼喊 很快引来了寺院的僧众们 众人齐齐飞奔向龙婆喜多的禅房 是谁 是谁 是谁敢谋害大法师 是谁敢如此欺辱我佛门 僧众们愤怒了 大法师脸上和脖子上的肉 被人挖走了 大法师活活疼死的 太残忍了 这是对整个佛门的亵渎 不可原谅 不可原谅 师兄快看 这里有份字条 有眼尖的僧人 看到了枕边的字条 拿了起来 佛祖割柔未应 才功德圆满 此次 借大法师之血肉 一来 是为家老严寿 二来 可助龙婆喜多大师 功德圆满 得到菩提 物怪 物怪 字条上的话 让寺内僧众 尽皆哗然 挖走大法师的肉 居然 居然是为了严寿 禽兽之举 禽兽之举 还敢说 是为了让大法师功德圆满 真是无耻之忧 凶徒 灭灭天良 一定要抓到凶徒 让恶贼受复刑 我们去皇宫 找国主 为我们主持公道 抓捕凶手 走 先罗国王 因陀罗末 收到消息后 急忙下令彻查 同时 封锁都城 抓捕凶徒 龙婆喜多大师 可是他的一大壁住 他登基的时候 拿下了两个全臣 要不是有 龙婆喜多大师的帮助 先罗早就内乱了 现在龙婆喜多被暗害 是那两个全贼的人 动的手吗 这是在警告我吗 是这两年被逼得太急 他没有了撕破脸的念头 岂有此理 我因陀罗末 倒是要看看 你们现在还有多少实力 来人 传令王公守卫军 加强戒备 传令地方十三府的万户 整军操练 仙罗都城内 大小街巷里 谣言四起 龙婆喜多大师 可是得到的高僧 是什么人 这么丧心病狂 要谋害大法师 大法师早就参破了生死 我等信徒也无需悲伤 我佛慈悲 听说凶手留了信 说要接住大法师的血肉 给自己家人添寿 哎哟 倒是有孝心的 就是对入了魔道 手段太残忍了 听说 凶手这是在学佛祖 割褒卫英的法门 要让大法师得成正果呢 大法师到底是死了 还是功德圆满成正果了呀 我知道 可能圆满了吧 得到高僧的血肉 真的可以延延益寿吗 那当然了 大法师佛法精湛 离成佛只差一步 肉身早就被佛法浸润了 延年益寿肯定是没问题的 类似的场景 在仙罗都城内的大街小巷里 不断上演 在谴责凶手之余 众人都在讨论大法师 到底有没有修成正果 有的觉得是修成正果了 有人觉得没有 还有更多的人 对延年益寿的话题很感兴趣 庄德 属下在 火不够 继续添柴 龙婆喜多大师 遇害当夜 几个蒙面的黑衣人 翘翘翻进了马拉太寺 小心地靠近 龙婆喜多大师的法堂 僧内的一众僧侣 还在不停地念经 超度大法师亡魂 黑衣人拿出主管 一连对着里边吹了十几包迷烟 才把一群僧侣们都放翻 又从大法师的身上 取下些零碎来 顺便 不小心留了一点证据 在案发现场 与此同时 丧十四的龙婆汉多大师也被害了 做案手法和龙婆喜多大师 暗得一模一样 拿证据的 仙罗国王 暴跳如雷 龙婆汉多大师和龙婆喜多大师一样 都是支持他的寺院派领袖 这两个大师接连遇害 这是明晃晃地打他的脸 这已经不是警告了 这是要动手拿掉绊脚石 要剪除他的壁柱 这是在为战争做准备 不能再心存侥幸了 大战无可避免 仙罗再次国王 加强了王公的守卫 地方上的国王派 也都加进了操练和物资储备 这让一直在谋求世袭特权的贵族派 人心都提了起来 因陀罗墨 这是要把龙婆喜多和龙婆汉多 两位大师的死 算到我们头上了 是打算借题发挥 直接动兵清洗他们了 要打就打 谁怕谁啊 要不是那几个臭和尚拦着 他们早就想动兵了 贵族派也开始立兵莫麻 国王毕竟才登基没几年 军队目前还是他们这帮人掌控得多 仙罗靖内的气氛紧张了起来 接下来的几天 都城内议论的风向变了 大家开始关心起 大法师们遇害的真正原因 有人说两位大法师 是坏了别人的好事被报复了 也有人说 大法师们是帮别人挡了灾 还有人坚信大法师的肉 是可以让人延年益寿的 跟民间的嘈杂不同的是 寺院派的大佬们冷静得很 他们全都去闭关 钻研佛法了 连收税的活都交给了别人帮忙 乱世当前 闭门谢客 独享太平 也是他们一贯作风 准备停荡的先罗国主 动手了 国王拿出证据 以两位大法师报仇为由 率先发兵 捉拿贵族派将领 占据先手优势的国王派 在初期确实占了便宜 可很快 贵族派的反扑就来了 先罗国都周边的 宿潘 红筒 沙拉五里 佛筒 八针 春五里 碧五里 勒五里 纳空纳玉 差春骚等十余府先后爆发了大战 大城城外小渔村 锦衣卫秘密驻地 朱瞻基在地图上 把先罗已经乱起来的府都标了出来 战争的规模有点小了 国王派和贵族派并没有把全部力量都发挥出来 这使双方有意为之 还是他们都对中间的骑墙派不放心 既然如此 那就帮他们一把 龙香卫 就位了没 为殿下的话 龙香卫众兄弟都已经化整为灵 散布于仙罗境内各个府县 由锦衣卫的密探帮忙安置 庄德拱手施礼道 很好 传令这几处的龙香卫和锦衣卫密探们 把他们所在的先罗骑墙派暗杀掉 朱瞻基说着 在地图上画了几个圈 这几个地方都处在国王派势力和贵族派势力的交界处 嘴边的肉不怕他们不动心 接下来的几天 龙香卫在锦衣卫密探的配合下 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交战双方都以为是对方派人刺杀的 卫的是受变中间派的遗产 国王派不能让反贼得逞 贵族派不能让暴君得逞 两方都派出兵马 接受中间派遗留的兵马和财富 战争的规模扩大了 两不相邦的中间派 一看两边对他们都动手了 再想独善其身 已经是不可能了 骑乡派有人想投靠国王派 有人想投靠贵族派 就这样 中间派的力量分裂成了两部分 先罗内战的规模再一次扩大 还是差一点 没有全乱起来 这些骑墙的就算是选了边 也还是没什么积极性 这么懒散可不符合官知道 让咱们的人再帮他们下下决心 朱瞻基命令道 属下遵命 接下来几天 那些懒散的 暗兵不动的园中间派人士 都受到了暗杀 有的死了娘 有的死了儿子 有的死了老婆 有的连本人都死了 侥幸活下来人摇身一变 变成了新主人的急先锋 至此 整个先罗三十五府 全面陷入战乱 双方动员的兵力越来越多 战事越来越激烈 殿下 各地的先罗将领大员们 都加强了守卫 里三层外三层的 不分昼夜的围着人 秘密暗杀 已经行不通了 庄德禀报道 官越大的越惜命 荣华富贵都没有享受完 舍不得死 先罗现在暗杀之风盛行 谁都不想和那些 中招的倒霉鬼作伴 心有余悸的先罗官僚 都专门做了应对 龙响卫和锦衣卫 再想暗杀 就做不到神不知鬼不觉了 守卫太多了 怎么都会弄出响动 暗杀就得变成强杀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飞卢中文网同名小说 独家改编的 大明开局随永乐北征 作者 大卢狐 演播 咸鱼可以清蒸 慕慕 飞卢听书工作室 倾情制作 不文托 下药试过了吗 回殿下的话 试过了 他们都有奴隶帮着试毒 行不通 而且现在先罗的自己人 也开始派杀手 暗杀对方的将领了 咱们是不是停一停 免得撞在一起 嗯 暗杀的事就先放一放吧 火已经点了起来 咱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朱瞻鸡命令的 不过也别闲着 让他们把交战双方的屯粮点找出来烧掉 顺便把那些躲起来闭关的大师们也一起解决了吧 是 属下遵命 交战双方的屯粮点 一个接一个地被烧 藏起来的大法师们也相及遇害 先入为主的观念下 彼此都认定是对方动了手 赶紧动手报仇 先罗内部战争的规模再一次扩大 手段也越发的无所不用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 朱瞻鸡一直在小心地维持着双方的平衡 只要其中有一方占据了优势 锦衣卫和龙香卫就会出手帮助弱势的一方 当然都是以先罗各地民间意识的名义动手 民间意识的名头一打响 这场内战正是把贫民阶层也裹挟了进来 先罗不再有独善其身的人 也不再有无辜的人 先罗乌泰他尼府 乌泰他尼府城 城主府 谁干的 谁干的 这是谁干的 乌泰他尼的城主 君拉那拉 愤怒地咆哮着 双眼星红像是要责人而逝 他唯一的儿子被人砍传了好几块扔在树丛里 随行的家奴都只是被打晕了而已 只是有他的儿子遇害了 他都四十九了 还能再有儿子吗 他这是绝后了 家主 我等还没看清凶手长相 就被打晕了 家主 恕罪呀 小人拦过少主的 现在到处都在打仗 还是待在府里最安全 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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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主 少主不听 家奴们打着柄子为自己辩解 我儿子死得那么惨 你们这些贱奴 怎么没事 你们和凶手 是一伙的 不是 家主 小人不是 小人对家主 忠心耿耿 小人也不知道 为什么 家仆们惊慌失措地解释道 君拉那拉 恨恨地一挥手 住嘴 没照顾好少主 就是你们的失职 来人 把他们几个拉下去 关起来 留着 为我儿殉葬 门外的卫兵进来 架起哭蝶喊娘的家仆们 就往外走 家主 我有一事禀报 有要事禀报 一个躲在后边 一直没吭声的家奴 急忙喊道 说 小人隐约听到了几句凶手的谈话 他们说 家主您拒绝了国主的招降 一意孤行地 让战火波及到乌太塔尼 一就是想给少主 争取一个世袭的身份 他们把少主杀了 您的念想就没了 乌太塔尼就可以躲开战火了 他们和家人们 就 就可以 安居乐业 那名家奴跪在地上 战战兢兢地把话说完 头都不敢抬 居然是 我们本府的贱民做的 他们不敢跟外人打仗 却敢杀我儿子 该死的狗杂种 你刚才怎么不说 要现在才说 城主冷冷地问道 小人 小人 小人害怕 你以后都不用再害怕了 城主说完拔刀一挥 刷 那个家奴的喉管 应声切断 来人 扔出去喂狗 命令 府君封锁内外城门 挨家挨户的盘问 少主遇害的时辰 不在家的人全都有嫌疑 一律打入大牢 听后审问 君拉那拉已经陷入了疯狂 宁可错杀一千 也不放过一个 那些贱民们 一定是受了 阴陀罗末的蛊惑 才杀死他唯一的儿子 好断了他的念想 逼他投降 所以 幕后黑手 绝不能放过 传令全府 所有壮丁集结操练 准备大战 谁他娘都别想好过 所有陶丁 以及家属 全部斩杀 仙罗是实行农 兵 义 三合一的制度 全国的壮丁 既要种田 扶摇义 还要参军打仗 集结所有壮丁 就是要集结所有兵的意思 这是要破釜沉舟的 大决战了 仙罗王都 大成王公 国主 不好了 不好了 波特隆殿下遇刺了 内侍刺耳的声音 打断了仙罗国主的沉思 怎么回事 波隆罗可是他因托罗魔的王储 自小就聪明异常 很得他的欢心 是他最优秀的儿子 殿下去军营途中 被河边的渔民 用鱼叉给 内侍结结巴巴的 不敢说后边的话 快说 波隆罗现在怎么样了 国主焦急大喝的 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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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罗殿下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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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国主眼前一黑 险些跌倒 内侍急忙上前扶住 怎么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 为什么是波隆罗 为什么是波隆罗 是谁干的 是谁 是谁 因托罗魔 歇斯底里的咆哮着 泪流满面 回国主的话 是太南河的一个渔民做的 他假装 要找殿下伸冤 接近了殿下 然后突然爆起 刺死了殿下 天下死得好惨啊 国主 去把凶手拿来 我要亲手 为我可怜的波隆罗报仇 回禀波主 刺客行刺完就跳河了 跳河前留下一句话 内侍 微微缩缩的说道 什么话 说 刺客说 凭什么只有王族可以世袭 别人就不可以 还说 让国主您 趁早接受老爷们的条件 要不然 要不然 要不然就 就 再敢吞吞吐吐 本王就烧死你 国主 狠力地说道 他说 要不然就让您 绝子绝孙 内侍 说完像是被抽空了全身的力气 软倒在地 连王储都敢杀 连我这个国主 都敢威胁 何其猖狂 何其猖狂 简直无法无天 无法无天 好 那就 好好较量较量 看看 到底是谁 绝子绝孙 因陀罗墨 咬牙切齿地 在王宫内 来回夺着步子 传令 各地民丁 全部集结 告诉他们 只要打赢这一仗 为他们的王储 报仇血恨 所有人 免出两年的谣逸 叛军的妻女财富 全都是他们的 本王 分文不取 国王派的辖区 虽然比贵族派的面积小不少 可人口却不少 双方勉强算是势均力敌 国王派直属的16个府 全体动员的动静太大了 贵族派的19个府 也跟着全体动员起来 大决战 要来了 殿下 打探到了 线罗双方 动员大军 足有一百万上下 线罗境内 几乎所有的壮丁 都要上战场 两边都发狠了 线罗跟三缅边界处的精锐 也都被抽调了回来 咱们大军 想要进来就容易了 庄德略带兴奋地 向朱瞻机禀报道 一百万大军 应该就是 线罗的全部能战之兵了 听着挺唬人的 真正的精锐就没多少 可是 这么多的丁口 真是个麻烦事 全埋了就可惜了 全抓回去修路 又会失掉 纤罗的人心 留着他们 心里又不太踏实 好纠结 朱瞻机为难地 搓了搓脸 表情有点惆怅 还是先看看 大概能剩下多少人 再说吧 照计划行事吧 不能让他们 轻易就分出胜负 朱瞻机命令道 属下遵命 完成全民动员的国王派 谁先发动攻击 四十五万国王军直扑向北方贵族的集结地 干征壁府 抽掉了边境军队的国王军 势如破竹 连战连胜 北方的贵族军节节败退 一边向东方的贵族军求救 一边向北撤 一直撤到北地老家奔帮府 才重新稳住阵脚 东方的贵族军 接到求救信 急忙发兵往西 从加拉信府一路急行军 抵达彭氏洛府 两方贵族军 一前一后将国王军 补了个正着 因陀罗墨 本想是各个击破 凭借兵力优势 集中全部兵力 一股作气地 击垮北边的叛军 然后再掉头回来 收拾东边的叛军 一开始 禁军也确实十分顺利 北方军措手不及之下 被打了个屁滚尿流 眼看着全坚有望 只是到了奔帮府 情况就变了 他抽掉来的精锐边军 将领们接二连三地 被冷箭射杀 战力大损 军粮大仓 也被一连烧了五个 要不是先罗不缺粮食 这会儿他早该退兵了 预想中 离停扫穴的战场 变成现在的彼此消耗 进兵就变成了拉锯战 退兵奔帮府的叛军 马上就会咬上来 现在 东方的叛军上来 把路一堵 他的四十万大军 就被挡在宿可泰了 往哪儿走都会被夹击 形势对他十分不利 国主 士侯营有紧急军情禀报 快叫进来 殷陀罗默皱眉说道 心里暗自猜测 这一次又是什么坏消息 启禀国主 属下接到猎户的密报 苏可泰东南侧 与彭寿罗交接处的隐蔽山坳里 有叛军的运粮队不断进出 属下急忙带人去查探确认情报 殷陀罗默文言 眼神放光 期待地望向赤猴营主官 他的粮草被烧了五处 这回应该能报仇了吧 属下亲自打探发现 彼之波的山坳处 藏有三处叛军的屯粮地 还有大约八万上下的叛军 正在里面修正 属下猜测 这伙叛军应该要是要去干征壁府 彻底截断我们王师的南路 殷陀罗默文言冒出一身冷汗 叛军要是把干征壁府爷占据了 他的南下的路就彻底断了 想动态一下都不行 到时候连补给通道也没有了 他的四十万大军会被耗死在宿可泰 把猎户找来 本王要重重有赏 回禀国主 那报信的猎户也是个逃奴 报完信他就跑了 属下也找不到他了 这个所谓的逃奴 就是锦衣卫了 之前国王军势如破竹的时候 龙香卫出手射杀过他们军中的大将 锦衣卫也曝光过他们的存粮点 现在国王军全面落入下风了 锦衣卫就把对手的存粮点送了过来 因陀罗默不宜有他 贵族老爷们的脾气千奇古怪 先罗境内不堪忍受的逃奴是不少的 这个逃奴一定是受过贵族的欺压才逃跑的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卢中文网同名小说 独家改编的《大明开局随永乐北征》 作者 大卢狐 演播 咸鱼可以清蒸 木木 飞卢听书工作室 清情制作 传令 全体边军集合 本王要吞掉笔直坡的八万叛军 缴获叛军的粮草 因陀罗默带着大军悄悄地朝山奥中的叛军包围过去 仙罗属于热带季风气候 湿热多雨 植被茂盛 通常人只要往路边的草丛里一钻 外边的人根本看不出来 可事情就是这么巧合 一只不知道从哪里射来的箭矢 让国王军的包围 偷袭变成了强弓 叛军被全歼 国王军也不好受 因陀罗默派去精锐全歼了笔直坡的叛军时 苏可泰西北部的北方叛军 也对国王军发动了突袭 偷袭行动 同样因为打草惊蛇 没有布置好包围圈 变成了硬碰硬的强弓 双方加起来的阵亡人数 接近七万人 总体算下来 国王军小赚 叛军小亏 双方的兵力 对比慢慢变得平衡 然后消耗继续继续继续 殿下 前方密探来报 陷罗交战双方的总兵力 粗算已经不足三十万人 两方人马都精疲力竭了 他们似乎还没有暂时休战的意思 已经有七八天没交过兵了 休战 休战是不可能休战的 死了那么多人 结下了这么大仇 怎么可能说算了就算了 精疲力竭倒是真的 他们手底下的兵丁 可没打过这么高强度的战斗 休整休整也是应该的 硬逼着出战 很可能闹出兵变来 如果没有株战机 一而再再而三的推波助澜 不停地给他们加深印象 他们也可能会慢悠悠地打个三五年 热带地区的气候 不太适合过多的剧烈运动 这么难可不好 这是在打仗了 赶紧解决完好了 耶 好正儿八经地感受感受 纯天然的仙罗美人 猪瞻鸡食指在桌面上轻敲了几下 思索了半赏道 给龙香味和锦衣卫密探们传信 接下来要帮助因陀罗墨建立优势 削弱叛军 不能在两边兜邦了 等到因陀罗墨建立了绝对优势 叛军要被权奸的时候再弄死因陀罗墨 让叛军绝地大反击 如此一来 三十万生理军应该剩不下多少了 到时候我大明就可以以宗主国的名义 出兵反叛了 嘿嘿嘿 好差点忘了 纤罗的王族南丁可以开始着手解决了 咱们大明出兵评判之前 纤罗王族一个南丁都不许留下 包括女婿 还有那些参政的僧人也一样 助瞻基脸上的表情一收 斩钉截铁的命令道 虽然叛军进城的话 一定是会屠戮王族的 可是助瞻基担心他们干活不够利索 属下遵命 殿下高瞻援主 属下真是拍马难及 庄德拍马道 不许拍马屁 赶紧去干活吧 朱瞻基摆摆手道 属下告退 庄德走后 朱瞻基一连写了三封密信 一封命令在三免驻守的五个常规卫所 秘密进驻大怒山东路 一封发给惠民商行 让他们提前准备人手 预备着把分行开过来 一封发回应天 要朝廷提前准备支援的官吏 提前准备移住先罗的卫所 卫所制的好处 这时候就体现了出来 只要花迁移的路费就行 剩下的一切都从田里出 而且卫所军户脱家带口 既是驻军 也是移民 军户还能潜移默化地 让当地人接受大明的风俗习惯 后世的国人 为什么要过夕阳节日 还不是心里头 那什么吗 现在的大明 就是超级大国 明人节日 别人也会跟着过 明人的习俗 别人也会跟着学 当然 属下有要事禀报 锦衣为密探 假扮的先罗陶奴 拦住了国王军的赤猴兵 禀报道 诶 又是你 你上次怎么没报完信就跑了 连国主的赏赐都没领 赤猴兵打眼一瞧有点眼熟 一拍脑门想起来 这个农人 就是之前给他们禀报 比之破军情的陶奴 小人 小人是个陶奴 按照法律 是要被打死的 小民不求功劳 也不敢贪图赏赐 只求王师 能早点把那些恶贼歼灭 小民一家老小的仇 就算是报了 陶奴 泪眼闪烁地看着赤猴兵 一番言语 也是情真义切 令人动容 赤猴兵 对此深信不疑 但凡是脱家带口的 谁也不会选择 做陶奴 连累一家老小 在赤猴兵心里 这是个一门心思想着报仇的可怜人 如此就正好 功劳他就一个人独占了 嘿嘿嘿 想到此处 赤猴兵急忙忙含七代地问道 你可是又发现了叛军的动向 小人知道 叛军最近的营地 在小坡山的北头 所以小人这些日子 一直在小坡山里边打猎 观察叛军动向 好给咱们王师通风报信 昨天晚上 小坡山北头的叛军拔营向南了 人不少 乌泱泱一大片 都看不到头 小坡山南北向 走出小坡山头没多远 就是大宫河边的宿斋城了 宿斋城可是咱们王师的地界 所以小人就急忙跑过来 给大人您报信了 可不能让那些恶贼得逞了 佛祖不收拾他们 国主可得收拾他们才行 报信人咬牙切齿地说道 赤猴兵闻言一惊 这要论到地形 军中没有比他们这些赤猴兵更了解了 先落北部的山地丘陵 全在叛军手中 宿斋城就是他们王师抵御叛军南侵的 第一道屏障 宿斋城后边就是一马平川 可以直达大营所在的宿可泰城 这可要了不得 这才歇了几天又要打 你快带我去看看 若是军情属实 少不了你的好处 赤猴兵急忙拉着报信人就往前跑 小人不要好处 只求王师能早点打败叛军 帮小人报立一家老小的仇就行 功劳全是大人您的 只求大人奋勇杀敌 为国建功 赤猴兵面上情不自禁地一喜 继而很快隐去 赤猴兵现场探查过后 一路急迟连夜飞奔回大营 这回他没有找赤猴兵营主禀报 而是以紧急军情为由 找自己国主禀报军情 上一次的赏赐 他可没落下多少 这一回他要自己拿 你可是亲眼所见 叛军出动了 因陀罗默听完紧急军报后 加盟确认道 回忆国主的话 小人亲眼所见 叛军兵力大概九万多到十万 以叛军的行军速度 最多三天就能达到宿斋城下 赤猴兵急忙禀报道 好 送上门来了 本王就给他来个瓮中捉鳖 传令 边军留守苏克泰 防备周边的彭氏洛叛军 本王要亲自带兵 吞下北方的叛军 九万多叛军是北方叛军的全部兵力了 要是能一鼓作气 打垮北边的叛军 东边的彭氏洛叛军 独立支撑就不足为惧了 你立了大功 先给你冠胜三级 统领一营赤猴 待战后 本王论功行赏 许你官决 因陀罗默兴奋之余 也没忘记安抚有功的人 小人败谢国主栽培 因陀罗默立马整军直奔宿斋城 在城里城外都张开了口袋 等待奔帮府的叛军自己送上门 因陀罗默把精锐留在大营防备彭氏洛的叛军 手下带的这些兵素质可不咋地 叛军近程才一小半就发现了端倪 急忙就往外撤 不得已 因陀罗默只得提前发动 无论如何得全歼 叛军伤亡进半 且战且退地往仙罗北部山地移动 因陀罗默紧随其后 穷追不舍 是要全歼奔帮府叛军 奔帮府叛军一边向北撤 一边派人去彭叔洛求援 纯王齿寒的道理 贵族老爷们还是知道的 彭氏洛叛军轻仇而出 直奔苏可泰的王国军大本营 奔帮府在仙罗北边离得远 追过去就什么都完了 只能行唯唯救赵之策 让因陀罗默自己回兵救援大营 想法是挺好的 可惜啊 留守的军队是仙罗国内最精锐的边军 救援的这边打得比救援的那边还要激烈 七万彭氏洛贵族叛军跟三万边军 在苏可泰城打了个昏天黑地 难舍难分 一方凭借人数优势 一方凭借城池和精兵的优势 不停地消耗着 因陀罗默这边也收到了苏可泰 被猛攻的战报 放弃眼前的大好机会是不可能的 机不可失 失不再来 回兵救援 也只能等全监了北方的奔帮府叛军后才行 发了狠的因陀罗默 亲自带兵冲阵 国王军军心大受鼓舞 势如破竹 把叛军逼到比老山 形成了合围之势 叛军退无可退 凭借山势还能硬拼一把 等到合围就只能等死了 投降是不可能投降的 听听他们喊的口号就知道了 引头罗默 老子给你拼了 还而其而命来 杀呀 为王储报仇 为波罗龙殿下报仇 敌我双方的领头人都有血仇在身 投降和受降都是不可能的 最终 北方的叛军被全监在比老山 国王军也是惨胜 只剩不到五万人 匆匆忙忙地打扫完战场 砍下仇人的头颅后 引头罗默再次急行军返回宿格太城支援 援军一到 彭射罗的叛军马上就撤了 他们还剩不到四万人 再不走就要被全监了 没了奔邦府贵族军的牵制 苏可泰不可能还困得住引头罗默 等引头罗默的人马修整完 他们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报仇无望的叛军首领们 把目光放向了都城 大城 虽然杀不了引头罗默 可是他们还能杀了他的家人 和族亲泄分 彭射罗叛军全体 直奔国都大城而去 昨日 因头罗默紧急回宾支援 彭射罗的叛军退去后并未追击 叛军大势已去 已经不用担心了 因头罗默打算先让士族好好休整几日 在一股作气彻底肃清叛乱 禀报国主 大城守将前来派人求援 叛军正在猛攻都城 混蛋 这帮疯子 他们就算攻下来都城又能怎么样 他们守得住吗 传令三军立刻拔营救援都城 彻底歼灭反贼 论功行赏 接连奔波数日 大战数场的国王军 士族都疲惫不堪了 可论功行赏四个字 又把军中的厌战情绪 给压了下来 救兵如救火 大军向南一路急迟 兵至华复里的时候 再次接到了都城的急报 国主 守向急报 叛军趁内城兵力空虚的时机 派出大批的刺客 潜入都城 城内王族和寺院高僧 全部罹难 请国主进 什么 王族全部罹难 我儿子们呢 我儿子们怎么样了 因陀罗墨目自欲裂地急问道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卢中文网 同名小说独家改编的 《大明开局随永乐北征》 作者 大卢狐 演播 咸鱼可以清蒸 木木 飞卢听书工作室 轻情制作 鬼禀国主 七位殿下 全部遇害 信使 磕磕巴巴地把话说完 赶紧低头伏地 等待狂风暴雨地降临 尹陀罗墨 尹陀罗墨 惨叫一声 眼前一黑 跌下马来 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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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将 不 布将 急忙 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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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水 灌水 没多一会儿 隐陀罗墨悠悠地睁开眼 醒来 我的七个儿子都 都 都没了吗 樱陀罗墨眼含热泪 稀奇地问道 回禀国主 王族南丁和七位殿下 全部遇害 国主 您千万要保重身体 您现在是王族内唯一的城南了 您千万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王族南丁有近两千人 怎么可能全都没了 叛军能有多少刺客 我不信 不可能 我不信 不可能 你们骗我 你们骗我 我要自己去看 我要亲眼看 樱陀罗墨疯疯癫地喃喃自语道 来人 传令全军加速衔进 加速行军 加速行军 樱陀罗墨歇斯底里地怒吼道 先罗都城 大城北门外 叛军大营 大老爷 暴君带的援军 据此已经不足五十里 您要早做打算 这么快 樱陀罗墨的军队 长翅膀了 翅后来报 千真万确 立刻派人 把消息通知其他三家 等樱陀罗墨那狗贼到了 我们会被加工 让他们把人都撤下来 退到佛林会合 我们要在佛林和狗贼决一死战 我要让佛祖唾弃他这个暴君 叛军仅剩的三万军队在佛林会合布置防御 决定输死一搏 一路急迟的樱陀罗墨带领王师追到佛林 怒火重烧的国王亲自带兵冲阵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厮杀 这样的场景在仙楼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以意待劳的叛军在初期占据了一定的优势 可这点优势在国主的亲自冲锋下 很快就失去了 叛军节节败退 残兵已不足一万人 眼看就要被全歼的时候 不知道从哪里射来的十几只利剑 洞穿了仙罗国主殷陀罗墨 国主 国主 国主中箭了 国主中箭了 快去叫巫医 快去叫巫医 主心谷仙罗国王殷陀罗墨中箭落马 王室军心大乱 兵无战心 我们完了 仙罗王族没人盯了 哈哈哈哈 暴君被佛诛了 暴君被佛诛了 哈哈 反击 全军反击 杀呀 杀呀 绝处逢生的叛军抓住机会疯狂反扑 军心溃散的国王军被杀得溃不成军 丢亏弃甲的四处逃窜 有不少绝望的国王军选择了丢掉兵器 跪地投降 杀红眼的叛军根本不管不顾 挥刀就砍 国王军的剑制被整个打散 人员伤亡难以估计 叛军仅剩的两个贵族首领 趁着士气阵望 举着国主殷陀罗墨的尸首 动摇了守城兵族的军心 顺势攻进了国都大城 殿下 陷罗国主殷陀罗墨已经阵亡了 陷罗王族和南丁和佛官们也都被叛军的刺客谋杀了 咱们是不是可以出兵评判了 庄德脸色通红 兴奋不已地问道 一个可以动员百万大军的强国 就这么轻易地被殿下给玩没了 殿下身具鬼神莫测之为能 免邦是这样 鲜罗也是这样 鲜罗的负数可是远超免邦 自此之后 大明朝再也不会缺粮食了 就像殿下所说的那样 有了这些大粮仓 大明的军队可以打到天边 现在还不是时候 等到叛军的首领清算完旧账 发泄完怒火 等到鲜罗人主动求救我们 才能动手 殿下 屠戮鲜罗王族的事情 可不是叛军做的 叛军进城后 朱瞻基白白手 打断了庄德担忧的话道 叛军的首领 现在就只剩两个了 其他的人都已经战末 死人天生就是背锅的 再说 叛军进城的第一件事 就是报仇 清算因托罗墨的亲信 这些人是没机会张嘴的 剩下的鲜罗大臣 有几个敢指责他们的 胜利者是不受任何指责的 我们大明也是一样 殿下声剧慧眼 动入观火 世间万事 莫不了然于心 属下拍马难及 只是 可万一 一线罗不找我大明求救 叛军的首领 岂不是要改朝换代 登基称王的 那咱们岂不是 鲜罗不会没有聪明人的 一定会有人向大明求救的 要是实在没有 咱们可以自己写一封求救信 无关紧要的 其他的 先等叛军 把他们国主的亲信 都清理干净再说 再说 那两个叛军首领 都四五十岁了 现在更是连个男丁都没留下 有谁会真心效忠他们 这是最后一哆嗦了 得把脸面擦干净了 殿下圣明 属下佩服 叛军开进都城了 报仇的时候到了 杀红眼的叛军士兵 已经顾不上什么军令军阀了 更何况 他们的大老爷 除了杀人的军令之外 也没下过其他的军令 在首领的刻意纵容下 叛军变成了暴军 都城内的大家族 当先被屠戮抢掠 金银珠宝被叛兵搜刮一空 整个都城 到处都是喊杀声和哭喊声 大户被决略完 暴兵们目光望向了普通人家 失去军纪约束的军队 是可怖的 这场杀戮和抢掠的大戏 一连持续了三天三夜 大成往日的繁华不再 沦为人间炼狱 两个叛军首领 不是不支兵的 他们纵容麾下 在国都内杀掠 就是为了发泄 就是为了报仇 因为国都 是樱陀罗墨的根基之地 把这里杀空了 他们才算是报了仇 当然 帮凶家族 他们也没打算放过 地方上的各个府里 还有很多 因陀罗墨的走狗家族 绝四之仇 不共戴天 那些走狗家族 也要殉葬 兄弟们 暴君服出了 可暴君的走狗帮凶们 还有家族在 我们抢到的财富 很快就会被他们 再抢回去 你们甘心吗 你们甘心 到手的财宝 再次被人夺走吗 不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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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我也不甘心 我们五十万大军 五十万袍泽弟兄 被暴君和他的帮凶走狗们 给害死了 这样的血海深仇 能这么算了吗 不能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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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我们连本带利地 还给他们 把他们都连根拔起 瓜分他们家族 十几代人积攒的财富 只要杀光他们 就再也没有人 能抢夺我们的财宝了 仙罗 以后就是我们说了算 出发 去送那些 罪恶的家族下地狱 报仇血恨 杀光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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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天 在大成杀略作乱的 可不仅仅是叛军 大成的参与守军 也参与了进来 然后他们就 自然而然地 投靠了叛军 人性的善与恶 清晰明白的 一目了然 现在的叛军队伍 接近两万人 仙罗全境的兵马 基本在大战前 就被他们双方 给抽掉完 也消耗完了 只剩下寥寥的 守城兵马 对付那点守城的兵马 和各地贵族的家丁 私兵 轻而易举 剩下的那点溃兵 估计也都跑回老家了 仙罗境内 已经没有力量 再来阻止他们了 肃攀 红统 沙拉五里三府 相继被叛军 屠戮劫掠于空 三府的百姓们 逃出来的大有人在 可那些贵族老爷们 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 谁让他们有钱呢 殿下 佛童府内的仙罗贵族 和寺院派人 去交纸不证使司 和三缅不证使司求救了 求我大明发兵 帮仙罗镇压叛乱 庄德说着 把情报递了过去 朱瞻基看完情报后 随手扔到了一边问道 叛军刮完几出地皮了 肃攀 红统 沙拉五里这三个地方 已经被叛军抢完了 参与的贵族势力 都有龙香卫和锦衣卫的 弟兄们补刀 清理的都很干净 庄德已经越来越适应 朱瞻基的路数了 跟在派军后头 清理贵族漏网之余的差事 安排得毫无压力 仙罗剩下的那些府 不会一点准备都没有吧 贵族的家底 可不是一场大战 就能败干净的 朱瞻基面无表情地问道 殿下圣明 剩下的十三个府 驻守丰主家族 大多把族兵和家丁们 聚到了一起 打算应对叛军 对他们本府的杀掠 兵力几百几千不等 最多的佛统加起来 也不到万人私兵 而且人心不齐 缺乏将领调度 号令不统一 根本挡不住叛军 佛统府的面积 是整个仙罗排倒数的 那么大点地方 居然能聚起来一万私兵 家底是真厚啊 怪不得这么着急求援呢 这些仙罗贵族 就是我们大明统治仙罗的 绊脚石 趁着这个机会 在叛军后边 把他们料理干净 剩下的那些 等我们评判的时候 再收拾 变下圣明 就像庄德预料的那样 佛统府的一万私兵 根本不是叛军的对手 这些法师们 鸡贼地把家产 全都抱到了佛堂 家被抄走了没关系 佛堂一般没人敢乱来 包括那些乱兵 然而 不知是哪位好心人 把佛堂藏有宝藏的消息 给捅了出去 然后 叛军的敬畏 就没有了 寺庙被清理得 比其他地方还要干净 再加上战后 还有锦衣卫和龙香卫 遗食补缺 所以 干净就对了 接下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 八针 春无礼 碧无礼 雷无礼 纳空烂玉 叉唇骚等 十二个原先 因陀罗末的铁杆斧 先后都被叛军光顾 贵族势力 清洁溜溜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飞卢中文网 同名小说 独家改编的 大明 开局随永乐北征 作者 大炉湖 演播 咸鱼可以清蒸 木木 飞卢听书工作室 清晴制作 殿下 皇上来信问您打算什么时候动手 皇上说 他被仙罗的球员使者 烦得难受 让您差不多得了 让您 小心 生儿子 没那什么 庄德 一脸便秘的表情 禀报道 朱瞻基文言 不自觉地翻了个白眼道 回信给老爷子说 咱们现在就动手 仙罗的使节 就让他老人家 狩猎料理了吧 反正 家都没了 就别让他回来 伤心难过了 无知是福 属下遵命 命令 大弩山的军队 开拔评判 卓锦衣卫 和龙香卫配合 重点 是叛军搜刮的金银珠宝 都得给老子捡干净 一文钱 都不许胜 属下遵命 命令他们 评判结束后 记得把那些 参与过叛乱的 仙罗贵族 封主家 全都超干净 叛军的工作 做得就很不错 让锦衣卫 提点提点弟兄们 跟着叛军好好学学 活要干仔细 不需要漏网之鱼 南丁运回内地 修路做苦役 女卷 女的就留给兄弟们 做赏赐吧 属下遵命 大仇得报的两位叛军首领 拉纳拉和威赛哥 都有点迷茫 他们一开始仅仅想着争取个世袭的特权而已 没想到发展成了一场举国之力的大战 在起兵之初 没人能想到这场大战会惨烈到这种程度 也没人打算过要把仗打到这种程度 甚至这场大战在打到中途的时候 他们还希望国主能接受他们的条件 通过谈判得到特权 然后收兵 要不是他们的后代都被暗杀了 他们也不会赌上一切的拼命 更不会纵容士兵屠城 将王族和国都一起埋葬 现在可该怎么办才好 仇是报了 可接下来该何去何从呢 难不成自己做国主 那仙罗就得一分为二了 卫塞哥兄弟 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才好 仙罗现在是咱们哥俩说了算 当然是把仙罗平分掉 咱们哥俩登基做国主 可是我没有儿子了 不用担心 回家后找个族内的侄子 过来寄到咱们名下就行了 咱们自己再加把劲 说不定还能生个亲儿子 继承王位呢 君拉纳拉文言眼神一亮 很是异动 好不容易得到的胜利 不能拱手送人 边界该怎么分 纳河 宾河 昭比耶河 刘豫包括旧都在内的16个府 是相对复数一些 分成一家 剩下东边的19个府是一家 你觉得怎么样 可以 我想要东边的 东边离家近 没问题 那我要西边的 咱们先休整几日 就准备立国的事吧 线罗的力量正是最虚弱的时候 咱们哥俩可得守望相助才是 别让外人赚了便宜 放心吧 老挝和真辣可没工夫搭理咱们 他们的大军都在边界和大明对峙呢 西边的缅人又刚刚亡国 被大明收服 更顾不上咱们 放心吧 稳当着呢 诸葛话音未落 从远处传来一声报贺 呆 里面的反贼听着 爷爷是大明天兵 奉命 剿灭而等叛逆 实相的赶紧气泄投降 跪地受复 否则 大军过道 斩尽杀绝 一个不留 君拉纳拉和威赛哥文言大惊失色 来人 来人 快去看看 这是怎么回事 包 大老爷 我们被明军包围了 什么 明军正忙着安定面帮呢 怎么还有兵力打我们先罗 明军有多少兵力 不下三万 还有大量的骑兵 快去找我们的相兵 快去 大老爷 我们没相兵了 大象走得太慢了 您就给舍下了 又是一声报贺传来 呆 老子 输三个数 若不弃蟹投降 力斩不赦 君拉纳拉和威赛哥急得向热锅上的蚂蚁 君拉纳拉 我们该怎么办 是硬拼一把 还是直接降了 跟大明这样的庞然大物作对 不管赢几次 到最后还是会输干净的 一定是有漏网之余去大明求救了 别让我知道是谁 咦 快想办法呀 快想办法 投降吧 投降了 说不定还有机会 求到册封 我们是叛臣 哪来的测风球 那你说怎么办 啊 投降 绝对不行 我们是叛臣 投降只有死路一条 硬拼 也不行 跑 冲出包围 跑得远远的 跑到北边的山里 或许能躲过一街 明君远道而来 必不会穷追不舍的 好 那就跑 等到大明撤军 咱们再出来 三 全军出击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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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到营门口 一阵箭雨 落在脚下 气泻投降免死 赋予顽抗杀绝 此时的明军包围圈 已经收到了营门口 君拉纳拉和威赛哥 一干人等 看着脚下的箭雨 还在物资颤抖不止 惊出阵阵冷汗 多迈出一步 就被射穿了 望着营外 阵行整齐 军危射人 严阵以待的明军 攻弩方队 叛军一方都艰难地 咽咽口水 这样的军容 他们是从未见过的 最后一面劝详 气泻投降免死 赋予顽抗杀绝 明军将领喊完话 把令旗高高扬起 似乎下一刻 就要下令万箭齐发了 叮铃 当郎 叛军中 有人被军危所射 下掉了手里的兵器 那人顺势跪了下来 心里安自庆幸 这么高大的一帮转换 一个打他们五个 跟玩似的 这仗根本打不赢 你做什么 把刀捡起来 老子劈了你 君拉那拉 火还没发完 只听扑的一声 就被利剑穿身 艰难地扭过头 看着再次张公搭剑的 名将说了句 好 剑法 眼 眼 眼熟 熟 前边已经有人打头投降了 有人带头 选择就好选了 叮里当郎 叮里当郎 兵器触地的响声 连成一片 另一位叛军首领 威赛哥健壮 知道大势已去 叛臣 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玄机 拔刀自问 至此 仙罗内战 双方领导层 全部毙命 叛军全体受负 叛军搜刮了国都 以及16个府的贵族 寺院 大户 乃至贫民 所积攒的海量金银珠宝玉石 全都落到了明军手中 明军的五个卫所指挥使 看着眼前珠宝堆积成山 面面相去 那就是 这得是有多少金银 这蛮衣小国居然如此富裕 还是给殿下送过去吧 这么多金银疙瘩 按着心里头 忒不踏实 咱们空的那点自动车 好像不够用 那就抓紧砍出造车 这地方数是真地多 运到河边顺流下 就到殿下那头了 抓紧时间 请点缴货 登机造车 弟兄们 想次都从这边出 可别瓦虎大意 可得堪严实了 中 妥了 抓紧搞弯 咱们得分兵扫荡了 锦衣卫的人说 那些没被刮过的十八个府里边 金银珠宝只多不少 鲜落没几个兵了 这可都是白捡的 明军五个卫所兵分东南西北 中 五路 在各地锦衣卫和龙香卫的引领下 对仙罗境内的反叛势力进行清算 清夜封诵府 八宝穆佛寺 阿弥陀佛 各位施主 少安勿躁 此乃 佛门清静之地 还请放下刀兵 再行礼佛之事 八宝穆佛寺大法师 双手合十一礼 满脸慈悲之意 你这贼徒 倒是会装模作样 佛门 要真日清静之地 你们怎么会为叛军提供商药粮草 明军百户 吃笑一声道 阿弥陀佛 施主 此言诧异 众生平等 老纳又如何忍心 让他们伤恶而亡 我佛 必不会怪罪的 大法师眼都不睁 淡然地说道 你佛怪不怪罪你 你说了可不算数 老兔驴 你阅祖带袍 可是对你佛不敬啊 阿弥陀佛 施主 闭嘴 既然你已经承认 为叛军提供过粮草商药 那你八宝木佛寺 就是犯了助叛之罪 来人 拿下 是 明军一拥而上 将八宝木佛寺内的僧众 全部拿下 放肆 放肆 此乃 佛门清静之地 尔等 何敢胡来 我八宝木佛寺的信众 必不会放股而等 必不会 放股而等 百户官白白手 手下会议地 把大法师拖到一边 堵上嘴 八宝木佛寺门口 已经聚集了 不少周边的百姓 明军进城后 只抓大户 对普通百姓 秋毫无犯 这让他们胆子大了起来 敢上街 看热闹了 看到明军 冲进寺院 捉拿大法师 人群一阵哗然 议论之声四起 百户官 从怀里掏出一封黄皮封纸 举在手上 朝人群扬了扬 奉 大名皇太孙令旨 先挪境内 一应反叛 从叛 助叛之贼众 全部锁拿下狱 听后发落 家产 超莫充公 贼众名下田地 均分于当地百姓 百户官的话 都还没说完 底下都炸锅了 作乱的可都是 丰主大老爷们 他们一个人的田 就比咱们加起来还多呢 这可要不得了了呀 佛祖 这得分多少田呢 百户官继续大声说道 自此之后 仙罗境内所有奴籍 全部废除 所有仙罗百姓 重新登记新户籍 重新划分土地 一体同仁 不偏不倚 人群 先是鸦雀无声 接着顶肺开来 这是真的吗 不用做奴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飞卢中文网 同名小说 独家改编的 《大明》 《开局随永乐北征》 作者 大卢狐 演播 咸鱼可以清蒸 木木 飞卢听书工作室 清情制作 当然是真的 你没听那个大明将军说吗 他是放了大明 黄太孙的职令 黄太孙是啥 和咱们显罗的 国主哪个大啊 黄太孙 就是大明朝的储君 是跟咱们这以前的 王太孙是一个意思 肯定比咱们国主大 一定会说话算话的 这么说 是真的了 咱们不用做奴了 咱们的孩子也不用做奴了 是 不用做奴了 万岁 万岁万岁啊 万岁 关系到切身利益的事情 一出现 就不会再有人在意 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了 拿到手里的 才是最实在的 再说 佛族普渡众生 一定不会怪罪的 二十八天内 清夜风送府 清迈清来府 难怕府 成义府 孔敬尊府 沙公纳公伯府 污问色菊府 等十八个叛变府 先后完成清算 各地大小贵族风主 官吏 寺院 僧官 僧众 全部被捉拿抄家 至此 仙罗境内的统治阶层 彻底垮台 偶有逃过一劫的幸存者 也只能选择接受 跌落尘埃的事实 仙罗国都 大城外的小村庄 朱瞻基一直在这里 发号施令 指挥全局 没挪地方 殿下 大城内的那些人 又来求见了 昌盛禀报道 兵 都被朱瞻基 派去 平叛了 他身边就留了一个龙香味的亲军千户 所以 大乱之后的仙罗都城 他还没工夫料理 只是象征性地表明了身份 派人送了些吃的进去慰问 叛军 纵兵屠城大略了三天 粮食被掏了干净 幸存者们 为了活下去 只有互相争抢 城内现在盗贼四起 幸存的王族公主和少数官吏 日日担惊受怕 生怕被强盗们群起 破门而入 抢走了他们的食物 仙罗王族宝库的下落 他们还是说不知道吗 朱瞻基出声问道 这都第六回了 或许他们也不知道 仙罗宝库在哪吧 这么重要的事 应该只有男丁知道才对 锦衣卫无意中听到一点 关于仙罗宝库的消息 所以朱瞻基才把这些人 晾了这么多天 打听宝库的消息 对一帮女眷用墙 太实体面了 找个理由挡回去吧 奴婢遵命 等会儿 跟他们说 让他们收拾戏软 过几天准备坐船去大明 呃 是 把人牵到大明去 看你们留着仙罗的宝库 有屁用 这样要是还不说 他们可能就真是不知道了 那就只能在大城内 一寸一寸地挖了 过了没一会儿 昌盛面带喜色的匆匆跑来 禀报道 殿下 斯蕊师范公主 说有要事 要当面跟您禀报 这个 撕什么的公主 知道仙罗王族宝库的下落 奴婢觉着差不离 这位公主 是仙罗王 因陀罗墨的嫡亲妹妹 而且 是她等别人走后 单独掉在后边 让奴婢通禀的 那就叫进来吧 奴婢遵命 简罗国公主 斯蕊师范拜见大名皇太孙殿下 声音带着点雌性 浮光盛学 眉目如画 竟是一个绝色利人 就是脸上的疲倦 让人看着有点心疼 公主免礼 来人 看座 带斯蕊师范 落座 猪章鸡开门见山地问道 不知公主 有什么要事 我知道 写罗宝库才拿 嗯 说吧 猪章鸡淡淡地点点头 斯蕊师范公主 说吧 这是打算白拿吗 客气一点都不会 我有条件 殿下答应我 我才能告知殿下 说到这里 公主脸色一红 更加娇艳 说说看 简罗王族 现在只剩女卷了 希望殿下能约束好事 并不要伤害我们 还有 还有希望殿下 您能 您能 没问题 我还没说完呢 你脸都红成这样了 还用说完吗 正好 本宫也干很久了 过来 润一润 殿下 慢一点 一日清晨 猪章鸡 在斯蕊师范的额上 点了一点 神清气爽地 走出卧房 不管是因为权力也好 还是其他的什么也好 总之是逃不出爷们的食指山了 张胜 去把庄德叫了 是 朱瞻基提笔写了几个大城内的寺院名称 拜金殿下 朱瞻基摆摆摆手 朝桌上一纸道 这些是仙楼王族的秘密宝库所在 你带野营兵去挖出来 顺便把城内清理干净 桌间饭科地抓起来 扔到山里去修路 还真有宝库 庄德惊呼一声 这可是本宫 为国献身才换来的 这还假得了 快去办吧 斯蕊师范 还敢骗炮不成 殿下为国操劳 实在是辛苦了 请殿下放心 属下一定把拆事办妥 庄德擦了擦头上的黑线 拿起纸张一看 涅槃太寺 六宝公佛寺 巫石寺 蒙空寺 居然全都是寺院 仙罗王族和那些和尚们 关系这么铁的吗 殿下 各地刮来的 呸 各地收缴的最后一批缴货已经到了 这是账策 请殿下过目 打开账策 直接翻到最后一页看总数 折银约合四千八百九十三万零六百七十三两 这是先罗整个国家的统治阶级所积攒的所有财富 金银珠宝 玉器古丸 粮食 商铺 宅底 矿产等等 除了田地之外的一切财富的总和 照老规矩办吧 黄金和精品珠宝 古董字画 全都装船运回去 商铺 矿产和一半的宅底画到惠民商行 剩下的宅底留着画到地方布正史丝名下 等河文军工发完赏钱 剩下的都是我的 缴货来的黄金 是要留给大明皇家银行做储备的 储备黄金才是王道 就算是到了数字货币时代 各国央行都必须有黄金储备 作用无可替代 刷脸付款的时代 黄金仍是最后的支付手段 充当世界货币的职能 黄金仍受到各国政府的严格管制 大明一旦开始大扩张 白银一定是会大幅贬值的 外边的银矿太多了 所以系统吞银子 诸战机不心疼 奴婢遵旨 对了 把这份文书抄五份 给其他五个布正史丝发过去 通知太中布正史可以进城了 是 先罗已经被诸战机分成了 太北、太南、太东、太西和太中 五个成宣布正史丝 每个布正史丝下辖七个府 从内地三缅布正史丝 交纸布正史丝调来的官吏和实习生们 正在紧锣密鼓地为大明的新民们上户籍 丈量土地、分田地、规划道路 顺便公审地方上残留的恶霸 抓获的叛军和各地的反叛封主家族 无论是守恶、从恶、还是族亲 一个都没杀 最难全都被发去了大怒山 开山修路去了 三缅布正史丝、五太布正史丝和云省布正史丝 连为一体 陆陆畅通 罪女则挑选精品 留着赏赐有功将士 其他的年轻女子发去教访司 不年轻地发到内庭的各个工坊劳作 威臣、太中布正史丝、徐恒拜见皇太孙殿下 免礼、徐大人此来所为何事? 徐恒 徐恒再一次起身行礼道 威臣受几位同僚所托来求殿下拿主意 听完徐恒所说难处 朱战机只觉五雷轰顶 五太布正史丝 治下的人口普查已经完成 这五个地方的单身娘们 让他们倍感头疼 就算把年纪大的先放到一边 仍然有三十多万士灵女 找不着对象 以五太目前的男女比例 和年龄结构情况来看 这帮人很可能要丹到死 要是在他们治下 有这么多绝、丹、官、寡之人存在 这就是他们执政生涯里 永远抹不掉的污点 不管有多大的功绩都不管用 就人伦不新 恩欲无道 怨气冲天 十二个字就能抹掉他们一生的功绩 这太不公平了 这是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年轻力壮的都打没了 剩下的是老的老 小的小 都没劲儿时 干着急也不顶用 五太就是缺男丁 而且以后会越来越缺 徐大人 这是在代表五太大帝的女子 跟本宫要男人 殿下要是这么说 也对 陈等也是为了我们五太 能尽快地繁衍生息 恢复生产 推行教化 你们没给户部发公文吗 微臣早就发过了 户部回复说 没有 大明境内的单身汉都被殿下消灭了 让我们自己想办法 不得已 微臣只能求到殿下这儿来了 徐恒倍感头疼地说道 这个月 内地有十个猥琐的军户 要牵过来 助手五太 这些光棍 要是愿意做小妾的话 应该能解决个十万个左右 朱瞻基估算道 那 还有二十万人 徐恒期待地问道 还能怎么办 只能从内地调人 直接上书情职 从大明内地 每个村 抽掉一两户人家过来 先紧着那些无地的农户 给他们分田分房子 分小妾 再免他们两年农税 先罗内战 死了不少人 空出来的房子多得是 移民拎包就能入住 方便得很 牵移卫索军户 囤肯朱住房 让名人在占领区 实行有效占领 落地生根 牵移内地百姓 是为了让大明的人口 占比例多一点 这样占领区的同化 能更快些 朱瞻基这边 热火朝天的时候 老窝那边 七伟和于成泰 也忙完了 老窝改指 交纸不正史丝 老窝不正史丝 与云省不正史丝 交纸不正史丝 太东 太北分部 正史丝的道路 也已经破土动工 现在 中南半岛路上 还剩真辣和满拉家两个 其中 真辣占据 大半湄公河 大平原 也是个粮食吃不完的地方 满拉家 占据 马六甲海峡的 东西方贸易枢纽 地理位置 十分重要 占据了这两个地方 才算是完成了 全部目标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卢中文网 同名小说 独家改编的 大明 开局随永乐北征 作者 大卢湖 演播 咸鱼可以清蒸 木木 飞卢听书工作室 倾情制作 两日后 故仙罗都城大城 被明军恢复了秩序 趁火打劫 为祸作乱的 全被抓了起来 丢去大弩山修路了 仙罗王族 藏在六家寺院的宝库 也都被取了出来 殿下 仙罗王族的宝藏 全是黄金 合计五百余万两 庄德的眼里不满血丝 不知道是累的 还是被黄金给炫的 五百多万两 就是二百五十多吨 按照大明现在的兑换比例算 五百万两黄金 可以兑换 接近五千万两白银 仙罗境内的金矿开采 全让王族垄断了 能攒下这些东山再起的家底 也不算玄幻 更何况 仙罗有一直在周边 收保护费的传统 那些寺庙的和尚们 就没说什么吗 有几个阻拦的 说这些黄金 都是他们的四产 不让属下碰 属下就把他们全都拿下了 正要请示殿下 那些人该怎么处置 大明 把那些秘密的宝库找出来 就说明大明知道黄金的真正归属 那些和尚们还敢说那些黄金是四产 这明显是见钱眼开 和信义无关 而且这么做 说明他们对大明没什么敬畏 仙罗的寺院派势力被叛军杀了一半 又被明军以助判为由 抓了一半发作苦力 现在仅剩的这点苗苗 居然还这么没眼力见 这帮和尚 已经被浇灌得有恃无恐了 把涉事寺庙 查封抄末 搜紧干净 其属僧众打散 分别发去大弩山和别处秀禄 别让他们扎堆 殿下圣命 属下早就想这么干了 庄得道 掌声 奴婢在 传命各地心腹之地的布正史司 辖区内的所有山门寺院 归于僧鲁斯道鲁斯一体管辖 地方官府监督 佛考道考僧众人数 四田多寡一律与大明相同 超出定额的四产全部交出 由地方官府登记造册流党 若有为辙 所属寺院全部查封 所属僧众发作苦意 另外 把大明搜缴过的各个寺院的账目 明细发给地方官府 让他们张贴告示 明示地方百姓 让所有的信众们都看看 他们慈眉善目的皮囊下 藏着一副怎样贪婪的嘴脸 奴婢遵命 昌盛领完命匆匆而去 这批黄金还是派人运回应天去 交给皇家银行接收保管 树下遵命 等会儿 锦衣卫的弟兄们修整得怎么样了 回禀殿下 弟兄们早就修整完了 这几天就让人要发霉了 殿下可是要探听满拉家和真辣的虚实了 那就好 真辣和满拉家的准备工作可以开始了 安排人吧 属下领命 真辣现在处于吴歌王朝统治时期 吴歌王朝为其鼎盛时期 国力强盛 文化发达 阶级森严明确 创造了举世文明的吴歌文明 国王是全国最高统治者 下设五大臣 孤洛之 高相平 托多灵 舍墨灵 冉多楼 大臣之下还设有若干臣辽 全国各城都有部帅治理 大臣 部帅 臣辽都由王亲 国戚重任 由此可见 真辣才是真正的家天下 吴歌法典明文规定 国王是土地的主人 国王的财产 包括王国全部地区的人民 水 土地 森林 和山脉 农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 要缴纳一定的食物地租和服劳役 以换取对土地的使用权 是不是又发现了很多的共同点 对于文明的划分标准 产生了一些独到的怀疑 和否定 扯回话题 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建筑 吴歌窟 就是吴歌王朝 国都 吴歌城的一部分 吴歌城前后 共建了四百年 直到十年前才完工 人口七十五万 有相对完善的城市规划 和完整的农业灌溉系统 吴歌城在完工的同时 也招视着吴歌王朝 国力开始大幅衰退 若是没有朱瞻机的插手 真辣和吴歌王朝将会于二十年后被先罗灭亡 吴歌国王奔哈亚特 丢下耗费四百年时间的人力物力 才建成的国都吴歌城 前往金边建立金边王朝 花了真辣人四百年才建成的吴歌城 就这样被丢弃在热带雨林里五百年 才被殖民者发现 真是让人心疼 很难想象 在热带森林里 一座完整的岩石建造的都城 是什么模样 真是让人眼红 满腊家处于中南半岛的最南端 马来半岛上 与现在的泰南不正史斯接壤 现任国王就是满腊家的开国君主 拜里米苏拉 自从正和下西洋开始 拜里米苏拉就一直在历经图治的 试图逐渐摆脱大明王朝的政治影响 因为大明在旧港和满腊家都城建有官场 所以大明水师有人常住 大明在当地的地位就是太上皇 而且还是个时不时就要说话的太上皇 现在满腊家立国也才十年不到 国立很一般 并为将寡 不足为惧 不过满腊家的王族是东南千岛地域 海域绿化的源头 这种颜色的侵略性和攻击性 都十分强劲 不得不防 几日后 朱瞻基最先得到了满腊家的情报 因为明朝海军在马六甲海峡的满腊家建立城站 仓库 以至作为经营西洋的中转站 要人有人 要兵有兵 现任的拜里米苏拉也是个外来户 杀了弹马西的土球长后 带人抢了一块地盘 靠着对先罗俯首称臣纳贡才换来了承认 得以立国 前年又靠着大明的册封 押服了国内的本土部族势力 王位才稳固下来开始力经图治 这个满腊家的开国之军还真是个投机高手 让锦衣卫配合龙香味 把满腊家的国主拜里米苏拉 梅加特伊斯干达沙 穆扎法尔沙这祖孙三代暗杀掉 嫁祸给当地土人 然后再把当地的土人首领也暗杀掉 嫁祸给王族 让他们先打着 等解决完真了 咱们再出面收拾残局 朱瞻基淡淡地命令道 满腊家城 夜 满腊家王宫 占地面积并不大 只有一栋圆顶的主楼 还算引人注目 拜里米苏拉 立国尚短 还没来得及大规模的兴建宫市 满腊家地土赤道 气候炎热 雨水丰沛 植物茂盛 王宫四周 十几步宽的地面都洒满了石灰 用来抑制植被的生长 以免为刺客提供遮挡 满腊家王宫外 郁郁郁郁郁郁的树丛里 突然 有几道黑影 一闪而逝 铜锣和木棒子敲击的声响乱成了一团 走水了 快来人 走水了 走水了 快来人呐 快来人呐 满腊家王听到外边的嘈杂声 来人 去看看外面出什么事了 不消片刻 侍从步履匆忙地跑来禀报 禀国主 是香料坊失火了 火势很大 浓烟滚滚 什么 香料坊失火 拜里米索拉大惊失色 是 快派人去救火 把城防军 王宫卫队全都调过去 香料坊要是烧没了 这两年就白干了 快去救火 快 拜里米索拉交集地命令着 就像他说的那样 香料是满腊家的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香料坊集中了全满腊家国的大半香料 香料坊要是烧没了 他就血本无归了 是 王宫的卫队大多被抽掉去救火 只留下少量的士兵在各关键路口站岗巡逻 阴影中 突然伸出一只手 把巡逻士兵嘴捂住 喀巴一声 巡逻士兵 被来人的另一只手扭断了脖子 身 另外两名巡逻兵 听到响动扭回头望 正要说话 黑影中 又伸出两只手捂住了他们嘴巴 喀巴喀巴两声脆响 三人巡逻小队团灭 黑影们把巡逻兵拖到角落里 换上了巡逻兵的衣服 把案发现场收拾停档后 堂而皇之地往皇宫主楼走去 三黑假扮的巡逻兵像模像样地围着主楼转了两圈 确认目标后分头行动 迅速来到各自目标的窗前 拿出一个逐致吹剑 对着目标 咻 一吹 击中目标后 再次拿出一个吹剑 咻地补了一发 然后把吹剑一丢 迅速地凑到一起 再次巡逻起来 伸手矫健灵活 整个过程一气呵成 三五个呼吸就搞定了 奉国主令 要我等去香料坊查探火星 及时来报 快开门 支押 守门士兵不宜有他 就把三名刺客放了出去 三名刺客走到宫门后 找了个僻静的角落 把衣服一换 扬长而去 刺客走后没多久 国王的近视就发现国王很不对劲 手上拿着两个签子 一动不动地趴在桌上 凑近一看 过往的脖子上 居然有两个圆孔 正在往外流黑血 这明显是中毒了 国王手上的签子 就是脆了毒的吹剑 来人呐 不好了 国王遇刺了 整个满拉家王宫 灯火通明起来 到处都是火把 王储梅加特伊斯甘达沙 和王长孙穆扎法尔沙的尸体 也被先后发现 刺客谋害的巡逻兵 以及被刺客丢弃的吹管都被找到了 这一定是麻取人做的 这些吹剑和毒药都是麻取人常用的 他们早就对我王兄不满了 我要杀光麻取人 为我王兄 王侄儿 王侄孙儿的报仇血恨 国主的弟弟看到国主祖孙三代都被害 脸上喜色一闪而逝 继而悲愤地怒吼道 不劳王叔大驾 我自会找出凶手 给父兄 侄儿报仇的 国主的次子出言说道 以前有大哥压着 他不敢想 现在父兄都没了 满拉家的王位 舍我 其谁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 开始打起疾风 满拉家的文武看得明白 这对王族殊职 要争王位了 有老成持重的官员建议 谁先给先王报了仇 谁就可以继承王位 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 这边刚宣布要给国主报仇 紧接着满拉家境内 几只马曲人的部族首领 先后被暗杀 使用的也是马曲人 常用的吹剑和剧毒 满拉家的内战 就这么自然而然地 打起来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飞卢中文网 同名小说 独家改编的 大名 开局随永乐北征 作者 大卢狐 演播 咸鱼可以清蒸 木木 飞卢听书工作室 倾情制作 很好 给他们几个 挤大功一次 满拉家的事情 可以先放一放 集中全部精力 往真辣渗透 真辣境内 各个阶层的矛盾 都要打探清楚备用 锦衣卫送来的第一波 关于真辣的情报 让朱瞻鸡有点麻爪 按照古代的标准来算的话 真辣没有一个 真正意义上的穷人 就算是没地的真辣人 也饿不着肚子 睡一天起来 一下网子打个鱼 吃完了接着睡 这太悠哉游哉了 怪不得真辣王室的统治地位那么稳 父系加母系的血脉加起来 统治这块地盘一千多年 就是因为真辣人 多穷都饿不死 随便打个鱼 就能填饱肚子 之前 让真辣百姓怨气最大的 就是蒸发劳役 修建 国都吴歌城 现在国都修完十年了 真辣大规模的蒸发 劳役也停了十年 真辣的国内矛盾得到了极大的缓和 这让朱瞻吉有点无从下嘴的感觉 硬打 肯定是打得过的 鲜罗都能把真辣灭了 更何况是明君 可鲜罗是抢完了就走 呆不住 大明是要吞并消化真辣的 真辣境内大片大片的热带森林 旧国都仍在一边几百年都没人发现 想想 那森林得大到什么程度 真辣人要是往森林里一藏 开始躲猫猫打游击 那就是扯肚子了 朱瞻吉的食指关节在桌子上不停地轻敲着 长盛 去给惠民商行在娇指 泰东和老挝的几个大掌柜传信 让他们多准备点玻璃神像 师婆教的和佛教的都要有 卖到真辣去 探探真辣的家底 能刮多少就刮多少 顺便多交交朋友 找找看有没有合适的合作伙伴 锦衣为在真辣的情报 惠民商行可以共享 去传命吧 奴婢遵命 昌盛走后 斯瑞师范端着一个托盘进门道 殿下 这是切身熬的酸辣虾汤 您尝尝好不好喝 可以 很鲜美 你手艺不错 殿下喜欢就好 切身有两个小妹 想请殿下见见 有你大吗 都说是妹妹了 当然是切身大嘛 混得不是年龄 差不多吧 接到朱瞻鸡命令的三位地方 惠民商行的大掌柜 加紧从国内调配了大量的玻璃制品 神像 香水香灶等奢侈品过来 根据旧禁原则 胶指的惠民商行对应的真辣的甘丹 茶椒 波罗缅三府 老挝的惠民商行对应帕塔夏 上丁 辣塔纳基里三府 太东的惠民商行对应 班牙缅吉 马德旺 菩萨三府 加国都吴歌城 真辣国都吴歌 距离太东 布正史丝不远 这也是末代国主 奔雅哈特 干脆迁都的原因所在 真辣西北 东北 正南 三个方向都涌进了明朝的商队 一路畅通无阻 虽然边境在跟明军对峙 可毕竟还没有流血 内庭旗下的惠民商行 愿意来真辣行商 说明边境的紧张局势 可以缓和一些了 这些日子 真辣的君臣 可以说是一日三经 真辣周边的邻国战城 鲜罗 老挝 都先后爆发了大规模的内乱 明军趁着战城的民乱 从交纸出兵吞并了战城 如此一来 明军就直接堵到他们真辣的家门口了 连河道的出海口都是明军 能不慌吗 接着 他们的大敌鲜罗人 爆发了全国性的大叛乱 这对真辣来说 本来是一件好事 鲜罗人自己打自己 打成了一锅粥 就顾不上 再出来打秋风了 他们的边境 也能安稳不少 可鲜罗大内战的时间 却出乎他们的预料 本想着 没有个三五年 是分不出胜负来的 没成想 才几个月 就完活了 大战的惨烈 也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双方的能战之兵 几乎被打光了 鲜罗王族南丁 也被屠戮一空 就在他们打算出兵 捡便宜的时候 边境的明军 逼近边境线了 得了 什么都别想了 先看好家再说吧 就在他们小心戒备 南面边境 明军的时候 明军直接把鲜罗 给全占了 还分了五个不正式司 鲜罗 这匹恶狼是没了 可来了个更凶的 北边的邻居老挝 也被明军占领 改成了老挝不正式司 胶纸 战城 老挝 鲜罗 四个邻居 全让明军给吞下去了 现在 真拉除了靠海的西南角外 陆地全被明军包围了 围的那叫一个岩石 换成谁 谁不慌 真拉国都 吴歌城 王宫 现任的吴歌国主 奔哈亚特 是个守城之君 嗯 可能连守城之君 都算不上 实际上 他的父亲 爷爷 和太爷爷 做得都不怎么好 真拉人和鲜罗人 打了六十多年 一直在吃败仗 鲜罗的边境 距离吴歌王城 也越来越近 不过 作为国主的奔哈亚特 消息是比别人 更全一些的 比如 他就知道 免邦 现在也被大明吞下去了 被分成了三个不正史司管辖 这个消息 也是他这么多天 寝食难安的原因所在 打开地图一看就知道 周边的国家全都没了 只剩他们一家了 明军 怎么会有那么好的运气 次次都能捡大便宜 捡了免邦 捡鲜罗 捡完了战城 捡老窝 天底下 哪有这么多的好事啊 我怎么就碰不着呢 我好像也碰着了 只是我不敢捡 明军 明显是早有预谋的 要不然 之前他们要出兵 鲜罗捡便宜的时候 明军 为什么要大军压境 很明显 明军是对鲜罗的情况 心知肚明 鲜罗这块肥肉 明军早就盯上了 自然不能让他们真辣 捡了便宜 那么 明军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预谋的呢 是跟我们真辣差不多 还是比我们还要早 比我们早的话 又早到了什么程度 是内乱前 还是内乱后 鲜罗打得那么惨 有没有明军 在后边推一波助澜 现在 明军打算怎么对付我们真辣 要把我们真辣 也吞并吗 明军 要是真打算动手的话 我该怎么办才好 列祖列宗 棒棒我吧 我太难了 我们可是连仙罗人都打不过 怎么跟明军打 奔雅哈特 焦急地在王宫内 一圈一圈地踱步 似乎这样 能价低一些 他心里的恐惧 父王 您别再自己吓自己了 仙罗 老窝 战城 都是因为自己国内爆发了大乱 才被明军白捡了便宜 咱们真辣可不一样 咱们真辣 现在是太平盛世 连摇曳都轻松得很 国人 全都安居乐业 出不了大乱 明军是捡不了便宜的 太子彭黑安亚特 急忙出言安抚 焦虑不安的国主道 明军要是硬攻的话 咱们可是有五万战相大军在 谁输谁赢 还不一定 战相大军 是他们真辣的最后凭借 就是因为 他们的战相大军 比仙罗人更多 他们才能和仙罗人 纠缠了这么多年 听到太子说到 五万战相大军 本哈亚特心神 稍微松了一松 可扭头一看地图 脸色又愁苦了起来 大明太强大了 五万战相大军 和仙罗纠缠没问题 可是和大明交手 就不够看了 大明的火气 可是咱们不能抵 父王 您不要自己吓自己了 明军出动的兵力 连十个卫所都不到 之所以都赢了 是因为赚了别人内乱的便宜 咱们国内 只要不乱 那点明军 是不敢攻打我们的 再说了 谁能想到 仙罗人自己打自己 也这么狠决 一个王族男丁 都没剩下 这样的便宜 换成谁都得占 咱们不是也想过 趁火打劫吗 再退一步讲 再有一跃 就是雨季了 明军的火气 可能就不能用了 您还担心什么 奔哈亚特文言眼神一亮 雨季一来就得半年 十个卫所的兵力 也就五六万而已 失去了犀利的火气 在一对一的情况下 他们的战相兵 绝对稳赢 雨季 才是真辣国 太子彭黑安亚特 不在乎明军 进攻的最大凭借 年轻气盛的 彭黑安亚特太子 甚至希望明军 能真的打过来 那样 他就可以凭借 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 让明军一败涂地 他可借此建立不适功勋 虽然两千年来 盘踞在北方的 那个庞然大物 一直在影响着这里 可他从来都不曾 真正的占据过这里 太子彭黑安亚特 从未想过 自己会输 真辣国主 找到了应对 最坏局势的办法 暗自松了一口气 现在咱们四周 都被大明给包围着 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边境要加强戒备 但是 千万不可挑衅姿势 惹急了大明 又从国内调兵过来 咱们就没有好日子过了 国主看到自己 儿子脸上的表情 有一些跃跃欲试 心里一慌 急忙出声警告道 父王 明军增兵 咱们也不怕 咱们这儿的气候 外人根本受不了 没等打仗 明军就得 减员三到五成 到时候 士气尽失 不足为惧 就算 明军选择干净进攻 我们最多 也只需要在林子里 躲五个月而已 预计一到 明军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 咱们这野林子 连当地人都能 迷在里边 更何况是外人 明军 能拿我们怎么样 本哈亚特 目瞪口呆地 看着兴奋难掩的敌长子 被他大胆的话 惊得正在原地 混账 我们都躲到林子里 真辣的百姓怎么办 我们的王城怎么办 我们历代先祖的灵秦 怎么办 明军是好舍的吗 惹急了 你跑得了 真辣的百姓们 跑得了吗 明军要是屠城怎么办 明军要是把王都焚烧一空怎么办 明军要是挖坟掘墓怎么办 明军大将张福 两征交纸 住过多少座金官 杀过多少交纸俘虏 验过多少交纸佑南 陈济阔 不是早就写信告知过你了 忘了 不知天高地厚的混账东西 彭黑安亚特 被自己老子的话 惊出了一身冷汗 真是昏了头了 居然把这么关键的一点给忘了 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庙 父王教训的是 儿臣知错了 看到太子诚心认错 国主放下心来 这可是他寄予厚望的儿子 天资要比他强很多 只是欠缺些历练魔力 你知错就好 以后万不可再犯 有这般鲁莽的想法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卢中文网 同名小说独家改编的 大明开局随永乐北征 大明朝内庭所辖的惠民商行 来咱们真辣了 你去探探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只是单纯的行商而已 还是有什么别的其他目的 记得小心行事 千万别得罪人 父王放心 儿臣知道轻重 得益于锦衣卫的帮助 惠民商行在真辣各地 都找好了铺面 招牌打出来 鞭炮一放 开也大吉 惠民商行的东西往门口摆 立马就让路人抬不开脚 把人照得一清二楚的神光镜 驱文神要花露水 还有让人芳香无比的贵人香 经营剔透的琉璃等等 你还等什么 还不赶快买回家 咱这存货可不多呀 先到先得 能不能便宜点 对不住您呢 咱们惠民商行的规矩是盖不还价 小的我说了不算 要不您再看看 太贵了 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 大家想必都听过 这些稀罕物 可都是我们永乐皇帝亲自定下的御用贡品 只有我们惠民商行有的卖 别的地儿都没有 造这些宝贝可比开矿都难几十倍 您还觉得这个价贵吗 银子 啊对不起 我们只收金子 银子和铜钱都太重了 我们运回去忒不方便 只收金子的这个主意 是猪粘机给惠民商行出的 中南半岛的金银对比可不一样 这一片金矿可不少 不仅缅邦不缺金矿 鲜罗 老挝真辣 胶纸 四国边界 连线周边 也有大片大片的矿脉 这里不缺金子 金银比对 就比大明 低两三成 现在的中南半岛 可是还没有被红毛鬼们截掠过 这地价都不知道积攒了多少年的黄金了 收银子和铜钱 刻就成傻缺了 再说了 让他们把黄金换成玻璃 还能给他们库房腾地方 省得隔三差五就得挖新地窖 多麻烦呢 黄金全清空了 换成玻璃 一个库就够了 至于会不会被抢 就更不用担心了 没看到门口都有真辣兵站岗了吗 资要敢动手抢 那好了 惠民商行就赚大了 不赚个十倍损失回来 这事可不算完 开业没几天 惠民商行就日进抖金 裁员滚滚 名胜就打出去了 和真辣的一杆高官显贵 官员亲卷 管家们都混了个脸熟 混熟了以后 惠民商行就开始挨个的发请柬了 来参加拍卖会吧 好东西大大地有 精品大大地有 绝品也大大地有 朋友 镜子喜欢吗 一人高的镜子 那肯定更喜欢了吧 来吧 来我们拍卖会就有 朋友 拜神吗 拜多了神 神自然会保佑你的 生官发财 死老婆都不在话下 佛祖们 菩萨们 罗汉们的真身琉璃像 一定适合你 来吧 我们拍卖会就有 还有成套呢 不同尺寸的好几套呢 总有一套能保佑你心想事成 嘿嘿 来吧朋友们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 既不可施 这施 不再来呀 之前说过的 真辣的官可都是王亲国戚 拍卖会来的这些人 就是这种出身 要么是真辣的王族 要么就是外戚 这帮人家里可是祖祖辈辈的都是官老爷 家里的银教金教钱教可是不知道攒了多少代人了 这帮土生土长的地主老财们看到天朝上国来的这些奇物 眼珠子当场就冲泄了 甭管你是什么二大爷三大爷还是什么这姑奶奶那姑奶奶的 谁来的不好使 今儿咱就靠金歌的说话 谁的金歌的多就归谁 就像人家大掌柜说的一样公平公正公开 听听听听 这话多大气呀 不愧是大地方出来的人 拍卖会开始的前两件拍品是半身镜和全身镜 这时候大家还都能搂住火 两件镜再加起来成交价21万两黄金 等到了琉璃尊佛像一出来 场面在诡异的平静过后瞬间燃爆 阿弥陀佛念完了 现在要动手开抢了 二等不再是我亲戚 二等都是我的对手 真辣的王亲国戚们脸红脖子粗地争强起来 琉璃世尊佛像是根据真人一比一 比利制造的坐像 晶莹剔透的神像 在阳光下反射出一层淡淡的霓虹光运 更显神异不凡 令人不禁心生膜拜之感 寒家节节攀升 一干信众争得面红耳赤 最终成交价110万两 当成套的琉璃尊佛像一揭幕 气氛燃到了顶峰 就差动手打起来了 大掌柜的怀疑 要不是在担心名人面前丢脸的话 这帮亲戚可能已经开打了 寒价越来越高 已经超出了多数人的承受能力了 可是还想要 怎么办呢 有的跟人借金子 有的干脆三五家 七八家 一二十家关系近地聚在一起合伙出嫁 先把佛像请回家 再大家一起建佛堂 建寺院供奉 就这样 在信仰的支撑下 拍价越来越高 殿下说的是真对呀 在这种佛教大行其道的地方 卖佛像比卖血卖命还要赚钱 三套尺寸大小不一的佛像 套装 拍完 拍卖会结束 总成交价 八百余万两黄金 真辣的统治阶层 买琉璃佛像 套的金子居然比猪粘机 刮整个仙罗所得还要多 怪不得真辣的周边邻国 不管是战城 胶纸 老挝还是仙罗 只要强大了 第一个就要对真辣动兵 你都富得流油了 不打你打谁 打你一家就能过个肥年 还用得着打别人吗 真辣的统治阶层 统治这片土地一千多年 来来回回的都是这些人 换来换去 也还是这些人 虽然中间有两次被仙罗人亡国 可没几年就又复国了 统治阶级还是他们这些人家 也难怪他们这么富有 一千多年的统治积累 可不是开玩笑的 收到惠民商行消息的撞击 心里却犯了嘀咕 仙罗 真辣 缅邦 以及缅邦北边 三大蛮族 是不少金矿的 缅邦和三大蛮族的战争 一直不断 那边攒不下家底 不奇怪 可仙罗没道理整个国家统治阶层的财富 都比不了真辣的一场拍卖会呀 仙罗在对真辣的战争 可是一直都在赢 都赢了五六十年了 没道理还这么穷 那如此说来 就是仙罗的疯主们 也有狡兔三窟的习惯了 长盛 奴婢在 给京中传信 调几个抄家的高手过来 锦衣卫的 刑部的 大理寺的督察院的都行 让他们把查封的大族宅邸和寺院 重新查一遍 看看有没有漏掉的宝库 让庄德找几个刑讯的好手 把俘虏来的那些叛利 封主挨个审问 把他们曾经营的地方 全都逼问出来 还有 那些寺院的法师和尚 也一块审问 庄德以前主管过诏狱 刑讯这方面 他是高手 告诉庄德 什么手段都能使 本宫 只要结果 只要金银 哦 对了 最后记得 让人把他们藏宝贝的地方 都记录下来 整理成册 缅邦那边的大宅子 也别放过 咱们都得重新 喝茶一遍 奴婢这就去传信 回来 呃 殿下 你过来 离近点 朱瞻基摆摆手 让昌盛凑后 低声叮嘱的 让内官 对几个陵墓 有研究的人过来 盗汉山的盗墓贼 也弄几个过来 这边人 后葬成风 亡陵里的宝贝 比国库多得多 图纸都是现成的 都得挂干净 咱们的人 从里边挑几个机灵的 跟着好好学 以后这样的活 可少不了 所得金银 留几份精明样品收藏 余者 全部重铸 其他的随葬品 清点完毕后 全部运送回京 此事 要保密 千万不能 让外人知晓 顺便 把这封密信 发给真辣的惠民商行 朱瞻基说着 递给昌盛一个 小拇指大的竹筒 奴婢遵命 昌盛一脸便秘地干活去了 皇爷说得没错 太孙是个皮修转世的 也可能是饕餐 朱瞻基给惠民商行的指示 很简单 就两条 第一 是要继续刮幻臣家的金子 把佛像的尺寸加大 从真人大小 放大成两人的三人的 乃至是十人的 第二条 是等寺院的大和尚们上门 可以按照他们的要求 私人定制 所需黄金 需要按照拍卖会的神像 平均单位重量计算 先交一半押金 总之 就是要使劲地 掏真辣的家底 当官的钱不够花了 自然是要想办法刮的 不管是刮真辣国库 还是刮民间的 最后都会变成刮民间的 寺院也一样 要想不被别人的新寺庙比下去 只能跟着更新换代 自己的底子不够了 就得找信众们集资化缘了 朱瞻基就是想看看 真辣民间的承受能力 到底有多强 不出朱瞻基所料 第二天一早 会民商行就被各大寺院的法师们 堵上门来了 真辣在这一片可是有佛国之称 单单吴戈城城内就有大小寺院六百多座 有道是同行是冤家 他们争的可都是同一门的香火 这帮法师找上门来 也确实是为了流离佛像 可是朱瞻基没想到的是 这帮臭不要脸的张嘴就要化缘白药 根本没想过掏钱买 金银乃厄赌物 你与佛不敬 既然如此不敬 那诸位就请回吧 我乃厄赌之人 也会对你佛不敬 来人呐 送客 与人方便 与己方便 抱歉 你方便了 我就不方便了 我会掉脑袋的 请回吧 行善积德 佛祖保佑 不必了 我积德德够了 不用劳诸位操心 再不走 诸位可就是恶客了 流离会克制佛性 招鬼引栽 你怕是不知道 我们大明大寺庙道观里供的 全是琉璃神像吧 再真了 你们说了算 嘿 你们这般秃驴 还真是胆大包天呐 曾经呢 也有几个像你们这么不怕死的 打过我们惠民商行的主意 不过呢 最后 他们裹点难盯 都被杀绝了 我惠民商行 乃是大明永乐皇帝的产业 二等 最好是掂量掂量 真了能不能拦得住 大明的五百万雄兵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卢中文网 同名小说独家改编的 大明开局随永乐北征 作者 大卢狐 演播 闲鱼可以清蒸 木木 飞卢听书工作室 倾情制作 都给老子滚出去 惠民商行 从伙计 到大掌柜 都是经过严格 专业的上岗培训的 毕竟 惠民商行 关系到老猪家的脸面 要是出现了 电大欺客的事 那老猪家 也会跟着一起挨骂 惠民商行的口碑 要是好了 老猪家的口碑 也会更好 所以 对于服务人员的 仪态 仪荣 谈吐等各方面要求的 都很严格 违反规定的惩罚 也很重 也因此 惠民商行的工作人员 反倒比普通的商家 更客气 对于偶尔碰到一些 尖酸刻薄 不好伺候的顾客 也都是一视同仁 绝对不会因为客人的牢骚 抱怨 挑刺 挑剔 就对人 发脾气 但是 对于那种想 以示压人 想要挑战惠民商行 规则底线的人 就另当别论了 对于那些欺上门的 朱瞻鸡做过明文规定 只要经内庭核实 证据确凿 发现一个 就弄死一家 绝不会让人 孤零零的就上路 一家人 要整整齐齐 朱瞻鸡之所以这么规定 主要是为了 打一棒子给个甜枣 把欺负人的惩罚 定得那么严苛 被人欺负了 也得着不着不 安抚人心才是 顺便防卫杜剑 惠民商行 可是天底下最硬的牌子 最大的后台 他们不欺负别人就很不错了 别人还敢欺上门 什么心怀鬼胎的人 看到牌匾上的内庭大印 都得把歪心思给收起来 赶跑到惠民商行 敲诈勒索 家里边怕是不想留个后了吧 这些臭不要脸的贼徒们 可把惠民商行的大掌柜 给气得不轻 当场就发飙了 甭管是张嘴的主谋 还是一旁鼓噪的 甚至是待在一边看热闹的 等着捡便宜的 全都一股脑的给轰了出去 紧接着就打发伙计 去扫厅领头几个贼徒的底细 回去就告这几个贼徒的状 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哼 大掌柜的气还没消下去 又有恶客临门了 大 大掌柜好 二位 这穿着看是公差 不知所来何事啊 一看官差 大掌柜笑意立马收了起来 淡淡地问道 回 回 回 大掌柜 贵 贵的话 我们是吴歌城来的税官 来此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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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来 收税的 惠民商行 昨夜拍卖八 八 八百万两 黄金 这位税官说到这儿 拿胳膊肘顶了同事一下 事宜轮到他说了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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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 一绿 英 英 抽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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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一 和英缴纳一 一 一 一百六十万两黄金的商税 税 或 或者爷爷爷 可可可可可拿佛佛像顶税金 两名吴歌王城的税官 说话的时候一边打着磕巴 一边不停地咽着口水 腿肚子都有点打颤 心里不停地骂道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摊上个这么要人命的差事 这惠民商行 可是大明内庭的产业 大明内庭是什么地方 那是大明涌了皇帝的家奴 我们两个倒霉蛋 就是被惠民商行的人给打死了 又有谁敢给我们做主 王太子 这不是把我们哥俩往火坑里推吗 万一这个大掌柜的 不给我们求饶的机会怎么办 死了 不是白死吗 哈哈 我敢给 你们两个敢拿吗 大掌柜哈哈大笑了几声后 恶狠狠地反问道 能被内庭委以重任 派出来开拓商路 还要配合明军行动的 地方商行长总之人 又岂会是个简单的角色 这两个松包蛋 一定是被人赶鸭子上架的 从这两人不中用的模样就能看出来 背后之人也没逼他们 非要拿到睡金不可 背后之人虽然是眼红了 可也不是没脑子的 今天这睡金要是给了 他就干脆地拿了 以后保准得次次都上门 不给也就不给了 他也不敢怎么着 不想死的话 就给老子滚远点 大掌柜的干脆撂了狠话 您 您得说个对付过去的理由 要不然我们哥俩 回去没法交交交 交交差 对对对对对对 您您您您您您您就行行好吧 大大大安大德 莫是难忘 莫是难忘 睡官哥俩文言脸一抽 笑得比哭得还难看 麻溜了诉苦讨饶起来 不愧是祖上传下来的官爵 还真是家学渊源呢 帮你们想理由可以 但是你们得告诉我 是谁让你们来的 这 这 放心 规矩我懂 我不会告诉别人 你们哥俩漏了底 但是你们要是不说 那就得把你们哥俩的人头 留下了 你们猜猜看 你们的国主 不为了两个上能挑衅的 替死鬼和大明开战吗 他有这个胆子吗 哥俩文言止不住打了个冷颤 先是互相对视了一眼 接着又扭头左右张望一圈 看到近处没人后 快步上前凑到大掌柜耳边 低声道 是王太子 大掌柜文言一愣后 轻笑道 怪不得办事这么混 原来是个没长大的厨啊 我们王太子已满二十岁 可不是 哥俩想着得维护一下王储的面子才行 再远的亲戚那也是亲戚 上过战场打过胜仗吗 大掌柜不懈地吃笑一声 那倒没有 我们国主不让王太子上场 战场都没上 不是个厨是什么 我们皇太子没上过战场 那你们 大明的皇太子 就上过战场啊 税官感觉 自己的国格受到了侮辱 不服气的反驳道 那是自然 我们大明的太子爷 可是成功守住过 五十万大军攻击的城市 五十万大军什么样 你们敢想吗 税官哥俩文言愣愣地摇了摇头 五十万大军就打一座城 五十万大军在俺们这都能灭国了 今天呢 就让你们这帮乡下人好好开开眼 都听好了 大掌柜来了兴致 要炫耀一番 我大明的第三代储君 也就是我大明朝的皇太孙殿下 去年在草原上一仗 就斩过二十万草原第一的 达达布京旗 委员直系达达布 足灭 税官哥俩听到二十万草原惊奇 足灭这两个关键词 瞬间冷汗连连 两股战战 大掌柜 看到税官哥俩胆战心惊的样子 越发得意地显摆道 我们皇太孙覆灭草原霸主 达达布的时候 麾下所率的将士护卫营 加锦衣卫亲卫军 加起来都不到一万人 回京的时候 顺道还不费一兵一族的 就把乌梁哈三部给逼降了 十万乌梁哈惊奇 三十万乌梁哈骑兵 气泄受负 两百多万乌梁哈三部的族人 跪地请降 一千多万头牛 羊 牲畜战马 和无尽的金银珠宝 全都成了皇太孙殿下的战利品 皇太孙他老人家 锁度之春秋 还没你们家储儿多呢 大掌柜笑成了咪咪眼儿 得意地滋溜着凉茶 两个睡官艰难地咽了咽口水 汗如雨下 瞪着眼睛愣了好久 脑子里一直在回忆大掌柜说的话 凉酒后 一个睡官悄悄地问另一个道 哥 锁度之春秋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我们王太子比大明皇太孙还多 我 听不懂这话意思 应该是咱们皇太子 不 不中用才对呀 你个憨恨 小点声闻 别 别让人听了笑话去 当歌的 低声的数了道 春秋 就是 年的意思 锁度之春秋 就是 就是活过多少年的意思 这意思就是咱们皇 王太子 岁数大 大明的皇太孙 岁数小 啊 是 是 是 这个意思 那咱们王 王太子 岂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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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不中用了 弟弟摸了摸脑门 说了一句大实话 你闭嘴 你怎么知道他 他说的是 是 是 是真的 他就不能吹牛吗 哥哥年长几岁 知道这世间 最重要的就是 政治正确 不是什么 真相 善恶 对错之类的 我吹牛 瞎了你们的狗眼 大掌柜 胡子一翘 再次发作 皇太孙殿下 可是他们的再生父母 皇太孙殿下的英明 绝对不容诋毁 哥俩 按道一声糟糕 说得太大声了 让人给听见了 这可麻烦了 他们还没给我出主意呢 这 这可如何是好啊 哥俩 出去随便找个大名人 打听打听 哪怕是贩夫走卒 哪怕是新规划的交纸人 你们去打听 看看老子 是不是吹牛 滚出去打听 滚 大掌柜 大掌柜 急是白脸的 就赶人 影响了 帮这俩人 出主意的事 也给抛到脑后了 哎 哎 别 别 别呀 睡睡 睡金的事 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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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俩被推得 一个亮强 慌慌张张的 问道 狗屁的睡金 你见过哪个皇帝 会给臣子交税的 找死不成 滚出去 大掌柜不假思索的 对了一句 一路哥俩 推到门口 什么意思 您说明白点 行吗 我们哥俩 知道错了 你们别 你们真辣 是藩属 你们国主 是藩臣 我们大明 是宗主 我们大明的皇帝 就是你们的皇帝 以臣邻君 大不敬 真是好大的勾胆 老子回京以后 一定要当面 向皇上告你们 真辣的状 滚出去 个打文言 眼神一亮 这理由好 他们可以交差了 不再挣扎 顺势被推出门外 两个熟忍 官场规则的官游子 走后 大掌柜的 喝了一会儿茶 还是不定心 心绪难平的 是可人 熟不可人也 一帮蛮夷 还给老子气首 越想就越窝火 老子要是这么算了 不给大明的爷们丢人吗 不就是给大明东家 涌了皇帝 他老人家脸上抹黑吗 这要是让一帮大明的 小老百姓 欺负了 他也就忍了 毕竟太祖爷都说了 不识字的小老百姓 就算邦君 都不论罪 何况是他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飞卢中文网 同名小说 独家改编的 大明 开局随永乐北征 作者 大卢狐 演播 咸鱼可以清蒸 木木 飞卢听书工作室 倾情制作 可是 一帮 翻帮的贼徒 毕臣们 给欺上门了 这就不能忍了 不能就这么算了 大掌柜案子思索道 太孙爷 让他们来打探 真辣的虚实 了解真辣各个阶层矛盾 分化真辣的朝堂局势 顺便 把真辣的黄金 掏干净 这意思明显是 来者不善 这善者不来 呸 太孙爷 这是打算 叫唬真辣蛮子来了 对 就是这样子弟 周边 全让大明给吞下去了 就剩一个真辣 卡在这儿 看着都难受 太个应人了 说不定黄太孙这会儿 正发愁 找不出出兵的理由呢 先把事情 一五一十地禀报给太孙 再说其他 大掌柜想罢 连忙 严莫辉豪 真辣王宫 王太子 彭黑阿亚特处 太子殿下 那会民商行的掌柜 不 不敢按照 我吴哥城的 商税 缴纳税金 他说 咱们 真辣是臣 大 阿明是君 没有君王给 给臣子交税的 对 太子殿下 那掌柜 还威胁我们要 回京告狱状 我等 实在无法 只能先回来复命了 我等 无能 请殿下责罚 税官兄弟 急忙 公身失礼 请罪的 无妨 彭黑阿亚特王储 白白手道 本太子 就是试一试而已 汇民商行给了 咱们就赚了 货给也没关系 本来也没指望 汇民商行能交税 要不然 也不会派你俩去了 税官兄弟 文言 蒙逼了 俺们哥俩 可是提着脑袋 干的这场差事 您跟俺们说 这事其实无所谓 玩人的嘛 殿下 您 这是何苦呢 汇民商行 是大明有了皇帝的产业 您 您捋这个胡须干嘛呀 是 这 不是 白 得罪人吗 您 到底图个啥子呀 其实这哥俩心里边 都想指着 彭黑安亚特的 鼻子骂娘的 这是喝了多少酒啊 醉成这样 竟想好事了 大明的便宜 那么好赚吗 万一 我是说万一 被大明皇帝 认为我们真辣 这是在挑衅怎么办 你这个犊子 就没想想后果呢 你们两个懦夫 懂个屁 我就是要这种 温和 不刺激的方式 告诉大明的永乐皇帝 我们真辣人 不是好欺负的 我们真辣人 可是有脾气的 惹毛了 是不好办的 就是要让明君 打消不切实际的妄想 实现边境的安定 一味的退缩忍让 只会让别人 越来越张狂 睡官兄弟 相顾无言 只有 心酸 泪流淌 你说的是挺有道理 但是你能不能动脑子 好好想一想 万一把大明给惹毛了 那才是真地不好办 人家惠民商行的大掌柜 说的没错 你就是个什么的规矩 都不懂得出 还是个傻厨 憨厨 愣厨 捆厨 朱瞻鸡 收到了惠民商行 从吴歌城传来的消息 大喜过望 咱还有这个运气 缺啥来啥 这要是打马掉 得把把都自摸了 贼徒和二代们 真不愧是最天然的队友 朱瞻鸡兴兴奋地 传住三位仙罗公主 原地转圈圈 殿下 你慢点 气声讨厌讨厌了 本宫要办公了 你们仨去寝殿斗地主吧 是殿下 气声告退 朱瞻鸡有些回味地 看着摇曳的背影 小时候提笔起草军令 传令 七尾于成泰所部 明日晨时 大军开赴真辣东部和北部边境 集结演兵 保持压迫态势 唯而不公 为谈判 创造条件 传令 太东武卫 明日晨时 随本宫开赴真辣东北边境演兵 压迫真辣国都吴歌城 传令 龙香卫 分散潜入真辣各大府城 会和锦衣卫待命 传令 真辣的锦衣卫密探们 做好渔轮引导 要让真辣的百姓 始终相信我们明军 是站在正义一方的 几只传信鹰 呼啷啷 飞复各自的目的地 主战机再次提笔刷刷血血 递给昌盛道 明天你跑一趟 吴歌城 去问罪 这是条件 让他们自己选 给他们时间时间准备 超过限期一天 条件就翻一番 15天内还凑不起 本宫就亲自带兵 灭他的国 让真辣的锦衣卫配合你 把脏水 全泼到真辣太子 和贼徒身上 殿下 他们要是不给呢 昌盛发问道 那还用说 不给 直接开打 朱瞻奇 干净利索地回道 咱们惠民商行的人 已经露脸了 用不用先把人招回来 不用 这仗 大概率还打不起来 万一 警告他们 要是敢对 非战斗人员动手 破城之日 诛他们九族 说话硬气一点 狠绝一点都没关系 你代表的是大明 他们有气 也只能忍着 朱瞻奇叮嘱道 强国要有个强国的样子 弱国无外交 可是世界真理 奴婢遵命 战备物资 早就准备好了 在开打前 往前稍微一挪 就不耽误事 一日清晨 于成泰所率的三个卫所 七围所率的七个卫所 朱瞻奇的五个卫所 分别冰陵 真辣北部 东南部 西部边境 真辣边境守军 只觉得一片风声鹤唳 山雨欲来之势 心 慌得厉害 西边的真辣守军 看到昌盛 打着使节一仗 越过边界 才放下心来 大明派使者来了 那就说明有的谈 不会立马打起来 有的谈 就有机会不打 无非是条件苛刻点 只要不打仗 就好呀 让他们对付 仙罗军兵还成 对付这些体格明显 大一号的明军 他们打眼一瞧 就犯触 昌盛一行 五六十人 来到真辣守官前 都还没通禀 关门就直接大开了 首将也准备好了 随行的护卫 沿途 护送大明使者 长城一行人 一路的传播扩散 再加上锦衣卫的推波助澜 消息扩散的速度越来越快 消息扩散的面积也越来越大 那些法师是怎么想的 怎么还敢威胁到 大明皇家的商行头上去 这不是摆明了要找打吗 王太子怎么也这么 没有眼力见呢 咱们真挖什么时候 收过当官的谁啊 真会给自己找不自在 这不是乱弹琴了吗 没直接开打 算是给足了面子了 明军打交纸的时候 几十万几十万的斩杀呢 你们倒是痛快了 可是把咱们这些五股百姓 全给连累了 大战一起谁能躲得了 明知道打不过 还敢找茬 一帮不敢认识的臭狗屎 呵 推 了解了大明使者来意的守将 急忙派人抄小路 前往都城报信 好让国主有个准备 心理不住的谩骂着 就因为这么点狗屁倒灶的事 就引得大明大军压境 真是蠢到家了 吴歌城王宫 贵使此来辛苦了 本王已经备下薄酒 为贵使接风洗尘 接风就不必了 咱家此来是奉了大明 储君皇太孙殿下的令旨来真辣问罪的 国主想必也该是知道始末了 就不用揣着明白装糊涂了 敢骑在我们大明脖子上拉屎拉尿的 你们真辣 现在是唯一一个还健在的 其他的那些找死的都真死了 真辣 可千万不要自悟 免得到时候生灵涂炭 人畜无存了 可别怪咱家没提醒 寒暄了没几句 昌盛就直奔主题 严格按照朱瞻机的指示 张嘴就开对 就是要硬 就是要刚 真辣国主文言 心里立马就是一苦 那些寺庙的大法师都是极具人妄的 真辣的佛门势力太大了 他是想动都动不了 再说了 谁能想到一帮得到高僧 能干出这种敲诈勒索的事情来 简直是华天下之大忌 丢人现眼 至于他的儿子 他舍不得处置 这可是他最优秀的儿子了 是真辣国未来的希望 明军三路大军 已经进驻到边境线了 明显是打算谈不拢 直接开打了 这更不是闹着玩的 佛祖啊 我该怎么办才好 有真辣的官员 看出国主的为难 急忙出身解围道 会是得饶人处且饶人 再说大门也没受到什么 闭嘴 昌盛抱贺一声 没你插话的份儿 毫不客气 嚣张之语一出口 真辣的文武们 进阶哗然 这可是在我们真辣 我们真辣的官员 居然不能说话了吗 岂有此理 明石 欺人太善 哼 真以为我们真辣 好欺不成 打就打 谁怕谁啊 明石无礼 昌盛看了一眼 欺身上前的几位 真辣武将 笑眯眯地问道 怎么着 你们这是 想跟咱家练练 几位武将看昌盛的表情 还以为这明石怂了 当即成盛追击道 哈哈 既然明石有这个兴致 我等自然是要奉陪的 说完 再次向前一迈 来到昌盛身前 颇有挑衅之意 那就得罪了 昌盛话音未落 闪电助手啪啪啪 三巴掌 直接将三名真辣武将 抡翻在地 晕了过去 电光火时间 三巴掌 删晕了三名真辣武将 王宫大殿内 瞬间变得鸦雀无声起来 紧接愕然地 看着云淡风轻的昌盛 连愁到掉头发的 真辣国主都愣了神 这个太监 这么勇 尔等最好搞清楚 大明之于尔等 意味着什么 尔等也要搞清楚 咱家此来 不是来和尔等商议的 咱家是来问罪的 就凭你们真辣的 这点战力 咱家手底下的这五十号护卫 就能在这吴歌城 杀个七进七出 哼 不自量力 五十号护卫 就能在我真辣国 杀个七进七出 好大的口气 不服气的真辣文武 不自禁地低头 一看晕过去 还没醒来的三元真辣大将 识趣的没在多嘴鼓噪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卢中文网 同名小说 独家改编的 大明 开局随永乐北征 作者 大卢狐 演播 咸鱼可以清蒸 木木 飞卢听书工作室 倾情制作 真辣国主招呼人 把晕过去的三名将军 抬了下去 贵使 且慢动怒 军中网汉不识礼数 请贵使勿怪 真辣国主 尴尬的失礼道 这三个被抽晕的 是他们真辣的大将 是他的左膀右臂 也是带领真辣军队 抵御 鲜罗蚕食的乙仗 数得这么干脆 实在是太丢人了 连面都丢尽了 无妨 咱家喜欢和军人打交道 去年 我大明北征的时候 咱家曾追随皇太孙殿下 亲上战场 亲获达达克汗本雅施礼 极其不重 俘虏达达丞相马尔哈赞部 歼灭达达太师阿鲁台部 咱家也是大明诛灭草原霸主 达达部的功臣 三战全胜 咱家亲斩三百首级陆功 昌盛每多说一句 大殿内的气氛就压抑一分 大明的战绩 早就随着红卢寺的使者 传遍列国了 大明连北边唯一的素食大敌 达达部都灭了 周边小国形势 越发的谨小慎微 胆战心惊 生怕一个不小心 就引火上身 所以说 咱家也算半个航母中人 快一年没上战场了 咱家可是手养的厉害 手养的厉害 不就是盼着打仗吗 这般的咄咄逼人 有别名时往日的做派大相径庭 让人 让人 好不习惯 想不到贵使还有这等神威 真是令本王赞叹 赞叹哪 国主 还是别绕班子了 黄太孙殿下已经亲自领兵到了太东边境 距离吴歌城 我想也就一两日的路程 若是真辣国不能给大明一个满意的答复 那就只能兵戎相见了 等到大明动兵自己讨回公道的时候 那大明所要的就不仅仅是公道而已了 望国主不要自悟 真辣君臣文言后呆若目击 大明储君亲自领兵 整个真辣国土之大 也大不了大明两省之地大 有这个必要吗 你们这永乐皇帝咋不亲征呢 这般看得起真辣真的好吗 大明的这份重视 不是我们真辣国想要的 既然殿下已到边境 不如本王亲自去殿下面前 当面请罪可好 真辣国主盘算着 大明的皇家人一向是很好说话的 只要给足了面子 足够的公顺就不会为难人 不必了 太孙殿下此行来 是来处理先罗之事的 忙得很 敢巧了 碰上你们这档的事 又给耽搁了 来的时候 太孙殿下交代咱家 要从速处置 谈就快点谈 打就快点打 真辣丁的点地方 不用一跃就能灭国 别娘们唧唧地 啰嗦起来没完 昌盛毫不客气地说道 好大的口气 一个月就想灭亡我真辣国 有本事 你灭一个试试看 这时候还放嘴炮不输阵的 就只有真辣的将军了 不管他们心里是不是真有把握挡住明军的进攻 都得站出来撑场子才行 要是连武将都怂了 那就真的任人狮子大开口了 好啊 既然如此 那杂家就回去肇实禀报了 战场上见吧 告辞 昌盛轻笑一声 扭头就走 真辣国主急忙拦住道 贵石 贵石且慢 军中粗汉 历来都是少失礼数的 本完回头 一定从严管教 贵石 切勿见怪 切勿见怪呀 赶快退下 真辣国主朝几位放嘴炮的将领 赫耻道 后者哼了一声 退回班内 我们殿下可是个急脾气 咱们俩的时间可都不多了 国主 您还是抓点紧 说点实在的吧 此事 确实是我真辣有错在先 冒犯了大明 冒犯了皇室 不知殿下打算如何处置 才可消气 事到如今 真辣国主也不得不硬着头皮问了 招货的两方人 一方他不好收拾 另一方他不想收拾 难哪 简单 把冒犯大明的贼徒 以及所属四众之手机 交出来即可 当然 也包括贵国太子的手机 如此 真辣方可惜刀兵之祸 话音一落 大殿内先是响起一阵 倒吸凉气的声响 紧接着嘈杂之声 鼎沸开来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大明的条件如此苛刻 岂有此理 黄太子乃是我真辣国王储 曾可献上手机 我真辣国上下都读信佛教 杀戮僧众 岂不是要逼着我真辣的百姓吗 国主 千千万万不可答应啊 不可答应 明人欺人太善 臣能反对 反对 真辣国主文言 身子一阵摇晃 险些坐倒 强撑着白白手 平息了大殿内文物的嘈杂声 贵使 不觉欺人太善了吗 我大明皇太孙殿下说了 任何人做错了事都要付出代价 此乃天道至公 可 藤黑阿亚特 是我真辣国的太子 是真辣未来的国主 我大明皇太孙殿下还说了 圣人云获罪于天 无可倒也 这个道理 真辣的国主应该懂的 为王者要知道如何权腾利弊 屈极避凶 只有该死之人死了 才能保全真辣更多的无辜生灵 五国城中 有大半百姓都是佛门信徒 要本王屠鲁僧众 岂不是要闹出民乱来 真辣太子是本王亲子 是诸子中最优秀的 本王 此不叫父之过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啊 你才是真辣的国主 居然奈何不了 几座寺庙的和尚 任由他们敲诈良善 你们真辣是不是没有王法了呀 你们真辣要是没有王法 咱家可以把大名律借给你们真辣用一用 要是还治不了那般贼徒太祖爷的鸿武大告 也可以借给你们一本 供你们真辣国学习借鉴 还不行的话 那我们大名也可以出兵 帮你们真辣剿灭这帮不服亡命的贼子 让国主您可以成为真正的真辣国主 国主以为如何呀 昌盛一番讽刺挖苦的话 让真辣国主感觉自己脸上发烫 羞造不已 贵使说笑了 真辣自是有律力的 只是敲诈勒索之罪 并不偿命 仅罚钱 劳逸 作为惩戒 哦 那不知真辣的欺君之罪又该如何处置呢 呃 这这欺君自然是要足诛的 可 不等真辣国主把话调回头来 昌盛直接打断道 嗯 对 我们大名律也是这样规定的 那就请国主以欺君之罪处置了那般贼徒吧 至于贵国王太子彭黑安亚特 因其为王族 足诸就不必了 斩首即可 国主 要是再推三祖四的 可就有包庇之险了 莫非国主 是欺我大名刀兵不利乎 真辣国主的汗 一下子就躺下来了 遭了个高 一时不察把自己给套进来 惠民商行的大东家 是大名永乐皇帝 敲诈勒索惠民商行 可不就是欺君了吗 这这这有道是不知者不罪 还请从轻发落财 他们眼都瞎了 牌匿上那么大的字 那么大的印都看不见吗 昌盛毫不客气地开队 国主要是实在觉得为难 我们大名可以代劳 只派两个卫所 进来拿完犯人就走 国主放心 明君绝不久留 昌盛一副敞粮的作派 国主 此时万万不可 绝不能让明君进国都来 更何况 捉拿下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法师 哪用得了一万枪兵 真辣刺官 高相平 急忙出班反对道 高相平大人 所言有理 到时候 只怕是请神容易送神难 明君 要是纠战雀巢 我等也是无可奈何呀 真辣国首官 孤洛之 出言赋一道 真是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 才一万兵力 也值得大惊小怪的 要你们自己处置 你们处置不了 大名帮你们处置 你们又不让 怎么着 打算赖账啊 既然如此 那咱就甭废话了 等得开战吧 告辞 昌盛抱拳告辞 转身 大步迈开 往外走 贵使留步 贵使留步啊 真辣国主 快步上前 拦住昌盛去路道 大战一起 孔真辣一国 将生灵涂炭 上天 有好生之德 有好生之德 请贵使 暂息雷霆之怒 暂息 雷霆之怒啊 昌盛背着手 昂头 不言不语地 眯着眼 等真辣国主的 干货 真辣佛门 根深蒂固 势力庞大 单单吴歌城内的寺庙 就有僧众五万多人 更别提 还有更加庞大的狂热信徒 少有不慎 真辣就会闹出大乱子来 犬子 虽少不更事 可本性不坏 子晓就村回异常 日后严加教导 足可保真辣一国之太平 王中诸子 已无这般优秀的子嗣了 还请大明 看在真辣国一向公顺的份上 法外施恩 留弃性命 以保真辣后世之福 小王任打任罚 绝无怨言 真辣国主弯腰行礼 以依到地 真辣文武 也跟着一起行礼 昌盛咒媒 沉吟片刻后为难地说道 皇太孙殿下 倒是有过交代 可以罚金抵命 不过 不过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飞卢中文网同名小说 独家改编的 大明 开局随永乐北征 作者 大卢狐 演播 咸鱼可以清蒸 木木 飞卢听书工作室 轻轻轻轻轻 真辣国君臣 听到可以罚金作敌 巨都惊喜地抬起头来 注视着昌盛 一听 不过二字 心 又跟着提了起来 贵使 不妨名言 殿下说七君大不敬之罪 巨都是大明律名文所载 要捉灭九族的不赦之罪 只因国独身系 真辣一国之设计 真辣万民之福祉 才愿法外施恩 只诸守恶彭黑阿亚特 不累及国主 及其九族之亲 倘若国主非要保全 贵国王太子之性命 为两国邦交稳定计 也可罚金作敌 然而罚金之术 要按照其九族之术计 若是贵国王太子 可以罚金作敌 那贼秃的徒子徒孙 也要一体罚金 才可显大明处世之公平公正 然大明之威严 不容侵犯 否则四海列国 人心不服 后患无穷 罚金术 当以百倍计之 以之不告还宇列国 震慑不沉 说到关键处 昌盛再次一脸为难地 停下了话头 真辣君臣文言 心里腾得一哆嗦 虽然还不知道 罚金具体数量是多少 可单单一个按照 诸九族算 还要翻一百倍 就知道一定是一个 庞大的数字 这是要狮子大开口了 虽然心疼无比 可真辣君臣心里 都尝出了一口气 他们最担心的事情 看来是不会发生了 这么好的开战借口 明君都愿意放掉 这说明明君是真的无意 与真辣开战 之前是他们起人忧天了 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贵使淡讲无方 国主干着嗓子问道 昌盛从口袋里抽出一页 盖着印戳的纸张 无奈地叹了口气后 规劝道 哎 这个数你们是凑不出来的 咱家还觉着直接开打得好 万一你们打赢了呢 对不对 万一打赢了 说不定你们还能抢点国土呢 仙罗 老窝 战成 不都在你们真辣国的家门口吗 多好的机会 千万别错过了 有这么做使者的吗 居然劝着别人和他们本国开战 听了昌盛的规劝之言 真辣一方反而更加坚定了想法 绝对不能开战 这个死太监坏得很 他这是盼着打仗呢 想仗着自己绝强的勇力 再立军功 他想爬得更高 死太监想拿我们真辣士兵的人头 给他换个更大的官帽子 大战一起 必将生灵涂炭 真辣举国上下都将陷入战火 百姓们也都流离失所 食不果腹 上天有好生之德 还是不要打仗的好 贵使还请把皇太孙殿下的条件说出来 本王稍后会修一封国书 烦请贵使带给殿下 昌盛心思透亮 这是老小子警告他莫要再作妖 不然他会写国书给殿下告他的黑状 昌盛不满地冷哼一声 把纸张张开扫了一遍厚道 贼图首领之首级一颗都不许少 愚者罚金作底 如下 黄金八百万两 精粮五百万弹 成年战相一万头 精品干香料三百大船 大船要按我们大明的宝船计算 十日内把罚金缴清 超过期限一日加发一倍 十五日内还未缴清的话 就不用缴了 殿下会亲率大军前来 灭尔等之宗庙设计 无谓掩之不欲 昌盛怒气冲冲的 把纸一盒扔给真辣国主 哼 条件都开完了 要么把全部案犯的首级都交出来 要么就把罚金都缴清了 期限一到见不到东西 那就别怪我大明心狠手辣了 昌盛条件开完 众人进阶哗然 想过大明会狮子大开口 可没想到这口会开得这么大 五百万弹粮食 足可供给十万大军 敞开了肚皮 吃三四年的 五百万弹精粮 真啦 去哪儿弄来五百万弹精粮啊 为时 就算是五百万弹 普通粮食也不好凑啊 为时啊 这罚金也太多了些 这 这是要把我们真辣国库都掏空了呀 我真辣一国总共才多少成年战相 张嘴就要一万头 我们的相兵怎么办 不如这样 给两万小相怎么样 养几年而已 不耽误大用的 昌盛听了几句 暗自纳闷 这帮人反对的力度不咋地呀 真辣的底子这么厚的吗 昌盛深深的怀疑 殿下的条件是不是开少了 这可不适合尔等商量 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觉得多 你们也可以不给呀 本时早就跟你们说过了 还是开打更划算些 只要开打 你们就有一半的机会可以获胜 到时候不仅不用缴纳罚金 还能开疆拓图名流史册 多好的事 缴了罚金 你们可就没机会赚回来了 这是赔本的买卖呀 忒不划算了 真辣君臣文言 再次面面相去 又来了 老子信了你的邪 你这个死太监 是非要把两国的战火引起来 才满意吧 哎 贵使 切莫如此 真辣小国寡民 怎敢与大明天兵相抗 再说 这本就是我真辣错犯在先 又怎敢一错再错 真辣国主打断了昌盛叠叠不休的古国言论 昌盛脸色历时一冷 只是罚金的数额太过庞大 十日之内怕是难以凑齐 贵使 能否宽限些十日 咱家之前早就说过了 此事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别以为咱家不知道 而等心里在想什么 再有一个多月就到雨季了 到时候大雨倾盆 大军无法行军 你们就安全了 哼 想得美 半月之内不出结果 大明马上就发兵 敢在雨季到来之前 结束战斗 真辣国主文言心里咯噔一声 居然连真辣的雨季要到了都知道了 这个死太监是个织兵似的 贵使 说笑了 本王绝无此意 再说 雨季总会过去的 不足以以为屏障 实在是调配粮食所需十日 昌盛伸手打断道 那是你们真辣国的事 与本使无关 本使话已带到 告辞了 哼 昌盛一甩袖袍 气冲冲地往外走 真辣君臣急忙相送 走出大殿门 走出大殿门口的昌盛 抬脚就朝着一座石像雕塑踹去 发泄心中不满 一人高的石头大象被昌盛一脚踹到 滑出去有五六不远 直到撞在石柱上才停下来 懦夫 昌盛扭头对着真辣君臣 恨恨地骂了一句 带着人气冲冲地扬肠而去 真辣君臣目瞪口呆地 看着躺在地上的石像 艰难地咽咽口水 尤其是几个打算 呵斥名斥无礼的真辣将军 更是冒了一身白毛汗 这石像得有一两千斤重 这得多大的劲儿 才能踹成这样 这一脚要是踹到人身上 直接就就就网生极乐了 国主要是把明朝人要的东西背齐 我们真辣的家底可就空了呀 再说要聚齐五百万弹的粮食 十日怎么可能够用 就算是聚齐了也运不完呢 连应急的粮食都没了 万一明君出尔反尔了 该如何是好 哎 人为盗族 我为鱼肉 还有别的办法吗 为什么不能有 真辣国主被吵得烦门不已 好了 都不要吵了 若是的 可不是只有太子一人 凭什么 罚金都要从国库出 战相我们全出了 其他的罚金 国库和佛门各出一半 顾罗之 你亲自带兵跑一趟 把为首的那些灾星脑袋都砍下来炮制好 派兵盯着他们 让那些寺庙八日内把罚金全部搅清 搅不清的寺庙全部查封 国主 这 这恐怕会 会出乱子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这个那个的 出乱子也比灭国强 把事情的前后因果整理好 布告全体臣民 让百姓都好好看看他们的嘴脸 再敢作妖就砍了他们 砍了他们 是 臣尊命 传令兵军加强戒备 谨防明军翻脸 切记 不可寻衅滋事 万事以忍为先 是 臣尊命 现在 是我真辣国从未有过的生死关头 谁要再敢偷奸耍花 中饱私囊 已经发现 斩首抄家 举家割出足籍 子孙不再使王族供奉 自生自灭去 王族和外戚 凭借身份世世代代 垄断着真辣的官位 只要有足籍在 后人总有出头的机会 一旦被隔除了足籍将自生自灭 就代表着他们本人及其后人将永远地脱离真辣的统治阶层 全家都会从云端跌落到泥土里 这个代价太大了 这比砍头更让他们恐惧 真辣所有文武官员都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 来应对朱瞻基画下的十日期限 真辣国主把大事都安排完 遣退众人后 就去找自己家的败家子算账去了 真辣王太子 彭黑阿亚特寝宫 疼 父王 儿臣知错了 知错了 儿臣不敢了 不敢了 父王 父王饶命 饶命啊 真辣国主进门后 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顿鞭子招货 把昌盛给他攒起来的火气全都发了出来 我是刻意交代过你了 让你小心行事 不要得罪人 千叮咛万嘱咐 你都当成耳旁风了 你是被鬼上身了吗 怎么办了这么蠢的事 让你探探惠民商行的底细 看看他们除了经商还干什么 没让你去收税 你这么有本事 怎么不去找那些王亲国戚收税去 啊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卢中文网同名小说 独家改编的《大明》开局随永乐北征 作者 大卢狐 演播 咸鱼可以清蒸 木木 飞卢听书工作室 清情制作 你是嫌你老子 死得不够快是吧 你是等不及要继位了 真辣国主把鞭子一丢 对着王太子就训斥起来 儿臣 儿臣就是想试探一下 给了咱就收着 不给也就不给了 表明一下态度而已 儿臣没硬逼着他们交税 谁能想到大明的反应这么快 这么 这么不留余地 儿臣想着 就算消息传回大明去了 最多也就是派个行人 来传指训斥一番也就是了 没想到 没想到 你没想到的多了 贵民商行 没把消息报给永乐皇帝 反而报给了大明皇太孙 这 你想到了吗 大明皇太孙 正亲自坐镇先罗 你想到了吗 不到一天的功夫 大明就能在我们真辣的边境 集齐十万大军 这 你想到了吗 大明皇太孙 要以欺君大不敬之罪 拿你向上人头 这你想到了吗 为了换你小命 我们真辣六十二代先王积攒的黄金 要被大明掏走一半 这你想到了吗 啊 真辣国主越说越气 一声抱贺 惊得王太子呆若目击 要拿我向上人头 真辣六十二代先王积攒的黄金 要被大明掏走一半 不可能 这不可能 他 他们怎么敢 他怎么敢 把柄都是你送上去的 有什么不可能 有什么不可能的 别人是大明的储君 有什么事是人家不敢做的 欺人太甚 欺人太甚 跟他们拼了 尔臣不受这种侮辱 尔臣这就领兵和明军决以死战 一个清脆的耳光 让彭黑安亚特从癫狂中恢复过来 你都二十岁了 做事能不能稳重一点 你去拼 你拿什么拼 你就算打赢个一两场 又有什么用 到最后 还不是咱们真拉 被打个稀巴烂 这几天 你就留在宫里好好反省吧 没有我的命令 不许你踏出宫门一步 彭黑安亚特 真是真拉国的天之骄子 自小就顺风顺水的都习惯了 他没想到 会有人被外人拿捏的一天 更没想到 别人居然拿他的人头 换走了真拉 历代先王积攒的半数黄金 他居然连累了真拉 羞愤自责 你跟那个什么王太子的 搭上线了没有 他到底是不是 咱们大明的座探卧底呀 朱瞻基满脸调笑地问道 昌盛文言嘴角一抽 殿下的恶趣味又发作了 奴婢没见着真拉的王太子 想来是被真拉的国主给关起来了 毕竟他捅了这么大的楼子 奴婢觉得他可能就是蠢了点 不是故意帮咱们的 哎 这可真是太可惜了 不管怎么说 那个王太子是个好人呢 毕竟帮了咱们这么大的忙 日后碰见了 还是不要太为难他 让他走得安详一点吧 也算是 你要表心意了 呃 奴婢遵旨 接下来 昌盛把初始的经过 都详细地汇报了一遍 基本上和朱瞻基预料得差不多 昌盛出始前 可是被朱瞻基专门地指导过 还进行了两个时辰的演练彩排 唯一意外的就是 可惜聊了 应该多要点的 说不定要个一千万两黄金 他们也能拿得出来 朱瞻基如是说道 脸上的表情充满了懊恼 没错 朱瞻基觉得自己错百亿了 那么大的一笔开支 真辣国主是不会一家全掏的 那些贼和尚们 也得往外掏家底才行 单单一个吴歌城 就有六百多座寺庙 五万多和尚 这股力量可不小 和尚们和真辣官方 一定是会起局语的 这些和尚 可以好好利用一下 说不定 会有意外的惊喜 昌盛被朱瞻基的音笑声 给下子打了个哆嗦 殿下这时又要算计人了 目标都找好了 又是和尚 鲜罗的和尚被整治的 就剩小猫两三只了 其他的不是死于兵乱 就是因为助盼 被丢到山里修路去了 连寺庙大半都被查封了 现在对付真辣 还是先算计真辣的和尚 殿下是不是跟光头有仇啊 去给庄德传命 让锦衣卫和惠民商行 引导真辣民间的渔轮 按住真辣官方 打压其境内寺院的声望 要让他们鸣声臭大街 朱瞻基命令道 殿下 让他们狗咬狗不好吗 咱们帮忙了 真辣官方很容易就能占据上风 相持不久 咱们没便宜赚呢 朱瞻基很是欣慰地点点头道 不错 会琢磨事的 如果不把那些和尚们 逼到墙角上 他们是不会跟官方硬碰硬的 咱们得搭把手 把和尚们逼急眼了才行 只有这样 咱们才能大转 让开 让开 快让路 快把路让开 吴歌城的守卫 几乎清朝出动 连战象都出动了 火急火燎地 奔向城内的各大寺庙 这么大的动静 引起了城内居民的好奇 纷纷驻足观望 议论起来 出什么大事了 怎么跟被狗碾了似的 看方向 是去了 苍无那狗寺 不能吧 去苍无那狗寺 用得着派战象吗 这真是看着 是要拿大方的 停下来 还真是去苍无那狗寺了 走 走 走走走走 快去瞧瞧 有热闹看来 寺院门前已经围满了人 有的是来看热闹的 有的是来上香祈福的 放开老那 凭什么抓老那 护法僧兵何在 护法僧兵何在 大意之下的 知爱谦大法师 被吴歌城守军 拿个正招 看着架势 心生不妙 急忙召唤四中僧兵护驾 真辣的寺庙中 都养着护法僧兵 用以守卫寺院僧众 人数有多有少 少的十几个 多的几百上千个不等 听到 知爱谦大法师的召唤 从苍无那狗寺的戒堂里 涌出百事后 短小精汉 拿着棍棒的光头僧兵 将所拿大法师的 真辣军人围了起来 放开 放开大法师 放开大法师 放肆 为首的真辣官兵 一声爆喝 苍狼一声拔出佩刀 其部下 巨多刀兵出鞘 与僧兵对峙起来 奉国主之命 捉拿侵犯 胆敢阻挠者 杀无赦 尔等 现在退下还来得及 本将可以既往不咎 若是冥丸不灵 本将 必让尔等 血剑当场 别听他胡说 我佛门清静之地 历来不受乱命 快点救我 救我 至爱千大法师 大声疾呼道 啪 围守军官 用刀背 砍在至爱千大法师的嘴上 啊 放肆 狗贼 敢在我寺内行凶 必备佛祖唾弃 受天罚加深 快放开大法师 否则 我等就不客气了 快放开 一听这动静 苍无纳狗寺的僧兵们 脸上 奇异色变 这是战相 大法师这回到底是犯了什么事啊 居然惹得官府连战相都出动了 打不过 这大家伙 他们真的无能为力 八头战相 姗姗来迟 为首的相兵大喝道 奉国主之命 捉拿侵犯 知爱千 胆敢阻挠者 杀无赦 这时候 一只躲在后边 看热闹的另一位大法师 知爱色站了出来 挥手遣散僧兵 僧兵们 干脆利落地退到一旁 不知 老纳的师兄 所犯何事 竟然惹得国主 如此大怒 知爱千大法师 勒索敲诈 大明内庭名下的 惠民商行 惹得明庭震怒 十万明庭大军 兵临边境 国主费尽口舌 才安抚住明军 暂时没有进攻 正捂着嘴 痛哼的知爱千大法师 文言愣在原地 浑身一阵发凉 啊 怎么会如此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师兄 是得到高僧 怎么会做出 如此不齿之事 知爱色大法师道 是不是误会 本将也不清楚 不过 明庭派来问罪的天使 才刚走不久 边境的十万大军 也没撤走 明庭如此兴师动众 想来 不会无地放食 孤洛之大人有命 召知爱色大法师前去议事 本将先行一步 还请大法师速速赶去衙门 告辞了 知爱色大法师 悄悄瞄了一眼 失魂落魄的师兄知爱千 心里有了计较 这事儿怕是真的 这个昏星不济的师兄 这回真是闯下大祸了 不过这样也好 以后这苍吾那狗寺 就是他知爱色 说了算了 好 将军慢走 老那先去收拾一下 就动身启程 官军只出了四个人 压着知爱千大法师回营 剩下的官军 全都在寺院内外警戒着 围观的人群 却炸开了锅 哇 居然是来撞拿知爱千大法师的 怎么会这样啊 知爱千大法师 可是有道的高丧 伏法无比精湛啊 对啊 国主这是怎么了 为什么要撞拿大法师啊 刚才那位带兵的将军 不是说了吗 知爱千大法师 敲着勒索惠民商行 惹恼了大明朝 现在明军大军压境了 不抓他抓谁啊 不能吧 大法师可是出了名的高僧啊 当然是高僧 要不是高僧 怎么有本事 一晚上给二十多个 信女 开光祈福啊 这不对呀 开光祈福怎么能在晚上呢 这晚上没有光啊 诶 信女们是来求子的 当然是要等晚上 才能施罚咯 这话里有话呀 能不能说明白点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卢中文网同名小说 独家改编的大明开局随永乐北征 作者 大卢狐 演播 咸鱼可以清蒸 木木 飞卢听书工作室 倾情制作 这还要我怎么说明白点 哎 你们没发现 这些时常来祈福上乡的信女们 身边带着的小孩 长得都和寺庙里的几位大法师们 很是相像吗 你们说 这些长得一点都不像自己老子的种 还能是谁留的 哎 这不对呀 知爱色大法师擅长送子啊 知爱千大师不喜欢这个呀 话是不假 可是知爱千大法师 他爱钱呢 钱给到了 大法师自然也喜欢上师法送子了呀 再说了 知爱色大法师师法 他挑食啊 年龄大的信女一概不师法 知爱千大法师都不一样了 只要钱给到了 什么法师都能做 哎 听说 还有不少官老爷和父户 都在给这两位师兄弟养孩子呢 这个我也听说了 都是可怜人的 还都蒙在鼓里 对着两个贼徒旅 感恩戴德呢 三天两头的 把自己的妻子啊 妾呀 送过去 让法师们开光祈福 还想着多养几个便宜儿子呢 这三位大嗓门聊天的声音 有点大 围观的人群 大多都能听到 这一下 围观众人的表情都精彩了起来 眼睛开始四下乱描 凡是带着孩子来的 都成了重点关注对象 尤其是发现小孩和大人 一点都不像的时候 嘴里就开始 嘖嘖有声了起来 有几家的爷们 脸都绿了 扭头看了看 长得一点都不像自己 也不像他娘的孩子 越看越恶心 老子居然在帮贼秃养孩子 吴歌城内 一个又一个寺院的大法师 被带走了 真辣的官军 还围在原地没有撤离 紧接着流言蜚语 就开始满天飞了 全都是在宣扬和尚们做的 卑劣龌龊之事 当然了 这些事 有真的 也有假的 一千多年的中南半岛战争史 和迁移史 使得中南各国各族的人口成分 都很复杂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真辣境内 有老人 先罗人 缅人 粤人 战婆人 少量移民汉人 以及主体的真辣人 现在大明的治下 这些民族 一样不少的全都有 相对复杂的多民族构成 给锦衣卫的行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真辣民间的渔轮风向 让锦衣卫密探 以及大量的锦衣卫下县们 给带歪了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 还会越来越歪 不指望能让真辣的佛门 人人喊打 这在真辣佛国 是不现实的 但是 至少能做到 让佛门僧众们 人人自危 让广大信众们 不再那么傻乎乎的 苍无那狗寺的 知爱瑟大法师 准备停荡 坐着主教出门 看到门外 还未完全散去的人群 很是慈眉善目地 朝着众人笑了笑 意外的是 没有人回应他 这就奇怪了 这帮田狗 不应该他一笑 就得扑上来吗 难道是 被这些官兵给吓到了 嗯 应该是这样的 想到这里 知爱瑟大法师 不再理会面色怪异的人群 往府衙赶去 真辣 孤洛之府衙大堂 孤洛之一把罚金的数额 说了出来 大法师们进阶哗然 头摇成了波浪鼓 呃 贫僧有心无力 闭司中 没有那么多的财物 请孤洛之大人 领坐他法吧 寺庙简陋 相无余才 贫僧也爱莫能助 实在是抱歉啊 贫僧也是一样 请大人海涵 也是一样 请大人另请高明 啊 一样 真辣孤洛之 地位只有在真辣国主之下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被这些和尚们如此敷衍 血管都要抱了 惹事的 可是你们各家寺院的住持大法师 凭什么罚金 要官府全套了 人死 债消 官府的王太子独活 自然要官府自己出罚金 阿弥陀佛 善哉 善哉 连之有礼 师父已经伏法 仁死 债消 师伯已经伏法 仁死 债消 师叔已经伏法 仁死 债消 师兄 已经伏法 仁死 债消 大明的条件 是要尔等寺中的全部僧众 都一体连坐 是国主苦求之下 大明才愿意饶尔等性命 改交罚金的 孤洛之 额上青筋暴突 森白的牙齿都刺了起来 八日内 罚金交不清 到时候 明君 大君 兵临城下 大家都一块完蛋 谁都躲不了 大家都不交大明的罚金 我们王族 大不了交出一个王太子 尔等 却要全似 跟着一块伏法 诸位大法师 还是想清楚着其中的利害关系 不要自悟 这句话出口 大半的法师们 不负刚才的云淡风轻 都慌了神的 左右张望起来 大人严重了 明君 要我等性命 尽管来取就是了 只是到时候 怕是真辣 要先王国才对 我等空门中人 早已看破生死 一副皮囊而已 无所谓的 法师们也是一点就透 这事最着急的 是真辣王族 不是他们杀门 明君进城 他们的下场还不一定 可是真辣的王族 是要铁定 不会被放过的 达从明大法师 言之有理 怪不得 碧梁魏肠寺的香火 越来越旺盛了 世俗间的争斗 与我出家之人无关 佛门不孝弟子 已经交出去了 想来 就算明君进城 也不会太为难 我们这些出家人的 两位大法师说得对 我佛门 历来远离战火 与人为善 劝人行善 导人向善 明君 定不会为难我等的 这帮贼秃 是看准了 他们王族 不敢放明君进来 看准了 他们更着急 这是打算 坐收鱼利 让他们王族冲在前面 当挡箭牌了 这些狗东西 真是打得好算盘 碰 啪啦 咕落之 怒发冲冠 一巴掌拍在桌子上的茶碗都跳了起来 敬酒不吃 吃罚酒 既然如此 那就谁都别想好过 凑不出罚禁 没关系 本官将尔等僧众一体锁拿 全都交给明君处置 一样可以交差 大不了 再选一位王太子就是 我们王族的子嗣 多得很 来人 门外哗啦啦涌进来 一对装备齐整的士兵 先把这班贼徒 全部锁拿下狱 再给他们下边的卫军传令 所有的寺庙 僧众 一个都不许少 全部拿下 明日一早 移送边地明君大营 属下遵命 贼徒们这下全都色变 惊觉而起 孤落之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刚啦 这匹夫是要直接撕破脸啦 你敢 我等乃是佛门弟子 孤落之 你就不怕惹恼了 我佛门的大德 把你拉下马 大胆 你竟敢欺辱我佛门子弟 佛祖会唾弃你的 你就不怕遭报应嘛 有话好好说嘛 别动刀动枪的 上了和气都不好嘛 放肆 本官乃是真辣国 百官之首 你们两个刁民 竟敢威胁本官 好大的狗胆子 来人呐 将此二贼 斩于堂下 孤落之 立声说道 先不说 和这帮贼徒 商议出个结果来 需要花费多长时间 他担心的 就算是出了结果 这些老奸巨华的贼和尚 也不会乖乖地交罚金 到时候 再推诿拖了些时日 把大名皇太孙定的 期限给悟了 他们真辣 就危险了 事关他们真辣国的 江山设计 事关他们王族 六十二代先王的基业 马虎不得 真辣孤落之 打定了主意 要杀鸡警猴 让这般养尊处优的 佛门肚虫 真真切切地 见一回邪 岂有此理 你胆敢 孤落之 不等两位大法师 放完嘴炮 两名士兵 拔刀便砍 扑呲扑呲 两声过后 两颗大光头 滚落在地 井上飙出的鲜血 溅了一地 堂内的和尚们 害得面如土色 眨眼的功夫 两位大法师 就被斩杀了 赠光瓦亮的光头 配上深红色的鲜血 让这帮大法师们 厚薄梗子 都嗖嗖地冒凉气 王族 这回是动真格的了 不妙 大大的不妙 把这般 戴罪之人 全都关进大牢 明日一早 让他们上路 不用管饭了 他们吃了也是浪费 很快都得死了 传令下去 捉拿僧众的时候 把他们所在的寺庙 全都抄减干净 一个钱责 都不许放过 是大人 属下遵命 王族的人 这回是发狠了 和尚不吃眼前亏 先安全度过眼前的难关再说 人都敢直接砍了 还会害怕承担一点 把他们交给明君后的骂名吗 大人且慢 我们沙壁池寺 愿意平摊罚金 我们沙达子寺 也愿意平摊罚金 还请大人 不要难为寺中的普通僧众 我们拉西布拉甘寺 也愿意平摊罚金 让真烂一国之百姓 免于战火 我们也愿意 我们也 诸位 刚才不是还一口咬定 寺中没有鱼才吗 这一下子又变出来了 莫要以为本官好期 而等 还是等着赴死吧 孤落之冷哼一声 继续威胁道 大人见谅啊 我等受了这二贼的挑唆 才会欺瞒大人 我等寺中不缺供奉 对对 都怪这两个扶门败类 蛊惑我等 才会冒犯大人 罚金之事 皆因我等寺中不消之而起 我等自然要承担一半的罚金 颜峰十多大师 言之有理 法金 理应 由我两方平摊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知错就改 此乃佛祖之教会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卢中文网同名小说 独家改编的大明开局随永乐北征 作者 大卢狐 演播 咸鱼可以清蒸 木木 飞卢听书工作室 倾情制作 孤落之满意的点点头 如此便好 战相就由我们官府出了 就不再劳烦诸位大德了 八日内 必须把所有的罚金全都搅清 所以 诸位寺庙内外的官军 还是不能撤下来的 以防萧小之徒 剑财 起义 还有 罚金的橙色 必须都是最好的 万望诸位 不要因小失大 万一发生了 一次冲好的事情 让大明怪罪下来 说不得 为了真拉一国百姓的福祉 只有将诸位 交给大明处置了 孤落之还是有些不放心 这些高僧的人品 做了预防措施 他担心 这些和尚们偷奸耍华 让明军查出来 又要横生波折 多谢大人体恤 展相 我等确实无能为力 至于黄金的橙色 精良和香料的品质 请大人尽管放心 我府门收到的供奉 都是最好的 底下的农奴 也不敢亵渎我佛门 大人放心 我等 必然把最好的拿出来 必不让大明 挑出错漏 大人如不放心 可先行 派人检查便是了 大师们都拍着胸脯 大声地保证道 如此便好 非是本官 有意难为诸位 也不是本官 为名如虎 本官 实在是不得已呀 诸位有所不知 如今我真拉周边的邻国 胶纸战婆 老挝鲜罗四国 以及四国周边的 各个大小土球领地 全都变成了大明的领土 就连各个鸡弥宣伟司 都被裁撤 改制了布正史司 下设辅州县 衙门直辖 我们真拉 已经被大明给围起来了 只有谨笑慎微 才可避免遭遇 雷疾之祸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几位心思灵犯的大法师 心里都有了一些小想法 诗局如此 如之奈何 还请诸位擅自珍重 好自为之 孤落之 对一般大法师们解释道 安抚道 唯 立完了 目的也达到了 见好就得收 真拉佛门传承久远 势力根深蒂固 如果不是大明的皇太孙 咬得太狠了 他们说什么 也不愿和佛门来应的 真拉佛门的势力大 是源于真拉国 笃信佛教 这让他们的寺院 大多都积攒了几百年的信众 以及大量的佛田和佛奴 互似的五僧 仅够自保而已 真让他们和官府 正面暴力对抗 是不可能的 这不是和尚们擅长的领域 佛门强大之处 在于对民心 对渔伦的掌控能力 真拉官方 对真拉佛门的忌惮 也因此而来 惹急了 他们就会煽动民乱 让真拉不得安宁 和尚们是杀不尽斩不绝的 越杀乱子就越大 最终两白俱伤 为旁人做嫁衣 自古以来 暴力灭佛都会闹出全国性的大乱 野心家就会趁势而起 取而代之 所以 推行暴力灭佛之人 都难有好下场 朱瞻基之所以赶在仙罗 直接下刀 大肆拔除佛门势力 也是借助了仙罗 全国性大叛乱的机会 趁势而为 吴歌城各大寺院新上位的管事法师们 领了任务 回归老巢 家门口的官军和战相 打消了他们仅存的那一点点侥幸 把思念的长老们召集在一起 把事情的始末详细地讲了一遍 官府的态度 从孤洛之在衙门当场斩杀了两位大法师 就不难看出来 这事儿 是躲不过去了 他们本身就不占理 更何况 官府还拔了刀子 刑事比人强 没办法耍无赖了 刀锋已加紧 决定就不难下了 吴歌城内各个寺院中 很多常年不见天日的石屋 石窟 都被打开了 储存的黄金 精粮 精品香料 被源源不断地搬了出来 上乘凉完后 又源源不断地 运往真辣 府库所在 真辣国的壮丁们 也被火急火燎的 义官们粗暴地组织了起来 从真辣国的各个辅州出发 把仔细选过后的香料和粮食 源源不断地 运往国都吴歌城 这般大规模的蒸发 《洞瑶役》 是吴歌城全面竣工后的第一次 运送物资这样的活 本来是累不到哪儿去的 再怎么样 也比不了 鞘 背石头 修王城累 可是 这次的活 来得太急了 催得也太急了 义官义立们 动不动就拿鞭子抽 生怕耽搁了期限 被隔出了足疾 扶摇役的壮丁们 被逼得苦不堪言 这时候 散于真辣各国 各地的有心人 大聪明 民间白小生们 就把事情的真相 传扬开来 可算是送到了 这几个狗娘养的毅力 下手真的娘狠 可疼死老子了 运送完物资的一对义夫 聚在一起休息 补充水分 谁说不是呢 一边的下去 就一条血印子 这帮狗杂种都得了疯病了 祝他们全家都早死早抄生 挨鞭子还不是最疼的 最疼的是挨完鞭子后 有流汗 这汗一流可不得了 伤口跟抹了盐巴似的 滋了哇拉的疼着呢 真是斜了门 以前修王城的时候 也没逼得这么紧呢 观老爷不都这样吗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哪管我们死活 咱们的日子 还不如那些佛田里的僧奴 过得舒坦 这回好像那些 卖身寺院的奴隶们 也没躲过去 咱们这一路上 不就碰到好几波吗 对 寺院的人也都被征用了 看来是要出大事了 这时候 一个慢悠悠 从旁边路过的城里人 停下了脚步 吃笑道 你们这活都干完了 不会连根牛都不知道吧 我们不知道 你知道啊 一个一副美好气的腔道 这些城里的嘴脸 真让人讨厌 那必须的呀 整个都城都传遍 就你们这些乡下来的 只知道傻乎乎的干活 都不知道 这各种的原有 城里人 又是一声吃笑 加枪带棒的呲道 诶 你是想挨揍吧 你 粗笔匹肤 城里人 扭头就走 诶 等会 你要真知道就讲讲呗 你不说我们怎么知道 你到底知不知道 就剩你们了 但凡是个从大点地方来的人 都知道这事 你们运的这些上等的粮食和香料 都是给大明朝赔罪用的 听说还有上万头战像 和好几百万两的黄金呢 啊 全都送给大明赔罪 这么多都送 因为什么呀 当然是都送了 要不然 可消不了大明的火气 前些天 大明的皇家产业 惠民商行 来咱们这儿做买卖 带来的珍惜奇物 那叫一个多呀 那些寺院里的大法师们 眼红了 上门去化缘 化缘不成呢 就开始威逼 这可就捅了马蜂窝咯 惠民商行管事的 那可都是大明朝永乐皇帝的家奴 人家掌柜什么时候受过这个气啊 人家掌柜的立马就写信找主家告状去了 大明朝的储君皇太孙 正好带兵扫平了仙罗国类的内乱 一听 自家的买卖 让人给勒索了 怒火中烧 天底下 还没人敢捋大明的胡须 在人家大明储君的眼里 这就是明目张胆的挑衅 这能忍吗 义夫们齐齐摇头 那肯定是不能忍的 大明是天朝上国 他们不欺负别人就算是好的了 哪里容得下别人的冒犯 这不是找死吗 所以呀 那些贼和尚们 是头一天上午去 惠民商行惹的事 第二天天刚亮 明军就出动了五十万大军 兵临边境 从战婆 老挝 仙罗三个方向 包围了咱们真辣 五十万大军 人满一万 那就无边无沿了 五十万大军集结 是什么景象 人家大明一动手 就是冲着灭国来的 不过呢 明朝人做事啊 他始终讲究一个 先礼后兵 就是在正式开打前 要先知会你一声 我要动手打你了 我为什么要打你 为什么要灭你的国 你都得知道 不让你做个糊涂鬼 明朝人做事 真讲究 一鸣一夫感叹道 毕竟 天下宗主 做事当然得讲究 五十万大军 把边界一围 人家没动手偷袭 先派了个使者来问罪 这个问罪的使者 就是咱们真辣国的救命稻草 无论如何都得抓住 这仗 不管怎么着 都不能打起来 咱们国主 是使尽了浑身的解数 最终 还是把明朝使者的嘴 给堵上了 谁冒犯了大明 谁 就把谁交出来 听大明的发落 大明出兵 所花费的粮草 军饷赏钱 我们真辣 全都加倍的补偿 这才让明朝使者 没找到开战的借口 要不然呢 咱们真辣 就得给那些贼和尚们 殉葬喽 你们说 这事悬不悬呢 五十万大军 要是越过边界 咱们真辣 还能有一块胡论地方吗 这些大法师们也不缺钱呢 怎么还能干这么混账的事呢 贪呗 要不然还能为啥 敲咋之前 怎么也不先认认人 看看惹不惹得起 再动手啊 嘿 咱们真辣大法师 谁不敢惹呀 那都是骄横惯了的 逼死人是常有的事 这回 要不是惹到大明 谁能管料佛门弟子 佛祖的脸面 都让这些不肖弟子给丢尽了 咱们遭的这份罪 全都得算到这些贼和尚头上 清静之地不清静 倒成了藏污纳垢的阿渣之地 那些犯了官司的贼人 把银钱一交 头发一剔 僧袍一穿 什么嘴都没有了 这不是包庇 纵容是什么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飞卢中文网 同名小说 独家改编的 《大明开局随永乐北征》 作者 大卢狐 演播 咸鱼可以清蒸 木木 飞卢听书工作室 清情制作 嘿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听说 去寺庙里 祈福囚子的信女们 都让和尚们入了身呢 这天底下 都不知道 多少傻缺汉子 给别人养儿子呢 画廊的城里人 湿湿然地走了 类似这样的场景 不断地在真拉各地上演 空门的名声 直线下滑 不过 不满的人虽然多 可是除了嘴上多骂几句 心里多恨几分 也没别的办法 毕竟 只是一帮不得不被权贵们代表的下人阶层而已 他们还能做什么 国主 不是他们选出来的 朝堂的大官 不是他们选出来的 地方父母官 也不是他们选出来的 除了更努力地背负自己身上的义务 更眼红地望着属于自己 却怎么都拿不到的权力外 还有别的办法吗 启禀殿下 锦衣卫指挥师简师 庄德来信 说真拉各地的物资 已经陆续运往吴哥城了 用不了十日 就能运到咱们这儿 庄德问 用不用让他们把期限给延误一下 你觉得该不该让他们耽搁耽搁 朱瞻基朝昌盛问道 奴婢以为 或许可以让他们延误一天 再多了 他们国内恐怕就没那么多的发金缴纳了 昌盛斟酌地说道 朱瞻基有点失望地摇了摇头道 咱们要是动手了 就是打草惊蛇了 锦衣卫 确实可以把痕迹都抹干净 让人查不到证据 可是呀 事出反常 必有妖 有些事情是不需要有证据的 只要有怀疑就够了 言其家法 对咱们最有利 有了怀疑 接着就得有防备 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真辣的东西 早晚都是我们的 早一点和晚一点 有什么区别 粮食和香料在真辣都不值钱 黄金又遍不没 找什么急 殿下教训的是 奴婢是让庄德的消息给迷了眼了 庄德说 真辣的各大寺院密库中 还藏有不少的黄金 白银和玉器宝石的 粗略估算 咱们掏出来的还不到他们家底的一半 真是邪了门了门 这么个满你小国的黄金 居然比咱们大明的国库还多 真是岂有此理 昌盛有些愤愤不平地说道 咱们大明是大 可是开支也大 再加上立国的时间短 税也低 积累的自然就少了 咱们大明境内的金矿 已经开采了两千多年了 大汉朝那时候 金矿就有几百万斤了 不过容易挖的矿 都挖得差不多了 剩下的不是难开采 就是根本找不到的 再者咱们老祖宗们出的权贵太多了 两千年来后葬成风 黄金都被他们带到墓里去了 外边的黄金自然是越来越少了 这些弱者手里的黄金再多也没用 到最后还不是要落到咱们大明的手里 殿下英明 怪不得您要挖坟掘墓 原来是里边的宝贝 比外边的还多呀 不过咱们大明境内的坟墓 还是别挖了吧 传出去不好听 哎呦 疼 轻点 殿下饶命 奴婢不敢了 不敢了 混账东西 你他妈给老子站住 古代人最接受不了的事 就是挖坟掘墓了 不过猪瞻鸡的灵魂可是经济社会的产物 阴土都能挖开 堂而皇之的石头石头收什么票呢 还有什么事是不能做的呀 再说了 这可都是为了科技研发 为了文化传承 为了废物利用 为了文明娱乐 为了帮古代的被剥削阶级和劳苦大众 报仇血恨 这一切都与金钱无关 这都是为了信仰 这几天 明军一直在针拉边境线外训练 中南半岛的气候湿热 树木茂盛 人腰粗细的大树比比皆是 明军就就地取材 很方便 每天日出后 明军都会出营训练 光着膀子 每人都扛立根巨木爬山 下河 一边训练 一边整齐划一的吼口号 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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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害虫 我们是害虫 正义的皇太孙 正义的皇太孙 要把害虫都消灭 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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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一 一二一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终于大明 终于皇上 可敌之胜 一往无前 守战用我 用我必胜 杀敌报国 光宗耀族 杀敌报国 光宗耀族 杀 杀呀 明军训练的强度 让真辣国的边军 看得眼皮的支跳 腿肚子直打转 已经有不少真辣边军兵族 打定了主意 万一明军真的打了过来 他们立马就跑 跑不了 就立马投降 总之 绝不能跟这帮牲口们交锋接兵 每天都要扛着那么粗大的巨木爬山下河一个时辰 这是什么样的力道 这是什么样的耐力 一刀一个脑瓜子连续砍一天 这帮牲口们都不会觉得累 这还打个屁 好好活着不好嘛 为什么要找死呢 真辣边军主将 看着自己麾下们清白不一的脸色 悠悠地叹了口气道 士气全无啊 第一天的时候 他看到明军来他们眼皮的底子这么练 也不服气地打算跟明军比试比试 毕竟文无第一 武无第二嘛 士多子士马 你得拉出来溜溜 结果 他军中的大力士们都把腰给扭了 到现在还躺在床上下不了地呢 比不了 完全比不了啊 现在唯一能指望的 就是明军不要打过来了 明军要是打过来了 他可能要带着全体边军 向大明投诚了 答不过 就加入吧 这未尝不是一条生路啊 国主啊 明军要是真的打过来了 末将 肯定要队伍起您老人家了 末将本不想有这样违逆的想法的 可是 末将实在无能为力 所以 还是命要紧些 这是末将现在最有把握能办妥的事情了 真辣边军守将们都一五一十的 把明军的动静发回了吴歌城 话里话外的意思也都差不多 就是明军的战力很强 难以立敌 咱们的人可能不是对手 这仗 千万不能打起来 俺们一点把握都没有 接到边疆消息的真辣国主 对罚金的催促越发的着急了 很快 第一批罚金已经起运 由真辣国主 本哈亚特亲自押送 真辣国主带队来到明军大营前 一股排山倒海的气势扑面而来 明军操演之声 如龙香虎啸 明军操演之势 气吞山河 震人胆破 扭头看了一眼 自家最精锐的宫廷卫队 已经是人人色变 无奈地叹了口气 人比人得死 货比货得扔 军容军事 完全无法比拟 真辣 要是有万鱼这样的强兵坐镇 何至于让仙罗连续欺负了六十多年 别说一万了 就是有五千 他也知足了 殿下 第一批罚金已经清点完毕 八百万两黄金已经缴清 还有粮草一百二十万弹 香料一百船 按照您的吩咐 惠民商行的人正在赴宴交接 另有五千头战相 已经发往各驻地位所安置 昌盛进来禀报道 知道了 朱瞻鸡单单地应了一声 就没有下文了 殿下 这都到午饭时辰了 是不是安排真辣人吃顿饭再走 昌盛斟酌地询问道 礼仪之邦 规矩就是多 比如到了饭点 就绝不能让客人饿着肚子走 除非是饿客 吃屁吃 吃的不是你家大米 你不心疼啊 朱瞻鸡没好气地数了道 殿下 真辣国主可是亲自来了 一直在外边盯着交接呢 奴婢估计一会儿就该来求见 大小是个一国之主 咱们还是多少给点面子吧 昌盛规劝道 朱瞻鸡搓着搓下巴 琢磨道 马上找人多弄些冰块来 在帅帐里摆几十个冰箭 一会儿记得更换的勤快点 给真辣王准备个鸳鸯锅 一个酸辣 一个海鲜 配菜你们看着弄 其他的让他们跟着吃军造就行了 将官吃酱造 士兵和民夫吃冰造 咱们明军的伙食好着呢 让他们也开开眼 去传令吧 奴婢遵旨 真辣国主一入仗 就感到凉爽非常 跟外边的酷热相比 简直就是两个世界 消食治兵的法子 真辣王族也在用 只是他们舍不得如此奢侈 因为这个年代 真辣的消食是靠进口的 只有在酷热难挡的时候才会用 现在的天气还远没到最热的时候 看来这个大明的储君很不适应他们这里湿热的天气 想到这里 真辣国主的心情突然明媚了许多 真辣国主 本海亚特 拜见大明皇太孙殿下 真辣国主 按照大明的礼仪 恭敬地施礼道 真辣王 远来辛苦了 不必多礼 快快平身 来人 赐座 真辣王一听 朱瞻基还没提起问罪的事情 直接就给他赐座了 按道这位皇太孙 是打算拿了罚金 就把事接过去了 没打算再拿捏他们真辣 顿时放心了不少 小王多谢殿下 真辣王落座后 小心地看了眼光着膀子的朱瞻基 后者使劲摇了摇蒲扇抱怨道 这边的天气可太折磨人了 不晒太阳身上也黏乎乎地难受 还请真辣王莫要见怪呀 长盛 再许天使个兵剑过来 太难受了 朱瞻基烦躁地大声命令道 殿下 您太客气了 您是天资骄子 乍到我们这蛮荒之地 不适应着酷热的天气 也是在所难免的 不瞒殿下 现在比最热的夏季 还有两个月呢 等到了那时候 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人 都热得受不了 不仅热 而且还闷 每年都有不少的百姓熬不过去 被热死的 唉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飞卢中文网 同名小说 独家改编的 《大明》 开局随永乐北征 作者 大卢狐 演播 咸鱼可以清蒸 木木 飞卢听书工作室 倾情制作 真辣国主无奈地叹了口气 这还不算最热的时候 朱瞻鸡一脸惊异地问道 当然不算 现在的天气算是很舒服的了 真辣王笑着解释道 我的乖乖 你们是怎么熬下来的 朱瞻鸡望着真辣王的目光 带着不少的怜悯 我们世世代代都在此地生活繁衍 慢慢地也就习惯了 看来得抓紧把线路的事情料理完了 要是等到夏天 本宫可糟不住 真辣国主听到朱瞻鸡此言 心里很是开心 一个大明的皇太孙 老堵在他们家门口算怎么回事啊 睡觉都睡不踏实 殿下 午膳准备好了 是否现在传善 昌盛禀报道 传善吧 让真辣王也一起尝尝 咱们大明的美食 兵剑再多添点冰块 小王多谢殿下美意 真辣人和鲜落人的口味大差不差 都喜欢酸辣口的 真辣王也不例外 真辣王对火锅是赞不绝口 两人一边用善 一边聊着各自的风土人情 像两个至交好友一般推杯换盏 畅快无比 席间 助战机每过一会儿都会催促人 往兵舰里加冰块 每天一次冰 真辣王就放心一分 在这个皇太孙的眼里 他们这地界应该是胀气横行的蛮荒之地了吧 越是湿热的天 就越得发汗 不发汗 体内的湿气就积攒出不来 越攒越多 人就得生病 老话说得好 叫十病九失 只要湿气不重 人就不得病 朱瞻基正给真辣王大讲养生之道 那是赵安 慌张跑进来禀报道 殿下 不好了 打起来了 打起来了 还个屁 慢点说 说清楚 为啥打起来的 是斗殴 还是蟹斗 军法官拿下了没有 死人了没有 朱瞻基训斥道 赵安急忙回禀道 回殿下的话 这事咱们的军法官管不了 是真辣兵和真辣兵自己人 打起来了 他们两边的将军都离得远 赶过去的时候 都已经打成一锅粥了 铁牛将军让奴婢来请旨意 想把闹事的真辣兵都赶了回去 真辣国主文言 砰一下就站起来 急忙请罪道 请殿下恕罪 是小王疏于管教了 小王这就去把闹事的兵匹们 都扔出去 无妨 都没带兵器 出不了大事的 真辣王不必过分担心 真辣王烟熏火燎地跑出帐外后 赵安把前因后果讲了一遍 弄得朱瞻基哭笑不得 真辣兵打起来的理由 居然是抢饭吃 军营里都是吃大锅饭 明军这边是拿着木制大饭碗 排着队一个一个打饭吃 吃不饱还能继续排队打饭 真辣那边的习惯就不一样了 饭菜一端上来是要自己抢的 手快有 手慢无 明军火食又好 不缺肉菜 周边山水林泉里的野物 都是明军大锅里的食物 野猪野鹿 蟒蛇山虎 兔子野鸡 鱼 鳄鱼 得着啥就加啥菜 真辣兵抢鸡眼了 然后 然后就打起来了 真辣国主到达事发地点 平息了乱局 打听清楚自己手下打架的缘由后 当场暴跳如雷 这他妈丢人丢大发了 羞愤难当的真辣国主 急忙告辞走人 在约定期限的第九日晌午 真辣国就把罚金全都搅清了 最后送来的接近百事号秃头 也被当场砍了脑瓜子 一把火烧得干净 本来还想着送去山里修路的 可一看这帮人的岁数 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他们出的力气 不一定够粮食钱 把罚金清点交接完毕后 明军三路大军 全部退回原住地 明军一撤 外在的威胁就没有了 没有了外在的威胁 内部的矛盾 就会越来越明显 真辣国内蒸发的摇曳 也都被遣散回击 顺带着把关于 罚金世界 所谓的真相 也被带了回去 真辣佛们 在民间的口碑 再受重挫 口碑受到全面打击的 各大寺院香火 就没那么忘了 香火一出问题 大和尚们就急眼了 甭管是那些新换了 管事的自愿 还是没换的 都着急忙慌的 派人打听了起来 岂有此理 王族之人 简直是七僧太甚 居然把脏水 全都泼到了 佛门的身上 他们倒是 把蓬黑阿亚特 摘了个干干净净 居然还早要说 来寺里 求子的信女 怀的都是老娜的孩子 简直是荒谬 老娜已经快八年 没亲自施法 给信你们送过子寺了 老夫这把年纪 还送得了吗 大法师一脸悲愤地喊道 混账 混账 大法师 您先消瘦气 别气坏了身子 您是久不施法赐福了 可师兄弟们 是一直都没停过呀 咱们佛门 历来都有这个 助人为乐 消灾解难的传统法门 四中历代先辈也都是这么过来的 我们所图的就是让我佛的信众们都能有子嗣传家 是不是亲生的有什么关系 有道是生恩不如养恩大 我们这也是在行善积德 你说得对 老娜也是这般认为的 所以才努力操劳到65岁 实在是力不从心了 才歇下来 四中的历代先辈都是这么做的 却从来没出过事 怎么一下子闹得天下皆知了呢 这太奇怪了 受众的信女们 是绝对不会把事情传出去的 要不然 他们不仅钱白花了 还可能会被夫家人打死 他们是绝对不肯告诉第三个人的 大法师 您的意思是 这官府故意传扬出去的 官府为什么要这么做 哼 除了真狼王族 谁还有这样的本事 把事情传得人尽皆知 这次罚禁 可是把咱们各大寺院的底子 都露出来了 那些王族的财迷们 能不眼红吗 要对付我们 首先要削弱我们在佛门的民间威望 要不然 可是会闹出民乱来的 啊 这 这可如何是好 莫慌 他们能打击我们佛门的威望 我们也能想法子 打击官府的威望 我们佛门身上纵有不足之处 也比王族的人 干净十倍百倍 你派人 去把城内各大寺院的大法师们 都请来 就说 有钥匙相伤 他们现在的情况 应该跟咱们差不多 各大寺院的扛把子们 很快就聚集到了一起 寒暄个三两句后 直奔主题 与会僧众 一拍即合 民望 关系到香火 香火 对他们来说 就是财富 是保命福 是他们 人上人的特权保障 香火 就是他们的命根子 国破家王 都可以不在乎 但是香火 绝不能出问题 群策群力之下的反击方律 很快出台了 以彼之道 环师彼身 你们打击我们 佛门的民望 绝我等的根基 我们就打击你 王族官府的民望 大哥 别笑话二哥 咱们 彼此 彼此 真要论起来 佛门弟子 纵有不消 也比官老爷们 清白干净得多 现成的把柄 可是多得很 真辣地方釜州的 大小寺院 一向是以都城的寺院大法师们 马首是瞻 很多地方寺院本身 就是都城大寺院的分院 串联起来方便得很 佛门的力量发动了起来 没几天的功夫 王族子弟干的天怒人怨的事 就被抖落了出来 什么欺男霸女的 强占民田的 徒才害命的 走私禁物的 阴私害人的 残暴虐民的 官官相护的 上下其手 彼此遮掩的 壮壮渐渐 都传得 有鼻子有眼的 让人 不得不信 真辣的大小官吏们 为了按时 缴纳罚金的事情 都起早贪黑的 忙活九天了 好不容易忙完了 还不得好好的歇一歇 这一歇下来 可就懈怠了 等他们再回过神来的时候 已经有人 开始围堵官府 讨说法了 官吏们之前 拼命遮掩 隐瞒的糟烂事 已经是 传得举国皆知 真辣官方 不用查就知道 这事 是谁干的 除了佛门 别人没这么大势力 也只是 真辣佛门的 惯用伎俩 这 一定是 贼徒们的报复 报复官府 强逼着他们 掏了一半的罚金 报复官府 斩杀了两位 大法师 笃定自己猜透了各种缘由的真辣官方 当然不能 干挨打 不还手 都蹬鼻子上脸了 不打回去 以后还怎么发号施令 官府 一面顺应民意 处置了些个 为恶甚深的 王族子弟 好赌注 悠悠众口 另一面 把各地官府中 积压的 士官佛门弟子的 陈年旧案 全都犯了出来 招告真辣全国 之前 锦衣卫密探们对真辣佛门的攻击 大多数集中在私德上 很多事情 苦主们是有口难言 儿子不是自己的 这 这要怎么 这么样 长得不像 能当证据吗 再说 也丢不起这个人呢 所以除了在心里暗自愤恨外 无计可施 现在 真辣官府 把士舍佛门子弟的 具体案子 案件 都翻了出来 案件相关的苦主们 纷纷现身说法 去官府告状 这一次 官府没有再 帮法师们打圆场 公事公办 该抓抓 该杀杀 该抄家的 就抄家 整个断案过程 十分的干脆利落 苦主们 纷纷拍手就好 皇族子弟 伏法立批 佛门子弟 也伏法立批 佛门和官府的 第一轮交手 半斤八两 谁 都没讨到好处 更精彩的第二轮交锋 马上 到来 真辣国都 吴歌城 不遥 笔连四 不遥笔连四 大殿灯火通明 全实质的 佛家大殿 更显厚重 庄严 第一轮交手后 没讨到便宜的 大法师们 再次聚到了一起 商议对策 十年前的旧案 都要翻出来 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支持十大法师 先不要生气 狗官们 把十年前的旧案 都翻出来了 说明他们手底下 没别的把柄了 咱们爆出来的 王族丑恶之事 可仅仅是这 一两年内的而已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飞卢中文网 同名小说 独家改编的 大名 开局随永乐北征 作者 大卢狐 演播 咸鱼可以清征 木木 飞卢听书工作室 倾情制作 王族不小子弟 把柄咱们还有一大把呢 慢慢抖了就是了 早晚叫他们撑不下去 低头认输 到时候 王族不付出些代价 这事儿 可没那么容易了结 毕竟 王族的手上 沾染了我佛门弟子的血 对对 对对 言之有理 言之有理 还是 达本师大法师 佛法精湛 独具慧眼 一下儿就看出了王族 在虚张声势 不错 如此行事 不仅可以挡住王族 对我等四产的规规 事成之后 还能多讨有些好处 弥补亏空 这乃是 一举 利亚 得呀 啊 哈哈哈哈 各位 还是不要高兴得太早 官府 已经是伤心动骨了 我等要是 逼迫的太急了 当心他们狗急跳墙 古洛之 府衙大堂上的 那两位大法师的血 还没洗干净呢 此话一出 大殿内历时一静 在场的不少人 都亲眼见过两位大法师 被当堂斩首 心里忐忑起来 我们就算是收手了 王族也不见得会罢手言和 这本来就是他们先调起来的 无非是 看上了我等的四产 除非你愿意 等献出四产 不然 这一回躲了过去 也还是会有下一回 我等的四产 是几时代大法师们 辛苦积攒下来的 岂能拱手让人 家也都守不住 将来 有何面目与历代仙辈们 同享香火共放 以前的国主 又不是没人动过刀兵 最后 不也是没赚到什么便宜吗 我们佛门 很快就恢复过来了 反倒是动刀兵的国主 都被赶下了台 再者说 咱们四田中的强壮僧奴 可不比官军少 让五僧们操练几天 就是现成的兵丁 若是担心王族的人狗急跳墙 可以先让僧奴们操练起来 震慑官军 亮他们也不敢乱来 此言有理 还是先给一棒子打疼了 再说其他的 不给他们点厉害尝尝 咱们以后难得清静 同意 咱们佛门不惹事 也不怕事 此番正道 是王族先挑起来的 怪不得我等 同意 四中香火 已经减少了三成之多 再坐等下去 只能是任人宰割 同意 真辣各个辅州王族官吏 所犯下的几年官司 被一剑 接着一剑地翻了出来 有大德高僧的撑腰 苦主们寸土必争 一致要求严惩凶徒 敏感时期 也少有官吏 敢徇私王法 不得不将这些关系 或近或远的 书 伯 兄 弟 子 侄们 依法成除了 少数脑子不怎么灵光的 循私官吏 被抓到了把柄 当场就闹僵了起来 引发了几场民乱 虽然出动驻军 很快平息了那乱 可惹出乱子来的糊涂蛋们 都被收拾了 又是一大批王族众人被处置 王族众人的火气 越来越旺了 大定主意 要报复回去才行 这时候 谁的胳膊肘 都不能往外拐 要不然 就会众叛亲离 被族人唾弃 连真大国主 都只能暂时听之认之 官方动手了 很多已经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的僧众们 被官府抓进了大牢 连同他们这些 剃入的法师们 也一起被抓进去了 理由是 包庇罪犯之人 应与罪犯同罪 动手 乃叫一个利索 当天抓 当天判 当天杀 真辣王族和真辣佛门之间的火气 越结越大 真辣王族和真辣佛门之间 潜在的对立关系 很可能就是真辣 一直打不过仙罗的问题所在 虽然真辣和仙罗都是佛国 可仙罗的佛门和官方的利益是一致的 大法师们身上大多都有仙罗王任命的各类要职 双方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真辣则不同 真辣的官只能是王族子弟担任 佛门和官府 敬畏分明 以国的资源是有限的 彼此之间争斗扯后腿 就在所难免了 双方闹出过几次大乱 都以两败俱伤而告终 佛门虽然大伤元气 可王族却是每次都要换一位国主 最后谁都奈何不了谁 只能是彼此牵制 王族的人刚把场子找回来 就收到了各地僧奴们集合演练的消息 这下子 真辣国主奔哈亚特坐不住了 你闹归闹 可是你聚兵是几个意思 争不过就要先桌子 吓唬谁呢 老子怕你是咋的 一道道军令传了下去 真辣各地的驻军都动了起来 开赴各地防备僧奴兵 真辣各地官军不断地调动 这让真辣佛门更加的笃信王族要对佛门动手了 佛门一面敦促僧兵们加紧操练僧奴兵 一面加大了暴黑料的力度 甚至连大法师们都不惜亲自下场声援 支持苦主们去官府讨公道 审判恶官恶利 这就是真辣佛门的惯用手段 官府要是秉公处置了 那么倒下的就是他们王族的自家人 佛门会民望大涨 官府要是循私王法了 那更好了 佛门马上就会借此机会煽动民乱 佛门怎么都不亏 为了避免民乱 王族只能先捏着鼻子认了 再把犯了事的官吏都一律处置后 再接着挖佛门的黑料 把场子找回来 双方你来我往 今天处置了王族官吏 明天就处置恶僧 如此循环往复 双方的火药味越来越浓 拼到最后 佛门手里还有的是王族的黑材料 可王族手里的黑底子 却已经抖了个差不多 真凭实距的黑料越来越难找 王族损失越来越大 没法子了 只能栽赃陷害了 反正以前也没少干 官府这一耍赖皮 更加激起了佛门的怒火 居然栽赃到我佛门头上来了 岂有此理 狗贼亡我之心不死 挑起事端的一方 应该先收手 才能让事情有和解的可能 这也是几百年来 真辣关门和真辣佛门 一直都在军守的潜规则 现在真辣王族 连栽赃陷害的手段都用出来了 都不愿意收手 在真辣佛门看来 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 如果佛门先收手的话 就意味着他们认输投降了 这会让他们割让大量的利益出来 对于刚刚伤筋动骨的佛门来说 这是难以承受的 看来这一次王族是要铁了心 斗下去了 那他们只能奉陪到底了 真辣各地寺院打开库房 将储存的精良藤甲兵器都取了出来 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僧奴兵的手中 以应对最坏的结果 另一边 使劲浑身解数 找官府栽赃陷害的证据 煽动百姓 信众们 攻坚 甚至是围堵官府 真辣官府 虽被折磨得苦不堪言 可就是不下死守 这可把朱瞻鸡给挤坏了 他理解不了真辣人这奇葩的脑回路 都已经逗到这份上了 还要压住手里的刀 那刀留着还有何用 活该他们被一帮兔鲤欺负 真该学学我大圣朝 好好怎么用霞水车洗地 老子花生米都吃完了 你们这大戏还没开场呢 混蛋 老子要退票 老子要自己演 去给庄德传令 让他弄死几个带头的贼徒 嫁祸给真辣王族 朱瞻鸡恨恨地命令道 对了 现在已经是雨季了 嘱咐锦衣卫 把证据留得稳当点 别被水一冲就没了 朱瞻鸡不放心地嘱咐道 奴婢遵命 这要是还打不起来 老子就让人把两边领头的舟宰干净了 当日夜间 吴歌城内暴雨倾盆 苍吴纳汉寺 石达牙寺 黑壁寺 拉西布拉甘寺 四座大型寺庙 都有几个蒙面黑衣人造访 黑衣人凭借雨夜的掩护 直奔掌权大法师的住处 一日一早 几位寺院的掌施大法师被人发现死在了自己的残房内 四中管事急忙派人去通知其余寺院的大法师们 现场遗留的这个藤甲钉是王族攻防产出的 只有最精卫的官军才会用这样的甲钉 这是谋杀 这是王族的报复 我们要为大法师报仇 不能坐以待毙 对 不能就这么算了 他们这么算 已经坏了规矩了 下一个遇害的 可能就是我们在座的诸位 王族之恩已经入魔了 暗杀这种下座的手段都用了出来 已经无法善了 诸位 准备 扶摸救世吧 连暗杀这种手段都用了出来 佛门和关门之间 再也没有转环的余地了 这已经摆明了 要不死不休了 王族的野心家 又要做唯无独尊的美梦了 打醒他 我等 今日就要乔装打扮 混出城去 和我们僧奴兵会合 你们几个徒孙辈的 把各式的信众们都聚集起来 排上大法师的遗体 去官府讨要说法 尽量鼓动起来 制造混乱 方便掩护我等出城 是 几家寺院的大众生 连续不断地想了起来 这是寺中出了大事 召集信众帮忙的众生 各寺院的前程信众们陆续赶来 得知大法师遇害的消息后 群情激愤 跟随遇害大法师的徒子徒孙们 浩浩荡荡地往府衙赶去 吴歌城主路上 五谷人流汇成一谷 把主路堵了个岩式 连同府衙大堂 一起被围了个水邪不通 借着官府调兵 维持秩序的机会 城内的大法师们 带领寺内的中坚力量 乔装之后顺利出城 直奔自己的僧奴兵驻地而去 受理谋杀案的吴歌城 段氏官急得一个头两个大 这些证据是做不了假的 大法师们也确实是遇害了 他自己在心里也认定了 这事是他们王族子弟干的了 这次冲突 让不少的王族中人丢了性命 至亲之人出手报复 一点都不奇怪 只是这样的阴私手段 把他们双方保持的默契 全都毁掉了 一场大乱就在眼前 这事他管不了 速去禀报国主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飞卢中文网同名小说 独家改编的 《大明开局随永乐北征》 作者 大卢狐 演播 咸鱼可以清蒸 木木 飞卢听书工作室 倾情制作 收到消息的国主 急忙召集 孤洛芝 高相平 婆和多灵 舍摩灵 阮多楼 等官方大员 商议对策 在他们看来 这件事 是他们王族中人 所为无疑 四位大法师 被人杀害在自己的禅房 是既定的事实 除了他们王族中人 别人是办不到的 国主一边下令 让段氏官加紧查案 安抚佛门信众 一边派人 去请城内的大法师 来王宫议事 一夜之间 四位大法师遇害 他们要是还硬撑下去 一场举国的大动乱 将无法避免 毕竟 他们王族 先坏了规矩 禀报国主 大法师们都不见了 寺院里的管事法师们 也都没找到 现在城内寺院里 都是小辈子法师们 在主室 僧众剩余不足一半 不好 真辣国主惊呼一声 他们一定是出城了 他们一定是 去找僧奴兵了 这麻混战 他们要起兵造反 他们一定还没走远 请国主下令 把他们追回来 千万不能让他们 和僧奴兵会合 孤洛芝急忙建言道 事已至此 我们应该做好 最坏的打算 应立即传命 各地驻军封锁要道 避免佛祸蔓延 都城全面戒严 城内大小寺院 全部封锁起来 避免妖僧们 里应外合 冲击亡击 高相平补充道 幸好国主有先见之名 一早就把军队调防到各处僧底周边 要不然会让他们打个措手不及 我们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佛和多灵夸赞了一句 国主 城内的信众们已经被鼓动起来 一旦作乱 不可收拾 还需慎重对待 陈建议找几个替死鬼 先把信众们安抚下去 避免不明就里的信众们 被妖僧裹挟作乱 舍魔灵建议道 全部赵准 速速去办 议事完毕 一封封亡命 传往真辣各地 吴戈城段氏官收到命令后 迅速地找来了十几个倒霉蛋 当着众人的面 就地斩杀 才让激愤的人群冷静下来 吴戈城各处城门全部关闭 各处要道均已封锁 全面戒严 城内各大寺庙的 剩余的小光头们 都被勒令 居于寺内不能外出 并有真辣官兵看守 寺内各兵器 都被收缴一空 这么大的动静一闹出来 连普通人 都知道要出大事了 少数长者看得更明白 这是佛门和关门 又要起大战 上一次 佛门和关门起大战 还是在六十年前 也是那一次大战之后 真辣的军队 就开始走下坡路 一直被先罗人 战魄人 胶纸人 轮着打 要不是王族的底子后 养得相兵多 他们真辣 说不定已经亡国了 再出一次大乱 真辣就真的离亡国不远了 经历过上一次 官佛大战的老人们 都担忧地想到 各地的官兵和僧奴兵 都准备就绪 对峙起来 气氛紧张得很 可 就是不开打 两边都是只知道放嘴炮 喷吐嘛 就是不动刀 好像觉得用嘴 就能把对方骂死一样 一连骂了五六天 还是不动手 朱瞻鸡这个等着捡便宜的 都着急上火 嘴起泡了 对峙的双方 还是在互相吐口水 还越吐越来劲 就他们这个搞法 明年都打不起来 真他妈磨叽 传令庄德 赶紧让他们打起来 让锦衣卫和龙香卫配合好 把在仙罗用过的法子 再用一遍 要让两边的仇 大到不死不休才行 真辣都城内 剩下那些小光头 也别放过 挑几个人员好的守卫 宰掉 宰到小光头头上 再宰掉几个小光头 宰到守卫的头上 让真辣上下 内外 都给老子乱起来 要是这两帮人 骂几天骂累了 各回各家了 老子就他们做辣了 是 奴婢遵命 真辣国 菩萨府 大行嘴炮现场 官军和佛军 对峙还在继续 双方加起来 有五六万人 就隔着一条 摸不过腰身的小盒 互相吐吐嘛 有准头的高手 能把口水 吐到对面人的嘴里 都这么近的距离 就是不开达 躲在附近观战的 锦衣卫密探 和龙香尉士兵 都困得直打哈欠 这么奇葩的敌对双方 真是头一回见 明明 把矛头使得 劲儿伸一伸 就能捅到对面了 就是不干 王头 您经验足 这是个什么路子 您看明白了没有 这还有什么看不明白的 这两边领头的人 都不想打 士兵们没有命令 只能先骂着 领头人不想打 这可不行 他们不打 咱是干嘛来了 王头 你先歇着 我带人去替他们 拿主意去 你等会儿 先别着急 庄德大人的命令 已经传过来 让咱们晚上再动手 正好 他们晚上开饭前 还会再骂一阵 那时候 动手更稳妥些 雨季一到 每天晚上都会下雨 到时候 大雨一下 两边的降命 都传递不变 等在天黑下来 两边 只能是乱杀在一起 连个阵型都不会有 这样杀起来 死的人才多 又到了一天的晚饭时间 天上的乌云 已经压得很沉 过不了多久 就要下雨了 按照惯例 晚饭前 还得来一次骂站 等到大雨一下 回营 吃饭 睡觉 一天 就又过去了 双方的主力 再次 唠来到水摇水沟两旁 叫骂下来 对面的假和尚兵都听着 二等家里的婆娘 都让和尚们睡腻味了 你都不知道 真是傻缺啊 傻子可怜呢 好好瞅瞅你们家小崽子 看看有没有一个和你们长得像的 有没有 养了便宜儿子 当了便宜爹咯 哈哈哈哈 哎 对面的 我是你爹娘的 哎 不对 是错了 你娘亲太老了 我是你婆子 是你家里女娃子 我 我 两边 人正骂得起劲 不知从何处 飞来几只进食 直奔骂得最起劲的几人 见识从嘴射入 透体而出 中间之人 扑通倒地 抖了几下 气绝 身亡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纷乱的叫骂场面 为之以尽 两边的人都惊住了 以至于 都忘了反击 嗖嗖嗖 又是几只进食来袭 把督战的军官 舍翻在地 啊 狗日的偷袭 还击还击 傻 傻 众箭的督战官 痛呼一声 暴弩之下 下令还击 刚下完令 又是几只进食来袭 直接取走了 双方督战官的性命 交战双方呆愣的士兵们 都反应过来 拔刀挺枪 就往对面冲去 沙哑 沙哑 这场大战 终于 还是打起来了 天上的乌云 越压越低 天色 也越来 越岸 轻 轻盆的大雨 笼罩了整个战场 浅浅的小河沟 很快就被双方的鲜血 给染红了 突然爆发的战斗 让双方的主将 失去了对局势的把控 鲍鲜 鲍鱼笼罩下 声音根本传不了几步远 乌云又加重了夜色 视线更是模糊不清 看不到远处 贸然的明金收兵 或者整兵合阵 都可能会让几方的士兵 被对方追着党 眼下的战局 只能是派兵增援 先把对方杀退了 才能整合兵阵 两边主将 又想到一块去了 先退的一方 肯定要被对方趁势掩杀 所以 他们都选择了 增兵 王头 我们那边迎门大开增兵了 你们那边怎么样 贾和人这边也增兵了 看来 两边都不愿意被掩杀 这是要硬碰硬 好啊 这可是个好机会 这样的环境下 咱们把两边的主将副将都弄死 这仗就有的打了 好嘞 那 我先带人过去了 先带人摸过去 埋伏好 让他们 接着打一阵再动手 顺道 把他们的传令兵和明兵都拿掉 传令兵和明兵都拿掉 两边就只能乱杀一通了 永远都接不到撤退的命令 直到有一方被杀散为止 养足精神的两队龙香队和锦衣卫混合编队出发了 按照既定的计划 延长双方厮杀的时间 就在今夜 真辣境内各府的大战 突然全面爆发 大战 就是这么突然的爆发了 不仅是佛门实力胸厚的菩萨府 磅清阳府 磅是悲多府 磅慎府 大的惨烈 就连佛门势力十分弱小的 里要多眠己府 班牒眠己府 蒙多礼己府 也不成多让 天公作美 让双方的战损比都相差无几 真辣国境内唯一太平无事的 就只有真辣国都五个城了 也不能说是太平无事吧 只能说是还没有爆发大战 而已 啊 一声凄厉的惨叫 划破吴歌城的静谜 黑石嘎大哥被杀了 黑石嘎大哥被人又吹剑毒害了 一名守卫 在寺苗外的官兵大喊道 手上还拿着一枚毒针 怎么会这样 黑石嘎是个好人呢 所以还给我送了驱蚊的药草呢 这才一夜的功夫 怎么就 这是谁干的 我们要给黑石嘎大哥报仇 黑石嘎大哥不能白死 哼 那还能是谁 咱们睡的是兵杖 除了那些胆大包天的和尚们 谁还敢对我们军官动手 对 一定是那些妖僧们做的 让他们怨恨我们 围住了不摇臉寺 让他们不能进出 所以才杀了黑石嘎大哥泄愤 岂有此理 我们只是听命行事 那些贼徒们 居然这般的不分是非黑白 不能放过他们 我们要杀掉 为黑石嘎报仇 把凶手找出来 找出来杀掉 对 不然 下一个被害死的 就是你我了 走 大伙 都跟着我 去找贼徒们算账 让他们 把凶手交出来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飞卢中文网 同名小说 独家改编的 《大明》 开局随永乐北征 作者 大卢狐 演播 咸鱼可以清蒸 木木 飞卢听书工作室 倾情制作 等等 大人可是叮嘱过我们 只要里边的和尚 不应用往外冲 咱们就不能动手的 是他们先动的手 官兵们 带着兵器 抬着被害死的好人 黑石嘎 怒气冲冲的 破门而入 把凶手交出来 交出来 要不然 别怪老子不客气 官兵们大吵大闹的 惊动了寺内的和尚 临时管事法师 站出来道 阿弥陀佛 施主们 误会了 寺内并无凶手 少废话 赶快把凶手交出来 省得牵连你们 全死的无辜之人 官兵上前 恶狠狠地逼世道 这 这绝非 我寺中兄弟所为 应该是 这人的仇家所为 带我等做法 为其超赌亡魂 黑石嘎大哥 没有仇家 大怒之下 使劲抽了巴掌 那法师被抽到在地 从袖中滚出一雾 正是一枚吹剑 官兵 把吹剑捡起来查看 里边 还有现成的毒针 咦 这是何物啊 怎么会 在我身上 不知道是吧 没关系 老子就让你 见识见识 官军怒急而笑 将吹剑放入口中 对着那法师使劲一吹 你怎敢如此物理 这 这 这 要毒 要毒 这 就 就 话未说完 口吐白沫 毒发而亡 咳 现在知道 这是什么了吧 那官军 讥笑道 果然是这帮贼徒们 害得黑石嘎大哥 这么死了 真是便宜他了 哼 报完仇的官军 打算回去把战友安葬 和尚不让了 杀了他们的人 就这么一走了之了 怎么行 站住 佛门 岂是让你们 放肆的地方 让开 别给脸 不要脸 凶器 就藏在他身上 他就是凶手无疑 尔等 那官军 话未说完 突然脖子一疼 伸手一摸 居然是一枚 吹剑用的毒针 他 居然中了毒针 招死 那官军怒急之下 挥刀乱砍 砍死了两人后 毒发身亡 战友 就死在自己眼前 这让官军们 气冲斗牛 不由儿童的 抽刀砍杀起来 不到几夕 便将挡在前面的 几十号法师们 砍倒在地 手无脆腾的法师们 只能惊慌失措地 到处躲避 杀红了眼的官军们 这是一场 一面倒的屠杀 当当当 当当当 法师们 敲响了寺内的大钟 召唤信众们帮忙 不咬比连寺 周围的虔诚信徒们 听到急促的钟声 急忙从四面八方 聚集过来 好勾胆 竟然敢在 浮门重地 杀戮法师 弗里南荣 大伙 跟他们拼啦 这些最虔诚的信徒们 一看官军 正在追杀法师们 进阶怒火重烧 大喝一声 就动起手来 官军 虽然仗着兵器的便利 可毕竟是人少示威 没等砍翻几人 就被一拥而上的人群 放翻在地 极脸的狂信徒 可没顾忌官军的身份 一队官军 接二连三地 被生生暴打致死 不咬比连寺 闹出的动静 早就传了出去 四周的巡逻官兵 正在往这边赶来 先赶到的巡逻队 看到自己人被暴民 按在血泊中暴打 二话不说 抽刀加入战团 赶来的巡逻官兵 越来越多 赶来的信徒 也越来越多 暴乱规模 也越来越大 官军的援兵 各个都是全副武装 信徒们 大多是赤手空拳 不出意外的话 官军 应该凭借刀兵的优势 震慑一番 然后把暴民拿下 再等候上级的指示 可是 意外偏偏就发生了 各支巡逻官军的头头们 不知道被哪里射来的冷箭 给带走了 没了发号施令的人 杀戮就没人制止了 最终 不咬比莲寺的僧众和狂信徒们 被屠戮一空 哇 发财了 发财了 不知是哪里传了一声 得意的大喊 让残存的官兵们 严厉的金光闪烁起来 对了 这些和尚们 可是富得流油啊 深入宝山 可不能空手而归 官军 开始翻箱倒柜的搜刮战利品 寺中库房门是铁座的 他们打不开 即便如此 寺内和尚们的私材 仍然是让他们赚了个盆满钵满 在吴歌城内 仅因为密探的推波助澜之下 不到半个时辰 不咬比莲寺的僧众和信徒们 被官军屠杀 搜刮一空的消息 就传遍了整个吴歌城 从不咬比莲寺内走出的官军们 身上都挂了大包小包的金银珠宝 这就更坐实了官军屠杀 搜刮不咬比莲寺僧众的事实 然后 五个城内其余寺院 就先后收到了一封 虔诚信徒送来的 记载着不咬比莲寺屠杀事件的 详细经过的信件 信件用超写实手法 残忍描绘着官军 是如何的贪婪 如何的残忍 拉西布拉干寺大殿内 碰 精壮的青年法师 探完信件后 愤恨的一巴掌拍在了桌子上 入魔了 都入魔了 连佛祖的弟子都敢抢劫 杀路 他们已经彻底坠入魔道 没救了 师弟 先不要着急 我已经派了 采买菜书的弟子 出去打探了 若是真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是万万藏不住的 官军 虽然不允许他们出四门 可是四众的生活必需品 还是允许派专人出外采购的 要不然 城内这么多的法师 每天光是吃饭 就是一笔庞大的开支 官府可舍不得补贴那么多 师兄 何必多此一举 不咬笔连寺传出的钟声如此急促 一定是出了大事无疑 小心 无大错 送信的人到底是不是我们的信徒 还不一定 两人说话的功夫 外出打探消息的人已经回来了 打探到了没 不咬笔连寺到底怎么了 师兄第二人一口同声地问道 那人心有余悸地灌了一碗茶水 稳定了一下心神 尝出一口气后 回复道 打探到了 不要笔连寺的师兄弟们 已经全部遇害 赶去支援的信仲 也被官军杀了 整座寺院 已经被官兵们搜刮一空 我往返的时候 大批的官军正在赶过去戒严 出现在周边的佛门子弟 全被拘押 我是躲在水沟里 爬了摆石布 才躲过了盘查 狗官们已经疯了 我们要赶紧想办法才行 不能等着他们杀上门来 把我们拉西布拉干斯 也杀光 抢光 师兄的眉头深深地皱了起来 心中的侥幸被打掉了 这么残酷的现实 是他和已经走掉的大法师们 没考虑过的 他们从没想过 王族的人 居然敢这么地践踏底 连普通的僧众都不打算放过 师兄 翘中吧 召集我们寺院的僧众和信徒们冲出去 去找师父和大法师 留在这里只会让关门的狗贼们 一个个的杀干净 只有我们一家是很难成事的 那 那也不能留着城内等贼兵杀上门 师弟 先听师兄把话说完 我们一家很难成事 只有把城内的寺院全都联合起来才行 师父走的时候交代过 我们寺院东墙外的第一排人家 全是可以信任的自己人 我们把密信写好 扔到他们的院子里 托他们去帮忙 去城内各处寺院送信 到时候 城内的佛门力量一起发动起来 我们想要冲出城去 就容易多了 吴歌城内的寺院 大多数都有几百年的传承了 城内城外有不少的铁杆亲信隐匿 让这些人传递信息 沟通串联方便得很 城内寺院大范围相互勾连的异常举动 没有瞒过仅一位密探的眼睛 吴歌城内一处偏僻民房内 嘿 果然不出殿下所料 小光头们被吓得坐不住了 要跑路找大光头去了 锦衣为指挥使解释 庄德朗声大笑道 殿下居然早就料到了 城内的和尚们要跑路 属下问道 这是当然 殿下不仅料到了他们要跑路 殿下还命我们提前大半个时辰 派人去真辣官府告密 让真辣的官府可以有些时间准备应对 但是又没有充足的时间去准备充分 这么一来 真辣的官军就只能狠下手杀了 杀得不狠 可拦不住一心想要逃命的小光头们 再加上 还有咱们锦衣卫和龙香卫在一旁轻力相助 定要让吴阁城内血流成河才行 殿下真是多智近乎腰 行了 别拍马屁了 你在这拍子再想 殿下也听不见 下去准备人手吧 今天晚上可是一场十几万人的大场面 要让他们能多杀一阵就多杀一阵 属下遵命 真辣王宫 糟心的消息一件接着一件的传来 使得真辣国主奔哈亚特心力交瘁 第一件坏事就是 关门和佛门的战争还是开打了 他曾经三令五身的交代将军们不许先动手 竭尽全力避免战争的到来 他的本意是先对峙一段日子 让那些蹬鼻子上脸的贼徒们都冷静冷静 最后还是得要通过谈判来消弭这场战祸 因为真辣国的历史告诉他 佛门和关门之间的战争 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 最后都是让外人捡便宜 不是外边的战婆人 老窝人 仙罗人 就是他们王族内的野心家们 寄予王位 可惜啊 天不从人所愿 战争还是开打了 晚幸的是 他比之前的国主要幸运些 之前的国主不仅要打仗应对佛门 还得防着外贼趁机捡便宜 最后还要防着王族的内贼颠覆他们的王位 他现在只要应对佛门防着内贼就好了 他们周边的国家都被大明给占领了 且不论大明能不能看得上他们这样的酷热之地 单单要消化掉新占据的国土就要花费大明不少时间 按照经验 没有个十年上下的经营 稳不了当地的人心 所以只要他们真辣老老实实地不去摸老虎屁股 大明应该是懒得搭理他们真辣的 第二件坏消息是 战争的规模太大了 第一次交战就波及了真辣治下的二十个辅州 真辣几乎是全境都燃起了烽火 局势在朝着彻底失控的方向发展 第三件坏事是 第一战打得实在是太惨 太惨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卢中文网同名小说 独家改编的大明开局随永乐北征 作者大卢狐 演播 咸鱼可以清征 木木 飞卢听书工作室倾情制作 战后收拢的士兵还不到四成 各地主将副将都没于战阵 佛门那边损失也差不多 他实在是闹不明白 第一战到底是他们官门赢了 还是佛门赢了 第一战怎么就打成这么个鸟样子 他到底是该继续征兵备战呢 还是找佛门好好谈一谈呢 大家的损失都挺惨的 贼徒们肯定也不好受 硬撑下去 其实对谁都没好处 紧接着 第四件坏消息传来了 不咬比莲丝的和尚们 被他手底下的官军给杀干净了 真辣国主还寄希望于的和谈 这下子彻底无望了 别说大门了 现在连窗户都被封死了 时也命也 现在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 传王赵 继继继继继续加派重兵 封锁消息 不咬比莲丝的事情 绝对不能扩散出去 传王赵 加紧都城内外城防 关卡的巡逻守卫 进防有人趁势生乱 传王赵 我真辣国境 每户抽一撞钉从军 命各府镇 州 加紧操练 各地武库粮库大开 保障大军供给 谨遵亡命 后路被决的真辣国主 终于下定决心 一连下了三道王赵 全面备战 可本哈亚特的心里 总有一种隐隐的不安 萦绕不去 禀报国主 高享平大人说 有急事要求见国主 哦 快请 微臣拜见国主 高享平气喘吁吁的行礼道 看来是一路跑过来的 快快免礼 咱们一家人 不许如此多的礼数 快说 适合钥匙吧 谢国主 微臣收到密报 城内的寺院 已经串联到了一起 他们约定 在有时正同时 敲钟聚集信众 然后分兵两路 高享平的话 让真辣国主心里一突 这就传在一起了 消息怎么会传得这么快 第一路由各寺院的亲信之人带领 沿途裹挟百姓冲击王宫 一来吸引城内官军的兵力救援王宫 给贼僧们出城提供便利 二来若是有事可为 就顺势而为占领王宫 第二路由城内的几万僧众组成 他们要趁着第一路冲击王宫 制造混乱 冲出城去 会和各地妖僧的乱军一起作乱 他们私下藏匿了大批的剧毒吹箭 因为吹箭体积太小 之前收缴他们兵器的时候 并未发现这些吹箭 这一次都被取了出来 万一让乱民冲进了王宫 就追悔莫及了 还请国主尽快决断 现在距离有时 只剩半个时辰了 真辣国主奔哈亚特文言暴怒 立合一声好大的狗胆 居然敢冲击王宫 还敢带毒箭 好 好好好得很呢 本王 要让这般狗胆包天的妖僧乱民 有来无回 统统下十八层地狱 俗传王赵 召一万精锐巷兵 从北门加紧入城 护卫王宫 并召三万精锐巷兵 并一万新巷兵 加急前往都城四门处 堵截乱贼 剿灭叛乱 传命 都城内外上下并王宫卫队 全军紧急备战 无论如何 要坚守到援兵到来 绝不能放一个贼子出城 命令各级官吏 武装各家的家丁护院 帮助官军驻守要道 本王 要将他们一锅端掉 把都城内的佛门势力连根拔起 吴戈城内常驻的守军 只有一万人 加上拥有军事能力的官差 也不到两万人 仅做维持都城内日常治安之用 真正抵御外敌的屏障 是常年驻扎在城外的五万精锐巷兵 赔偿给大明一万头成年战相之后 吴戈城内精锐兵力 是四万精锐巷兵 和一万刚更换战相的新边巷兵 也就是说这些大家伙赶来支援之前 吴戈城内的一万多守军 只能独自应对即将到来的大乱局 而这一万多守军 大半被调往城门处防守 剩下的兵力要守卫官衙 俯库等要地 城内各条道路 已经由王族各支本家的家丁 护院们在帮忙警戒 最关键的是 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官军没有时间对城内的寺院 进行各个击破之法 贸然动手只会提前引发叛乱 官军现在需要时间 等待援兵的到来 才能稳定住城内的局势 剿灭叛乱 有时一到 吾歌城内绝大多数的寺院几乎同时敲响了 寺中召集各寺院的信众 个别的小寺院虽然也参聚了串联 可临时反悔了 小门小户的读不起 只能紧闭寺门来个两不相帮 全城的寺中同时敲响 整个吾歌城都跟着动了起来 有时本来是晚饭时间 信众们听到钟声后纷纷放下手里的碗筷 拓家带口地赶往寺院 吾歌城内各处道路全都是摩肩接踵的人群 路口处临时设置的检疫关卡拦在了各处人群的面前 等一下 戒严了 都回家去 城外各地的福州僧奴叛乱了 国主正在调集大军评判 为避免都城寺院内外勾结 全城戒严 都回家去 不要惹事 不要被人利用了 都是拖家带口的 就算不为自己着想 也要为自己的家人着想吧 妇女造反是要连累全家老小的 官门和佛门正式开打总共还不到三天的时间 百姓们都还不知道战乱的消息 现在 一听官老爷们说打仗了 立马就有人打了退堂鼓 带着家人扭头就往回返 有人带头就有人跟上 人群开始陆陆续续地四散回返 这就对了 都回去吧 老老实实地过日子 不比什么都强 前线打仗的士族们 有不少都是我们的都城子弟 父老乡亲们 不要让子弟们的血白流了呀 信仰是一回事 命是另一回事 帮忙没问题 可要把全家的命都搭上 跟着一起造反就不可以了 信仰坚定到可以不必生死的人 毕竟是少数 绝大多数信佛求的只是一个寄托 所谓的福报和因果 他们从未真正地见到过 听到终生召唤来的百姓 都是各寺院的信徒 可真正不顾官府劝阻 在原地的仅剩两成不道 这些人就是所谓的狂热信徒了 男女老幼都有 收到官兵拦路消息的和尚们 不再等待 拿上新智的棍棒就冲出四门 一用而上 把门口仅剩的少量守卫们乱棍打死 五哥城大暴乱 拉开了序幕 临近寺院的和尚们 和兵一处 往路口的关卡处奔了过去 停下 现在留守还来得及 千万不要自怒 大法师们 把儿等留在城内 没让儿等一起参加叛乱 就是不想让儿等 搅过进来 这是在给各家寺院 留后路 东山再起的机会 儿等身上可是承担着各自佛门分之香火之重 儿等现在的所作所为 是在断绝寺院的香火 断绝你们寺院的希望 不要做傻事 万事好商量 国主有令 只要儿等愿意回头 一切罪责一笔勾销 所犯之事既往不咎 看守关卡的王族官员 使尽浑身解数的拖延时间 前边被各自信众堵死了 后边又被冲出来的各自院的和尚们堵死了 员兵还没来 他们这点人根本不够塞牙缝儿呢 事到如今还敢蒙骗我等 不咬比莲寺的师兄师弟们 都被你们杀干净了 连赶去救援的信众 都被你们官军屠戮一空 现在收手 我等还有活路吗 狗贼 屠戮佛门弟子 枪害无辜信众 罪恶滔天 今次 一定要让你们 这帮狗官知道 我佛门 也有金刚怒目 官军首领 看到说动手就动手的和尚们 心里一突 你们是帮和尚啊 怎么说打就打 慈悲之心都丢到哪里去了 佛法治理都白毒了吗 且慢 且慢 诸位大法师 且听在下把话说完 再动手不迟 此事 绝非官府所为 谋害 不咬比莲寺一众法师的凶犯 已经被国主亲自下令拘押 现在 正在大楼接受审问 等抓到 他们背后的主谋之人 必会给受那法师们一个交代 也还我们官府一个清白 诸位法师 千万别上了幕后奸贼的当 这事情有蹊跷 又大蹊跷 我们双方遵守了几百年的规矩 一下就被破坏带尽了 诸位法师 不觉得奇怪吗 很多僧众的表情 已经不思议开始那般怒气冲冲了 面露思索 忠怒之态 对面的信徒们 更是纷纷议论起来 真辣 确实是有这样的规矩 诸位好好想一想 我们真辣国 佛门和官门 明争暗斗了有几百年了 什么时候 牵连过赤身世外的普通法师 和王族小辈子弟 这明显是 有人故意陷害栽赃 要挑拨我们自相残杀 官军首领趁热打铁道 人群中的锦衣卫密探和龙香卫 闻言信里一突 有点拿不准 这个卖嘴的真辣官 到底是真的知道些什么 还是单纯的拖延时间而已 一门仅一位密探 朝身旁的一个真辣族人 低声耳语了几句 那人急忙大喊道 不要听信狗官的鬼话 他是在拖延时间 我亲眼所见 城外驻扎的相兵已经出洞 要不了多久就进城了 法师们 再不走 就要被堵死在城内了 话音一落 人群历史响起一篇大声附和 狗官可恶 竟敢谋害我佛门弟子 打死他们 打死他们 为死去的法师们报仇 打死他们 和尚们一听 相兵就要进城了 心慌之余更是怒火中烧 抡起棍棒就冲上前去 狗官该死 绝无此事 绝无此事 啊 住手 听我解释 听我解释 啊 草泥牢了 弟兄们 杀 杀 挨了几棒子的官军首领 知道事不可为 倒地之前 急忙贺命自己的家丁和护院们动手 此处看守官军所辖 只有不到两百人 此处聚集的僧众僧民 足有两千人 还没来得及挥舞几刀 就被人群放翻在地 乱棍 打死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卢中文网同名小说 独家改编的大明开局随永乐北征 作者大卢狐 演播 咸鱼可以清蒸 木木 飞卢听书工作室 倾情制作 冠军有了准备 法师们凭借这些棍棒 是断断出不了城的 我等连棍棒都没有 更加不是冠军的对手 围巾之计 只能先抢下城内武库 有了兵器 我等才能护送法师们冲出城去 可是 和尚们一早议定的计划出了差错 突然袭击打不成了 接下来 他们就会被官军各个击破 要是被堵住了 肯定会被砍头的 一帮没经历过大场面的厨儿们 已经是方寸大乱 事不宜迟 再玩可就来不及了 走 都跟我走 我的大家 去武库抢兵器 就算拼掉性命 也要保全法师们周全 死后 必会入极乐世界 想无边喜乐 走 快跟上 在大家都没了主意 并且乱了方寸的时候 能站出了拿主意的人 自然而然的 就成了主心骨 一行人 浩浩荡荡地 往城内武库赶去 巧合的是 当他们这一队人 赶到武库的时候 武库已经打开了 聪明人 可真不少 英雄所见猎童 那都是我们的战友 快去帮忙啊 手里头有兵器的打头战 冲啊 主心骨大喊一声 带队冲锋起来 在有心人的刻意引导下 城内各处的僧众 僧民们 和继十几万人 全都朝武库涌来 武库告破 三千多元守卫 大多是被人群踩踏致死的 当僧众们急不可耐地 帮助僧民们 分配兵器的时候 人群中的主心骨们 都悄悄地撤退了 龙香卫 和锦衣卫密探 还有别的任务 武库里的兵器 还未完全分完 城外的巷兵 就已经入城了 沉重的脚步声 游远 极近 不好 想兵来了 快去 敲锣鼓 点火堆 快去 大象 在战场上的威慑 是无与伦比的 不过 也不是没法对付 大象耳朵大 怕吵 而且动物 都有怕火的本能 这时候 相兵 就会通过堵住 大象的耳朵 蒙住战象的眼睛 来应对 奉王命 剿灭叛逆 杀 官军发起了冲锋 我佛如来 在看着我们 就算生死 也会前往极乐世界享福 诸位 随我等 除魔为佛 杀 往生极乐 杀呀 为我佛们 杀杀杀 一方 是人数众多的狂热信徒 一方 是战场大杀器 巨无霸相兵 碰撞开来 轰隆 轰隆隆 哗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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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辣国的雨季 每天傍晚 必有一雨 大雨 浇灭了火堆 掩盖了些 人丝相名 一颗不停地 冲刷着地上的鲜血 可鲜血 还是不停地喷溅着 真辣官军 储备在武库里 强弓硬弩 长矛 都对准了 官军最精锐的相兵 一个个穿着 崭新藤甲 手持利刃的狂热信徒 奋不顾身地 把兵器刺了出去 刺向大象的眼睛 嘴巴 拨梗 以及 后门 这些地方 都是大象的弱点所在 常年和大象为伴的真辣人 对此一清而楚 他们当然也清楚 大象被激怒的后果 可仍然义无反顾地冲了上去 他们坚信 为法师们赴死 可以往生极乐 家人也会有福报 被激怒的大象 发起狂来 开始乱冲乱撞 把背上的相兵甩下相背 不分敌我的踩踏冲顶 相笔一甩 挨着了就是 骨断金裂 相腿一踩 就是一条人命 相兵的军阵 被发狂的战相给搅乱了 冲锋的势头为之一致 找准机会的狂热信徒 大喊着往生极乐的口号 冲了上去 每个人最多也就能在 战相身上留下一两个伤口 就会被战相身上的 弓箭手和长矛手反杀 还有来自战相腿太山压 顶般的热情问候 如此往复循环 狂信徒们越冲越靠前 人数也越冲越少 法师们却越来越往后缩 法师的损失 相比信徒要小得可怜 帮忙的群演前赴后继 汉不畏死 主角却怂得利索 纷纷往后退却 逢刺至极 多么熟悉的画面啊 吴歌城的军事力量 只剩四处了 一处是守卫王公的卫队 和一万精锐相兵 一处是守卫城门的守军 一处是进城镇 镇压叛乱的守军 四万象兵 最后一处是守卫城内 府衙、府库的护卫 除此之外 吴歌城再也没有军事力量 连各家的家庭和护卫 都被紧急抽掉一空 并且在第一波的叛乱中 全体殉国了 此时此刻 真辣国都内的绝大多数王族釜底 几乎毫不设防 这就给龙香卫和锦衣卫的行动提供了相当大的便利 早就在吴歌城内潜伏下来的龙香卫和锦衣卫们都精心乔装打扮了一番 配合着真辣国的制式兵器 趁着夜色和暴雨的绝好遮掩 分头奔向了城内的各家王族 府院 龙香卫和锦衣卫的这次差事 之前在仙罗王都大城已经干过一次了 刺杀王族南丁 大城和吴歌城还是有区别的 大城内的王族几乎是仙罗的全部王族 而吴歌城内的真辣王族却是只占整个王族的两成不到 真辣的其余王族全部散布在真辣国各府州任职 地方上的王族人数庞大的很 实力也雄厚 所以龙香卫和锦衣卫此次行动的目的 不是为了全诸真辣王族南丁解决大明后悟之忧 而是为了彻底激怒真辣王族 让整个真辣的官方力量跟王族各分支的私人力量 全部拧成一股绳 不仅要同仇敌忾 还要不留余地的打击 甚至是消灭真辣的佛门势力 让真辣为二的两方势力彻彻底底 真真正正的变得无法共存不死不休的局面 明争暗斗了都大几百年了 分不出个胜负怎么行 以前的大战分不出胜负 是因为真辣的佛门力量分散 目的号令都不尽统一 王族各支买又心思各异地保存实地 留有余地 总是不肯拼尽全力 这下好了 双方磨磨唧唧的臭毛病 应该都能好好改一改了 准备工作 做得十分充分 龙香卫和锦衣卫的混编小队 很快就拜访完 五阁城内近五百家 王族各支的府邸 趁着夜色和暴雨的掩护 通过水道 悄悄潜出五阁城 今夜 龙香卫和锦衣卫的力量 要全部撤出五阁城 紧留惠民商行 作为耳目 留在城内关注局势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出了这么大的事 一定是要封城 展开全城大搜捕的 挨尖挨护的盘查 万一露了马脚 就话设天足了 武库前的大战 进行到了尾声 领先主演的 两万多寺院法师们 还剩两万上下 伤者寥寥 阵亡者也是寥寥 五阁城内 聚来支援的 十万余群众演员 也只剩下了两万上下 且不分男女 几乎人人都带伤 十万余信仰 虔诚到可以精神驾驭肉体的 狂热信徒 用八万余人阵亡的代价 硬生生拼掉了 近万头战相 最终 还是败下阵来 人力有时穷 两万真辣佛门狂热信徒 最终力竭倒地被俘 两万真辣寺院法师 紧随其后 跪地请降 把这些妖僧 全都给老子绑起来 若有一栋 就地诛杀 相兵大将 下完令 恨恨恨地骂了一道 呸 真他娘的怂包蛋 还不如老婆子们有血性 朽花枕头 中看不中用 丢人现眼 让一帮平头百姓 拼掉他万余头战相 相兵大将 心里恼火非常 好不容易有机会 收拾这帮 躲在后边的罪魁祸首了 嘿 一大帮 年轻力壮的光头小伙子 居然干脆利落地 气泻跪地请降了 忍了大半个晚上的火气 发不出来 憋得那叫一个难受 佛门在真辣国地位超然 有王赵在诛杀作乱的妖僧 杀多少没事 可这些投着降的僧人 他没胆子杀 他可不想等两边和谈的时候 被丢出去 做替罪羊 来人 速去王公禀报国主 叛乱已经平定 朕赞十万 另有被负者四万余 这些人该怎么处置 请国主试下 将军 这个时辰 国主应该还在睡觉吧 还有不到两个时辰 天就要亮了 等天亮再去禀报 也不迟 大将的亲信建议道 一动个屁 出了这么大的事 国主他老人家 哪里睡得着觉 速去禀报 让国主安心 还是将军想到周到 属下 这就去王公禀报 王公内 焦急等待的真辣国主 同样熬了大半夜 收到战乱已经平定的消息后 紧绷的心神 才终于松弛下来 俘虏都收尖吧 先饿他们两天再说 持续一夜的大雨 停歇了下来 天光 微微放亮的时候 城内的俘虏们 才被压卸完毕 战场清理完后的吴歌城 从未有过的宁静 但今受怕了一整夜的吴歌城百姓们 终于放下心来 相继 进入梦乡 出大事了 快让开 快让开 我有天大的事情 要禀报国主 十万火鸡 你们让开 不许告扬 国主昨夜 直到天亮才合眼 这才小睡了一会儿 不可惊了国主安琴 天大的钥匙 耽误不得 你快让开 真辣国主 奔哈亚特 睡得正是香甜的时候 被门外 传来的大喊大叫声 惊得一下坐起 外面出了什么事 吵吵嚷嚷的 成何提同 启禀国主 是治安官说 有要事急着禀报 小人担心 你担心个屁 还不赶紧叫进来 耽误了大事 你吃醉的起吗 混账东西 是 小人尊名 治安官进门 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 抱着 奔哈亚特的大腿 嚎啕大哭起来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飞卢中文网 同名小说 独家改编的 大明 开局随永乐北征 作者 大卢胡 演播 咸鱼可以清蒸 木木 飞卢听书工作室 清晴制作 真辣国主被治安官弄得正立当场 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心想 这应该是来诉苦的 昨日大暴乱之前 他亲自下令 让王族各府子弟带领家丁护院们 帮着官军看守关卡 为援军拖延时间 这些人可都是已经阵亡了 来哭闹一下也是人之常情 急忙关切地问道 祖兄 这是怎么了 可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 你先冷静一下 把话慢慢说清楚 来人 上茶 国主啊 出大事了 出大事了呀 真辣国主 见治安官气不成声 忙让人 把他搀扶起来顺气 微臣 微臣一早收到了家中 家中 及城内各王族 各家急报 昨夜 留守府内的南京 全部 全部 遇刺身亡了 仅于志同得以幸免 好惨啊 哈哈哈哈 城内王族 各支 继五百家 上到 六七十岁的祖老 下到 十岁上下的少男 一夜之间 全美了 全美了呀 我王族五千多顶口 五千多呀 我家中四子九孙 长子随我在关押李氏 长孙次孙 在看守城门才躲过一劫 其余三子七孙 全都遇刺身亡了 他们死得好惨啊 国主 国主 你要为他们做主 为遇害的族人做主 灭顶之灾 这是灭顶之灾呀 治安官扑通跪倒 头磕得嘣嘣作响 茶碗 从真了国主手上滑落在地 碎片四箭 一声淒厉的大喊过后 真辣国主昏厥过去 快 快去找医官 啊 谁 是 是谁干的 是谁干的 查出来没有 真辣国主 真辣国主 自欲裕裂的大喝道 是贼和尚 是贼和尚 只有他们 才会这般奢侈 这般虚伪的 在草鞋上 缠丝 他们好大的胆子 好大的胆子 启离国主 佛们的胆子 一向很大 他们曾经 逼迫我们王 族 费利国 三位国主 还有什么事情 是他们不敢做的 国主请看 这是我从我家老三的 指甲盖里 取出来的东西 治安官 再次呈上一物 这是 这是 西十里山上 特产的细木 所制的 佛干 金身配香 启禀国主 西十山 是归于 洞萨玛广寺所有 此乡极为珍贵 产量极低 就连国主您 都讨要不到多少 有可能 流落到外人手里吗 治安官的泪眼之中 胸光闪烁 真拉国主 面上力气挣腾的冷声道 这是 这般贼徒 想趁着昨夜的大暴乱 将城内的王族 全部诛杀 他们好揪战雀巢 取而代之 只是 他们没有算到 城外的乡兵 全都进城了 令他们奇差一招 功亏一篑 好好好好的很 既然 他们都把事做绝了 就别怪我王族 心狠了 船王赵 封城 害人爱家爱户地 搜查城内妖僧与党 这么多的刺客 可出不了城 他们肯定还躲在城内的某个角落里 将昨夜俘虏的贼僧贼民 全部诛杀 本王要以贼子的头颅 祭奠我王族 无辜遇害的儿郎们 士安官急忙贵地请命道 贵臣 请命亲自行刑 以告 亡死儿孙们的 在天之灵 准 所有遇害儿郎的家人 皆可亲自行刑 昨夜遇刺身故的王族子弟 都是没有官位在身的 家里边有官位的人 都在军中和官崖守城坐镇 所以各家的顶梁柱 都躲过了这一劫 谢国主大恩 还请国主下几命 示警地方上的族人们 让他们多加强戒备 多加小心 以免妖僧们顾忌重施 若是再被贼人得逞 只怕我真拉国下一代的族人 连官位都坐不满了 真拉国主文言 金光一闪 地方上王族积攒的家底 同样不可小觑 现在正是要整个王族 都同仇敌忾的时候 准 这事交由族兄一起去办吧 准许亲自行刑的王命一下 王族各家信存的城南 就带着兵丁拿着兵器 往城外军营狂奔而去 好饿呀 两顿饭都没吃了 我都三顿饭都没吃了 现在饿得头昏眼花了 饿坏了我们 佛祖他老人家 会怪罪你的 快去 这个小的可做不了主 法师们 还是等我们对政来了再问吧 守卫对于法师们的不客气 并不见怪 憨憨地回复道 那你先把我们的绳子松一松 手都麻了 这个我也做不了主 您还是等我们对政来了再问吧 守卫再次憨憨地回复道 那那你们对政什么时候来呀 就在这时 军营外有一大群提着刀的人 杀气腾腾地涌了进来 哎 我们对政来了 领头那就是 我们对政提着刀的样子很威风吧 憨批守卫带着几分骄傲的模样 朝身边的法师们介绍道 渭风 渭风 顺着憨疲守卫的目光望去 这副杀气腾腾的样子有点吓人 几位法师担忧地对师一眼 心生不妙 法师 且稍作等待 我去问问我们对政 能不能给你们松吧 能不能给你们做鸡子蒸豆腐吃 憨疲守卫说完就走 几位法师慌忙喊道 你回来你回来 千万不要去 为什么呀 法师们不是又饿又难受吗 憨疲守卫不解地问道 你们对政那样子正在气头上 你现在过去不是火上浇油吗 听话 咱不去 放心吧 没事的 我们对政人很好 也很好说话的 嘿嘿 说话的功夫 拎着刀片的人群 已经直直地朝他们这边走来 脸上的杀气肉眼可见 几位法师健壮 心突突跳得更厉害了 急忙焦急地喊道 不许去 回来 你千万别夺嘴 为啥呀 不为啥 你就是不许多嘴 人群已经来到了俘虏营前 那对政大喊一声道 开门 憨疲守卫文言 立马掏出钥匙 打开俘虏营门 人群众人脸上 表情争硬的 快步入内 憨疲守卫 追着自家的对政后边禀报道 启禀大人 小的 话未说完 只见对政挥刀一砍 扑呲一声 一颗好大的光头 就飞了出去 脖梗处喷出的鲜血 见了憨疲守卫一脸 报仇血恨 血债血肠 杀 报仇血恨 血债血肠 杀 报仇血恨 血债血肠 杀 杀 杀 人群身上的杀意 宛若实质 冲入人群 挥刀便砍 扑呲扑呲之声 连成一片 一颗颗光头 滚落在地 你们干什么 我们可是佛门弟子 住手 快住手 啊 扑呲 一声 飞起一颗光头 施主 尽敢吐露佛门弟子 就不怕我佛怪罪嘛 且慢 啊 扑呲 又飞起一颗光头 这位施主 苦海乌涯 回头是岸 饶命 饶 扑呲 一声 又又飞起一颗光头 施主 放下徒刀 立地成佛 现在迷途知返 还来得及 扑呲一声 又灼 飞起一颗光头 施主 饶我性命 我必不会向师父告状的 真的 扑呲一声 又是 飞起一颗光头 官爷饶命啊 匹僧 知错了 知道错了 扑呲一声 又是一颗光头 飞起 我们是被逼的 我不想跟着作乱的 都是他们逼我的 扑呲一声 又是一颗光头 飞起 小人 只是躲在一旁观看 连刀都没拿我 官爷 你要相信我 你一定要扑呲一声 又是一颗光头飞起 饶命啊 官爷求你了 饶了小命的狗命吧 扑呲 扑呲扑呲扑呲 营门处源源不断地 有人提刀入内 直奔俘虏营 挥刀便砍 累得大汗淋漓 砍不动的时候 就私生力竭地仰天大喊 为亲人报仇的口号 给自己加油打气 奋力 挥刀挥砍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飞卢中文网 同名小说 独家改编的 《大明》 开局随永乐北征 作者 大卢湖 演播 咸鱼可以清蒸 木木 飞卢听书工作室 倾情制作 一下砍不断 就砍两下 两下砍不断 就砍三下 非要让光头们 伸手益处 才肯罢休 从日未终 一直砍到日落 二十个俘虏营里 关押的僧众 都和城内 最虔诚的信徒们 共计四万余人 具备诛杀一空 都城内 仅存的那几家 两不相邦的小寺院 也被杀红眼的王族们 给一锅端掉了 至此 真辣都城 吴歌城的佛门势力 被连根拔起 王族势力 也元气大伤 故 仙罗王宫大殿内 唉 朱瞻基 拿着手上惠民山行 送来的密报 悠悠地叹了口气 他们居然杀福 真是太残忍了 一边伺候的昌盛 刘平 赵安三人 文言面皮 奇奇一抽 负义不已 这不 都是您一步步地 逼到这份上来的吗 你们要都是大明人 就用不到 落得这般下场了 可惜啊 朱瞻基擦了擦眼角 把手上的密报 搓成了碎纸屑 唉 那个 刘平 赵安 你们俩去 弄两车纸钱烧烧吧 好 找个没人的地方烧 热到别人就不好了 呃 奴婢遵旨 两人走后 朱瞻基搓着下巴 喃喃自语道 还算顺利 这下子 他们两边的仇 就再也解不开 再也磨叽不开了 狗脑子都得打出来了 抓紧时间快点打吧 老子想家了 昌盛文言一头黑线 暗自复议道 喝着您这挖坑埋人的是您 给坑里人烧纸的也是您 烧歪纸 继续埋人的还是您 去 给庄德传令 让锦衣卫尽快把吴歌城内发生的事 传遍真落的所有地方辅州 佛门刺杀都城王族的事 要传 王族官兵屠杀佛门子弟和信徒的事情 也要传 嗯 稳妥一点 咱们的人都先藏一阵子 那些不知情的外围 打打头阵 等他们两边都争完兵 开始正儿八经的拼家底 耗元气的时候 咱们的人在下场拉偏价 维持住双方的平衡 加快他们两边的消耗 去传令吧 奴婢遵命 三冕 武泰 战城 老挝 几个新战区的移民安置 新政推行 也都顺风顺水 只要是被统治阶级 甭管是当地人 还是外来移民 只要手里的田地比以前的多 过的日子比以前的好 就没人会闹事 以上几个新战区的统治阶级 又都被扫干净了 少数残存的 也都被畏锁兵 压在山里凿石头 也闹不起来 所以 朱战基有点闲的话 起身伸了个懒腰 筋骨劈发作响 反正 闲着也是闲着 新圈站得慌地 不能老是慌着 朱战基掐着腰 摇摇晃晃的 朝后宫寝殿走去 吴歌城的事情 开始在真辣全境扩散 真辣的懒汉 懒婆们 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 当自来水 哎 你听说了没有 咱们都城出大事了 什么大事 听说都城的法师们造反了 那家伙 十几万人 几十万人 打得天昏地暗呢 哎呀 你就吹吧 都城哪来的几十万兵 这还能有价 都城 单单替了肚的法师 都有个七八万呢 听说 虎城河的水 都让人邪给染红了 那仗 打得老惨了 可不能吧 法师们怎么会自己造反呢 不都是那个僧侬们出面造反吗 哎呀 这个我知道 都是因为 冠军杀了一个 整个寺的法师 把都城的法师们惹急了 这才造反 哎 不对呀 我听说 是法师们先动了手 把看门的官军 咔暗杀了 这才惹怒了兵丁 把不咬笔帘四 给涂了个干净 哇 太吓人了 那法师造反成了没有了 没成 败了 听说 就连投了降的法师们 都被杀光了 哦 哎呀 官军太残暴了 怎么连投降的法师都杀呀 本来呀 我跟你说 本来是没打算杀俘虏的 只是法师们发动叛乱的时候 派了大批刺客 暗杀城内的王族 王族子弟 有好几千遇刺身亡呢 王族的人 能无几眼吗 哎呀 法师啊 策杀王族 王族有啥法师 哎呀 这事啊 要出大事咯 其实是要出大事啊 我们家太爷说了 佛门和关门 每过三四代人 就要出一次乱子 之前 就算出再大的乱子 都没对小辈法师 和王族子弟动过手 这是双方的老规矩 这回 两边都不讲规矩了 所以 这次内乱 一定是几百年来最惨的一次 谁都躲不了 你们敲 说着 那人把手举了起来 晃了晃 我这根手指头 就是被我们家太爷掰断的 残了 我就不用被抽丁上战场了 佛门和关门 爱怎么打怎么打 和老子没关系 嘿嘿 老太爷可真是下了手了 阿弥陀佛 菩萨保佑 我们家呀 就剩两个男的了 千万别在抽丁了 菩萨保佑啊 两边都不是什么好的东西 不过呀 他们打得厉害了 还是咱们这些草民导大门 所以呀 最好还是别打 完了 前几天已经打过一场了 就在咱们庞青阳府的佛地边上 据说是两败俱伤 谁都没占到便宜 佛地全称是佛地庄园 听名字 感觉就跟个大庄子似的 实则佛地庄园的面积 大到昌乎常人的想象 以佛门势力最强的菩萨府为例 佛地庄园的面积和人口 能达到整个菩萨府的六成 而且占的还全都是最好的两天 佛地庄园的土地不用向真辣官府缴纳任何赋税 土地全部都是私产 佛地庄园的佛奴也不用服真辣官方的摇曳兵役 因为佛奴本人也全都是私产 佛地庄园就是真辣的国中之国 菩萨府弥陀山佛地大殿内 欺人太甚 欺人太甚 他们怎么敢 我寺内 我寺内可是留了一半的弟子 一半啊 报仇 一定要报仇 我们要为徒子徒孙们保仇学恨 他们死得好惨啊 我们要杀回去 以欺人之道还之欺人之身 大家先静一静 仇是一定要报的 这是我们真辣佛门六百年来 从未有过的浩劫 我的弟子已经投降了 他还敢屠戮殆尽 这是丧尽天良的邪魔手段 万一我们败了 也会是同样的下场 这一次和以往的任何一次都不同 关门不打算留退路 我佛门也就不能留退路了 本哈亚特这个狗贼发疯了 王族已经不打算和我们佛门共存了 坐在大厅正坐的大法师 语气沉重地说道 他们的祖先们已经试过很多回了 哪一次成功过 到最后不都是坐下来和谈吗 主位左手边的山羊湖大法师发问道 再说 王族遇刺 跟我们佛门有什么关系 弟子们发动信徒举世当夜 王族子弟纷纷遇刺 说不得是他们为了举世所做的安排 时间太巧合了 再真啦 除了我们佛门 还有谁有这么大的力量 举世的弟子已经全部被害 已是死无对证 死杀的事情 是真是假 已经不重要了 眼下最重要的 是保全我佛门的基业 为无辜枉死的弟子讨回公道 要抛掉一切幻想 不惜一切代价 动员一切力量 取得此次大战的最终胜利 王族的蠢货要吞并我们 独霸真啦这块高鱼之地 我们也可以彻底消灭王族 将真啦建成真正的佛国 不要心存侥幸 这一次不胜 则亡 见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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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咬比连四 被图 是事实 都城 留守弟子 发动叛乱 是事实 两万多被俘弟子 全部被诛杀 也是事实 有这些事实在 就证明了王族覆灭佛门的决心 其他的一切都是细枝末节 能否打赢这一仗 能否建立佛国 才是眼下佛门最要紧的事情 佛门和官门彻底对立的消息 已经传遍真啦全境 紧随其后的抽丁令也传遍了真啦全境 每户抽一丁 十五岁以上 五十岁以下 只要不病不残 就必须硬调从军 紧急操练 整个真啦国上 笼罩着一层大战的阴云 启禀殿下 惠民商行传来消息 真啦的和尚们 求够兵器 大量的兵器 要得很急 昌盛禀报道 卖 不过得加钱 让惠民商行 把东营订的那一批兵器 献云给真啦的光头们应急 卖价翻五倍 爱买不买 奴婢遵命 还有跟惠民商行说 卖去东营的兵器 价格也该涨涨了 几个大村长都争起来了 还跟他们客气什么 国主 末将请命 带兵去菩萨府 剿灭妖僧叛军 国主 末将请命 去菩萨府 镇压叛军 末将 愿力军令状 如不能取胜 请占我头 国主 末将也愿力军令状 末将也愿意 还有我 这些急不可耐 要指导 弗门根基的真啦将军 都是着急要报仇的 军令状这种东西 在真啦 可是稀罕物 很少用到 真啦 国主 奔哈亚特 按道一声 军心可用 甚好 现在 还不是决战的时候 菩萨府 暂且先派兵酷守 眼下的当务之急 是集中兵力 抓紧拿下 棒清杨府 棒式碑府 棒童府 塑星了这三府的叛军 地方上的妖僧势力 就会被分割成三块 南北 东西 都不能坚固 合不到一起 对付起来 就容易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飞卢中文网 同名小说 独家改编的 《大明》 《开局随永乐北征》 作者 大卢狐 演播 咸鱼可以清蒸 木木 飞卢听书工作室 清情制作 你们几个率领本部 平定棒清杨府 棒式碑府 棒童府三府 谁能更彻底更快速地 平定三府的叛乱 谁就是平定菩萨府的 统兵主将 愚者为副将 末将 谨遵亡命 马的望府 和国都所在的 先例府的官军 全部固守不出 其余六路官军 凭借着兵力优势 急功 棒清杨府 棒式碑府 棒童府三府 颂奴兵 措手不及 损失惨重 忙向菩萨府求援 菩萨府只要派兵 救援三府 马的望府 和先例府的官军 就会出城 猛攻菩萨府的 北 西两路 菩萨府僧奴大军 值得派少量援兵 救援三府 僧奴军 如此几次三番的 拉锯之后 拥有优势兵力的 官军 攻克清阳 棒式碑 棒童三府 佛门势力最强的四府 被官军分科开来 攻克三府之后的 官军 麻溜的开始 肃清府内的寺院 僧众和僧奴兵 不管你有没有 参与叛乱 只要是和尚 就砍 菩萨府 僧奴兵大营 青阳 棒式碑 棒童三府 败得太快了 想想办法呀 想什么办法 我早就说了 得答应 惠民商行开的价钱 我们的兵器 有一小半 都秀得不能用了 怎么打仗 现在不是台港的时候 我们再和其他三府 被贼军给隔开了 再拖下去 我们就四面受敌了 慌什么 我们被官军夹击 官军不也一样被我们夹击吗 有什么好慌的 现在就答应惠民商行 开的价钱 让他们赶紧把兵器 从西南边境运进来 有了精良兵器 一切都好说 咱们得先交黄金才行 不然惠民商行不肯送货 答应他们 现在是在乎这个时候吗 赶紧去办 你说要是早点答应了多好 早点麻溜的 答应了惠民商行开的价钱 早点把兵器运进来 三府能这么轻易的就丢了吗 三府的佛门弟子 会被官军屠炉一空吗 非要被摁在地上 暴揍了一顿才知道疼 就是贱 管事的大法师当天中午 拉着几大车黄金 找到菩萨府的惠民商行分行 当日傍晚 大批量的鲜罗造军械 就通过泰东不正史司边界 运到了菩萨府交货 这就是惠民商行的交货速度 当然了 军械都是缴获来的翻新兵器 好好打磨打磨 刷刷油 跟新的大差不差 鲜罗 缅邦 老挝 胶纸 战成 连场大战下来积攒的旧兵器 再加上收缴的国内吐司的兵器 好家伙 拨到惠民商行的各处库房都堆不下 打磨刷油后 开始清销给东营的大村长们 得到了这些兵器后 归附于幕府统治下的家族大明们 生出了一些别样的心思 足利义满和足利义持父子 努力维持的东营政治上的小康政策 已经岌岌可危 配足了兵器的僧奴军 开始大反攻 菩萨府 棒慎府 柏威下府 联合出兵 合击 青阳 棒十碑 棒同三府 三府官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首尾不能坚固 节节败退 损失惨重 被福王族各级将领官吏 也被法师们以除魔为名 斩首示众 接下来 双方打得你来我往 总的来说 前期官军站着一定上风 不过 佛门的僧奴更多 也更强壮些 僧奴军的战损 很快就能得到补充 丝毫不影响战局 等到官军的精锐 被消耗个差不多的时候 佛门就能后来居上了 因为新招收的官军 兵员素质比不上僧奴 由于仅以为密探们的帮忙 真辣内战 变得越发的惨烈起来 所有的偷袭 歼灭机会 都被提前破坏 双方只能硬碰硬地拼消耗 战争进行时的大量死亡 再加上战后 对战争俘虏的清算 真辣佛门和王族的势力 都损失惨重 谁都没讨到好处 真辣内战 正是开启了消耗战模式 佛门的后劲 慢慢地展露了出来 从一开始的输多胜少 慢慢地变成 双方打个平手 再慢慢地 到现在战局上风 赢多输少 佛门的任性 一览无余 大战期间 佛门还曾几次扇翻地 派人跑到敌后 煽动各地前城的佛门信徒 企图和僧奴军 理应外合 歼灭官军 幸好 每次都被锦衣卫密探 给捅了出来 要不然 战争可能已经结束了 被吓出一声冷汗的 王族将领们 怒不可遏 将这些咬人的疯子们 一股脑的 全部斩杀殆尽 然后 然后双方 开始相互泼脏水 佛门说 官军杀戮平民 灭绝人性 丧尽天良 罪恶滔天 官军就说 佛门中人 挑唆普通百姓造反 拿无辜之人 当枪使 做挡箭牌 愚弄信徒 佛面磨心 假辞假悲 没有听说呀 西街东口 睡里发乙大家子呀 全让官兵给杀干净了 说是从贼从你 还不是让那些和尚们 挑唆的 睡里发乙家呀 信佛信的都魔障了 和尚们呀 让干嘛就干嘛 脑袋呀 都成浆糊了 和尚和王族啊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狗咬狗一嘴毛 屁 哎呀 有本事啊 他们就自己打就好了 何必连累无辜呢 双方的骂战 不仅没能挽回人心 反而让两边的名声 越来越差 三个月内 双方大战三十多场 小战八十多场 平均每三天一大战 每一天一小战 双方战损兵力 合计约三十多万人 死于战争的普通民夫 已经难以统计 不过 冠军征收的最新一批 姚一名夫 已经将轻度的残疾者 也纳入到了蒸发之列 由此可见 真辣的战争潜力 已经被开发到了极限 双方都在咬牙硬撑 吴歌城王宫大殿 国主 军中没多少老兵了 除了最精锐的王城相兵外 各地军中老兵数量已经不到两成 再这样下去 战局对我们很不利 是啊国主 新招的兵族都没怎么操练过 已经连持三场败仗了 军心动荡 现在急需一场大胜鼓舞士气 真辣国主头疼的拍了拍拨耿道 你们的意思我明白 只是现在王城的精锐相兵还不能动用 新编的相兵已经派出去了 最后这三万精锐相兵是我们王族最后的倚仗 不仅要防备贼徒们偷袭国都 更是要留到决战的时候一战定乾坤用的 我们不好过 贼徒们也不好过 这一仗打完 我们真了需要六十年的时间来恢复元气 甚至是更久 现在就看谁先犯错 谁先撑不住 撑下去才有机会 才有机会彻底消灭佛门 给儿郎们报仇 再次成为真辣说一不二的王族 菩萨府 佛地中央大殿 将军们辛苦了 这几仗打得太痛快了 王族的恶贼们 想必已经知道了什么事 我佛门的怒目金刚了 哈哈哈哈 稍后老那会亲自做法 将你们的功劳 禀报给佛祖他老人家 愿为我佛孝死 久死不回 哈哈哈哈 诸位将军快快请起 快快请起 等到大功告成 诸位将军必使我佛门 护教法王 僧奴军的将军 都是之前寺院的 护四五僧出身 护四五僧在出家前 都是真辣军中的 骁勇善战之士 只是因为 他们都没有真辣王族的血统 又娶不到真辣王族的女子 所以只能是大头兵 无法做军官 打了圣仗 立了军功 最多也就是一点赏赐而已 出身无法改变 这帮欲于不得志的人 就被各寺院的大法师 巧施妙法 给度化到了佛门 成了护四五僧 这些人 虽然没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 也没担任过统兵之将 可在古代的原始战争环境中 也够对付着用了 将用 兵就用 在冷兵器时代 历来如此 现在 我佛们取得连场圣仗 士气正盛 正是趁圣追击 彻底剿灭贼王逆军的大好时机 我意 召集各处佛军 直扑 国渡吴歌城 一股作戏 结束战乱 让真辣的百姓们 都可以沐浴我佛之恩德 几位将军 以为如何 山羊胡大法师 志得意满地问道 回禀大法师 都城城墙 是山岩所住 城高墙厚 一手难攻 如果强攻的话 我佛军损失 恐怕小不了 再者 之前战场上碰到的几万象兵 都是新兵 都城内最精锐的象兵 我们都还没见到 应该是还在守卫都城 我佛军大多都是新兵 缺乏操练 恐怕不是象兵的对手 山羊胡大法师的脸色 立马就冷了下来 难不成 都城的精锐象兵不动 我们就没办法取上了 都城的象兵不动 我们就只能干耗着不成 大法师且慢动怒 弟子的意思是 我们就想要拿掉都城 首先是要把城内 驻扎的象兵 引出来才行 先拍一支片时 把都城内的象兵 引出都城 绕得远一点 之后再派大军 一鼓作气地拿下都城 聚成而首 防卫象兵反扑 都城一失 冠军的人心就彻底散了 如此行军才稳妥 否则 我们就算攻进了都城 也会被里边象兵给赶出来的 妙计 妙计 黑迪莫斯波 你果然是我佛国护教法王的不二人选 此战若胜 老那 亲自薄举你 山羊湖大法师 脸色立马回暖 开始封关许愿 拉拢人心 黑迪莫斯波 是大法师弟子 一切为大法师之命侍从 但凭大法师做主 黑迪莫斯波 聚集起僧奴军中所有的三万多头大象 这就是他钓鱼用的鱼饵 佛门寺院里的大象 虽然被驯化得很好 可毕竟不是按照战象的方法训练的 战斗力不可同日而语 把这几头温顺的大象 好好地打扮一番 一定能把都城内的象兵给引出来 仙罗旧都大成 顾仙罗王宫内 这是要打决战了呀 比预想的要快了一点 朱瞻基看完手上的密信 手一用力 密信被搓得粉碎 朱瞻基案子盘算着 真辣王族的战争潜力已经是到极限 可真辣佛门的战争潜力 还没有完全开发出来 还是得接着拉拼架才行 都要打决战了 怎么还偷奸耍华的 太不讲究了 我佛的光明正大之意 全让这帮真辣贼徒们给丢干净了 我佛门的败类 唾弃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卢中文网同名小说 独家改编的大明开局随永乐北征 作者 大卢狐 演播 咸鱼可以清征 木木 飞卢听书工作室 倾情制作 去 给庄德传命 让他把贼徒僧奴军的部署 捅给真辣冠军 后续 吴歌城的精锐 要是出城 埋伏僧奴军主力的话 就让咱们的人 拉了偏价 设法 让作为右耳的三万杂牌僧奴相兵 进城 让僧奴相兵打头阵 咱们的人 跟在他们后边 顺道 把都城内残存的王族势力 以锅端掉 老幼不论 包括 真辣王公 真辣王 奔亚哈特的十几个儿子 办完事以后 全部撤出城外 隐藏待命 奴婢遵命 真辣国都吴歌城 真辣国王公内 哈哈哈哈 佛祖助我 佛祖助我 那班贼徒 恶事作劲 坑害良民帮他们养儿子 先怜寡耻 无耻之忧 让人给记恨了吧 操报应了吧 哈哈哈哈 这就是 明人常说的 得到多助 失到寡注 来人 传命 正君 菩萨 马德望良府 距离真辣国都 吴歌城 就隔着一个 洞塞里湖 洞塞里湖 是中南半岛上 最大的淡水湖 西北东南两头拉长 中间扁窄 雨季 蓄水湖面变大 干季 湖水 倒流 放水湖面变小 是个天然的水库 马德望府 已经被僧奴军肃清 僧奴军兵丁 白天睡了一天 直到夜间饭后 才趁着大雨的掩护 兵分两路进军 一路作为阳公右耳 三万普通大象 伴坐战象 从马德望府出发 沿洞塞里湖 绕到西北行军 目标五个城西门 意在将城内金卫橡兵引出 为主力争取时间 另一路是僧吴军主力 号称二十万 乘坐大小渔船 横穿洞塞里湖 目的 于五个城南门外 远处密林中隐藏 等待机会 攻入都城 瓢泼大雨 还在继续 天色 仍是漆黑一片 传练下去 入林之后 不要发出响动 这里距离都城南门 已经不算远了 一定要小心行事 派出一对赤猴 去前面探探路 看看林中 有没有冠军的暗哨质感 黑底莫斯波命令道 是 等僧奴军 陆陆续续地进入密林之后 停靠渔船的岸边 有一大片黑影 从水中冒了出来 黑影静悄悄地 拿掉嘴里叼着的竹管 悄悄靠近 留在船上 看守船只的僧奴兵 一手污嘴 一手抹脖子 斩查的功夫 留守僧奴兵 都被抹了脖子 扔下船去 黑影们拿出工具 把岸边的船只都凿穿 把凿穿的船只往湖中推去 密林中的二十万僧奴军的赤猴 也碰到了麻烦 将军 林子里的陷阱太多了 半锁 套锁 套石锁 竹钉 竹签 竹毛牌 县坑 到处都是 好多弟兄都中招了 斩猴首领返回 对黑底莫斯波禀报道 陷阱的布置 是针对人的 还是针对眼兽的 黑底莫斯波急忙问道 都有 既能防人 也能防眼兽 斩猴首领略思索后回答道 前方 可有发现暗哨 没有 一个暗哨都没发现 全都是陷阱 仅有两处关卡 在密林外 屋里的石锁后边 这就难怪了 雨季到来 官军也偷懒了 所以才会布置了 这么多的陷阱 代替港哨警戒 原先的暗哨 都躲在关卡里面 避雨去了 真是佛祖保佑 黑底莫斯波 放下心来 路程南门外 能隐藏我们 二十万大军的地方 只有这片密林 和前面的大石丘 传令 全军前进 毁掉沿途的陷阱 天亮之前 全军务必全部 进入南门外土丘 隐蔽好 僧奴军 一面在丛林里行军 一面四处打量戒备 小心地拆毁 一个又一个的陷阱 可陷阱实在太多了 植被又实在茂盛 就算有了准备 仍然有几千僧奴中招 为了避免这些受伤僧奴 喊叫引来麻烦 只得让他们先行一步 前往极乐世界 可算是走出来了 这帮冠军的狗杂种 还真狠 隔个三五步 就埋一个陷阱 震他娘阴险 这帮冠军的城门军 为了夺懒 也是拼了 这么多陷阱 可不是一两天 就能布置下的 一变小了 都小声点 加紧赶到石修处 在唠叨 当二十万僧奴军 全都走出丛林后 先头部队 已经靠近了石修前沿 这时候 突然一阵嗡嗡声响起 众人都好奇地 抬头观望 这是 剑鱼 快举顿 举顿 黑地莫斯波 大惊失色地怒吼一声 啊 我中箭了 快救我 快救我 第一轮剑鱼 刚过 第二轮 第三轮 接着笼罩过来 啊 我们中埋伏了 冠军有埋伏 将军 将军 我们现在怎么办 该怎么办 将军 有埋伏 至少 把腾顿准备好 不要怕 冠军在雨中张弓 射不了几箭 弓就废了 不要慌 弓上去 弓上去 黑地莫斯波 声嘶力竭的大喊道 偷猫 偷猫 不 不不不不不 圣奴军 前军的攻势 戛然而止 头毛 成片成片地 直接从石丘顶上 被丢了下来 穿透 圣奴兵的身体后 钉在地上 啊 疼 疼啊 给我个疼快吧 疼啊 将军 将军 将军救我,救我,我不想死,我不想死 二十万僧奴军中,配备了藤甲藤盾的毕竟是少数 更何况,也不是所有的藤甲藤盾都能防得住头毛 一时间,僧奴军哀嚎连连,损失惨重 将军,不行啊,石球半坡藏了至少几万的头毛手,硬拼不是办法 将军,先撤退吧,退到丛林里,山上的头毛手就扔不到了 他们要是下了石球,头毛手只会丢得更近 副将建议道 好,传领全军,有序撤入丛林巨敌,不可慌乱 黑底莫斯波命令道 僧奴军刚有动作,东西两侧传来一大片沉重的脚步声 一声声谋叫,猫的向鸣之声,像重锤一般砸在僧奴军兵将的心头 官军,为三决一之事已成 黑底莫斯波觉得计划已经彻底败露了 不仅仅是败露了,还被官军借机打了埋伏 他手底下这二十万人可是佛门的主力部队,不容有失 在别人的埋伏圈里硬拼,怎样都得不偿失 为今之计,只能尽快撤离再做打算 传令,全军撤退,上船回法案 僧奴军紧急撤退,往洞萨里湖北岸奔去 我们的船呢,船去哪儿呢?将军,我们的船不见了 黑底莫斯波文言大惊失色,后路被断了 冠军不是围三撅一,是四面合围 真辣国,国都吴歌城南门外二十里处 洞萨里湖北岸 战鼓和牛角号声接连响起 北京边军 黑底莫斯波看到军席后惊呼道 真拉其他方向的边军都被他们僧奴军给耗没了 只有躲在王朝后边的北京边军,还从未参与过这场内战 本哈亚特疯了吗? 国都离得先罗边境如此之近,他都敢把驻守边界的四万边军全都调回来 边界不管了 边军左右散开,从丛林里又出了一对旗帜鲜明的队伍 黑底莫斯波心中又是一惊,这是王宫卫军 国主本哈亚特亲临了 王宫卫军有八千精锐,再加上这边军四万精锐 这些都是一个能打他们三个的精兵 东西两边有三万上下的精锐相兵 相兵后边跟着的应该都是守城的守军了 人数应该也有一万多 官军清朝而出,新兵都被留在城内了 本哈亚特这是奔着全奸他们这二十万人来的 他们身边一定有官军的奸细 不然官军不会对他们的计划知道的这么详细 前面的叛军都听着 现在气血投降的,可以从轻发落 浮于顽抗的,格杀勿论 本哈亚特大声劝祥道 所谓的从轻发落是假的 只是为了扰乱叛军的军心而已 仗都打到这个地步了 怎么可能还留守 不趁此机会把佛门势力连根拔起 他连睡觉都睡不安稳 贼军扰乱我心 休听奸贼的花言巧语 官军这些俘虏的弟兄们都被处死了 连法师们都被官军斩首杀害了 更何况是我等 王族无道,亵渎佛门 灵虐我佛弟子 杀戮无辜,佛祖震怒 今日我佛君二十万骁勇 正该为佛门讨回公道 战死者可往生极乐世界 安详,无边喜乐 弟兄们 秦贼先秦王 捉住贼王奔哈亚特 讨回公道 往生极乐 杀 讨回公道 往生极乐 杀 僧奴军的兵源 全都是来自各府地的僧奴 这些僧奴已经被当地的法师们洗脑了几代人 甚至是十几代人了 信仰都虔诚的一逼 脑子都被洗得瓦特了 喊着口号 偶尔叫着 就冲上去怼大象了 时间 往前推了一个多时辰 吴歌城西面 另一处僧奴军所在 将军 义兄们的嗓子都骂干了 城内的守军死活就是不出来 这可如何是好 僧奴军偏师主将 为难地摸了摸自己的大光头 都骂了这么久了 守军应该把消息传进王宫了才对 怎么会没有消息呢 接着骂 不把王城内的精锐相兵引出来 南门那边可攻不了城 将军 光靠嘴骂好像没用 要不咱们攻一波城试试 手下建议道 攻个屁 咱们没带攻城器械 都在黑底莫斯波那边呢 那怎么办 现在做也来不及呀 天一亮 黑底莫斯波将军那边 可就藏不住了 就在阳宫的三万杂牌兵 一筹莫展的时候 锦衣卫密探派遣的及时雨来了 小人的二弟就在城内西门职守 小人二弟说 西门集结了三万多新兵驻守 其他三门的守军 大多被调过了西门这边了 北门那边的守军最少 只剩三千新兵守门 将军要是攻城的话 去北门一打就能进城去 还有 城内的相兵 昨夜就出都城了 不知道去哪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卢中文网 同名小说独家改编的 《大明开局随永乐北征》 作者 大卢狐 演播 咸鱼可以清蒸 木木 飞卢听书工作室 倾情制作 僧如君主将文言一阵狂喜 城内的精锐相兵 要是不在的话 他就可以直接从北门打进城去了 至于城内的那三万相兵 他根本就没放在眼里 他这杂牌三万相兵所继承的虽然不是战像 可也是实实在在的三万成年大象 收拾三万新兵 还不是手到勤来 他要是抢在黑底莫斯波之前攻进城去 佛国的护教法王不就是他的了吗 这好消息来的也太突然了些 心里你有点不踏实 主将狐疑地问道 你二弟是冠军 怎么会过来帮我们 小人一家的都是佛门信徒 小人二弟根本就不想当冠军 小人的爹和二弟都是被强征抽丁的 小人要不是腿脚有急也被强征了 小人的爹现在在城内做民夫 每天押运粮草熏泻 没白天没黑夜的干活 冠军根本不把小的百姓们当人看 小人来求将军快些进城 好早点结束战乱 让我们一家团聚 小人愿意随将军一同前往 若有半句虚言 您 您就一刀砍了小人 僧奴兵主将一听 这人愿意跟他一起攻城 心里的怀疑去了大半 本将自然是信得过你的 只是本将没带攻城器械呀 这个 说到这里 主将的光头都有点发红了 只是天色昏暗看不清而已 这几十余心里都要骂娘了 真不知道这么蠢笨的人是怎么当上领兵大将的 三千人把守城门而已啊 您手下可是有几万象兵 找块大木头 硬撞几下 把城门撞开不就完了吗 主将文言喜出望外 一拍自己的大光头道 哎 对呀 做个壮目可不麻烦 我刚才怎么就没想到呢 在及时雨的指挥下 有些蠢笨的僧龙军主将 带着部队后撤三里 然后一头扎进丛林 往北门行军 兄弟们加把劲 呦 门上快断啦 僧儒军 拿藤盾挡着寥寥无几的箭矢 把门栓撞弹 城门大开 弟兄们 进城 北门守军 看到乌洋洋涌来的战相 转身就跑 他们管事的几个将领 都不明奇妙地死在床上了 没人发号失令了 只能先保命 将军 现在应该赶去西门 收拾完了那三万新兵担子 吴歌城就没有多少兵了 将军 只需要派人占领王宫 严守城门 肃清余孽 便可 大功告成 将军切记 定要将城内兵丁斩杀殆尽才可 不然等官军主力回归 里应外合就麻烦了 小人二弟早已经归家 将军无需挂碍 哈哈哈哈 此机大庙 我的军事如鱼得水 吴歌城内外的大战 全面展开 城外的双方主力 杀得人私相名 深圳四野 惨烈非常 城内的战斗 却有些 一面倒 吴歌城内的官军 都是刚争的新兵 一 没有经历过战争的魔力 二 他们也没有 虔诚狂热的信仰 可以令精神 驾驭肉体 面对三万成年战相的冲锋 没吓得当场尿裤子 就算不错了 任凭将官们 怎么呼喝打骂 就是不敢冲 传本大将军令 所有官军 斩尽杀绝 一个不留 我等 要挡住城外官军的反扑 守住独城 城内就必须全部肃清 弟兄们 杀官军 建福国 杀呀 杀官军 建福国 杀 官军 被打得落花流水 官军将领 立声呼喝 顶住 给老子顶住 不许后退 将军 不成了 将军 咱们撤吧 眼下 只能等国主回元了 亲兵 统领劝道 放你娘的屁 这里是都城 是我王族的根基 老子 把都城丢了 哪还有脸 等国主的回元 将军 这不怪你的 谁能想到 乱兵会走山路 照到攻北门 谁能想到 北门守军 这么不中用 连 连 等援兵的时间 都撑不住 属下 得罪了 来人 快把将军架走 咱们撤 亲兵 亲兵统领 招呼 属下 架起自家将军 就撤退 放开老子 老子要和王城 共存亡 老子不做逃兵 不做逃兵 等亲兵们 把自家主将 护送到安全的地方 剩余的亲兵术 已不足十人 正要坐下来 把气喘云 几只利剑袭来 走走走 啊 戒备 有人动 话未说完 就被利剑 穿喉而过 好剑术 官军将领 目光一凝 贺文道 你们不是僧兵 你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 不是 回答他的 是两只 进射而来的利剑 众人 重剑倒地后 偷袭之人 迅速靠近 捕刀 防止有死不透的 漏网之鱼出现 这些偷袭之人 正是锦衣卫密探 和龙香卫的 混编小队 他们不仅 要解决这些 躲过僧奴军 追杀的王族成员 还要截断 城内城外的 消息渠道 不能让都城的 求援信使 影响到 城外的大战 僧奴军进城的消息 让留守王宫的 真辣太子 大惊失色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三四万人 把守的城池 怎么这么快 就陷落了呢 攻城的贼兵 难不成 有几十万人 太子殿下 公主们 已经被属下 护送到 稳妥的地方了 贼兵 已经包围了王宫 王宫守卫 仅余两千 撑不了多久的 太子殿下 赶紧带领 诸位殿下 从密道出宫 想办法出城 去找国主救援 已经 已经派出 三拨求援信使了 再坚持一会儿 父王一定能赶来的 真辣的王家男丁 岂能不战而逃 真辣王太子 捧黑阿亚特 心里慌得一逼 可还是拒绝到 两人交谈的功夫 王宫大门被撞目撞开 僧弩军进攻了 太子殿下 快走 来不及了 快去找国主求援 王宫被攻破 这下子 真辣王太子 捧黑阿亚特 没了幻想 带着兄弟们 就直奔密道 通过王宫的密道 逃出升天后 捧黑阿亚特 恨恨地望向 王宫的方向 恨恨地说道 本太子 马上就会带着援兵 打回来 你们 你们给本太子等着 这 可能不太行 木然从背后 响起的声音 吓了捧黑阿亚特一跳 转身贺文道 你是什么人 必然 庄德 真辣王太子殿下 幸会 幸会 庄德脸上的笑意 很是干净纯粹 这是他 从朱瞻基那里学来的技能 你不像是我们真辣人 你 你是什么人 彭黑阿亚特 心中狐疑 真辣人 可是少有这么高大的 哈哈哈哈 王太子殿下 真是 慧眼如炬 在下 是大名人 你是名人 惧民商行的人 又想来赚金子 彭黑阿亚特 面带不满地问道 真辣的佛门和关门 打得天昏地暗 却让惧民商行 赚了个盆满钵满 真辣不缺粮食 可是军械储备 就没那么充足了 因为真辣气候太过潮湿 所以军械储备 锈损十分严重 更换频繁 惧民商行就化身成了 黑心军火贩子 以市价五倍的价格 把鲜罗的旧兵器 卖给了真辣交战的双方 所以 真辣王太子 彭黑阿亚特 对惧民商行 十分的不满 更何况 这帮人还告过他的黑状 让大名掏走了他们家 一半的黄金存货 王太子 误会了 在下此来 不是来赚金子的 在下 是来要债的 庄德 脸上的笑意 一如既往的亲切 要债 买军械的黄金 不是提前给了吗 哪里来的债 王太子的妄想 真大 这才几个月的功夫 就把冒犯大名的事情 也忘得一干二净了 这可要不得 彭黑阿亚特 闻言心里咯噔一下 这些名人来者不善 强装镇定地说道 罚金都已经交轻了 这事不是了结了吗 你怎么还 王太子殿下 不会真的以为 冒犯了大名 只需要赔点身外之物 就能了结了吧 那点罚金 只够让你们 真辣多活几个月而已 大名的威严 是不容挑衅的 无耻 你们 你们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 你们答应了 只要 侥倾罚金 就一笔勾销的 你们 你们出尔反尔 彭黑阿亚特 义愤填膺地说道 一笔勾销 国书上写了吗 你 你 你无耻 无耻 彭黑阿亚特 无能狂怒 要不是看对方人多 他都想直接抽刀子砍人了 管你谁是谁的 先砍了再说 要是 没有别的一言 王太子殿下 以及 诸位殿下 可以上路了 庄德单手一举 就要下令放箭 等等 等等 有话好好说 你想要什么 直说吧 别绕弯子了 彭黑阿亚特 急声道 黄太子殿下 真是个聪明人啊 你要是无所图 一早就能动手了 何必说这么多 哈哈哈哈 好 名人 不说暗话 在下 想借真辣 果喜一用 庄德 语气淡淡地说道 什么 彭黑阿亚特 惊呼一声 眼光下意识地 瞄往一旁 看来 真辣的果喜 还真在你们身上 我说 怎么找遍了王公 都找不到呢 哈哈哈哈 彭黑阿亚特的动作 被庄德 尽收眼底 你想干什么 你有何目的 是 不等彭黑阿亚特 把话说完 庄德 再次把手举了起来 这一次 赶紧利索地 把手挥下 一轮见后 真辣王太子 以及兄弟们 纷纷重见倒地 你 你 你 不 不讲 信用 倒地的彭黑阿亚特 还在指责 庄德 不讲信用 唉 王太子殿下 这话 你们就说得不对了 在下何时答应 放过你们了 庄德 一连你在 诽谤王的表情 没人补一刀 让他们走得痛快点 把真辣国喜 拿了过来 你 你 吴齿 吴 扑齿 一刀过后 历史上赫赫有名的 真辣金边王朝 开国之君 彭黑阿亚特 就此 弃绝身亡 庄德接过手下 递上来的真辣国喜 找了个干爽的乌檐下 把几十封空白的真辣王朝 一一摆开用印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卢中文网同名小说 独家改编的《大明开局随永乐北征》 作者 《大炉湖》 演播 咸鱼可以清蒸 木木 飞卢听书工作室 倾情制作 妥了 再过两个时辰 找人 把真辣的国喜 给真辣国主送回去 告诉他 乱兵破城了 庄德说着 把真辣国喜 随手丢给手下 二人 真辣国喜 都到咱们手里了 为啥还得还回去 属下不解地问道 笨 真辣国喜 要是丢了 咱们手里的真辣王兆 谁还敢认呢 大人英明 如鱼得水的僧奴兵偏师主将 严格地遵守了军师 赶尽杀绝的意思 都城内的降兵 各级府衙的官吏 差矣乃至于真辣王宫里的内侍 具备当场斩杀 随后 武隔城南门处留守的守军 见到势不可为 残步逃出城外 找奔哈亚特去了 至此 僧奴军预备的三万杂牌诱饵 彻底掌控了武隔城 武隔城南门外 洞塞里湖北岸的惨烈大战 还在继续 南门处的守军 残步两三千人出城 消息就再也拦不住了 人太多了 负责截杀求救信使的龙香卫 堵不过来 不过 好在这会儿城外的大战 已经成胶着态势 谁都没法轻易撤兵 再说了 这么好的全奸机会 奔哈亚特也不会放过 只要歼灭了僧奴军主力 其他的就不足为惧 把人带下去 封锁消息 绝不可动摇军心 派五千精兵 封锁南门外石丘通道 防止乱兵 从背后偷袭 奔哈亚特强忍着 不断袭来的眩晕之感 咬牙命令道 传令全军 发起总攻 斩一颗乱军的首级 上二十两白银 王宫守卫 留三千护卫中军 其余守卫 全部上场总攻 每颗首级二十两银子 明码标件的一公布出来 官军就跟打了鸡血一样 燃了起来 二十两银子的斩首赏银 比之前足足翻了一番 现在 官军望向包围圈里的叛军 眼光就是在像 看一定定赏银似的 杀 杀 杀呀 扑斥一刀 二十两银子 扑斥一刀 又二十两银子 官军突如其来的爆发 打了僧奴军一个措手不及 顶住 顶住 战药触摸 往生极乐 杀呀 杀呀 黑底莫斯波焦急地大喊着 鼓舞士气 本就拼得相当吃力了 官军这一爆发 让他整个内心都被不安所填满 之前 僧奴兵凭借着佛门的虔诚信仰 有战力加成 汉不畏死地 拿人命 跟官军拼了个旗鼓相当 现在 官军凭借着白银的信仰 也有了战力加成 局势开始往官军有力的方向发展 不知不觉间 雨水停歇 不知不觉间 乌云散去 不知不觉间 大战 已经 慢慢进行到了尾声 真辣国主奔哈亚特 拒绝了几个信仰不坚定的僧军将领的投降请求 官军还能接着赚赏银 立马士气大涨 僧奴军上下都断了念想 只能殊死相搏 杀一个够本 杀两个就赚一个 最后 二十万僧奴军被斩杀殆尽 僧奴军主将极其亲卫 被战相采成了肉泥 洞塞里湖的湖水已经被染红 岸边遍布残枝断壁 跟五脏六腑 宛若人间炼狱 烈日一晒 蒸腾起的人血 腥臭之气 令人作呕 官军的三万多精锐战相 不足两万 四万边军 剩余一万五千左右 王宫守卫 剩余五千 城防军几乎全军覆没 虽然官军损失惨重 可全歼了这二十万僧奴军主力后 官军就可以从容地反攻收复失地了 抓紧时间打扫战场 尸体全部烧掉 防止瘟疫 抓紧时间坐几辆冲城车 奔罕亚特命令道 国主 太子殿下派人来求援了 内侍说着 把真辣国洗成了上去 奔黑亚特双母元征经问道 国洗 叛军攻进王宫了 奔黑亚特怎么样了 我的儿子们怎么样了 国主别急 太子殿下只是受了伤 行动不便 无法出城 诸位殿下正躲在城内民房 照顾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为了避免国洗 落入叛军手中 这才把国洗拿来 当信物求援 不能等了 再等下去 奔黑亚特他们也会有危险 留一千人打扫战场 其余将士 随本王为师 夺回王城 剿灭叛军 大战结束后 身心俱疲的官军精锐 听到新军令时 历时疲态全无 这是 王城被乱军攻破了 死了二十万 居然还有兵力攻王城 天杀的 我齐儿老小都在城内呀 赶紧杀回去 这帮狗杂种 杀掠起来可不得了 对 杀回去 官军出城的时候 也没携带工程器械 所以 只能顶着城门上的剑鱼和头毛 抬着临时做出来的撞木 轮番 猛攻 城南城门 在官军不计伤亡的猛烈撞击下 吴歌城南城门 被攻破 城门一破 官军的一万五千精卫相兵 当先进城 城内的僧奴军 杂牌相兵 全被调到南门处 拼命阻击 一场 以相兵为主力的大战 直到天边泛红 才决出胜负 僧奴兵 战损两万五千余 另有不足五千 被坐骑掀翻被俘 官军相兵 战损近一万 仅剩一万多 官军终于夺回了 属于他们的都城 还没等开心一会儿 噩耗传来了 都城内 留守官吏 兵丁 王族 王公 及府衙上上下下 所有人 都被叛军斩杀殆尽 包括 真辣王太子 蓬黑阿亚特在内的 十八位真辣国主子嗣 啊 砍了他们 砍了他们 不 不 不行 一刀砍死他们 太便宜了 传王赵 传王赵 将俘虏的叛军 全不用火刑 烧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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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儿啊 我的儿啊 你死得好惨啊 奔哈亚特喷出一口鲜血 养头栽倒 在仇恨的支撑下 奔哈亚特第二天就恢复了过来 亲自出面 给官军将士们 发放斩首所得赏银 连下二十道王赵 告知真辣全境 叛军二十万大军 及三万象兵 被全监狱都城 号召真辣各地王族 加紧整兵 开启大反击 彻底消灭叛逆 公开悬赏真辣全境 无论官兵 民 奴 贼 犯 都可凭借 叛逆首级 换赏银 囚犯和贼人 全部可以凭借 叛军首级赎罪 每一首级赎罪一级 每个有戒巴的法师 首级赏银三十两 没戒巴的僧奴 僧奴家属 以及从逆叛贼 首级赏银二十两 男女老幼 无限 每颗大法师人头首级 赏银两千两 寺院主师大法师首级 每颗赏银 六千两 两千万两白银 被名晃晃地摆在王宫前 并派专人看守 负责点验首级 和发放赏银 真辣国主公开 悬赏的王兆一下 可把监狱里的囚犯 和那些以打家 劫舍为生的贼人们 给乐坏了 既能赎罪 还能赚赏银 真是天大的好事啊 没几天的功夫 就有陆陆续续地 有人来消罪 领赏银了 实实在在的白银一拿走 观望的人就坐不住了 纷纷参与进来 众赏之下 必有勇夫 不到半月功夫 就有五千多普通法师 接近两万普通僧奴 及僧奴家属 被斩首换了赏银 还有三十多位大法师 两位寺院管师大法师 被斩首 当然 这里边也少不了 锦衣卫和龙香卫的功劳 五千多普通法师 两万普通僧奴 家属的损失 已经够让佛门震惊了 紧接着 三十多位大法师 和两位寺院管师大法师的损失 让这些管师的 再也坐不住了 二十三万大军 都被全歼了 再坐下去 他们的首级 恐怕也保不住了 紧接着 佛门同样公布出 对标王族的悬赏 王族殿户 奴仆 首级赏银三十两 兵丁首级赏银四十两 普通王族 首级赏银五十两 王族官吏 根据品阶 赏银一千两 到一万两不等 真拉国主奔哈亚特 首级赏银十万两 佛门的悬赏 对都城的王族威胁不大 都城剩下的那点王族 都在军中 赏金猎人们够不着 值得把目光 对准各地釜州上的王族 借此机会 龙香尉和锦衣卫 狠狠地清理了一批真拉王族 顺便 赚了大把的赏银 佛门 关门两方 一边靠悬赏伴住对方的脚步 使得人人自危 一边又加紧修整备战 准确来说 官军是在加紧修整 毕竟 饿着肚子拼命 砍杀了一周一 几乎人人带伤 三两天 可缓不过来劲 佛门 则是拼尽全力的征兵 调兵 被权监了二十三万大军 包含了他们佛帝 全部的壮丁 准确的说是僧奴中的全部壮丁 正经光头们损失不大 都城的三万留守法师被集中消灭 战争初期 官军占据优势的时候 肃清了一些地方寺院的法师 除此之外 正经光头没啥大损失 因为他们都不上战场 一直躲在家里念经祈福 上战场的都是武僧带领的僧奴 现在 生理军被全奸了 佛帝剩下的僧奴 是老的老 小的小 争了兵 用处也不大 倾腹之祸 就在眼前 不得已 只能把这些虽然养尊处优 但也算身强力壮的正经法师们 征集了起来 十八岁以上 四十岁以下者 全被召集僧军中 紧急操练 大战之前 官军掌控的府 包括国都 在内 只剩四个半 其他府州 全被佛门占据 当地幸存王族势力 都跑到丛林山泽中 躲避佛门追捕 大战之后 僧奴军主力被全奸 现在 这些躲在丛林山泽里的 王族势力 纷纷现身 配合部分赏宁猎人 反攻 州府佛门的留守势力 因为佛门开出的 悬赏价格更高一些 所以也有不少王族中人 被赏银猎人 暗杀斩首 都城的官军 修整的同时 进行极限征兵 凑够了五万大军 这五万大军 是王族 所剩下的全部家当 真辣国主 将悬赏价格 再一次提高一倍后 带领亲征叛军 官军所有四府 半留守兵力 加起来只有一千 奔哈亚特 已经抱着破府陈州 不胜则亡的信念 有一万精锐向兵打头 官军势如破竹 三日内连攻破三府 清算三府内 所有佛门势力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飞卢中文网 同名小说 独家改编的 《大明》 开局随永乐北征 作者 大卢狐 演播 咸鱼可以清蒸 木木 飞卢听书工作室 清晴制作 佛门 主动退避 撤出菩萨府 不退不行 官军全是精锐 佛门弟子 常年都养尊处优的 战力 比僧奴兵都差了一截 根本不是官军的对手 真辣境内 所有佛门力量 全线收缩 退往南部 甘丹府 宫梅河东岸 全力整军十万 打算凭借宫梅河的 河道天险来御敌 真辣此时正处于雨季 是雨水最多的时候 宫梅河河水暴涨之后 成了佛军最后的屏障 这十万人也是整个真辣佛门 最后的家底 五万官军和十万僧军 是真辣一国仅剩的元气 一旦有失 真辣国将自行崩溃 真辣国一千多年的历史 几次改朝换代都没这么惨过 故陷落国大城王宫 朱瞻基看着墙上挂的真辣余图 脸上的笑意怎么都掩饰不住 按道一声 天助我也 去给庄德传令 把那些空白的王兆都利用起来 召集真辣各地残余王族 埋伏到佛军背后 让他们配合官军 夹击佛军 剩下地方的王族 按老规矩办 都清理干净 捉锦衣卫和龙香卫 在甘丹府宫梅河上游 蓝水筑坝 是 收到朱瞻基信英传令的庄德 把准备好的王兆拿了出来 以真辣国主奔哈亚特的名义 召告所有真辣王族 谁能在歼灭佛门的战斗中 取得守功 谁就是真辣的新国处 并且大肆的封官许愿 一封封王兆飞船真辣各地 国主奔哈亚特决四的消息也扩散开来 查清楚了没有 王兆上说的是不是真的 查清楚了 王兆说的是真的 奔哈亚特带领主力和二十万叛军 在城外大战的时候 北门被三万叛军攻破 都城内的王族全都被杀干净了 包括奔哈亚特的儿子们 所以他才不惜重金悬赏佛门中人的手机 如此说来 王族敌之后己无人了 军中幸存的王族又都是长兵的 所以只能从外边的王族子弟中挑选储君 才不会威胁到国主的地位 奔哈亚特都快五十了 再想生个儿子继承王位 可就难咯 好机会 你快去 把我们家藏在足地的五百私兵 全都调出来 诸贼评判 才五百私兵够干嘛用的呀 再说 全调走了 咱们家就一个兵都没有了 大家都是强弩之末 咱家的五百精兵算是多的了 拼一把 大富贵 只要得了手工 日后真辣 就是咱家说了算 一道假王兆 把连场大战过后 真辣王族身上仅剩的一点油水 都炸了出来 从真辣各地涌出来一支支人数不等 少得有几十人 多得有上千人的队伍 朝真辣甘丹府 宫梅河东岸奔去 这边 出发 谋富贵的人刚走 当天夜里 就有几个黑影 趁着雨季的大雨 摸进了他们的家里 一日 朝阳出生之时 除去 甘丹府 宫梅河两岸 整个真辣境内 再也找不到一个 真辣王族的男丁 再也见不着 一个光头和尚 甘丹府 宫梅河东岸 僧君驻地 老话说得好 叫 人老精 鬼老灵 佛军几个老不死的管事大法师都知道 他们拼凑的这十万大军 只是听起来很唬人 真打起来 完全不是对面精锐冠军的对手 就更不用说 对面还有一万多的真辣军中的王牌战相 所以 他们从一开始 就没打算和奔哈亚特进行正面较量 先到一步的 佛军 把宫梅河东边岸边的丛林 树 竹 砍伐一空 在岸边 一连竖起了五层超大号巨马 刺猬一样的超大号巨马 一颗不停地 往东岸的南北两侧延伸 以防止被冠军绕过去 五层巨马最远的第一层巨马 直接被砸在了河里 相互固定连在一起 大水都冲不走 冠军的船只根本无法靠岸 心里被仇恨填满的奔哈亚特 下令大军猛攻了几次 冠军都被拦在水里当了靶子 损失惨重 这才让奔哈亚特清醒过来 急忙改变策略 让人加紧伐木造船 多致头毛弓箭勾锁 整军再战 弓箭手和头毛手打头 压制对面的弓箭手和头毛手 然后勾锁鼠紧随其后 勾住河里的巨马往回拉 在战相的距离配合下 国军勾住的第一层巨马被拆除 紧接着第二层巨马也被拆除 拆到第三层巨马的时候 官军遇到了麻烦 越拆到后边的巨马 官军离的佛军距离就越近 距离越近 佛军的弓箭手准头就越足 距离远的时候 佛军弓箭手水平不行 准头不够 射不过官军的精锐弓箭手 拉近距离就能比划比划了 再加上佛军本来就有人数的优势 官军的弓箭手寡不敌重 损失惨重 不得已 奔哈亚特只能下令 先明金收兵 打算来日再战 结果 第二天一大早 宫妹和东岸再次摆上了五层刺猬一样的 超大号巨马 比前一天的巨马还要大 在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关键时刻 佛军爆发出来的基建水平 真是让人刮目相看 接下来的几天 官军忙着拆巨马 佛军就忙着数巨马 你攻我手 谁都奈何不了谁 佛军当然不介意能一直这么耗下去 他们巴不得能这么一直耗到天荒地老呢 这时候 真拉各地王族的援兵合计约两万多人 陆续绕到了佛军背后 这些人要是能拧成一股神的话 再配合西岸的官军主力东西夹击 一鼓作气地拿下这十万佛军 也不是不可能 可惜 大家伙都是奔着夺手工当王储的目的来的 号令无法统一 谁都不愿意听谁的 只跟自己血缘关系近的人搭伙 这一下子就分成了一个个的小团体 最大的也不过三千人 生怕别人抢了先 都没怎么修整 一听到 和西边主力开始进攻了 这帮人就一窝蜂地 朝着佛军的后门冲了过去 后门被偷袭的老法师们 亡魂大帽 亲自带兵支援 佛军后阵 闹出了响动 被冠军察觉到了 本汉亚特亲自 帅军猛攻佛军东岸防线 一连拆掉了崖边的四道巨马 眼看就要成功了 在第五道巨马处遇到了大麻烦 首先 是他们带的勾索用完了 其次 是佛军在巨马上密密麻麻地架了七八万根 削尖来的竹制长枪 每根长枪足有三四丈长 换算现在单位大约是在十米到十三米之间 枪杆就架在刺猬一样的巨马上 冠军一靠近 佛军就往外捅 冠军根本够不着第五道巨马 连战相都不敢靠近佛军的长枪林 佛军的弓箭和头枪跟鱼点一样的朝冠军照了过去 冠军纷纷中招倒地 没有勾索就拆不掉这些大巨马 拆不掉这些大巨马 冠军就拿这枪林没办法 耗下去只会徒增伤亡 本哈亚特恨恨地朝长枪林唾了口唾沫 面带不甘地下令撤兵了 本哈亚特不知道佛军后边具体发生了什么 发现事不可为之后撤退得很干脆 他要是知道佛军后路有他本人安排的两万大军在拼命的话 他说什么也要硬拼一把才行 可惜的是两万大军内部分成了十几个小团体各自为战 直到本哈亚特撤军 他们都没有攻进佛军的后门 制造的响动太小了 前面的官军没发现他们的身份 毕竟这中间隔了一个十几万人的大营呢 官军这一退 王族联军坐落了 咱不是说好了 在指定的时间 到达指定的地点 主力先攻我们抄后路 两面夹击吞掉佛军 然后论功行赏的吗 你们那边准不还能退了呢 你们这退的利索 我们可怎么办呢 本哈亚特 你这老小子不想报仇了吗 我们这是被卖了吗 官军主力一退 佛军立马就抽掉大军 把这些偷袭他们后门的给分割包围起来 保持战斜 他们人少 已经被我们给包围了 大家伙不要怕 听我号令 顿刀手 向前一步举顿防御 长毛手 跟上出枪 上前 出枪 收枪 佛军里指挥的将领 都是打过仗的武僧 一般的行武阵型是没问题的 十几个包围圈 成了佛军操练的火把子 兄弟们 我们被本哈亚特这个狗贼给骗了 他们把我卖了 现在怎么办 我们被包围了 拼了吧 投降是没有好果子吃的 咱们杀妖僧的时候可没手软过 杀一个够本 杀两个赚一个 拼了 佛军军阵不停地挺枪逼近 包围圈越来越小 王族中人的王楚梦都醒了 跟他们拼了 上前 出枪 收枪 啊 啥呀 上前 出枪 收枪 啊 佛军的军阵 推进越来越顺畅 这一仗 打得颇有些 酣畅淋漓的意思 没费多大劲 就把这些 各自为战的 真辣王族 全奸了 一帮平日里指挥念经的光头兵们居然打出了不少自信 仿佛打仗也没想得那么难了 当然了 也全靠同行的振脱 还有王赵的帮助 对佛军来说 虚惊一场算好事 几位管事的大法师们却障碍的和尚摸不着头脑 这么好的机会 奔罕亚特怎么先撤了呢 难不成王族内讧了 山羊湖大法师不敢置信地摸了摸自己的大光头 要是内讧 也不该这个时候内讧啊 咱们十万大军还在呢 找个俘虏 来问问看 没俘虏 王族的狗贼 知道我们不会放过他们 所以没有人投降 那奔罕亚特怎么退得那么干脆 他自己的族人不管了吗 他可能被我们的秘密武器给吓住了吧 此言有理 温海亚特就是有牙的老虎 也咬不动咱们的刺猬阵 粮草大半被咱们提前运过来了 就算干耗着 也能把关门给耗死在这大河边 这次的事情给咱们提了个醒 咱们后边也得抱上自卫阵才行 警方冠军绕远到后路偷袭 对 对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卢中文网同名小说 独家改编的《大明开局随永乐北征》 作者大卢狐 演播 咸鱼可以清蒸 木木 飞卢听书工作室 倾情制作 佛君连夜 把五道巨马防线又立了起来 不仅是简单地重新布置 而且还做了强化 五道防线的大号巨马被合到了一起 前后左右都被连接起来 形成了一片密密麻麻的刺猬林一般的防线 这下 连官军的勾锁都不好使了 太沉了勾不动 大象撑得住 可是绳子撑不住 接下来的几天 佛君在大营的四周都摆上了刺猬林防线 河岸正面还多布置了一道 佛君充分地表现出了 要一狗到底的决心 温哈亚特召集将领集思广义想对策 还真有了个法子 放火箭 烧 然而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冠军摄入的火箭 没等把巨马点燃 就被水给浇灭了 原来佛君在刺猬林后边 挖了一条水沟储水 专门防着冠军用火攻 宫梅河是中南半岛的第一大河 每年雨季都有泛滥的风险 每次泛滥河水都会漫出河道 两侧尽成泽国 所以真辣河边人住的都是高角屋 所谓高角屋就是在房子下边立几根柱子 然后在柱子上盖房子 房底离地面两三米 四五米的都有 这种高角屋只要柱子打得深一点 洪水来了都不怕 前提是 洪水冲不到房子的主体就可以 由此可见 真辣的洪水是多么的频繁 按照常理 这会儿的交战双方 都全身心地投入到眼前的战士中 都没有察觉到 宫梅河的水量出现了异常 与甘丹府交界的邦慎府 由小高原和山脉围绕 西街大长山与礁纸毗林 境内地势落差 远远大于中南部 宫梅河冲击平原 是目前最适合 兰水筑坝的地点 龙香卫锦衣卫 加上从交址翻越大长山 过来的一万多位所兵 在磅慎府的湄公河上 建了六个兰水大坝 在两侧山地湄公河支流上 建了十三个中小水坝蓄水 庄大人 大坝的水明天应该就能蓄满了 一天一场大雨 省了咱们不少功夫呢 龙香卫亲军千户官 长济祖朝庄德说道 是挺快的 这要使得咱们这边 想把这些大坝蓄满水 少说也得各把月才行 庄德说完 有点不把握地担忧道 进了甘丹府 全是开阔的大平原 咱蓄的这些水 也不知道够不够 把真辣的元气都冲走的 大大小小的霸 加起来有十九个了 荒山府境内 可就这宫梅河一条主河道 就算到了甘丹府 卸一半的劲儿 也足够冲走五十万大军的了 长济祖话说到一半 突然想几件事儿来 话锋一转建议道 你要是怕他们走得不痛快 可以在水里加点料 让他们走得爽力点 少遭些罪 水里加料 加什么料 怎么加 庄德很感兴趣地追问道 把成材的竹子削尖了 毛尖处从中间穿孔两三截 在水里一泡 灌上水 到时候大水一冲 这些竹毛的劲儿 比人捅的劲儿还大 那时候 他们这下面就是一串串的糖葫芦 把我管他们走得很安详 长济祖回答道 庄德文言惊喜地一拍大腿 可以啊老长 你这个脑子 灵犯的都能当军师了 妙急妙急 事成之后 为兄给你请功 都是殿下教得好 在应天的时候 殿下给我们讲过这招 我这也是刚记起来 我可没这脑瓜子 长济祖连连摆手道 先不说了 咱们得抓紧砍竹子了 今夜再来一场雨 水就蓄满了 一人得砍个三五十根的才行 两万多人全部发动起来 加紧制作注水竹毛 竹毛前端打孔 是为了让毛头入水后变得更重 扎起来更磁石 预计到明天天亮的时候 最后一座大坝里 应该能有百十万根 注水的竹毛待命 这些天 奔哈亚特过得很不痛快 明明胜利就在眼前 可就是够不着 叛军营第四周 都被围成了刺猬林 无处下嘴 他使了浑身解数 都没找着叛军的漏洞 而且这些天下来 新招收的这些光头叛军的弓箭 头毛的准头 越来越足了 再这么耗下去 叛军都能练成精锐了 不能再等了 再耗下去 我们的优势就越来越小了 奔哈亚特内心复仇的火焰 也已经抑制不住了 传令下去 加长勾索一倍的长度 将三根勾索缠在一起 合成一根勾索 明天天亮之前 本王要见到五千根 加长加粗的新勾索 传令全军 明日发动总攻 向兵打头阵 让他们在战巷上 打好绳结 能不能拆掉叛军的刺猬壳 就看他们的了 一日 欢军发动攻击 三千向兵打头阵 加强版的勾索 被向兵们绑在战巷身上 向兵将领预算好命 向兵将领 估算好距离后命令道 起身 扔 向兵提着勾索 在战下身上 站起身来 左手举顿 防备着对面的箭矢 身体厚清蓄力 右手使劲把勾索扔了出去 大部分勾索都命中了目标 冠军又偷赢了 放箭 放箭 这时候 佛军的箭语到来了 搜搜搜 刷刷刷 吼吼吼 大约百十个相兵 重箭跌入水中 啊 疼 吊头 拉勾索 拆掉叛军的这些刺猬壳 猫 战象转身掉头往回游 身上套的勾索绳 被拉得吱吱作响 虽然大象在水中游着使不出全力 可三尖头成年战象 就算是在水中爆发出来的力量 也不可小觑 现在 本海亚特唯一担心的 就是勾索神 能不能撑得住战象的拉拽了 三根勾索一块已经是极限了 继续加粗就太重了 扔不过去了 叛军的刺猬林中 不断响起一阵阵 木制材料断裂的声音 不好了 巨马阵要被破了 快射箭 快射箭 快射 速取通知大法师 巨马阵要被破了 快去 佛军以为屏障的刺猬林 巨马阵不稳了 光头们都惊慌失措起来 再加把劲 再加把劲 叛军的刺猬科 马上就完蛋了 毛巨马阵的链接处被拉断了 本哈亚特大喜过望 好好好 使劲拉 往两边拉 把中路空出来 全体听令 过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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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哈亚特等不及缺口被彻底拉开 就命令全军总攻 宫梅河 磅 磅 水坝处 一百多万根竹毛 铺满了水面 厚厚的一层 嘿嘿 这下子妥当了 足够把他们都超度干净了 龙香为亲军千户 长济祖望着水坝里 沉浮不定的竹毛 笑着说道 甘丹府传了战报 真辣的官军和佛军的大战又开始了 我们也是时候动手了 这就是最后一哆嗦了 传令 梅宫和十三处支流 堤坝同时决堤放水 传令 宫梅和一十三处支流堤坝 同时决堤放水 后续堤坝 再看到洪峰后决堤 不得有误 尊令 在建这些水坝的时候 就留了不少暗门子在坝上 绳子使劲一拉 把后石板拉开 后边的掘堤坝就漏了出来 整个堤坝里的水压 全都挤到了这几个小小的掘堤坝上 掘堤坝就越撑越大 最后轰隆一声 掘堤了 有句话叫 千里之堤 汇于乙穴 就是这个道理 湄公和支流上 十三处水坝 都建在 磅胜腐河道两旁的山地上 水坝虽然没有 主河道的堤坝大 可是这些小坝的落差 可比主河道 大得多 十三道洪流 是若惊雷奔腾 汇游而下 汇入宫梅河主河道 第一号堤坝看到洪峰后 迅速把掘堤坝孔漏了出来 当第一号堤坝掘堤的时候 支流汇聚的洪峰砸了下来 两股洪峰合二为一 呼啸而去 然后第二号堤坝决堤 第三号堤坝决堤 宫梅河的洪峰越来越大 已成滔天之势 轰隆隆 闷雷一向的声响 从第六号堤坝处响起 急速奔腾的洪峰再次加速 一百多万根竹毛 伴着滔天的巨浪排山倒海般 朝着甘丹府汹涌而去 此时的战场上 佛军再次把压箱抵着的大长枪 压在了最后一道巨马上 抵挡官军的进攻 恩亚特命人 把剩余的两千勾锁 全都扔了出去 企图勾倒叛军最后的屏障 快去把勾锁砍断 巨马一旦有失 我们的长枪就不能用了 快去把勾锁砍断 快去 大战正是最激烈的时候 战相们突然发了风一样的 发足狂奔了起来 一边风跑乱窜 一边嘶吼 不断 叫声 一声 鼻声急促 一声鼻声凄厉 像兵都被掀翻在地 所有的战相 一下都发了风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惊呆地交战双方 两拨人都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 被战相的意状 弄得不知所措 洪 洪 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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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一声凄厉而尖锐的惨嚎 划破天际 众人纷纷扭头望去 只见一道好似是从天而降的巨大水墓 朝他们罩了过来 发洪水了 快跑 快跑啊 救命啊 救命啊 跑不掉的 我们四周没有山林 无处可逃 山羊湖大法师和真辣国主下示意的下令 属下躲避洪风 他们自己却在原地一动都不动 仰着头直愣愣地看着直扑而来的巨浪 周边的树都被他们砍光了 没凭借可以 这么高的浪头根本跑不了 他们想不通的是哪来的这么高的浪头 他们交战的甘丹府可是全是大平地 一座山都没有 哪里养得出这么高的浪来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卢中文网同名小说 独家改编的大明开局随永乐北征 作者大卢湖 演播 咸鱼可以清蒸 木木 飞卢听书工作室 清晴制作 大平原地带 就算发大水 威力也有限 宫梅河几乎年年泛滥 真辣人都习惯了 房子建得高 洪水够不着 田地被淹了 打鱼也一样过日子 毫不影响 这一回是什么情况 就算是上游发洪水了 看到这边也应该小多了才对 这怎么看起来跟刚出闸的一样 没等他们想明白各种的缘由 滔天的巨浪已经来到他们眼不前了 浪里边密密麻麻的竹毛 被他们看了个一清二楚 这 这是人为的 是谁 是谁 只来得及 留下几声不甘的呐喊 人就被巨浪给卷走了 救命 救我 救我呀 救命啊 救命啊 竹毛入肉的密集声响 在轰轰作响的洪水中被湮灭不闻 这场又急又猛的大洪水 来得快 去得也快 把真辣交战的双方全都带走后 只肆虐了大半个甘丹府 洪峰暴力破坏的势头 就被宫梅河大平原的地势给散掉了 龙香卫锦衣卫和一万多明军 乘船小夏到甘丹府清理战场 顺便绞杀个别运气好的漏网之余 为真辣国画上句号 次日 明军分东西北三路 以剿匪之名进入真辣境内 维持真辣秩序 张田安民分地告示 交职老挝 战成 武泰等部政史司 抽调官吏 官政史填补真辣各地府衙 明桥人就这么轻易地给咱们分地了 告示上不是写了吗 名字啊你不认识 咱们真辣字你总该认识几个吧 还有这么大的官爷呢 这还假得了吗 明军把王族老爷们的地分给咱们 那国主能答应吗 国主和大法师在甘丹府遭了天猪被大水冲走了 现在真辣是明军说了算 就算国主活活来了 他也不敢拿咱们怎么样 明军分到地 国主他敢收回去吗 那这么说 咱们真辣 以后归大明馆了 王族和法师们 说了不算了 那当然了 王田和四田 都是明军分给咱们的 咱不归大明馆 归谁管呢 再说了 归大明馆还不好啊 归了大明馆 谁还敢跟咱们打仗啊 是陷落人敢 还是战仆人敢 咱们村子的城南 可就剩咱们这几个人了 要是再抽丁打仗 咱们村连个半大小子都留不下 那还得了 哎呦 那可使不得了 可不能再抽丁了 我们家抽走四个 现在就剩我一个了 再抽丁 我们家就绝后了 可使不得 不废话了 赶紧回去准备户籍吧 工审完那些恶败啊 就要换户籍分体了 换了大明的新户籍 不仅能分田地 家里的小孩啊 还能去官学读书呢 哎 这个我听过 明朝人读书考科举 然后做官 哎 这可不得了 咱们村 以后能出官老爷了 好日子要来了 抽调来的官吏们 早就在别处 积累下了丰富的经验 更换户籍 公审恶霸 平分田地 缉拿逃犯 保媒拉欠 接收和安置国内来的移民 推行新政 选址建造官学 规划水利 水泥路等等 都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朱瞻基 也终于得到了 他心心念念的吴歌城 耗石400年建成的吴歌城 着实不一般 全部由大块红盐建造的城墙 严丝合缝 连张纸都待不住 就是城内的宗教建筑和浮雕 忒多了些 真辣国的统治阶级被清扫干净 真辣王族积攒了一千多年的财富 真辣小城佛门取代印度教 独霸真辣后也积攒了三百多年的财富 这些财富全部变成了大明的囊中之物 就连那些埋在地里的随葬品 也被锦衣卫送来的专业土夫子们 给挖了个干净 按照老规矩 黄金和金品珠宝 玉器 艺术品 打包运往大明皇家银行 全部的商铺 库存食物 一半的宅底归于惠民商行 剩余的另一半的宅底归于地方不正史司 安置官吏 移民 驻守卫所之用 剩下的普通珠宝 白银 铜钱等 赏赐完后就让朱丹基给眯了起来 跟随黄金和精品珠宝被一起运往大明的 还有真辣王族的所有女眷 真辣王族在民间的威望太大了 一千多年的统治 可不是说着玩的 之前被奔哈亚特放出来的囚犯们 又都被明军给抓了回来 扔到太南不正史司修路去了 太南不正史司南段 链接着满辣家半岛 等到路都修完后 明军从路上都能很方便地直达马六甲海峡 真辣诸巷事宜都进入正轨 满辣家的内战也到了该结束的时候 朱瞻基命七围守真辣 接受内地迁来的卫所军户 自己亲率大军五万 分水陆两军出击满辣家 于成泰乘船从满辣家半岛最南端的淡马西登陆 剿灭当地土球部落势力后 往东北方向扫荡挺进 朱瞻基带兵三万 从太南不正史司出发 往满辣家半岛东南方扫荡进军 直指满辣家城 满辣家的各个势力所在的地图 人口和兵力分布早已被锦衣卫摸透 明军每每能抓住对方防御的漏洞 指导要害 两路大军如离亭扫穴 势如破竹 三日后 东南西北两路明军三万人合围满辣家城下 至所有合围兵力只有三万 是因为有两万兵力在满辣家各地勘押俘虏 截断消息通道 明军突如其来的围城让满辣家内战的胜利者 吉拉台惊慌失措 吉拉台是满辣家地方土生土长的土人士族首领 在满辣家的开国君主拜里米苏拉夺取满辣家前 吉拉台所在的吉拉马来布土球 才是满辣家地区最强大的势力 拜里米苏拉先后向仙罗和大名称臣纳贡 主要是为了借外力压扶满辣家势力最强的地方势力 吉拉马来人 拜里米苏拉祖孙三代被人暗杀后 吉拉马来部首领吉拉几台也被暗杀了 吉拉台顺势抢夺了自己侄子的首领之位 以为兄长报仇为名出兵攻打满辣家王族势力 讲道理 拜里米苏拉留下的底子是不错的 可惜拜里米苏拉死后 他的弟弟和次子争夺王位 使得满辣家的军队分裂成了两派 这就给了吉拉台可乘之机 经过三个多月的连场大战 吉拉台终于将满辣家的官方势力各个击破 成功占据了都城满辣家城 占据了都城后 将吉拉台以报仇为名 把拜里米苏拉的所有亲卷及满辣家官吏全部诛杀 拜里米苏拉在军队和官方推行绿颜色的信仰 整体力量虽然因为高层争权被分散 可个体的战斗意志顽强的吓人 所以吉拉台虽然取得了大战的胜利 可吉拉马来部自身也损失很惨重 已经无力在一口气剪除满辣家地方上的其他土球势力 只能先和谈 一连谈了小半个月 终于定下来了 吉拉台承认各地土球首领 对他们自己足地的所有权和管理权 满辣家各地土球首领 承认吉拉台满辣家新国主的身份宣示效忠 并且在吉拉台的请奏表上署名 请求大明册封吉拉台为满辣家王 吉拉台请封的奏表 昨天刚送到大明设置在满辣家的官场里 估计这会儿都还没来得及出海 吉拉台和土球们庆贺一夜后 身上的酒意都还没消干净 就收到了大明大军围城的噩耗 冷汗一出 众人酒意尽消 拜里米苏拉是受大明册封的满辣家国主 是大明的藩臣 吉拉台和满辣家的土球们做的事情 在大明看来就是犯上作乱 从开展到现在都四个月了 大明官场那边一直没动静啊 明军怎么突然就围城了呢 一个皮肤有黑身材矮小干瘦的土球惊慌地说道 肯定是官场里的明朝人把我们开战的消息传回大明了 要不然明军怎么会攻进来 明军是从哪里来的 怎么会突然就把国都给围了 我们一点消息都没收到 族内的精锐可都被我们带来国都了 你们三个闭嘴吧 现在要紧的是 怎么应对眼前的明军 不是关心他们怎么来的 我们现在的身份可是叛逆 明军对叛逆可是会赶尽杀绝的 吉拉台怒吓道 吉拉台 你这话不对 诛杀拜里米苏拉的清卷族人 还有窃具王位的事可都是你干的 明军要是进城也是先找你算账 我们这些人只是截略了几个地方府库而已 王族是被你杀干净的 又一个有黑有黑的矮小土球说道 你们也起兵了 你们也攻城了 你们也杀官军了 大家都一样 我们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谁都跑不了 吉拉台愤怒的大鹤道 我们只是报仇而已 我们的老族长被王族给暗杀了 一声急促的军爆声打断了大殿内的争吵 族长 东西两门被攻破了 明军进城了 什么 怎么怎么会这样 怎么这么快就被攻破成了 吉拉台 你的五万大军是纸糊的吗 怎么这么容易就被明军给攻破了城门 吉拉台大喝一声 都闭嘴 别吵了 把你们带来的精锐全都拿出来 大家合并一处冲出城去 要不然 大家就一起死 报 又是一声军爆 由远急进传来 报 族长 北门和南门被明军夺下了 都城四门全都失守了 吉拉台身子一晃 不敢置信地喊道 不可能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五千兵力看守的城门 就是两万来人来攻 都攻不破 怎么可能这么轻易 就被攻破成了 明军连火器都没用 怎么可能这么快就破成 你敢谎报军情 来人哪 拖下去 族长 城门是被人从里边打开的 明军直接被迎入了城内 小人说的都是真的 快想办法吧 族长 明军大队全都进城了 要不了多久 就逼近王宫了 里应外合 明军早有准备 传令下去 所有兵力集结 从南门突围 跨海 去往苏门达拉躲避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卢中文网 同名小说 独家改编的 《大明》 开局随永乐北征 作者 大卢狐 演播 咸鱼可以清蒸 木木 飞卢听书工作室 轻情制作 吉拉台下完令后 对着木顿口呆的土球们说道 明军在城内有大量的内应 不然不可能这么轻易地夺下城门 明军准备得如此充分 绝对无法善聊 好 诸位赶紧带兵突围吧 再晚了就只能等死了 吉拉台说完就大不留心地往外去 等会儿 吉拉台 我们一起突围吧 我带了五千精兵过来 一起突围 把握大了些 对对 一起一起 我带了三千精兵 我有六千 我有四千 两千 好 你们快去集结兵力 吉拉台不留痕迹地扯了扯嘴角 所谓的五万大军是吹出来的 吉拉台的兵力只有两万六千多人 其中两万镇守都城四门 六千镇守王宫 现在四门被迫 他的两万守门军队剩多少还不好说 就单凭他这个六千王宫守卫要突围 他可没把握 弃蟹投降者免死 明军优待俘虏 七谢投降者免死 明军优待俘虏 七谢投降者免死 明军优待俘虏 十几个翻译官 站在南门城墙上 大声地劝响 我要被哄骗了 投降会被明军发作奴隶的 只会生不如死 杀出去才能活命 杀出去 杀 不要听骗人的鬼话 一旦投降就什么都没了 杀出去 杀 明军人少 拦不琢磨的 杀出去 杀呀 土球们虽然大声地鼓舞士气 可心里早就骂娘了 本来想着跟在吉拉台后边捡便宜呢 没想到吉拉台集结的兵力还没有他们的兵多 杖一开打他们就没得选了 只能跟着吉拉台一条道走到黑 这杖越打他们就越后悔 南门口只有五六千人阻挡他们的去路 按理说他们这么多兵力一个冲锋就能破了 没成想 一连三次冲锋都被明军给杀退了 这些绑大腰圆的明军看人跟看小鸡仔一样 一刀一个 一刀一个 要不是他们人多 弓手都要互换了 殿下 南门来报 有大谷叛军想从南门突围出城 叛军人数有四万上下 传令兵报道 四万 差不多是城内叛军的全部兵力了 龙香尾听令 支援南门 到令 一路急行 当朱瞻机赶到南门的时候 叛军的前队已经被守军给分割开来 摁着打了 弓箭手 放箭 在距离叛军大概还有两百步的时候 朱瞻机直接下令放箭 啊 我中箭了 疼 组长 背后有明军 背后有明军偷袭 吉拉台文言如遭雷击 他们已经打得很艰难的 明军的援军怎么还能来得这么快 不让活了吗 拥有优势兵力的进攻方 居然被弱势的防守方 给分割了前阵压着挡 现在 背后又来了别人的援军 这仗 怎么打 朱瞻机可没功夫 搭理吉拉台的心理活动 龙香尾继续逼近叛军一百步 连设十轮剑鱼 后阵的排头兵 被明军给射成了马蜂窝 叛军被明军的强兵 吓得肝胆欲裂 气势全无 开始往有人的东西两侧逃离 朱瞻机见状 忙叫人劝降 气血跪地投降者免死 富于顽抗者格杀无论 气血跪地投降者免死 富于顽抗者格杀无论 别射了 别射了 我投降 一声清脆的兵器触地声音响起 紧接着 叮铃铛铃之声连成了一片 我投降了 投降 降 吉拉台和土球们 见大势已去 也只能跟着 气血跪地投降 好死不如赖活着 硬打是死路一条了 投了降 说不定还有条活路呢 全都绑起来 将领单独关押 两个时辰之后 满辣家城被明军彻底平定 吉拉台 土球族长 以及乱军将领 被斩首示众 其他人被打零散 发往中南半岛各地 做苦役修路 乱军所有俘虏 发作苦役劳作五年 按照惯例 苦役五年是没人能撑下来的 几天后抽调来的官吏到来 满辣家正式更名为满辣家 布政史司 紧接着开始全民更换户籍 帐粮平分田地 种植园 满辣家 人心归附 绿色圆顶宗教建筑全部拆毁 因为信徒大多在内战中遭遇不幸 所以并没有造成什么大的影响 之后满辣家蒸发摇曳20万 加上苦役10万 合计30万人 修建淡马西港 扩建满辣家港 修建贯通全境的水泥路 朱瞻基手下直属战力最强的卫所 抛开龙香卫 还有八个卫所 缅邦 仙罗 真辣 老挝 战成 五帝旧都所在分别派一个卫所镇守 剩下三个卫所全部留守满辣家 已经到来和即将到来的大明内地移民 移兵 加起来有100多万户 730多万人 占大明总人口数的十分之一 迁移的卫所军户 主要来自于此前镇守在内地各土司周边的卫所 如今各土司都已土改完成 收归大明直辖 土司周边卫所保留一个卫所 迁入土司就地内部镇守屯墾 其余卫所全部迁移 原属屯田收归国有 到达新驻地后 重新分配均户屯田 比原有的田母树翻一番 其中 缅邦 仙罗 真辣三国旧地 计划美帝迁移十个卫所 合计三十个常规卫所 均户镇守屯墾 老挝旧地迁移三个常规卫所 镇守屯墾 战成就地迁移三个常规卫所 镇守屯墾 最后 迁移三十四个常规卫所 镇守屯墾 满拉家 三十四个卫所兵力 将近二十万 军户家属凑在一起 约有一百三四十万人 这么多的兵力 显然不只是为了镇守之用 先把这批人 迁到满拉家半岛 让他们适应适应 热带的气候和生活 将来 不管是向南兼并苏门达腊国 爪哇国 还是向东兼并博逆国 甚至是向西 从海上登陆孔雀王朝诸国 都十分的方便 大明内地移民 中南半岛的百姓 以光棍官夫 无田地者 少田地者 乞丐 流浪无家者 清罪赎罪之人 以及百姓家中 数子为主 也有些 啥都不缺的色披子 是冲着官府发的小妾来的 还有 小妾们 名下的田地 中南半岛上 新建的大明官学 大多设置在当地 旧有的宗教建筑内 学官们 把宗教大殿内的神像 都请了出去 又把孔老夫子的画像 挂了起来 对当地的小蛮夷们 宣扬儒家的 圣人教画之道 至此 中南半岛 全部被大明吞并 中南半岛总面积 206万5000平方公里 在这之上的所有耕地 人口 矿产 山川河流 乃至于 一草一木 全被大明 收入囊中 新来的这些学官们 都是按照 朱瞻机的要求 严格筛选的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是有秀才功名的 但是水平有限 科举风官无望 不出意外的话 他们会了科考 蹉跎一生 都是些读书读傻了 自己给自己洗脑了的 迂腐书生 干别的活 他们干不了 可给小孩洗脑 没毛病 有这些书呆子 不遗余力的教化 中南半岛地区的孩子们 一定会成为秉承 儒门道德观的接班人 儒门教义 对于人心的影响和控制 仅次于后世 红教的各类红色宝典 把狼顺化成犬 不是难事 只是中南半岛 受真辣文明的影响颇深 在语言和文字上 与中原文明差异巨大 教化非一日之功 所以朱瞻机小课堂 开讲了 在座诸位 都是我大名读书人里的种子 是我大名各顶各的 人中翘楚 朱瞻机站在讲台上 侃侃而谈 他说的明明都是些好话 可下边坐的人 却是羞涨不已 读书人的种子 这说的是我们吗 四十多岁的种子 你们有谁见过 什么时候穷秀才 也算是各种翘楚 考了三回科举 俺也就是个秀才而已 黄太孙这是在夸奖人 还是在埋他人呢 诸位 不远万里地来到这心腹的蛮荒之地 话语众生 推行大明之文教 必使四海之心归于一统 使百姓之梨树 浮于王道 朱君死刑十分光耀 朱瞻机的场面画 让一帮子人 额上沁汉 心里支打秃秃 这是亲筋重担哪 有没有 这么重的担子 我们担不起呀 这未免太看得起 我们这帮 异人了吧 我们来的时候 教育们 可不是这么跟我们说的 当初说好了的 只负责教小蛮子们 读书认字就行 只待心腹六国九地 教化大成之日 诸君必定名流青史 万古流芳 与儒门历代先贤 同享奉享 列祖列宗和子孙万代 都在看着你们呢 此刻 种子们的心里 一半是海水 一半是火焰 他们是万分的 想要名流青史 与先生同列 可又担心自己的本事不够 坏了朝廷的大事 内心无比纠结 朱瞻基 看着众人喜游参半的表情 知道火候差不多了 接着说道 当然了 本宫也不会让诸位 单打独斗的 该有的帮衬 是少不了的 大家 请看这里 朱瞻基说着 拿起黑板擦 敲了敲身后的黑板 邦邦邦 这个 叫黑板 是用黑漆制成的 当然 墨汁也可以 这个白色的小棍棍 叫粉笔 是用石灰和水制成的 我手上拿的这个 叫黑板擦 是用猪棕毛制作的 这三样 就是本宫 给诸位准备的教学三件套 诸位请看 朱瞻基说着 拿粉笔在黑板上 写了大明万年四个大字 接着 拿黑板擦 把字擦掉后 又在原处 写了万寿无疆四个大字 教化之物 这是 教化之物啊 太清楚了 坐着都能看得这么清楚 比沙盘可好用多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卢中文网 同名小说 独家改编的 大明 开局随永乐北征 作者 大卢狐 演播 咸鱼可以清蒸 木木 飞卢听书工作室 轻情制作 有了三样东西帮衬 一个人 教导四五十个学生 都很轻松 这可太好了 是急 是急 以前用沙盘 最多只能同时 教导十个学生 有了殿下 这教学三件套 真是太方便了 想不到 殿下对于教化之道 也如此的精深 学生 带天下学子 败谢殿下大德 学生 败谢殿下大德 都免礼吧 再来看看这个 是给学子们准备的 猪瞻鸡拿起一根羽毛 朝众人比划了一下 然后放到墨桶里 沾沾墨后 再拿白纸上 写了大明万年四个小字 拿给众人传看 这个叫做鹅毛笔 用鹅毛 或者积压身上的 长语制作都可以 能大大的节省笔 墨和纸的消耗 书写习惯 要适当改一改 以往 毛笔写字 要先从上到下 然后从右到左 用鹅毛笔 需要手部贴合桌面 原先的习惯 会让手 粘上墨迹 可以改为 先从左到右 然后再从上到下的顺序书写 回头 你们可以试一下 务必 以便行教化为要 不可没守成规 蒙学习练大字 还是先以米版 沙盘为主 待到蒙学后期 用鹅毛笔 纸张 磨练书写 最后 再以毛笔 练习书法之道 此为循序渐进 学生谨遵殿下训事 朱瞻基白白手道 诸位 现在可以不用再以学生自称了 诸位不日 将散于心腹周县 各地 观学 暂任训导之职 已是观身 若是所行顺畅 考成得优 则可升任教育 学证 乃至于教授之职 众人文言 心下一阵火热 他们居然有观身了 梦想成真了 微臣 谨遵点爱训事 免礼吧 而等要切记 各地府州 县 学所用之教材 必须都是经由太子 詹日府 诸位学士 辅证过的 有清晰明确的标点符号断句 才可用 语者 皆不可 观学里的学子们 年岁都不大 他们更单纯 心思 没有大人们那么复杂 更容易学习和接受我大明的礼仪教化 他们是当地各家各户的指望 盼头 也是地方未来的根本所在 所以 中军教育 绝对不能落下 通过这些学子们 影响他们的家里人 再通过他们的家里人 影响邻里四舍 再影响到 所有的心腹之民 务必要是心腹之民 可以尽快地像我大明内地的百姓一样 忠 成 公 紧 彻底摒弃 满以 离乱之气 而等肩上的担子 不比地方的主观轻松 这是使命 也是责任 要有吃苦受累的心理准备 借交借造 稳扎稳打 为我大明早日实现圣人大同世界的伟大宏愿 夯实根基 朱瞻基的话 让这些准学官们 新潮澎湃 热血沸腾 天下大同 可是儒门的最大宏愿 他们居然也能参与其中 幸甚至哉 幸甚至哉 众人的情绪 都已经被调动起来了 朱瞻基伸手一拉 撤掉了黑板上方 正中间盖着的一块黄绸布 露出一张镶嵌在木质相框玻璃里面的 写实人物肖像画来 正是大明永乐皇帝的肖像画 这张肖像画 没有什么以行写神 行神兼备的艺术讲究 就一个字 像 跟朱老四一模一样 包括肤色 这是在朱瞻基的指导下 画师们严格按照三庭五眼的人物面部结构 绘制而成 本来 朱瞻基留着准备送给朱老四的寿礼 只是朱老四的生日是五月初二 那时候 朱瞻基还在仙罗王宫里计算真拉人 回不去 就让自己老子朱高赤 转成给朱老四 老头一看 跟他一模一样的肖像画 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美得不要不要的 把那几个画师全都调过去 当了御用画师 并且大力推广这种超写实的画风 有事没事就找人来画一张 什么背景 什么尺寸的都有 听到朱瞻基 要把他的画像挂到各地府衙和官学后 立马就同意了 朱老四还让人把画像背面 抹一层石灰 然后夹在两块玻璃中间 再套上相框 美其名月 免得寿朝变色 这 是我皇爷爷 大名涌了皇帝的肖像画 朱瞻基话音一落 众人立马起身 正一官 躬身行礼 口呼皇上万岁 得平身吧 一位皇帝 一个大名 一种声音 这 才是长治久安之道 所以 在心腹之地 宣扬中军爱国 大统一 是刻不容缓的千秋大计 不容马虎 这关系到 心腹之地 能不能和大名 真正融为一体 不分彼此 孔甚至说过 要尽鬼神而远之 可是心腹的这六国九地 都是宗教凡圣之地 除了佛门之外 各地方还有不少的银似邪神 这很不好 和圣人之道 南辕北辙 不利于我大名的教化 要改 但是 不能应来 要用温和的手段 缓缓 除之 对于普通人而言 神灵之说 是虚无缥缈 看不见 也摸不着 你们要引导官学的学子们 让他们先从这些虚无的信仰中抽身 改为信仰更真实 更具体的皇帝和祖先 再通过这些学子们 影响他们的家人 一起信仰皇帝 一起信仰祖先 当那些学子的长辈们 知道自己和祖先们 都可以像神灵一样 被后人供奉在明堂内的时候 虚无缥缈的神灵 对他们来说 就不再重要了 借由人们 对于皇帝和祖先的信仰 来宣扬我们 儒门的三纲五常 人伦大道 人伦目 则天道顺 纲长顾 则 王道横昌 而等 都有责任 让这蛮荒之地 成为 礼乐繁盛的 王道乐土 三纲 指君为臣纲 父为子纲 父为七纲 五常 指 仁 义 礼 智 信 是封建礼教 提倡的人与人之间的 道德规范 众人听到这里 神情变得肃穆起来 一开始 众人还以为 皇太子是要他们 忽悠孩子呢 没想到 是要换个法子 推行大明的礼仪教化而已 不得不说 这个法子 比他们自己的笨办法 要方便得多 皇太孙 居然把这么重要的差事 交给他们办 众人心中 纷纷涌起一股 事为知己者死的冲动 还有 心腹六国九地的真实族谱 已经被汉林院 从诸多古籍中考证 整理造册 朱战基说着 指了指教桌上的 一大罗书道 这些就是汉林院 考证出来的 远古族谱 以及相关佐证 你们每个人 拿一本回去通读一下 各地书局正在加印 到时候 学子们每人发一本 心腹的百族之人 也都是炎黄苗义 他们的祖先 都是在三皇五帝时期 就迁移过来的 这点是明确的 有史实可考 有上古的甲骨文为证 只是岁月轮转 他们脱离中土太过久远 当年的甲骨文 他们这儿已经没人认识了 这才让他们忘记了 自己的贵胄出身 忘了他们和大明是同种 同宗同源 现在正是他们认祖 归宗的好时候 事情告一段落 朱瞻基又把另外两小块 一半的黄绸布掀了下来 右边那个相框里的 画像很好认 是朱瞻基本人 那么左边那个 有点凶的胖子 就一定是当朝的皇太子了 众人再次习忙起身 口呼太子千岁 对于挂上朱瞻基的画像 朱老四是十分赞同的 但是老头十分反对 挂上朱高赤的画像 理由是老大是个笑脸死胖子 一点威仪都没有 胡不了人 压不服人心 挂他的画像就会帮到忙 影响咱们爷孙俩的威严 不要挂老大的画像 朱高赤的画像要是不挂 朱瞻基的画像就也不能挂 这是礼法 儿子不能越过老子去 朱瞻基还指望着靠这个画像 个人崇拜 长一波声望呢 每多提取一次天赋 花费的声望就长十倍 朱瞻基还得留出一次提取机会 预备着提取点奇物 这么一来 他需要的声望就更多了 所以朱瞻基就给朱老四写信 说可以对朱高赤的画像 进行一些他老人家中意的 艺术性修改 把朱高赤的画像 加工成他老人家心目中的样子 于是朱高赤的画像 就变成了这副 有点凶的样子 也没做大改 就是把朱高赤的眉毛 改成了皱起来倒树着的剑眉 眼里透着点胸光 这表情一变 立马就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都平身吧 大明的官学是免费的 这些学子们可以读书识字 都是大明的恩赏 人要懂得感恩才行 说到这里 朱瞻基从桌上抽出一叠纸 让人散了下去后道 这些誓词 每天早午晚 都要让他们集体大声背诵三遍 只要是官学学子 就必须如此 无论是心腹之地 还是大明内地 一位皇帝 一个大明 一种信仰 对天启示 以我明治 皇权天授 神人共尊 忠于皇帝 久死不悔 不灵弱小 千度时日 所经之战 莫为强敌 凡所邪谬 五乏其志 父若同长 战所未知 父人娇弱 忠当不犯 同人道合 竭力相邪 成代友人 以为君子 牺牲奉献 报效大明 子孙万代 忠贞 不渝 一 忠勇为奉君之本 二 孝顺为奇家之本 三 仁爱为街物之本 四 信义为立业之本 五 平和为处世之本 六 节礼为智世之本 七 服从为负责之本 八 勤俭为服务之本 九 整洁为强身之本 十 助人为快乐之本 十一 学问为济世之本 十二 有恒为成功之本 大明 始终代表天下最先进物理的发展要求 始终代表天下最先进文质的前进方向 始终代表天下最广大百姓的根本利益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卢中文网同名小说 独家改编的 大明 开局随永乐北征 作者 大卢狐 演播 咸鱼可以清蒸 木木 飞卢听书工作室 倾情制作 以捍卫皇权为荣 以危害皇权为耻 以服务大明为荣 以背离大明为耻 以崇尚教化为荣 以愚昧无知为耻 以辛勤劳作为荣 以好意务劳为耻 以团结互助为荣 以损人利己为耻 以诚实守信为荣 以建立妄议为耻 以遵纪守法为荣 以违法乱纪为耻 以艰苦奋斗为荣 以娇奢淫义为耻 凡是皇帝做出的决策 五等都坚决维护 凡是皇帝做出的指示 五等都始终不渝地遵守 第一届 除了大明皇帝以外 五等不可有别的皇帝 别的神 第二届 五等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 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 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不可跪拜那些像 也不可侍奉他 因为大明皇帝 物的神是祭邪的 恨皇帝的 皇帝必追讨他的罪 子父及子 直到三十代 奉爱大明皇帝 守大明皇帝诫命的 皇帝必向他们发慈爱 直到千代 第三届 不可望称大明皇帝 无神的名 因为望称大明皇帝名的 大明皇帝 必不以为之无罪 第五届 当孝敬父母 十二等的日子 在大明皇帝 尔等神 所赐的土地上 得以长久 第六届 不可杀人 第七届 不可奸淫 第八届 不可偷盗 第九届 不可做假政陷害人 第十届 不可贪恋人的房屋 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 湖壁 牲畜 并他一切所有的 此乃古今第一神术 洗脑术 拿到介事词的秀才们 开始摇头晃脑地 诵读起来 朱战基居然在诵读声中 听出了 功伤较微语的 音阶味道 这果然是 干一行 爱一行啊 只是 你们这颈椎 是受得了 还是受不了啊 停停停 朱战基出声 打断了秀才们的 大型送读现场 冒昧地问一句哈 你们这么 摇头晃脑的读 头不晕吗 朱战基说完 学着众人的样子 手上拿着纸张不动 纸转脑瓜子 秀才们是 丈二的和尚 摸不着头脑 搞不懂 黄太孙这是几个意思 一个大胆的秀才 回答道 回殿下的话 我等头不晕 我等早就习惯了 就是脖子有点僵而已 朱战基觉得秀才们的样子 又试了一会儿 十分别扭难受 怎么可能不晕呢 你们拿着 读物不动 只摇头晃脑袋 脑袋一摇 就想要看清字 眼也得跟着头转圈 脑袋跟着眼珠子 转的方向还是反的 你们跟本宫说 你们的头不晕 殿下 微臣是有些 飘渺若仙 欲云腾空之感 可不难受 微臣也不难受 读久了 还会有腾云驾雾之感 对 对 似于仙贤神教 谈诗论道 飘渺若仙 腾云驾雾 还 还与仙贤神 这还不晕吗 这已经 晕得很明显了 好吧 那你们脖子疼不疼 自己捏一捏 看看疼不疼 麻溜的 捏 朱瞻鸡还真不信这个鞋了 一年到头 脑袋都这么个咬法 要是没个颈椎病 就见了鬼了 秀才们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搞不懂 黄太孙的葫芦里 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只得 先医命行事 这一捏 就响起一阵 倒吸凉气的 嘶嘶之声 怎么样 脖子疼不疼 朱瞻鸡笑 咪咪地问道 回殿下的话 疼 只是疼吗 有没有 有没有 很疼啊 回殿下的话 有 很疼 现在 还有 疼云驾雾 似于 仙贤神骄 之感吗 回殿下的话 没了 疼 照你们这么个咬法 疼还是轻的 岁数再大点 人都能晕过去 朱瞻鸡说道 殿下 微臣平日就是觉得 脖梗儿有些僵硬 不捏就不疼的 怎么还会晕过去 每次读书久了 是不舒服 不过只要睡一觉就好了 不招他就没事 哎 头颅乃是六羊魁首 是人身上最重要的物件 经不起这么折腾 再说了 人要有个人样 摇头晃脑的 成什么样体统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们是在跳大神呢 朱瞻鸡没好气的数了道 殿下 我等一直都是这样的 先生们 也是这么教的 现在疼的是不是你 朱瞻鸡直接打断道 是 知道疼不就完了吗 把这坏毛病都改了 站有站向 坐有坐向 读书也要有读书向 站如松 坐如钟 头顶天脚踏地 行走坐卧都得四平八稳 君子重威夷 摇头晃脑的像什么样 用鹅毛笔写字的时候 记得姿势 要正 一尺 一拳 一寸 眼 离桌面一尺 前胸 离桌眼一拳 拿笔的手指尖 离桌面一寸 腰杆要挺直 不能弯腰驼背 记下了没 谨遵殿下教诲 殿下 这个 需不需要 我等润色一番 有个秀才 拿着手上的 借识词 试探着问道 在他们看来 朱瞻鸡给的这些东西 太缺乏文采了 不便 不利 不押韵 最主要的是 他们觉得 把皇帝和神灵 摆到一起 很不妥当 只是 没赶子挑明了说 不需要 要的就是一个 通俗一懂 让你们一润色 意思就不好懂了 蒙学学子们 读着跟读天书似的 不是本末倒置了吗 做事情 先搞清楚 对象是谁 就拿朝廷的告示来说吧 那些 四篇八利 凭则对账 运脚都没毛病的告示 有几个老百姓 能听得懂 看得懂 老百姓 既看不懂 也听不懂 朝廷 张天那些告示 有什么用 不是瞎子点灯 白费辣吗 就得这么直白着来 才能让心腹之地 尽快地归附王化 心向大明 设计大事 可不是为了 咸费文采 读书做学问 要以实用为要 少做那些 辞早堆砌 浮夸空洞的文章 朱瞻基坚决不承认 是自己文采不够 写不出辞早华丽的文章 秀才们 让朱瞻基 一桶连珠炮式的鼠落 挖苦 弄得脸色泛红 羞涨不已 尤其是先出头的 那个秀才 脸红的 像是要滴出血来似的 他感觉 黄太孙的话 好像全是冲着 他一个人来的 殿下圣明 臣等 谨遵殿下校会 平身吧 朱瞻基说完 起身拿起粉笔 在黑板上 哒哒哒哒地写了起来 汉字 拼音法 圣母表 二十三个 韵母表 二十四个 单韵母六个 副韵母九个 前鼻韵母五个 后鼻韵母四个 整体认读音节 十六个 拼音声调的口诀 一声平 二声羊 三声拐弯 四声降 拼音声调标注位置口诀 拼音声调标注位置口诀 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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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顺序 一屋同时出现 拼 后头的韵母 秀才们左右张望着 满脑门子的问号 黑板上写的跟天书似的 字认识 但是那些鬼话服务 都是些什么东西 朱瞻基写完 把粉笔一丢 开拍手道 怎么样 能看出来个大概吧 呃 殿下 这可是 为了声韵之用 刚被对完的那个秀才 又忍不住第一个回话道 不错 朱瞻基朝内人伸了伸大拇指 习惯性夸奖 这一共是有26个拼音字母 以及由拼音字母组成的63个音节 4个声调 学会了这些字母 音节声调 就可以准确地给任何一个汉字注音 反之大明可以借此统一境内的所有文字发音 大明地大物博 人口众多 在很多南方多山之地 邻村的人说话彼此都听不懂 就更不用说 这心腹之地了 等到汉字拼音法推行天下的时候 天南地北的所有人沟通起来 将毫无障碍 统一货币和杜梁衡都容易 中南半岛已经在做了 救助的铜钱也好 金银也好 全都禁止流通 要去官府或者惠民商行 更换成大明官制的铜钱和金银才行 直接上乘称重兑换 铜扫无期 杜梁衡就更容易了 地方官府和商户 全都换成大明标准的杜梁衡 百姓们以后交农税 全都用大明的杜梁衡来收 只要一年就能推广完成 文字和语言的统一就麻烦了 旧的文字当然是要全部废除的 只是如何推广大明文字 却成了老大难 除了建学堂 没有别的好办法 语言就更不用说了 语言是最难统一的 就算是大明境内 同一个字 都有几百种不同的读法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谁让咱们地大物博 人多还历史悠久呢 于是 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朱瞻机 就拿出了教化神器 汉字拼音 现在蒙学推行 蒙学的学子们学会以后 再回他们的村子里 教导更多的人学习汉字拼音法 虽然是同工 不过报酬还是要给的 给一个好听一点的名头 比如说汉字推广大使 宣广专员之类的 再加一点粮食或者铜钱 推广成效好的 可以保送献学 周学辅学 甚至是国子鉴 这下子 全家人还不得打击鞋吗 这 当真可以统一所有的文字发音 统一语言 秀才们嘴唇打得哆嗦 话都说不利索了 这事 他一吓人 秦始皇最大的攻击视察 就是统一了六国的文字 货币和渡量衡 六国统一的土地 只是秦始皇最大工业的前提条件 统一文字发音的事情 还没人做到过 也就是说 两千年来 名教独尊之后的最大工业 就在他们眼前 当真 听到朱瞻基肯定的回答后 秀才们激动的直达抽抽 得亏都是帮年轻力壮的 换了一帮上了岁数的 这会儿都得报血管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卢中文网 同名小说独家改编的 大明开局随永乐北征 作者 大卢狐 演播 咸鱼可以清蒸 木木 飞卢听书工作室 倾情制作 这事儿 本宫已经报给朝廷了 只是汉林院的人 现在都忙着 给经典断句 做注解 暂时没腾下手来 不过 推广的事情 已经定下来了 朝廷会在汉林院 下设立个新衙门 专管此事 敦促监督和辅助地方学官 推行大计 而等要用心学 用心谋事 若是成绩突出 讨成拔尖 将来被抽调到汉林院的新衙门 做一任利私主事 也不是不可能的 朱毡机的鸡血 打得有点狠了 秀才们眼珠子都红了 老天爷呀 一帮秀才功名的人 能做官 已经是贪天之功了 利私主事 可是六品官 臣等拜谢殿下大恩大德 必笑死力 以报龙恩 这堂课 一直上到日头偏西 秀才们学得都很认真 对他们而言 这是天底下 最容易走的一条捷径了 省去了会事和电视的搓谋 直接做官 只要学得好 教得好 还能有机会 直接进汉林院当差 前途无量 朱毡机手把手地交着 直到秀才们 都学会如何拼写自己的名字 拼写自己重要的人的名字 放课后 儿等将本宫讲的这些知识点 结合本宫的教案 重新整理成策 互相讨论练习 互相辅证 三日后 本宫亲自考教 不合格的 先挨戒持 要用心学 用心练习 后边还有两千学员官要来 等他们到了 有你们 儿等负责教他们汉字拼音法 本宫 没工夫一个个教导 学生 谨遵殿下教会 得 听了一堂课的自称 又从微臣换成了学生 不过 这一次的自称 不再是千称了 而是实称 就因为这一堂课 让这帮秀赛们 跟朱瞻鸡之间 有了师生之识 不管朱瞻鸡认不认可 这帮人 以后都可以 以朱瞻鸡的学生身份自居 虽然 这种便宜的学生身份 和门生没得比 可仍然让他们 试图顺畅许多 这 就是这个时代的 礼教规矩 只是 这帮人的底子弱了些 朱瞻鸡有些看不上 不过也没办法 底子好的读书人 也舍不得发到这么远来 不光朱老四舍不得 汉林院的学究们 也舍不得 好苗子 正儿八经的 读书考科局不香吗 走了捷径的人 潜力就有限了 到底也就是个五六品官 朱瞻鸡按道一声 这是你们老师我 能给的最后的宠爱了 系统 全员赋予顽强生命天赋 听 顽强生命天赋赋予完成 秀才们 只觉得浑身 涌起一阵舒畅之感 忍不住 想要哼起一番 用心洗练 下课 朱瞻鸡想不到的是 这帮除了读书 啥都不会的秀才们 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领域后 还真做出了很不错的成绩 大大的加快了 心腹之地的童话速度 因为有自己的详细教案在 有亲自教导过 所以秀才们 学得都很快 三日后的考教 全员合格 不得不说 这些人的迹象都不差 不错 学得都很快 再给你们三天时间 把试词 三字经 百家姓 千字文 标注上拼音 若是准确无误 尔等就可以到各地县学赴任了 试词是朱瞻鸡抄来改编的洗脑专用 其他三本是盟学三读物 字数都不多 三天时间足够了 三天后 拼音版的四本书都经由朱瞻鸡改正错漏之处 教验完毕 汉林院考证的百祖史足考都已经发给你们了 帮学生启蒙的时候 顺便帮他们追本溯源 找回他们的上古姓氏 帮助地方官推行一封一俗之策 道路司派遣的道长们过段时间就能到 学生家长们要是有祭祀原始组的想法 可以去找地方的道观帮忙 等尔等都安顿好 可以找惠民商行帮忙把家眷都接回来 安家落户之事本宫已经交代过了 地方官府都已经安排妥当 若是碰到南泽之事 可以去地方官府求助 最后嘱咐一句 尔等要牢记此行的目的 是行教化 让心腹百祖与大明融为一体 不分彼此 学生谨遵恩师教会 一听这帮人恩师的称呼 朱瞻基就是一阵牙酸 以他的精益水平 要是当老师 就有误人子弟的嫌疑了 今日休息一天 打点行装 明日一早 去码头坐船出发吧 下课 学生告退 恩师保重 朱瞻基 望着窗外茂盛的热带植被 眼神放空了 中南半岛后续事宜中 最重要的民族大同化计划开始了 在出发之前 朱瞻基就仔细地考量过该当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对这片广袤肥沃江土的永久有效占领 但靠土改政策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人丁总是在不断的繁衍不断的增长的 总有那么一天 人丁会超过土地能承载的上限 时间或长或短 到那时候 战乱又会不可避免的发生 朱瞻基 没法在永久性的和平解决这个大麻烦 只能想尽办法地推迟这个麻烦带来的时间 降低这个大麻烦爆发时的破坏力 大扩张 大减定 大同化 朱瞻基 按道一声 恕我无能 在下想到的只有这三个法子 大扩张就是字面意义 扩张大明的生存空间 这一点是最容易做到的 军队能打赢就行 能稳定几年 还要看后背了两样 剪钉和同化 能做到什么程度 所以 朱瞻基 就像个藏在阴影里的大反派一样 推波助澜 操纵着半岛各国的战争 一步步扩大 用阴谋诡计 让中南各国统治阶层内部的政治诉求和权力博弈 一步步地演变成 不死不休 波及全国的惨烈大战 现在 中南六国旧地 所剩壮丁的数目 还没有大明移民壮丁的一半多 这 就是大减丁 而且 作为分得大片土地的代价 这些壮丁们要连续服三次劳役 每次六个月 之后的摇曳期限 才能按照大明的执行 这跟他们之前的劳役时间等同 并没有加重他们的负担 白拿了大片的田地 感恩戴德 还来不及呢 而大明的移民 有三年的摇曳优待政策 可以在家就近服役 三年之后 两者并同 可以预想到的是 这些接收了地方遗产 已是妻妾成群的大明移民 可以通过这三年的新钱劳作 让大明血脉的新生儿 占据绝对的优势 俗话说 三五成群 内地移民分到的七切 就是这个数 地方不同 福利自然也不同 福利好点的地方 能分五个 福利差点的地方 能分三个 当幸存的原住民壮丁 都忙着外出福劳役的时候 大明移民的摇曳 却是活轻 事儿少 离家近 丝毫不耽搁 他们积极地造小人 工作时间的优势 再加上 枪支数量的优势 三年内 拥有大明血脉的新生儿 必然会占领压倒性的优势 畅想一下 等这些新生儿长大后 中南半岛的原住民 将会变成少数族裔 同化起来 更方便 更快捷 对中南六国旧地的文字 货币 杜良恒 语言 信仰 人乐 历史 习俗 姓氏 乃至于人种血脉的全面童话 才是朱瞻鸡的最终目的 捡钉和童话相辅相成 钉口捡得越多 童话的速度就越快 大明朝 有人口这件大杀旗在 用不着像老米家仙人似的 搞种族大屠杀 太上天河 而且 杀得越狠 仇恨越多 越难以同化 现在这样多好 不仅 一点坏名声都没有 老实孩子们 还都感恩戴德 积极配合王师的教化 点个赞 摸摸哒 啥玩意儿 你不信 不信 你来听啊 嘿 嘿是喊的啊 你这儿又啥乐和什么呢 咱们这儿敷着劳逸呢 你还有心思啥乐 真是个缺心眼的 满辣家港口的扩建工地上 一个民夫 头朝着另一个笑着的汉子 数落起来 怎么能不乐呢 干活怕啥 俺们家的田地 翻了三番呢 都是明朝人给的 干点活 不是应该的吗 咱也不能白赚便宜不是 人家就是不给分田 大刀一举 咱不也得老老实实地干活吗 明朝的官老爷 真是叫那个那个啥来着 人 人意 对 就是人意 白利米苏拉和吉拉台 根本就比不了 他们俩都是一样的脏心肠 就是嘴上说的好听 啥时候都不给 被 被民夫头数落的黑石喊达 唧里呱啦的说了一大堆 这个老子知道 你昨天不是说过一遍了吗 老子问你 今天又傻乐什么 你不怕嘴里都灰呀 民夫头朝黑石喊达脑乖子拍了一巴掌道 嘿嘿嘿 村里有人来买香料 顺便过来看看我 他说我们村的新路开修了 和咱们现在修的大港口用的材料一模一样 都是拿小石子或灰泥 这可都是宝贝呀 干个三五天 邦邦硬 还一点都不存水 民夫头惊呼一声连问道 什么 用水泥修路 给村里 对 是叫水泥来着 我又给搞忘了 嘿嘿 黑石喊达不好意思地抓了抓脑袋 我的乖乖 这可要了不得 这玩意儿宝贝着呢 明朝人居然拿着宝贝给咱们村里修路 这也太那个啥 太仗义了 民夫头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 谁说不是呢 明朝的官老爷说了 修路的时候浓税十抽一 修完路了就跟大明一样都是三十抽一 这可不是既仗义又仁义吗 以前咱们太平年月都是五抽一 一打仗就是二抽一 村里的路有谁管过 碰见这么好的事能不乐吗 民夫头深以为然地点头道 这事得好好乐乐 我这才半个月都没回家 就错过了这么大的好消息 你们村修了路 很快就能修到我们村了 哈哈哈哈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卢中文网同名小说 独家改编的大明开局随永乐北征 作者大卢狐 演播 咸鱼可以清蒸 木木 飞卢听书工作室 清情制作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底层的人心是最容易收买的 都不用自己掏实在的好处 借花献福 或者少从他们嘴里掏点口粮出来 就可以了 人们就会对你感恩戴德 可惜啊 绝大多数统治者 是既不愿意借花献福 也不愿意少掏点口粮 明明把赚钱的方法都给垄断了 还有变着法的 砸七砸八的 加这税加那税的 所以啊 对于大明的统治 中南六国移民 是举双手双脚赞成的 岁数大的 还时不时地抱怨几句 你们来得晚了呀 我这都老了 你们大明才来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这么好的日子 享受不了几年了 我真的舍不得呀 好想再活一辈子呀 就在中南半岛的建设和教化 忙得热火朝天的时候 一只庞大的船队 从西洋上浩浩荡荡地 朝着满拉家港驶来 殿下 赴西洋船队正太监来信于官场 说是明日抵达满拉家港 着官场准备物资补给 猪粘机 猪粘机忙活了好久 终于把正事都安排完了 正打算一杆进洞 探探心道 感受感受汉露的不同滋味 就被昌盛的破嗓子给搅和了 昌盛你个混账东西 来得真他妈不是时候 被扫了雅兴的猪粘机 正要发脾气 突然回过神来 豁然起身问道 西洋船队 这马上都11月了 怎么才回来 正和第三次下西洋 应该是在今年6月份 就回京了才对 那时候猪粘机 正在新罗王宫里 忙着给真辣的叛军和王族官军 添柴火 当时心里 还有点可惜 见不到宝船队 没想到 正和第三次下西洋的返程时间 居然延后了 这难道是蝴蝶效应 昌盛见猪粘机 大大拉拉的起身 一脸便秘地扭过头去 殿下 您换披件衣裳 猪粘机张开手 任由四月师范三姐妹 帮他整理着装 心里想着 老头子没催他赶紧回京 应该是打算让他 和宝船队一起回去 充满蜡家回京 走水路 可比走陆路方便 也有可能 是朱老四想先让他出面 好好震慑震慑 宝船上的外国使节 好好地装装逼 呸 是好好地宣扬宣扬 大明天朝上国的威仪 然后等使节们 随宝船队进京后 他在自己出面 好好装一把大的 这么一来 甭管是谈买卖 还是让画师们 多留下他永乐大地的 珍贵画像 都方便 老头现在 见天的画师都不离左右 一定不会放过 使团朝贡 这么好的背景图 对 一定是这样的 一代B王朱老四 是拿自己孙子 当枪使 前清宫的永乐皇帝 一连打了三个喷嚏 柔弱鼻子喃喃道 这又是谁 在背后念叨老子 大明复西洋船队 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的 一支大规模的远航船队 也是一支史无前例的 海上特混舰队 大明复西洋船队 有两百多艘 不同用途 不同船型的远洋海船组成 将士两万七千余名 规模宏大 人员众多 组织严密 大明复西洋船队中 最大的海船 是大宝船 地位相当于 现代海军中的旗舰 主力舰 长 44丈4尺 宽18丈 是当今世界上 最大的海船 折合现今长度 为150多米 宽 仅62米 船有四层 船上久违 可挂12张帆 矛重有几千斤 要动用二百人 才能起航 一艘船 可容纳千人 宝船 供船队的指挥人员 使团人员 及外国使节乘坐 同时 用它来装运宝物 有大明永乐皇帝 给西洋各国的赏赐 也有西洋各国 进贡永乐皇帝的贡品 真品 还有 正和船队 在海外通过贸易 交换得来的物品 为此称为宝船 亦为运宝之船 船队有五种类型的船舶 除了宝船以外 还有四种 第二种 马船 是一种远洋运输船 用来装运战马 马船长37丈 宽15丈 第三种叫粮船 是一种远洋运输船 用来装运粮食 粮船长28丈 宽12丈 第四种叫坐船 是一种交通运输船 用来装载人员 货物 坐船长24丈 宽9丈4尺 第五种叫战船 长18丈 宽6丈8尺 由此可见 大明复西洋船队是一支 以宝船为主体 配合以协助船只 组成的规模宏大的 远洋船队 大明复西洋船队 规模之大 船舶数量种类之多 是史无前例的 后事关于大明下西洋 众说纷纭 有人说 只是纯粹的为了炫耀武力 有人说 只是为了纯粹的维系表面 朝贡体系 甚至还有人说 是朱老四心里有鬼 说朱老四害怕朱允文 下西洋 是为了寻找朱允文的下落 避免朱允文卷土重来 老子的牙都要被笑掉了 脑子是个好东西 可惜 对有些人来说 就是个摆设 在军阵中 厮杀半生 敢跟草原人短兵相接的马上皇帝 会怕一个连战场都没上过的生瓜蛋子 为了找一个失败者 不惜耗费庞大的人力物力 六次下西洋 为了船队的翻译问题 还专门设立四个仪馆 来培养翻译人才 脑子呢 哪儿去了 宝船队打探朱允文的消息 或许有 但最多也就是个顺道而已 有早没早的 先打三杆子再说 万一碰上了 就是白赚的 何乐而不为 这个 能是下西洋的真正原因吗 下西洋的真正原因 是为了建立海洋霸权 为了控制全球贸易 最终实现赚银子 发大财的目的 单单从这个宝船的名字 就不难看出来 大明赴西洋船队 绝不是冲着散财去的 满腊家海峡是什么地方 那是东西方海上交通的门户 是咽喉之地 是黄金水道 第二次下西洋的时候 大明就已经在满腊家驻军 建造官场和商馆了 其规模还一阔再阔 直到建成一个国中之国 费了这么大劲儿 就是为了方便出眼门 当散财童子 除去为了更好的控制商道 更好的垄断海上贸易 发大财 还能有别的解释吗 大明开国太祖朱元璋 攒的家底后是不假 可怎么也厚不到这个程度 别忘了 元末不仅有大天灾 还有几十年的大混战的人祸 九州大地分崩离析 生灵涂炭 民生凋敝 大明是在这样一个 近乎于废墟的地上建起来的 红武爷临朝制政三十一年 出大军北伐草原一十三次 还能让大明恢复国力民生 能在这么低的税率前提下 攒下家底儿 让后人过些宽裕的日子 这已经是神话了 红武朝一十三次北伐草原后 剩下的家底儿还能有多厚 如果说下西洋是劳民伤财 赔本买卖的话 那么请来解释一下 永乐一朝五征墨北六下西洋 八十万大军下安南三千学士 编钻永乐大典 重新输郡大玉河 再加上迎见吞金兽一样的新都顺天城 这一笔又一笔的庞大开支 是哪来的钱粮供应 除了下西洋的宝船队 不仅不赔钱 还能发大财之外 还有别的解释吗 至于说 这么好的政策 为什么没有坚持下去 个人猜测 不外乎三点 第一点 损害了大豪商 大走私集团的利益 下西洋想要赚大钱 就只能大力打击走私 严格执行海进政策 这就损害了南方大豪商 和大走私集团的核心利益 短人财路 犹如杀人父母 古今同理 蛋糕被冻了 别人自然是要琢磨法子反制 腐化几个士大夫 很难吗 第二点 利益分配不均 船对下西洋贸易赚回来的金银 都是皇帝内躺的 文官士大夫阶层 一文钱好处都摸不着 光眼红不算 还得出功出力地搞接待 招呼外宾 打工又搭料 所以他们才极力反对 宝船队下西洋 明宪宗 成化皇帝朱建深时期 曾经起过在下西洋的念头 可是 正和留下的西洋航海图 和各类宝船设计图 都被刘大夏给一把火烧掉了 连宝船设计图都被烧了 就更不会允许宝船 被人重新设计出来 成化皇帝的野心 就只能不了了之 而烧掉西洋航海图 和各类宝船设计的刘大夏 到了洪志朝 居然成了洪志三君子 京楚三君子 还在史书上留下了一个 洪志中兴大功臣的名头 道德君子 士林完人刘大夏 永远都不会知道 他烧掉的东西 对于这个民族来说 意味着什么 第三点 不可抗力 类似于史上最大的bug 英特纳雄奈尔王莽 和大法师 卫免之子 汉光武帝刘秀之间的 魔力对抗事件 大概就是 卫免之力不允许 满拉加西部海域上 一支庞大的舰队 云翻碧日 浩浩荡荡地 朝着满拉加海驶来 船队慢慢驶进满拉加港 港口上的普通满拉加百姓 和施工的民夫们 抬起头 好奇地望着 这支庞大的船队 那旗子上的字 我认识 是名字 大明的名字 说话的人语气中 带着浓浓的自豪 好像认识一个名字 就能显出 它比别人优秀许多 名字 这么说 这船队是大明来的 怎么走西边来啊 不应该是走东边吗 你不会看错了吧 旁边有人质疑的 你胡说 旗子上的字 明明就是明 我儿子教我的 他在学堂学的第一个 就是名字 我是绝对不会认错的 那人 急着紫脸地 大声反驳道 常年日晒 皮肤发黑 脸一冲血 就发紫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飞卢中文网 同名小说 独家改编的 大明 开局随永乐北征 作者 大卢狐 演播 咸鱼可以清蒸 木木 飞卢听书工作室 清情制作 要是大明的船队 怎么会从西边来呢 你一定是认错了 我没认错 你胡说 你 好了 脸都别吵了 大明的船队 从西边来 也不奇怪 第三者出演 打断了两人之间的争议 大明的船 一向是从东边来的 这支大船队 应该也是从东边来的 只不过是往西去了 现在看 应该是在返航 可不就是从西边来了吗 你怎么知道的 你忘了 我以前是干什么的 我记得你说过 你以前是在城内的商行帮工的 在商行干活不挺好的吗 怎么不干了 好个屁 那些商人 一个个的都是吸人血的 我们家现在 有地众 还有种植园 哪还用得着去外边受罪呀 那不是傻吗 哦 有道理 商人不是好东西 都是黑心浪费的坏种 活该他们倒霉 前几个月打仗 城内的商人们 都被乱军给杀绝了 这就是报应啊 这俩人唠起磕来 边上那个等着下文的 确实抓耳挠腮 别闲聊了 快说船队的事啊 这船队两年前我就见过一回 那时候我帮商行 往码头上运过香料 都是沉香 黄熟香这样的好东西 这是大明的宝船队 现在离得不够近 等到大宝船靠岸了 能吓你一跳 大头的宝船 跟城里的王公一边打 那人两手一张 卖力的比划起来 你看 我没说错吧 那就是大明的名字 哇 跟王公一边打 那可是船哪 我的天 几人说话的功夫 一队官兵冲过来 清空码头各处进出口要道 紧接着 一长六竹制的 很有地方特色的官轿 被抬上了码头 几位身穿翡色官袍 打着紧急官补的官员打头 带着一大帮身穿青色 绿色官袍的 满辣家不证使司官员们 下轿来到显眼处等候 郑和王景洪二人 是宝传队正副使 都是天使身份 到哪儿都得有地方官员迎接 后边那个红衣服的官我见过 他之前来码头查过工 听说是个大官呢 咱们满辣家比他们大的官 加起来好像也只有四个人呢 那比他官大的肯定是站在他前面的那四个人了 官头头们全都来了 这战士好大呀 这不会是迎接大皇帝的天使呢吧 嗯 真有这可能 咱们这儿最大的官都来了 肯定是等着迎接天使呢 也有可能是永乐大皇帝要来咱们这儿了 哎 你别瞎说八道 永乐皇帝哪有这闲工夫来咱们这几脚嘎啦的 这要是迎接皇帝 住在王宫里的大贵人 怎么能没动静呢 我跟你们说 一会儿咱们可得热情一点 让天使和当官的都高兴高兴 只要他们的面上好看了 等会儿回头 肯定会跟大皇帝说 咱们满辣家的好话的 船队旗舰上的郑和王景洪等人 望着变成一个大工地的满辣家岗 生出几分疑惑来 等船队靠近些后 又看到码头上 那么多熟悉的大明志士官袍和军服 疑惑更深了 这 这 这怎么会有 这么多我们大明的官员 还有官兵 这 这太奇怪了 三宝太监正和 皱着眉头纳闷地说道 官场里边留守的兵兵 是有不少 可官场里 没文官呐 都是立员而已 再说 官场里的人也不会这么明晃晃的戒严 别人的整个港口 会招来地方非议的 匪色官袍只有一到四品才能穿 这么多大员来满辣家做什么 还是说 船队走错路了 副使王景洪也疑惑不解地抓了抓额头 仔细回想了下路线 没错呀 这一路经过的地标都能对得上号 就是这港口 不敢认了 满辣家应该是出事了 码头上满辣家的士兵和王旗都不见了 全是咱们大明的旗帜和官兵 郑和有些忧心忡忡地说道 心想着皇上会不会把满辣家给强占了 拜里米苏拉受大明的册封也才两年而已 皇上这么利索地就把藩国给强占了 周边的藩国该人人自危了吧 还有 随船队来朝贡的这些外国使节 保船队以后下西洋的商路 怕是没以前那么顺畅了 王景洪文言双目圆瞪惊呼道 满辣家被咱们大明吞并了 郑和缓缓点头道 港口边上就是满辣家国都了 港口都占了 都城自然也不会例外 可 可满辣家是块非地啊 跟咱们大明隔着万里之遥呢 有官场在就够用了 全站下来有什么用 在王景洪看来 满辣家距离本土太远了 边长莫及 硬站下来牵扯的精力就大了 出一次乱子 就得把得到的好处全贴出来 全站了满辣家 反而不美 我担心是大明出兵满辣家的消息传出去以后 这周边的爪蛙 苏门达腊 苏鲁 鲜罗 伯尼等周边番薯 心里会怎么想 他们会不会担心我们大明也出兵吞并他们的国家 还有 咱们船上朝供的这些外国使节们 他们会怎么想 会不会惧怕 郑和满是担忧地说道 下次再出海 怕是有麻烦了 宝船队缓缓靠岸 宝船上的外国使节和他们带来的商人们 心里却泛起了嘀咕 满辣家和苏门达腊的香料 在他们那嘎的都是十分紧俏抢手的货物 每年都要来大批量的采买一回 满辣家和苏门达腊的香料 在他们那嘎的都是十分紧绰抢手的货物 每年都要来大批量的采买一回 所以他们之中很多人对满辣家港都很熟悉 这一次看到的满辣家港 却让他们感到无比的陌生 且不说这个大工地的模样 还有挂悬在港口上的大名旗帜 单单是这么多戒严的官兵 就让他们心中胜出几分忐忑来 哈希姆,你怎么了? 有什么不对吗? 明朝人的迎接队伍规模不算小 而且他们连港口都戒严了 这并不失礼啊 佐法尔国的国使塞义德 看着随行来的一位商人 脸色有点不对劲 面含不解地发问道 塞义德大人 单看这个戒严的港口 明朝人确实不算失礼 可这里并不是大明的国土 商人哈希姆皱着眉解释道 不是大明的国土 佐法尔国使塞义德 惊讶地重复了一遍哈希姆的话 急忙追问道 这是怎么一回事 不是大明的国土 明军 怎么能戒严这么大个港口 快把你知道的说出来 这里是满辣家港 我的商队每年都要来一次 住这里买香料 满辣家的国都满辣家城就在旁边 这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现在我没有看到 熟悉的满辣家王旗 全都是大明的 你的意思是 大明吞并了满辣家 塞义德急忙追问道 看样子是这样的 只是大明距离满辣家 有万里之夭 我是想不通的 塞义德文言后 已经没心思再听哈希姆接下来的话了 满脑子都在想 这才是大明本来的目的吗 大明保船队上下表现出来的 温文尔雅和谦逊手里都是假的 塞义德大人 不要忧心太重 我们左法尔距离大明 足有十万里之药 我们此来的目的是 大明的瓷器和死仇 其他的都无关紧要 哈希姆担心塞义德会影响他的生意 急忙出生宽慰道 他是个商人 金钱才是最重要的 其他的都要往后拍 左法尔所处的位置 就是后市中东半岛的阿曼 浩瀚的海洋 给予了他们足够的安全感 郑和带领保船队一行 以及三十多个国家的使团商队 下船来到码头迎接官员们的面前 寒暄了起来 现在可不是打听各种详情的时候 郑和一边和众人寒暄道谢 以便留心观察使团一行的反应 随行商人们的表情变化不明显 只是国使门面上都隐含着几思忧虑 大明占据满辣家后 距离他们的国土可就近多了 由不得他们不多想 本司议馆都已打扫停荡 郑太监修整沐浴过后 再带朝贡使节到皇太孙处览见 满辣家不正使司 不正使朝政河说道 保船队一行文言信里经 皇太孙 本司官员们看到保船队一行 脸上的惊讶表情 心想这也难怪 去年册封皇太孙的时候 保船队早就出海了 没收到消息也不奇怪 于是就三言两语地解释了起来 满辣家旧宫旁大叫场 已经划定迁移过来的卫所 已经开始陆续迁移 拖家带口的迁移速度快不了 想要全部迁移完毕 可能要等到明年年初才行 已经被朱瞻鸡虐的习惯的龙香卫士兵 虐待起别人来 自然是毫不手软 新来的侧耳头们 在见识过小黑屋的恐怖后 才消停了下来 新到的冰丁 在见识过龙香卫 自己的训练量后 彻底地服气了 哦 龙香卫这帮人 一定是牲口转世的 练咱们就更狠了 没想到 他们自己练得更狠 这身子骨都是铁打的不成 这几天 咱们卫的指挥使 跟同志大人一句话都不敢说了 生怕被龙香卫的牲口盯上 找他们单挑 哎哟 丢人丢大发了 可不就不敢之事了吗 听说 十三次单挑 一次都没赢 躺了三天才敢下地 哎 要不是顿顿都有大鱼大肉养着 老子都想抛下舍业当逃兵了 哎呦 放心吧 龙香卫是咱太孙爷的亲位 呆不了多久的 等他们走了 卧槽 死太监到门口了 哎 圣口没有家练了 紧急集合 眼尖的军官 看到炸了腕的昌盛急忙下令他 昌盛这些天 经常带猪粘机 来军营视察他们的特训成果 每次来都能挑到毛病 一有毛病就得整天整天的加练 长八批来了 集合 集合 紧急集合 快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最后一会儿就能够 下来就能够 看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